大雁王朝 河竹村 一袭粗衣的徐年 站在弥漫着草药气味的自家院子里面 抬头看着夜空 清风俯开云海 玉盘般的月亮 垂下了朦胧凝成地上青霜 映出少年的俊逸出尘 干净的面庞之上 一对锐利的眉梢微微抖动着 如同隐而待发的剑 终于要到了出窍的时刻 可可嗨 礼物传来咳嗽声 徐年面色稍微变幻 竖起耳朵仔细听了一阵 直到这咳嗽声微弱下去 被平缓的呼吸取代 才稍微松了口气 低头看着地上的青霜 喃喃自语 终于熬到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 徐年穿越成了姑姑坠地的婴儿 出生时就没有爹养 与母亲徐姑相依为命 活了两世的他自然懂事 打小儿就是村林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每每哪家小孩调皮捣蛋 偷吃家里母鸡下的蛋 或是在外撒坡弄身泥回家 准会被大人提着耳朵 念叨起村里徐氏的娃儿 如何省心 如此省心的徐年 从来也不会主动提及 生而不养的父亲身在何方 至多也就是在心里胡乱猜测 自己这单亲家庭的悲剧 是原自是征服无归的无可奈何 还是抛弃弃子的忘恩父亲 直到八年前 刻意回避的绅士才揭开了一脚 游历到村里定居下来的 行医郎中李诗诚 夸赞徐年聪慧 虽然没什么修行天赋 若是能读书入世 将来定然大有可为 家境也曾阴识过 比同村相邻 多读过几册经典的徐母 深知考上功名意味着什么 卖掉家里的积压 当掉所剩无几 并且再也无用武之地的嫁妆 毅然决然地带着徐年 奔赴大雁京城 大雁虽然是雄聚一方的盛世王朝 但可没有推行过前世的义务教育 如徐年 这般在山村里长大的孩童 能找个私塾读盟学识字 就已不容易 要想真正读上 能考取功名的圣贤书 无异于痴人说梦 世人皆知 寒门难出贵子 何况远不如寒门的何处村呢 徐年第一次入京 也是第一次知道了 生父是谁 大雁将军 徐氏威 与母亲徐姑同姓 可此徐非彼徐 而是源自大雁王朝 郑国公徐元的徐 郑国公威名赫赫 一把破刀 定下连城一线的十三座边城 拓宽大雁百里疆土 如今英雄虽以千古 但也留下了一个 中古转域诸门秀户的 徐氏豪门 徐姑也不奢求 能让徐年认祖归宗 享受到郑国徐氏的玉玛金堂 只要看在这一份血脉同志的份上 能为徐年安排进学堂读书 给个考取公民的前程 就已是别无他求了 京城居大不易 徐年跟着母亲 在京城停留了小半个月 别说是抛妻妻子的生父 长了富何等模样 就连郑国公府的大门后面 是假山流水 还是百花争艳的雅景 都一无所知 只是知道了 堂堂郑国徐氏里 有个抛妻妻子的父亲郎 无人理会的孤儿寡母 只能在回乡的盘缠 都要好光前黯然离京 回到了何珠村后 徐母便病了 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 当时在村子里 已经医治过许多顽疾 被称为妙手神医的李郎中 诊断是长期辛劳 积累下来的暗急 因为这次负金之行 心力焦脆爆发了出来 开了滋补安神的药汤 以后好好调养 倒也不会有什么大碍 但这一养 就养了八年都不见好 每日里熬的滋补汤 要都将这乡间小院 都浸入了药材的苦味 不过这些苦难 都将迎来转机 整整二十年 别人都已经是修行 尽头我为风 给众生留下一个 只能仰望的背影了 我这却刚刚起步 但愿我这的起点能高一点 系统能为俊杰 不要不识食物 系统已经是穿越者的标配 徐年也有 只是他这系统的激活时间 有点长 系统正在激活中 预计耗时二十年 选择一 低调隐忍 强行激活 后果自负 宿主已做出选择 请宿主低调隐忍 不要夭折 且看二十年后 从河东一举月至河西 不欺少年穷 剩余时间 0.0000342天 3 2 1 徐年为这最后一刻倒数着 下意识平住了呼吸 叮咚 初次选择低调二十年 河东到河西 已经完成 系统正式激活 正在发放末期少年穷大礼包 后天造化器 后天造化器 天地质里孕育出的奇物 融合之后便可无后患地提高修炼境界 二十年低调 换来 能提高境界的奇物 这系统虽然激活时间长了点 但还算靠谱 融合 徐年心念一动 一团似乎蕴含着天地质里的阴晕白气 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 它顿时生出一种 福至心灵的顿悟感 只觉得在这一刹 进入了无所不知的玄妙状态 然后就听到了一声叮咚 叮咚 检测到宿主并未入品 为避免浪费后天造化器 在这个世界里 修炼变强的道路远不止一条 力敌千军的武夫 玄妙无穷的仙道 诡诀莫测的乌法 养浩燃气的儒生等等等等 走的道路不同所修的不一样 各具神异的境界也有不同的说法 但因为都有九大境界 所以也统一划分出了个品阶 九品为入门 一品为极致 不过 不管是怎样修炼都离不开天赋 哪怕是最不讲究天赋的武夫 其实也不过是在高阁里 挑出个最矮的而已 像是在合逐村里 练过一两手武学招式的不在少数 但真正入品的也只有一人而已 而且也仅仅是九品 是个猎户 徐年的天赋 不说有多差吧 在世间百姓里 属于占了绝大多数的一类 平庸且无奇 系统 如果现在就融合后天造化器 会是什么境界 武夫九品 力尽静 徐年望天心叹 九品武夫 在这合逐村都称不上无敌 系统 咱们商量一下 你看你激活花了二十年 我吃了二十年的苦 多给点是应该的呀 九品武夫 这气点也太低了 你说是不是 建议宿主先入品 再融合后天造化器 这意思是 没得商量咯 建议先入品 再融合造化器 我劝你不要不识好胆 先入品 再融合 好你的系统 你给我等着 徐年从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到怒声威胁 依然只得到系统相同的答复 只是每一次都更简短 显然他的系统 并不是那种 能和宿主讨价还价的人性化类型 次日起来的大早 鸡鸣都还没响起 杂粮粥就已经出锅了 徐年流出徐母的粪后 就着点菜干甜了肚子 扛着药厨背上竹篓 伴着陈雾 在树叉上凝成的露珠 踏进了深山 等我入品了 我非要看看 你这后天造化器 会给我几品敬见 深山幽静 徐年一边碎碎念着系统 一边脚步轻快 在陡峭山市之间穿梭 当贝勒被一株株药填满后 他才转身下山回村 此时村民们都已经醒来 投身近一日的劳作里面 娃子 又进山了 满满一筐 收获不小妖 可不可 来喝口水 刚从井里挑上来 正凉着脸 徐老殿 快来看这头野猪 还得多亏了你告诉我 山里野猪出没的踪迹才能裂到 等小崽杀好了 拿一条腿去你家 可别跟我客气 河竹村算不上富裕 但却称得上淳朴 老村长在村口的摇椅上晒着太阳 腰身促湿的村妇 在井边挑水 五夫九品的猎户 拖着一头大野猪 个人有个人的忙忙碌碌 但不约而同的 是一声声热情洋溢的招呼 徐年笑着一一回应几句 迈步走向河竹村唯一的医馆 李说 今天山里的暴率 这叫一个高啊 你快来看我这竹楼里的新鲜药材 各顶各的好 徐年走进弥漫着草药味的医馆 见到柜台无人 喊了一声刚要往里走 中年男人已经不急不缓地走了出来 长须长山的半巷 腰间别了个青涩葫芦 此人就是八年前来到河竹村定居的李诗诊 因为医术高妙诊经低廉 哪怕他自己不喜欢 被当作是无所不能医的神医形象 但却架不住父老乡亲们 在交口称赞中 频频称他为神医 如今李神医的名声都已经传扬开来 不乏有远道而来的病人登门求药 只要找上门来的病人是身患疾病 而不是脑子有病 李诗诊也从不拒绝 龙葵 白蛇草 隔藤木 这黄金倒是不错 能有五十年份了 李诗诊结果满载着山中药草的被篓 然后转身从占据整面墙壁的药柜内 挑剪出几位药材包在一起 再从柜台底下 一个未上锁的弟子取出些铜钱 如往常一样 一并放在柜面上推向徐年 那次赴经回来之后 徐年为了给徐母治病 就曾想过在李诗诊这医馆里当个学徒 李诗诊虽然没有答应收徒 但却给了徐年一本没有名字的药书 里面详尽记载了数千种药草的外形与药性 相当于是药草大全 让他跟着自己进山采药 报酬则是徐母的药 仅用了一年 徐年已经能够独自进山采药了 李诗诊也就不再亲力亲为 只是在报酬里多给些钱采 正是有了这份采药的手艺 徐年才不至于走投无路 不过这次 徐年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全盘收下 他只拿了药材 没有接通钱 李诗诊和这天生聪慧的少年 已经相处八年 看到他这一脸憨笑 却不说话的样子 乃还不知道 是在打什么样的算盘 于是一边奋俭着这少年刚采来的药材 一边漫不经心地开口 说吧 这次又有什么事 要还是和上次一样 就不用说了 我也不耽误你发财 你自己配药 自己是自己 卖就是了 上次没收铜钱 是问有没有什么壮扬药方 说是要一起挣打钱 简直是掉进钱眼里了 再上一次倒是正经一些 只是不知从哪听来 大雁护国公的丰功伟绩 好奇那位夯实过大雁基业的传奇武将 会是何等威武不凡 这一次 你说你看我要是想入品 可有什么方法 在这何竹村里 如果说有谁能助徐年入品 除了李诗诚之外 恐怕就没有第二人了 又问这个 我早就说过了 天赋之士抢求不来 你该趁早放宽心 天下不能修炼的人何其多 不见得就不能有所成就 当朝首辅张红正 读了一辈子圣贤书 却养不出一丝浩然气 连九品都不是 难道在如林中 就能没有一席之地 那些个威名赫赫的四五品强者 又有谁敢在他面前造次 李诗诚苦口婆心是为了徐年好 但徐年清早 进山采药 也不是为了来喝碗热乎的心灵鸡汤 连忙拱手打断道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李叔你看 我还年轻对不对 年轻吗 就还有做梦的本钱 少年壮志不言愁 李诗诚奋茧药草的动作停顿了一下 说道 不言愁 愁思的愁 愁 壮志未愁的愁 不言愁 好一个不言愁 李诗诚仔细品味了其中韵味 不禁点头夸赞 但忽然又把话锋一转 不过你都二十若惯了 还打算当多久的少年 徐年的笑容有点僵住了 不过李诗诚也没揪着少不少年的问题不放 你要是想入品 那就专心习武 饮食不要缺了肉 我可以再给你开个强筋见骨的药育方子 坚持个十年八年就能入品 之后稳扎稳打 也有望八品 但想入七品 就只能指望机缘其遇了 不过这样一来 你的每日开销大增 光是进山采药 怕是要入不敷出 能估计出 什么时候能修炼到什么境界 显然李诗诚会看得不仅是病 如果我不指望什么八品七品 只想尽早入品呢 只求一个快吗 李诗诚放下了药草看向徐年 在他看来 已经不那么少年的少年 眼眸里既有朝气 又十分坚定 虽然不知道是怀揣着怎样的决心 但这明显不是一时冲动 他沉饮片刻 说道 我倒是能让你速成道门九品 但是仙道飘渺难寻 无灵根者 难以有所精进 不似武夫 只要持之以恒 总有机会熬出个七八品 以你这天赋 纵然是道门入品 之后恐怕是难有寸境 终生无望八品 领进了门 也走不出几步路 这倒不是什么拔苗助长动摇根基 而是徐年压根就没什么先到前途可言 但如果不是 他完全没有修炼天赋 哪怕当个武夫终其一生 也不一定能触及七品境 李诗诚也绝不会提这么个方法 但徐年现在所求的 就只是进门 只要能入了品级 之后就看系统发挥的怎么样了 行 这可太行了 就我这天赋无望八品就无望吧 能捞着个九品 就已经赚了 这话倒是实在 想清楚了 清楚 相当清楚 我就拜托李叔帮帮忙 祝我一亏先到玄妙了 道门九品 不过土那养神 可别想着有多少玄妙 李说 那我什么时候再来找你 不用等什么时候 你不是要尽快吗 那就现在吧 徐年微微一愣 本来以为李师枕住自己入品 会需要精心准备些东西 例如辅佐丹药 甚至是阵法 再挑个灵气盎然的吉时 却没想到 这原来随时都可以开始 不用特意做什么准备 道门九品 换作宁气境 感应天地之气 凝聚于黄亭之中 玄妙再气 难也难再气 天地之气无处不在 却又处不可及 李师枕伸出二指点 在徐年眉心 天地似乎停顿了一刹那 紧接着一缕又一缕 如雾似幻般的乳白色气体 凭空凝聚成形 以徐年为中心 汇聚成一个小小的气玄 冲刷着它 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 身体变得从未有过的轻盈 似乎下一刻 就能乘风飞去 我以为你凝聚天地之气 你只需用心感应 顺势将这股 在我引导下的天地之气 纳入体内 便可道门入品 约莫一刻钟后 凝聚起来的天地之气消散 重归于天地 李师枕仿佛只是做了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走回柜台 继续挑剪着一篓子的新鲜药材 等到徐年缓缓睁开眼睛 才随意地问了一句 道门九品 感觉怎样 已然入品的徐年 并未能体会到 掌握力量的滋味 微微皱着眉头 如实说着自身感受 好像没什么变化 只是隐隐约约觉得 这片天地之间 似乎多出了些什么 没变化就对了 你这天赋也 只能这样 若非黄庭之中 已经有凝聚成形的气 在与这片天地相合 连这点隐约的感觉都不会有 预料之中的结果 李师枕既不惊喜 也没有觉得失望 只是嘱咐道 如果你还存了精进修为的念头 那就抓住这点感觉 尝试引动天地之气 纳入体内 壮大你黄庭里的气 引气入黄庭 既是入品门槛 也是修炼方法 就如五夫熬炼筋骨 不过 筋骨只要熬炼得当 总能有所长进 但天地之气 如果引不动 那就是引不动 再怎么苦心竭力 不舍寒暑 都是竹篮打水 但徐年在乎这个吗 只要入品 就能满足系统的建议 用后天造化器 提升境界了 系统 我现在融合 能有极品境界 盗门七品 只杀劲 七品 徐年如果当个五夫 坚持习武 终其一生 也不过是有望七品 而现在盗门入品 凭借后天造化器 七品都已是囊中之物 这样看来 系统给的起点 已经不低了 相当于他原本 穷其一生的终点 李说 我来帮你 徐年没有急着回去 找个僻静的地方 融合后天造化器 满脸带着笑容 凑到李诗诊身边 帮着粪捡药草 笑着说道 李说 你果然是 深藏不入的高手 说吧 三品 还是二品 李诗诊看了 满眼好奇的少年一眼 没好奇地笑骂道 你呀可真敢猜 世上都多少年 没有二品的踪迹了 须之可数的三品 也无疑不是 天下间的绝顶强者 得势嫌成了什么样 才能在这偏僻的山村里 与你这不言愁的少年 一起挑剪 这些再寻常不过的草药 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李说 你就透个底吧 到底是什么境界 我保证不会说出去 但李诗诊每次都 轻描淡写地掠了过去 不过这都已经 凝聚天地之妻漏了像 再瞒着 倒是成了掩耳盗铃 有些个自欺欺人 李诗诊眼皮也没抬一下 说道 道门七品 徐年故作夸张的拱手作医 原来是李真人 失禁失禁 一搂子的药材挑剪完毕 该洗的洗该研磨的研磨 该晒干的晒干 如何长期储存 遏制药性流失 可大有讲究 忙活了半个时辰 才算是妥当 徐年凑到端向着 一味药材的李诗诊旁边 压低声音 神秘兮兮兮地说道 李说 我看画本故事里 似你这种高人隐居 通常都有夙愿未成 要不你和我讲讲 说不定我以后 有什么妓缘奇遇 这境界修为长上去了 能为你完成夙愿 李诗诊斜挟了徐年一眼 淡淡地说道 等你能引气入黄亭 精进修为了再说吧 引气入黄亭算什么 要不是怕吓着人 当场入个七品 都只是一口气的事 徐年心里乐呵 正要告辞回家 上了年纪的和竹村村长 处着拐杖 哼哧哼哧地小跑进了医馆 一眼就瞧到了 不知为何傻乐着的粗衣少年 徐家娃子 快快 你家里出事了 家里出事 难道是娘亲 徐年方才的那些喜悦 全都被巨大的不安 冲为泡影 走 我和你一起过去 李诗诊走出柜台 二话不说 跟上了徐年 老村长却拦住了 急急忙忙往外走的两人 等一下 你们可不能就这么回去 徐家小子 你 你先好好想想 最近有没有犯什么事 徐年一愣 不是我娘出事了吗 谁说你娘出事了 哎呀 是有个当兵的来了村里 指名道姓说 是要带你走 现在已经去了你家里 老村长喘了口气 抓着徐年的胳膊 连连叹气 哎 所以 你要是真犯了什么事 也别回去了 赶紧逃吧 不然怕生命都保不住啊 徐年眉头一皱 坦然说道 我除了上山采药 村都不怎么出 能犯什么事 官兵上门 应当是有什么误会 那也先别回家 进山里躲着 先避避风头 村长也想不明白 徐年要是真犯了什么事 也该是捕快上门 怎么会引来官兵 可就算是有什么误会 却不等于 对方愿意讲理说清 只要找上门了 横竖都是一场祸 是祸就该躲一躲 衙门里的冤甲错案 难道还少了吗 可是徐年不可能一走了之 娘亲还在家里 李诗证陈音片刻 说道 无妨 我跟着一起过去看看 只要徐年无措 道理就在我们这方 量他们也不敢把事情闹大 退一步来说 就算对方当真敢是大宴法理入雾 也还能讲一讲 道门七品是个什么道理 徐氏母子居住的小院门前 因为常年熬煮汤药 这小小的院子里 总是飘出一股子草药味 披甲配刀的曹着勒缰绳 翻身下马 静止撞开院门闯了进去 身上那种自尸山血海中 熬练出来的煞气 把草药味都冲散了 墙边老树上的一只雏鸟 仿佛是受到了惊吓 在鸟窝里嘎嘎地叫着 扑腾扑腾拍打着未风满的雨衣 在枝叶的晃动之中 树然间 屏风而起 直飞天穷 撞掉了几片枯叶 这位军爷 来找村附所 为何是 久病在身的徐姑一场冷静 没有把不多的力气 花费在大喊大叫之上 因为他十分清楚 就算声音洪亮到 把河竹村里的所有人全都喊过来 恐怕也无济于事 既然是在大白天披甲闯门 这也就意味着无惧他人知晓 曹正没有理会徐姑的询问 他站在小院里 如同一尊沉默中 刻尽职守的雕塑 黑色的盔甲 在阳光的照耀下 亮起一抹金属独有的冷光 不多时 徐年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李诗诊 娘 你没事吧 徐姑轻轻摇头 示意自己无碍 你就是徐年 我来此地 乃是奉命行事 雕塑般的披甲之势 转动头颅 望向一身粗衣的少年 问声开口 你 即刻随我赴金 平缓的腔调里 带着不容抗拒的强势 你是谁 奉了谁的命令 一个不认识的人 突然闯入家里 要带自己去京城 徐年自然不可能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人走了 至少也得把事情原委 问个清楚 再判断该不该跟着人赴金 但假是奉命 却不留余地 到了京城 你自会知晓 浑身煞气如排山倒海 一般压了过去 打算强行擒住徐年 带离这不值一提的山村 煞气凌声 徐年似乎听到了 金铁交机之声 闻到了血肉糜烂之心 感受到了鲜血 泼洒在脸上的滚烫 如同置身在一方人 命如草芥战场之上 一瞬间手足失措 难以动弹 徐年的身后 响起一声冷哼 清风俯身而过 煞气一扫而空 不说缘由 就要将人带走 这是否过于蛮横吗 李诗珍挡在徐年面前 隔开了煞气 曹着看了李诗珍一眼 忽然将手搭在了 腰间佩刀的刀柄之上 枪 刀刃出鞘 划出一道冷冽寒芒 直取李诗珍勃梗 好胆 李诗珍谋声怒意 一指点出 盗门七品 换作纸杀镜 纸杀何意 源自天地 运在黄庭的灵气 从李诗珍指尖浮现 舒然间如银瓶 炸破迸发而出 灵气未然成了一条线 断开了斩过来的冷冽寒芒 击中刀身 突发杀招的假释身形一顿 足跟紧抓大的泄力 却终究是战力不稳 不得不后退了半步 金铁铸成的刀刃上 也留下了一处祸口 七品武夫 李诗珍眉头身皱 同为七品 他这道门修士 倒是不惧怕一个武夫 只是此人既是奉命而来 能拆遣七品武夫 来这荒庇山村里 随意拿人的 必然有极大的来头 杀招未果 曹者默然收刀入鞘 立身贺道 我乃折冲将军 轻卫曹者 此行奉将军之命 带徐年回京 盗门修行不义 还望阁下不要自悟 常言道先礼后兵 但这名将军轻卫 显然是反着来了 先兵 后礼 如果刚才报起的一刀 能够杀人 或者是取得成效 击退李诗珍 曹者直接就会把徐年带走 连口舌功夫都省下来了 背后竟是一位将军 这可麻烦了 李诗珍深知 这有多么棘手 大雁将军从无须职 带天子直兵风 将军不仅出身显赫 更在十几年前 与玄威国的交锋中 轻率一千精锐 奔袭千里横翻天险 越过了十万大军 直取玄威国都 升擒国主 立下颇天战功 近些年大大小小的战役 更是无一败己 军风锐利声威隆重 已成大雁万万里河山的 注尸之一 已有成为大雁第四位 大将军的势头 但是如此耀眼的一位将军 怎么会牵手到 荒僻山村里的少年 竟然派了亲卫过来拿人 折冲将军 徐世威 你是徐世威的兵 徐姑惊呼一声 久病的身体猛然提起力气 用身体将徐年护在身后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 这名折冲将军的亲卫 里面的怨恨 只比护子心切的钢墙训上一筹 郑国公给徐家留下的 是一个世袭爵位 而折冲将军 是徐世威自己挣来的君子 八年前 我们母子父亲徐家 连大门都不曾开过 八年后 竟又要来带走我儿子 他徐世威好一个 开疆拓土的大丈夫 到底是想干什么 把我们母子又当成什么了 身位俱下的控诉 惧惧惊心 李诗争面色惊讶 怎么也没想到 这对母子 竟与那位折冲将军 是这么一层关系 进而也大致明白了 徐世母子八年前附近的遭遇 不由地摇头叹息 抛弃弃子 算什么大丈夫 七位曹这 依然是沉默已因徐顾 但对李诗争 却回忆冷言 将军所谓自有私量 还轮不到你来智慧 真是厉害 折冲将军 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旁人说都说不得 被两人护在身后的徐年 直视着曹这冷嘲热讽 还没见过生父长什么模样 没想到 却先见识到了 其轻微的威风 八年前置之不理 如今他要我去京城 又是做什么 忘不了八年前 不曾开过的徐家大门 更不会天真的以为 那素未谋面的生父 会在八年后唤醒了良心 要接他们母子 到京城安享富贵 直接带走徐年 已然成了奢望 于是曹这沉吟道 徐家有一桩婚约 需要履行 徐年痴笑道 婚约找我 莫不是苍天有眼 他折冲将军 抛弃弃子遭了报应 徐家除我以外 其他男丁都夭折了 婚约只能由徐家 主卖后人履行 须入坠为序 不是迎娶 而是入坠 依照大宴律法 入坠者为见吉 不得出世不得功名 参军亦不可谓将领 这辈子 以后就只能指着 妻家的情语度日 若是多有照顾 或许还能称得上 是个富贵贤人 但如果不上心 恐怕就连妻家奴仆 都未必瞧瞧地 起招上门的骨眼 徐姑血气上涌 本就缠若身体 有些承受不住 两眼一黑晃了一下 徐年眼疾手快地搀扶住 才没有摔倒 未曾有过锦衣玉石的 妇人望着曹这 在那身相 争着折冲将军威严的 轻微盔甲上 仿佛看见了 他要娘去入坠 与逼我去死有何意 曹这依然无视了 徐姑的怨愤 没有多看这位 与将军有一段 过往纠葛的女人一眼 他冷冷地看向 依旧站在徐年面前的李诗珍 等待着这名 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 这荒僻山村里 能与他抗衡的道门欺品 做出选择 知难之后 是退 还是不让 李诗珍长叹一声 两条腿没有挪开半步 摇头问道 曹大人 折冲将军如此安排 你觉得这合适吗 入坠 等同于是定死了将来 再无建功立业的机会 徐家这一代想来 不会只剩下徐年 这个流落在外的男丁 但折冲将军舍尽求远 依然是让亲卫走那一趟 要把徐年带回去 意欲昭然若揭 不过是 既不想在徐家大宅里 长大的某位子嗣断了前程 又不愿回去婚约 留下失信于人的污点 脏了镇国功夫的门楣 曹这脸色平静 理所当然地说道 婚约的另一方 乃是列顶而食的世家贵女 不仅生得鲜容欲貌 更是道武双绝的天纵之姿 以天骄之名享誉京城 仰慕者数不胜数 甘愿入坠的也并非没有 只不过 他们体内没有流淌着将近血脉 如此良缘落在山村树民身上 无异于麻雀飞上了枝头 纵然沦为剑脊 断了功名仕途 也比窝在这狭小的山村里 所见到的天地更为广袤 如何不能算是合适 言外之意 要说是不合适 也该是出身寒威的徐年 配不上贵不可言的女方 能够入坠 都已经是天大的福气 应当感激涕零 磕头谢恩 镇国功夫一桩婚气 籍贯少年人生路远 选择一 入坠为序 可成富贵 奖励 柔软舒适的床上三件套 为日夜耕耘保驾护航 选择二 拒绝入坠 不屈言下 奖励 先灵根 由此天赋者 先到飘渺如在囊中 请宿主做出选择 花了二十年才成功激活的系统 在这关键时刻 开始发力了 这次系统仍旧把选择权 交到了徐年的手上 但不论是从个人情理出发 还是考虑到系统奖励 没理由心存犹豫 有了先灵根后 再融合后天造化器 能成几品 道门五品 从七品再生了两品 徐年放生大笑 指着曹志的鼻子 好一个合适 可我觉得 还是令唐更合适 不如换一换 说不定我就认了 曹志眸光骤然一寒 冷哼了一声 贵为将军血脉 却不自经自重 口出粗笔 想来在成亲之前 还得教你礼仪廉耻 免得世人误以为 徐氏子弟缺少教养 我这山村里长大的庶民 可不配当你的徐氏子弟 五福七品的气势 凝聚至巅峰 但却越过了徐年 同着凶狠冷利的眼神 一起压向了 同为七品的李诗者 虽然翘中刀已豁口 但煞气一出了刀鞘 归根结底 徐氏母子的意愿 影响不了局势 一个久病激弱 一个黄口小儿 不管两人愿不愿意 曹哲都会带徐年回京 阁下修为身后 距离六品已经不远了 要是到门六品插手将军家世 我也只能辜负将军命令 掉头就走 回去领受惩罚 但此刻你还不是六品 我倔 也不过识破 有六成把握杀你 要试试吗 杀长饮血的曹哲 远比静营在 齐皇之树里的李诗珍 更擅长生死厮杀 李诗珍面色沉宁 浑身凌厉凝聚待发 但被他护住的徐年 却仿佛出生牛犊 不知虎狼可畏 忽然又笑道 六品你就转身离开 那要是五品 你该如何呢 爬着回去 还是滚着回去 五品 一个人如果有五品的修为境界 哪怕策论兵法样样稀疏 四书五经全都没读过 也足以在荆棘之地立足 成为豪门望族的座上宾客 放在荆棘之外 开宗立派成为一代宗师 也不在话下 哲冲将军不仅战功斐然 在武道之上也独具天赋 是大雁军中有数的高手 也不过是五副里的四品境界 你若能有五品庇护 我自是真板于肉 任而宰割 曹着面不改色地说着 朝着徐年缓步走去 只是注意力 却始终在李诗诚的身上 名不见经传的山村里 有个道门七品 就已经出人意料了 怎么可能还藏着个 足以靠境界 就闻名天下的五品强者 哦 那你就滚回去吧 入坠是你们徐家的事 与我何干 少年义气 怒极返笑 锐不可当 眼里成不下日月山河 黄论老十字的将军 狗屁的世家 叮咚 宿主已做出选择 获得奖励 先灵根 后天造化器 融合 融合成功 少年从娘亲与长辈的身后 走了出来 立于天地之间 一步迈出 风云呼起 一缕缕乳白色的气 凝聚而出 环绕四周 李诗诚见到这一幕有些吃惊 若是徐年不舍昼夜的苦修 终于自行完成了 隐气入黄庭 他不会觉得吃惊 毕竟 这不过是盗门修行的基础 但毫无灵根的徐年 眼下仅仅是向前迈出了一步而已 却将隐气入黄庭 完成得如此轻松 犹如呼吸般自然 曹这脚步未停 神态未变 隐动变散天地之间的灵气入体 不过是盗门酒品 在他的刀下与繁俗 其实也没几分差异 徐年落下第二步 天地灵气 疏然变得急促 在他头顶凝聚成丹形 沉浮之间 洒下灿灿金光 犹如帘幕 这 这怎么可能 李诗珍见此奇景 忍不住惊呼出声 聚气成丹 盗门八品聚丹境 而且 丹气如金木 此乃八品圆满之相 二十岁的盗门八品 李诗珍不是没见过 无外乎是灵根身后的盗门天才 可是一刻钟前才盗门入品 一刻钟后 却疏然聚丹入八品 此等其事 闻所未闻 曹这微微皱着眉头 不知内情的他 以为徐年修炼至今 才有的这份境界 单纯觉得这盗门天赋 倒是很不错 但终究 不过是个 被遗弃在外的私生子 没有底蕴 不可能翻起什么风浪 只是下一刻 他脚步疏然一顿 手掌猛然搭上了刀柄 此时 徐年迈出了第三步 天地灵气 随之凝成线 曹这危机感扶上心头 拔刀正欲迎击 却感到这灵力又浑然一变 仿似起于清平之末的风 扶摇而上 徐年的第四步 踏在了空中 欲空镜 盗门六片 曹这首次变了脸色 刀刃出鞘了一半 感到了极大的阻力 如入了泥沼之中 不过他毕竟 曾在战场上浴血厮杀 胆破非同寻常 煞气从体内爆发出来 他怒喝一声 以五夫七品之身 悍然把刀斩向 立在空中的盗门六品 可是 徐年会止步六品吗 第五步 不见任何一项 这次似乎只是 平常无奇的一步而已 但却斜着天地之力 自上而下 踩向了曹这头颅 视若天青山崩 七品五夫的体魄 能抗刀剑 但曹这在那只 沾染着山剑 泥泥的草鞋之下 却只能退 他很清楚 不退 就得死 曹这浑身肌肉鼓起 压榨出的气力 超出了身体极限 多处肌肤 渗出一层细密的血株 才堪堪后退出半步 错开了徐年落下的第五步 盗门五品 玄真镜 玄真镜 李诗枕瞪大了眼睛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甚至还是亲手 凝聚天地之气 筑齐盗门入品 怎么也不会相信 有人从九品到五品 竟然只用了五步 盗门修行 虽然有顿悟之说 可是这就算是顿悟也 太快了吧 仅仅就五步而已 你竟然是五品 二十岁的五品 这怎么可能 曹这亥然失色 不负之前的锐意 身上这副在兼顾之外 更代表着 折冲将军威严的铠甲 已然带不来安全感 折冲将军三十二岁时 临阵突破成就五品之境 都已是大雁翘楚 五道奇才 何况 这还是盗门五品 修炼从来不是义士 各种修炼途径 都有各自的难关 但在游六入五这一关 却公认盗门最难 许多灵根深厚 甚至深而吞吐灵气的盗门天才 九至六品 都顺风顺水不受稚骨 结果却在五品门前 蹉跎一声 寻不到玄机真章 曹哲看着近在咫尺的 粗衣少年 油然而生一个 稍有些僭越的念头 可惜了 二十岁的玄境真人 如果不是在这荒僻山村里长大 而是享受着 郑国功夫的金唐御马 将军在大雁朝堂之上的威势 定然能再上一层楼 徐年却不在乎 曹哲在想些什么 他冷漠道 滚吧 曹哲深吸一口气 他分明披甲直刀 但在这粗衣少年 看似单薄的身影面前 却已提不起半分气力 只得转身离开了 这间弥漫着草药气味的 简陋小院 院子里没有了不速之客 方才徐姑险些昏迷过去 是由于受了惊 心潮起落 牵动气血涌动 索性不是什么大问题 徐年安抚了娘亲几句之后 忽然说道 娘 医馆那边还有点事情 我先过去一趟 李诗者默默看了 已然登陵玄境的少年一眼 没有拆穿 这其实也不算是一个高明的理由 也许是母子连心 徐姑虽然不清楚 无品是什么概念 但却隐约察觉出了 大不了我们母子走就是了 大燕待不下去 就离开大燕 天大地大 他纵使贵为将军 也不可能找遍每一个角落 逼你去入坠 徐姑拉过徐年的手 絮絮叨叨地说着 一双常年被病痛折磨 饱含着疲惫的眼睛里 满满都是担忧 徐年静静地听着 直到娘亲说完 才轻轻拍了拍他那双 在宝尝风霜日晒后 已然有些粗力的手掌 微微笑着 娘你不用担心 不会有什么危险 我们也不用走 不用离开大燕 错的又不是我们 天下间没这么个道理 老村长带着以五夫酒品的 猎户为首的几名村中 轻壮赶去帮忙 却在半路上遇见了骑马 离去的曹者 那副盔甲依旧森然可畏 仅仅是邪逆过来的一个眼神 他们就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战马扬尘离去 未坐停留 众人加快脚步 赶到徐氏母子的家中 李诗诚正未受了番惊吓的徐姑把脉 没看见徐年 到底出什么事了 徐小子呢 一点小误会而已 说开了就没事了 不过徐夫人受了点惊吓 我让徐年那小子去医馆拿药了 原来是这样 行 没事就好 李神医都这么说了 徐姑也是点头附和 于是老村长和猎户他们都放下了心 松了口气 虽然来势都来了 但要与官兵对上 其实都怕得紧 驾 战马在河竹村外的小道上飞驰 手握江绳的曹者 现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徐年空有无品境界 却终究只是少年心性 不懂得斩草须除根 只要回去 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将军 之前可不可惜 也就不重要了 之后还能再做打算 少年无品再怎么弃声 又如何抵得住 折冲将军的冰封 然后 曹者就看见一袭粗衣的少年 凌空而立 拦在了战马的必经之路上 这个距离 已经来不及了马 战马在撞上少年之前 却一头撞上了一堵 难以看出虚实的气墙 仰天思明一声后 翻到在地 口鼻涌血 眼看是活不成了 曹者被甩飞出去 仓促调整身形 勉强落在了地上 但他的心 却沉到了谷底 徐公子 此事确实是在下考虑不周 多有冒犯 但你体内 毕竟流淌着将军的血 若能不计前嫌 放下过去的成见 未来大雁朝堂之上 必属于将军与公子 父子二人呼风唤 曹者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徐年信守一招 他便感到了猛烈的窒息感 仿佛整片天地 都在向自己挤压而来 充斥着凌冽杀机 你 你不能杀我 我是大雁再次的军官 折冲将军轻卫 杀了我 将军更不会放过你 放过我 我可以和将军说 不曾找到过你 一根根青筋 在自己肤下 犹如蚯蚓般凸起 曹者从牙关到骨骼 再到周深学鞘 都在这威压下颤抖不止 他想过 自己会买骨沙场 在南分敌我的铁蹄践踏下 尸骨无存 却未曾想会死在 荒皮偏远的山村小道上 无人问津 徐年缓缓摇头 云淡风轻的腔调 落在曹者里 却与平地惊雷无异 明明是你出了村子 在回去的半路上 失踪下落不明 可能是迷路 可能是被贼寇袭击 也可能是趁机投敌去了 总之 怎么可能 我一个山村里长大 缺乏教养的 粗比少年杀了你呢 在曹者拔刀杀向李诗诊的时候 徐年就没打算 让他活着回去 道门无凭引动的天地之势 轰然落下 曹者怒吼一声 不堪重负的心脏 硬生破碎 大量的鲜血涌出口鼻 杖红的脸庞失去血色 沦为苍白 以心法天地 念起皆玄机 医馆里面 李诗诊看着悄然出村了一趟 又悄然回到自己 这里的粗衣少年 感慨万千 就在早晨 他送来一篓子新鲜草药时 分明还是个尚未入品的普通人 不足半日 竟然退去凡尘 登临玄境 而他自己修行了大半生 也不过触及到六品瓶颈 究其一生 也不知道能否一念起玄机 虽然李诗诊的志向 并不在境界高低 但这过于悬殊的差距 依然让他有些怅然若失 仿佛这道门修行数十年 只是在虚度光阴 徐年啊徐年 我当真不是在梦里 李诗诊纵然亲眼见证了 也难以置信 围绕着徐年来回渡步 但徐年没有刻意掩饰后 自然而然流露出的 那一丝丝玄妙气息 却又无法忽视 徐年笑了笑 诚恳说道 还得多亏李叔助我入品 我才能有此成就 大恩大德不敢忘 这是实话 只是不便展开细说 况且 在领悟道门玄机之后 徐年才知道 先去李诗诊 凝聚天地之气 助他入品 看似是随手为之 也的确不费多少力气 但却是道门欺品尽才有的能力 而且 终生只能施展三次 不过是于心有愧 想着借此弥补 当不得什么恩德 李诗诊摆了摆手 当年的一番好心 虽然没有招致徐氏母子的埋怨 但于心里却觉得是无心之失了 如果他没有劝徐母 给徐年一个读书入室的机会 徐母多半不会下定决心 带着徐年奔赴京城 也就更不存在遥遥千里路 却没落个好结局 徐母久之不遇的顽疾 其中有个两三分因果 是被李诗诊归在了自己身上 将来你可有什么打算 将来 徐年自然畅想过自己的将来 不可能一辈子窝在小山村里 世界这么大 总得去看看 这里的山川风光 与前世有何不同 不论是倒固玻璃肥皂 还是后者脸皮超湿 都不视为一条离开小山村的出路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母亲久急难遇 徐年怎么能远游 到如今 京城徐氏来了人 又是个变故 曹哲虽然已死 死了个天之地之 远在大雁京城的郑国徐氏 再如何手眼通天 也不可能把控着 遥遥千里外 河竹村山间小道的一草一木 只会以为 徐年已经在前往京城的路上 但这只是一时 郑国徐氏的婚约 不会随着曹哲的死而草草结束 就算他们无从知晓凶手是谁 总是需要一个新郎 才能维护住豪门望族 一诺千金的大气 好在徐年 也不再是任人拿捏的山村少年 无品境界 虽然不是人间极致 但天下之大 也没挤出去不得 再哪都不至于窘迫度日 有了强硬的实力 便有从容的余地 选择将来该是如何 徐年屡顺思绪 很快就把远方与京城徐氏 列为了次要 能否为我指个方向 这还真问对了 李诗珍一直知道 去哪能治好徐年母亲的晚景 只是之前说不得也去不得 已经误过他们一次 不能再把人往火坑里推 但换成是无品真人 火坑就不再炽热难挡 大可以去一去 京城 李诗珍沉声说道 神情略显恍惚 思绪仿佛飘到了 那座繁华至极的城池 既是天下守善之城 也是大是大非之地 他当年便是从那座京城逃了出来 我有个师兄在京城行医 他的医术和修为都在我之上 应该有把握之好 不过 我那位师兄不会离京 只能你带上你娘亲去京城找他 如果决定要去 顺便替我烧点东西给他 曹哲来河竹村的目的 就是把徐年带回京城的镇国徐氏 入坠完婚 这时候入京 就好比入翁 徐年却没有纠结 略微思索 便决定带娘亲去京城治病 就如八年前娘亲 为了她的前途 也不顾路途坎坷 毅然带她赴京 不过徐姑知晓后 忧心不定 徐年劝说了好一阵 才勉强答应下来 约了个章法 娘 娘 可以随你去京城治病 但是答应娘 不要抢求好吗 只要你平平安安 娘就能心安 为人母 终究是沃尔担忧 收拾了两天的行李 徐年亲手合上小院的门 草药气味 在阳光的照射下 越过院墙 淡淡的干苦 在风中弥漫 和竹村的父老乡亲 在村口相送 感慨良多 又去京城 这可远着呢 路上多加小心啊 徐姑有个好儿子 以后准是享福的命 谁说不是呢 不远千里 带娘亲去京城治病 徐年这是大孝子 没错 大孝子 大雁以如礼为准绳 孝顺无庸置疑 是对一个人高尚德性的肯定 徐姑就听得 笑得弯了眉眼 有没有浮想都是次要 只是喜欢听到娘被人夸 只是成了大孝子的徐年 受前世王 落弄潮的认知影响 总有点对不上位 这咋听着像骂人呢 五福九品的猎户提来了一串腊肉 作为送行李 徐老弟 本来该是送你条猪腿 但我寻思着 你们要付精 鲜肉不方便 换成了我自制的腊肉 不介意吧 徐年掂量了一下 腊肉起码有十五六斤重 那只野猪的一条腿 差不多能有二十斤 但十斤鲜肉经过熏制 能出七斤腊肉就不错了 很是实在 离开河竹村没走多远 在缺少休憩 却又必经的道路上 停着一架马车 等在旁边的李诗珍 见到徐氏母子走过来 把手中一个包袱 连同缰绳递给了徐年 此去京城路途遥远 多留个心眼 多一份平安 嗯 李叔也多加保重 一路顺风 李诗珍目送着马车远去 直到消失在视线尽头 已经看不到徐年挥动的手臂 他才转身离开 回到河竹村的医馆 日复一日地整理着药草 只是这次 没有人给他打下手了 刁蓝玉气的庭院内 锦绣花醋争香斗燕 芬芳扑鼻 燕不胜收 雍容贵气的妇人 走在盛开的花醋之间 坠惊相遇的华美衣上 在阳光下折射出灿灿的光 她的目光在花朵间熏寻 漫不经心地说道 算算日子 曹震应该已经接到小野种 在回京的路上了吧 随行的管事低着头 轻声回禀 是的大夫人 再过个十来日 曹大人应该就抵达京城了 那个勾引老爷的下贱村妇 会跟着一起来吗 老爷并未吩咐 想来应该是让曹大人见机行事 嘖嘖嘖 那贱妇要是能这么不要 连死期白来跟来京城 我们若带一个徐府 若是容不下他 反倒叫外人以为 我是什么善度怨妇了 只不过徐府也不养闲人 到时候 府上的唤喜针线之类的活迹 就 大夫人卸完这燕红的花朵 书然倒吸一口凉气 缩回了手掌 不沾阳春水的指尖 赫然挂着一滴血珠 管事凑上前 看到女主人刚刚摸过的花朵上 有一根刺 大声呵斥道 来人啊 今日是谁负责修剪这一袋的花朵 不多时 一名园丁被两个家仆压了过来 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不断求饶 大夫人饶命啊 小的一时疏忽 伤到了大夫人罪该万死 不敢奢求大夫人原谅 只盼夫人能可怜我家中老幼 饶过一条性命 拖下去杖则三十 扔出徐府 府里用来责罚下人的杖 长五尺 宽四寸 后两指半 十丈下去 疼得极宿都睡不好 二十丈就已经下不了地了 三十丈后还能不能活 得看身子骨够不够硬朗 饶命啊 求大夫人饶 饶命啊 家仆将园丁托去受罚 苦苦哀求的声音 仿佛没能传进大夫人的耳朵里 他接过丫鬟递过来的紧怕 擦拭指尖血珠 随口又吩咐道 近些日子 承儿习武练功劳金苦骨 已经快要登临八品了 但光吃丹药怎么能行吗 务必满足口腹之需 昨天的清蒸食鱼 承儿吃了些腹肉 今天便吩咐善房 专门取食鱼腹肉 再碰到菜肴出来吧 轮毂碾过泥土 浅浅长长的折痕 仿佛是道路的影子 夹到生长的杂草 无人问津的小石子 成了漫漫悠悠的马车的固定配角 在太阳的东升西落间 愈发接近了京城 徐年将缰绳搭在腿上 翻看着一本遗书 李叔临别时给的小包袱 便是要托付他 带去京城转交给师兄的东西 包袱里有一封信和这本遗书 信也是信物 不便私拆 遗书是李叔在诗传遗书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的行医经验编转而成 凝聚着半生心血 准许翻看 李诗诊之前 虽然没有刻意教导过徐年遗书 不过八年的耳濡目染下来 徐年也懂得了不守 读起来虽有晦涩 但远不至于一筹莫展 离开河竹村已经七天了 路程过半 京城已经不远 这一路上徐姑多是在车厢内安静休憩 偶尔下车走动一二 活落九座疲乏的筋骨 而驾车的徐年 每日除了研读一书 便是在适应道门武品的境界 一方面是熟悉道门能力 虽然五步踏足武品得到的境界 千真万确不掺水 但徐年自身却缺乏玉使这份力量的经验 就好比骤然得了炳神剑 虽然简单的横批树砍 就能削铁断金 但剑法造诣 却又是另一码事 另一方面便是吐纳天地 引气入皇庭 这是道门的基础 徐年之前是在李叔的引导下 才能完成这一步 但现在他身负着仙灵根 那些异散在天地之间 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的气 就仿佛从不惹尘埃的仙子 变成了魔人的小妖精 以前是爱搭不理 主动也没用 现在是热情似火 送上门来自己动 实质薄目 夕阳为大地附上一层红纱 马车在潺潺溪水旁停了下来 火慢住一处浓浓的药味 另一口锅大火烧的米粥翻滚冒泡 掐着火后 依次加入切碎的腊肉丁和石柴时 顺手摘来的野菜 拉车的早红马就地觅食 慢慢吞吞地嚼着灌木丛上鲜嫩的叶片 忽然马脖子往上一仰前蹄高高抬起 俨然是受到了惊吓 徐年着眼看去 看到叶片残去的灌木丛一阵晃动 嘻嘻嘻嘻 火红的毛发从枝叶中挤了出来 压过了夕阳的色彩 竟是一只小狐狸 早红马竟是被这么一只小狐狸 吓到四蹄颤颤巍巍 不敢思鸣 不敢发狂 胆子真小 反观乱入的小狐狸 既不怕高大的早红马 也不拘不远处的母子 一双湛蓝眼瞳 如橙彻的湖面般 倒映着翻滚冒泡的青菜腊肉粥 流露出十足的人性与灵动 恰好 粥也差不多熟了 娘 这小狐狸好像不怕生呢 徐姑温和地笑着 眼前的人类没有恶意 如同跃动的火焰般窜了过来 两只小爪杂揣在一起 趴在徐姑的手掌底下 徐姑顺着毛发摸了摸小狐狸 小狐狸发出类似小猫般的呼噜声 似乎很失享受 只是一双眼睛 始终没一开滚滚冒着热气的粥 徐年微微眯起眼睛 咬了娘亲和自己的两碗粥后 略加思索 又咬了小半碗 放在不请自来的小狐狸面前 小狐狸转动着眼珠 飞速看了她一眼 紧接着伸出两只小爪爪 抓住碗的边缘 吹气 小小地喝一口 似乎烫到了 吐了吐小舌头 继续吹着气 再长 见到这么像人的动作 徐姑有些诧异 抚摸着小狐狸 柔顺毛发的手掌都缩了回去 有点害怕 娘 这 这小狐狸 不会是妖怪吧 妖怪的形象 在乡野山村的那些传言里 大抵就像是更凶猛的野兽 往往与吃人分不开干系 喝粥的小狐狸震住了 灵性十足的蓝色眼眸里 满满的都是忐忑 像急了孩童 瞒着大人调皮捣蛋 结果却被眼看穿 一身火红的毛发 都少了三分光泽 无比心虚 坏了 苏苏我被发现了 这还怎么实施 瞒天过海的大忌 可是明明用的真身 也没动过妖力 怎么就露馅了呢 徐年却揉了揉小狐狸 紧张兮兮的小脑袋 无所谓的笑了笑 娘亲别担心 这小狐狸不会吃人 对啊对啊 小狐狸接连点头 吃人这么野蛮的行为 只有既没有开启灵智 血脉里又流淌着 残暴本性的凶兽 才做得出来 他酥酥天生就聪明灵犯 打小吃的就是大米饭 配上烧花鸭 蒸羊膏 蒸熊掌 蒸鹿尾 烧花鸭 烧出鸡 民间流传中 妖兽是人的形象 不能说全然不对 只是有事偏颇 是有妖兽吃人 但在某些地方 救灾济南兽 湘明爱戴 被奉进庙宇里 享受香火的山神 其实就是妖兽 有陆书院 乃儒家圣人所创 是天下读书人的圣地 在其中读书修身的 除了人之外 尚有妖兽 万般道法源头的道义宗 有之庇佑一方 身受敬重的护宗神兽 说道底 也无外乎 是只道法通玄的妖兽 与大雁相距甚远 远到常人难以涉足的 百万大山之中 更有一个 由妖兽建立起来 百与王朝 向大雁派遣过 使臣和商队 支离有方 而又神秘强大 只是这些事迹 远不如世人来的 耸人听闻 流传甚广 徐年也是从 李诗诚口中才能知晓 就如人分善恶 妖骑士也不例外 小狐狸虽然是妖兽 但是妖力的强度 也就相当于是八品 他自以为遇到的 是一对凡人母子 把妖气藏得很好 但徐年可是 道门无品的玄境真人 能瞒得住什么呢 有多少尾巴 毛分了叉 都尽在掌握 这只毛发火红的小狐狸 虽然散发着妖气 但是灵性瞪静 极无杂质 虽然说 煞气缠身的 未必会是恶徒 久经沙场的老族 有一个算一个 谁身上不带着几分血腥 但若是责人而逝的凶兽 便不可能一丝一毫的 血腥煞气都不沾染 喝完了粥 煮好了药 小狐狸非但没有离去 反而跟着徐姑上了马车 毛茸茸的小脑袋 蹭着掌心 经过了一顿周的功夫 徐姑也不怕小狐狸了 实在是这可可爱爱的外表 也与凶猛的痴人妖怪相差甚远 他挠挠小狐狸的颈部软肉 笑着说道 这小狐狸不走 是不是想一直跟着我们 徐年端来事宜入嘴的温热药汤 小狐狸则抬起了小脑袋 少年平静的眼神 对上狐妖水汪汪的眼眸 不需要说话 眼睛已然在人与妖之间 架起了一座桥梁 附近的少年 迷途的狐妖 古来多少笔墨落于此 选择一 收留狐妖 成下一段因果 奖励 他心通 他心通 听说过没 请注意区分 他和他 奖励一经发放 丐部退换 选择二 赶走狐妖 节外不生细枝 奖励 心如铁石 你的心将变得如铁石 一般坚硬 少年与狐妖的故事笔墨 还没铺开 就以您为句后 此生或许不会再有悲喜 在仔细看过系统给的奖励之后 徐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倒不是很难抉择 要不要留下小狐狸 只是觉得 这系统的画风 好像有点不对劲 心如铁石 不是情感上的弹幕 或者什么遇事冷静 不会动摇 压根就和七情六欲 一点关系都没有 变得如铁石 一般坚硬是纯粹的字面意思 物理层面上的心如铁石 作为奖励 不能说是大有必义 只能说 实之无畏 远不如他心通 虽然也有槽点 和小城石之他人所想 大城石通世间万灵的他 心通有一字之差 但好歹不只是蹭了个 佛门六神通的热度 是真有类似的效果 简而言之 他心通是他心通的青春版本 只对人以外的生效 万物有灵 这只小狐狸 竟然想跟着我们 娘亲要是不嫌弃 就留下他吧 路上也能解解乏 徐年放下给娘亲熬好的汤药 没有赶走小狐狸 转身去收拾锅碗 放回车厢 但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枯燥的 徐年还有医书和盗门修行可以钻研 而徐姑大部分时间 都只能在车厢里休憩 睡太多了 都有点头晕体乏 能有只小狐狸陪着解闷 也是好事 那就留下来吧 鸡鸭鹅都养过 这狐狸还是头一遭 也不知道该怎么养 娘儿你说 这平日里都该为这小狐狸吃些什么 徐姑把小狐狸抱到腿上逗弄着 整个人都精神了几分 应该都行吧 我们吃什么 就给他喂点什么 如果是普通狐狸 徐年也不知道习性 不确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但这只小狐狸 虽然外表可可爱爱 却是生命力强大的妖兽 不用顾虑吃食 也是 刚刚那碗米粥 小狐狸就吃得挺香 小狐狸 这是汤药 你可不能乱吃 徐姑端起温热的汤药 正要喝下去 小狐狸看着汤汁成诱人的琥珀色 虽然闻起来有些苦 但说不定是什么好喝的东西呢 很想要尝个味道 一双小爪子 虽然没有去扒拉汤碗 但水汪汪的大眼睛 就这么盯着看 激发了母性的徐姑有些无奈 用筷子沾了点汤药 小狐狸如火穷将欲露 赶忙咬住了筷子 然后 一张狐狸脸就皱成了苦瓜 飞快跑到车厢边缘 往外地吐着唾沫 呸呸呸 明明颜色这么好看 还以为是什么好喝的呢 原来这么苦 呸呸呸 还挺讲究 知道不要吐在车厢里面 徐年早就注意到了小狐狸的举动 不过给娘亲熬的汤药 其实以滋补为主 无病喝了也无碍 看了眼苦细细的小狐狸 她笑着说道 好看的可不一定好吃 说不定还会有毒 小狐狸的小脑袋也没多想 一下一下地点着 打心眼里赞同 是啊是啊 比如好多蘑菇看起来漂漂亮亮 其实都有剧毒 苏苏还小的时候 就误吃过一次 昏睡了三四天 爹爹特意为了迎接商队 回程摆的宴席都错过了 还好娘亲疼我 悄悄留了一盒云片膏 真是直馋嘴的小狐狸 徐年笑道 不知道京城的云片膏 卖多少钱 若是不贵 可以买些来尝尝 咦 这人类少年 也爱吃云片膏呀 也是 云片膏香软松甜 可好吃了 她和苏苏一样 馋也不奇怪 钱 就是金子吧 苏苏有好多好多金子 不怕贵 天真的小狐狸 只以为徐年是 恰好馋了她 也爱吃的云片膏 一个巧合的自言自语而已 而徐姑听到了云片膏 好奇问道 娘 你想吃云片膏了吗 徐年哑然失笑 看了眼到现在都没意识到 心声被听到了的小狐狸一眼 默默点了点头 就当是她嘴馋了吧 娘 你说我们给这只小狐狸 取个名字吧 毛发这么红 就叫 小红怎么样 非常朴素的取名方式 这让徐年想起了 老村长家里的那条上了年纪 还瘸了腿的狗 毛发是黄色 就叫做大黄 小狐狸一听 赶忙挥了挥小爪子 做出小小的抗议 不行不行 这名字也太老土了 现在都已经不准用毛发颜色来取名字了 不准取这种名字 徐年想了一下 觉得可能是因为叫小红老黄这种名字的太多了 区分不过来吧 她略微沉阴了会儿 决定尊重下小狐狸的意见 娘 小红也太老气了 还是叫她 嗯 叫苏苏吧 咦咦咦 给苏苏取名叫苏苏 这人真是 太 苏苏了 小狐狸惊讶了一下 然后跳到了徐年的肩上趴了下来 毛茸茸的耳朵 蹭得徐年颈部都有点痒 她的气味也好独特 和那些臭臭的人类完全不一样 闻着好舒服 怪吸引胡大 这份莫名的清净感 才是苏苏会从灌木丛中钻出来的关键 才不是煮得粥太香了 徐年把胳膊抬到面前 吸了吸鼻子 没闻到什么气味 但她心通是 直接听到这小狐狸的心声 没道理 也不可能是在骗她 思来想去 或许是妖兽才能闻到的特殊气味 其实这并非是什么气味 小狐狸苏苏 是受天地灵气滋养的妖兽 按照另一种说法叫做 灵兽 其实也没错 天生就对灵气敏感 清净富有灵性的事物 而徐年 有什么能吸引小狐狸的地方呢 先灵根 一夜好眠 马车迎着清晨的光亮 继续驶向京城 其实以徐年的经历 可以日夜兼程赶路 但一来世 不用这么急切 二来 马不行 累死了 每天都是我拉人 什么时候能让人拉我呀 可死了 水 哪里有水 饿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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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马的心声 有了小狐狸的陪伴 徐姑不再像先前那么乏味 逗弄着可爱的小狐狸 眉梢都比先前舒展了不少 她其实并不想去京城治病 不过自打离开了河竹村 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这茬 既然已经决定好了 叙叙叨叨啰啰嗦嗦 有什么用呢 不过是给你儿图天烦扰 不过不说 不代表就无事了 京城的那座镇国功夫 一直都压在徐姑的心头 一不注意就浮上眉头 名为肉眼可见的忧愁 坏坏的人类 好像没有追上来 应该是已经甩掉了吧 瞒天过海的大忌成功了 能想到扮成普通狐狸 跟在人类身边 借用人类的气息掩盖住妖气 苏苏我不愧是 狐足千年一出的天才 最最最聪明的小狐狸 一边驾车 一边翻看医书的徐年 扭头看了眼 趴在车厢窗户上的小狐狸 左顾右盼的小动作结合心生 显然是在观察着 坏坏的人类有没有出现 果然会有枝节 有所预料的徐年收回目光 继续看书 系统选择里明确提到 收留狐妖要呈下的一段因果 大概就因在这儿了 同一片山川与风月之中 有的母子携着小狐狸 乘着马车缓缓而行 而有的兄弟俩人 只能靠着一双腿 在林间穿行 时不时停下来 拿出一面银色小镜照相周围 明显是在搜寻着什么 银色小镜没有任何反应 这对兄弟就立刻奔向远处 不做片刻歇息 这道嘴的鸭子 还能给飞了 真是麻烦 大哥 我也没想到 这天狐明明只是八品 竟然这么难缠 比其他八品妖兽难对付多了 滑溜的象条尼丘 百事不爽的副妖所 竟然都被挣脱了 妖兽讲究血脉 天狐血脉确实不同反响啊 只能期望那只天狐 还没跑出去太远 寻妖竟能寻到踪迹了 不仅如此吧大哥 副妖所能限制妖力 先前那只天狐 应当是用上了法宝才能逃脱 一只妖兽竟然能有法宝 我担心会不会有什么来历 到了一片新的区域 莫老大拿出寻妖镜 寻找妖气线索 听到兄弟吐露出的担忧 他断然地摇摇头 与其操心这只天狐的来历 不如想想 如果我们捉不到这只天狐 会是什么下场 莫小六叹了口气 深知大哥说的才是正理 他们两兄弟都是八品五夫 早些年因缘际会 得到了专门克制妖兽的 妖所和寻妖镜 就此做起了捉妖的买卖 一二来去 也是混出了点名堂 不久前接了个大单 捉一只八品天狐 报酬相当丰厚 本该是手到擎来 轻轻松松就能拿到 大把白花花的银子 却没想到 狐妖竟然有法宝傍身 结果弄成了现在这样丢失了踪迹 只能拼了命地四处寻找 犹如乱窜的无头苍蝇 说实在的 如果是其他委托 实在捉不到兄弟二人 大不了空手而归 以前也不是次次捉妖都能成功 但这一次却不太一样 他们是替京城的 那座镇国公府在捉妖 成功了 搭上这条线以后 指不定就能飞黄腾达 光宗耀祖 要是出了差池 没能带回那只八品天狐 听说那位掌管着府内 大小事宜的大夫人 可不是个和气生财的主 一刻不停地 赶了七八十里路 饶氏五夫八品的腿 都快跑断了 莫老大手上的寻妖镜 终于有了反应 浑浊的镜面 如同水波般 荡起层层连衣 逐渐变得清晰透明 显现出一辆马车 平缓地走在大道之上 车夫是个粗衣少年 手握缰绳 翻看着一本书 还是个好学的家伙 车厢内虽然看不见 但却萦绕着淡淡的妖气 怪不得 这狐妖竟然与人同行 用人的气息 掩盖住了自身的妖气 害我们兄弟 漫无目的地找了这么久 还好 有着非同反响的寻妖镜 任你藏得再深 只要进了范围内 终究会露出狐狸尾巴 咦 徐年轻移了一声 他忽然生出了一种 遭人窥视的异样感 一傻而是 没能捕捉到根脚 会是谁在窥视 应该不会是什么盗贼匪徒吧 从何珠村到京城 虽然翻山渡河 足足有千里路 但其实也不算危险 该因为何珠村 只是地处偏僻 可要是从大雁辽阔的 疆域版图来看 也是位于长治九安的 腹地之内 按照大雁官方的 周郡划分 京城与何珠村 同属中州 只不过 一个是天下中心的守善之城 一个是无人问津的荒僻山村 敢在这种地界战山为王 无异于目无天子 挑战瑞压四海八荒的 大雁军风 再猖狂的匪类 也不敢这么干 八年前 徐顾能之身带着徐年复经 守无负机之力的孤儿寡母 没有半路失踪下落不明 固然由于警惕和运气 分不开联系 但这段路本身的良好治安 也不容忽略 临近京城 渐渐有了些人烟 一眼望不着边际的大道上 不再只有一架马车 旁边还有一座简陋的茶寺 茶博士悉心照看着茶水的火候 三个肩上搭着白马步的店小二 伺候着仅有的一位贵客 锦衣带官 腰间佩玉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公子哥 跑到这儿 享受哪门子的亲近 或是这家普普通通的茶寺 有什么乡名 如此值得一尝 娘 你可不可 要不要下去喝口茶 徐姑抱着火红的小狐狸 轻轻摇头 我是不用 你而你呢 徐年更不用 马车没有停留 就要路过茶寺 茶博士体留着刚刚煮好的茶水 毕恭毕敬地放在贵公子的桌上 贵公子也不嫌弃这小店的茶碗 有没有沾染路上的风尘 倒出一碗淡绿色 飘着碎沫的茶水 似是可及了 吹了两下后 仰头一饮而尽 啪 喝了一大碗茶的贵公子 忽然一把 将茶碗摔在地上 紧接着捂着咽喉瞪瞪大双眼 艰难无比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 你们这茶里有 有毒 说完 嘴角一血 身躯一软 整个人倒了下去 脑袋砰的一下刻在桌上 特想 特清脆 余下的电小二目露冷色 看向了路过的那辆马车 徐年张了张嘴 半是惊讶 半是疑惑 很想问 这是在演什么戏 其他人倒是挺像那么一回事 但这公子哥的演技 未免也过于浮夸了 茶博士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拦在了马车前 抱拳笑了笑 仿佛只是在招待客人 这位小兄弟实在不好意思 早一些晚一些 都不至于眼下这样 但既然敢巧不巧撞上了 就当是命吧 之后 哥几个会替小兄弟收尸入土 到时候多烧些纸钱 就当是赔罪了 好个赔罪 这听着可不像是演戏了 完真的 徐年瞥了眼倒在桌上的公子哥 略有点无奈地摇摇头 这都快到京城了 照理说 没有滋生盗匪的土壤 这都能给他撞上 确实只能说是命了 何该这些开黑店的倒霉 面对着突然发生的变故 徐顾脸色一僵 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在他怀里的小狐狸 已经窜了出去 妖力运转化作一道火红色的流光 掀起阵阵燥热 冲向查博士 这种时候 苏苏已经顾不上扮演 一只普通的小狐狸了 查博士没想到 车厢里还有只妖狐 但也仅是错愕了一下 便一拳砸了出去 全是凶猛到还没接触 便将苏苏的妖力震乱 实力差距相当明显 小狐狸被一拳逼停 灵巧地躲开 接踵而至的第二拳 其余店小二 已经围住了马车 正面角力 也不是查博士的对手 他只能抽身回到 那对凡人母子身边贴身保护 以免被趁虚而入 好险啊 竟然藏了只八品妖狐 还好我是七品五副 不然可就要在小兄弟 你这阴沟里翻船了 查博士故作感慨 其他三个店小二 也纷纷展露气势 血气激发 各个都有八品的水准 徐年忽然说道 我有个疑问 小兄弟胆色不错吗 还能有问题想问 行 让你做个明白鬼 你们怎么全是五副 查博士没料到 徐年问的 和这场浮杀的 前因后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他愣了一下后 还是解答道 哥几个天赋误性不够 只能当个粗笔五副 让小兄弟看笑话了 徐年摇摇头 我倒是不觉得 五副有什么粗笔 只是这七品八品的 你们这天赋确实不行啊 大哥 他们是什么人 也是来抢天狐的吗 不太像 一定要拿到手里才能交差 谁拦着就杀谁 墨家兄弟俩人腿都快跑断了 终于在大道上 看见了寻妖镜里 显现出的那辆马车 虽然不知道查寺里发生了何事 查博士等人为何要围上去 但天狐都已经近在咫尺了 怎么也得拼一把 也就在墨老大和墨小六 冲向马车的片刻里 小狐狸从马车里窜出来 冲向了查博士 再见到天狐真身的喜悦 才刚刚浮现在脸上 徐年已经起了新念 念起街玄机 天地随之变色 浩浩荡荡 犹如天威般的压迫感 骤然降临 查博士浑厚的气血 原本已然沸腾开来 向全身上下的每一块肌肉 输送着力量 却在这一瞬间冻结如冰 如临深渊 不敢妄动 心生大恐怖 七品的查博士尚且如此 其余八品的殿小二 更是不堪了 他们在这股威压之下 连保持战力都极为困难 浑身上下每一根骨头都在打战 眼看着随时要倒下去 更惨的 就要数冲过来的莫老大 和莫小六这俩兄弟了 一头撞进了玄真镜的威压之下 毫无防备地摔了个狗吃屎 刚好还摔到了徐年的面前 双膝跪地 匍匐在地 脸上还挂着 没来得及散去的喜悦 这要是浑然不知情地 看到两人这么个大动作 准会以为 徐年是对这二人 有什么天大的恩情 既然飞扑过来 都要行此大礼 也算是感人之身了 徐年都愣了半拍 你们又是谁 乱入的也太多了 莫家俩兄弟 也都已经猛了 空荡荡的大脑里 只剩下灵魂三问 我是谁 我在哪 这特么 到底是什么地方 明明只是 捉一只八品的狐妖而已 怎么就误入大佬斗法现场了 还是当老大的脑子 转得快一点 率先回过神来 搜长瓜度陪着笑脸 各位好汉 是这样的 我们兄弟俩人迷路了 就想过来问个路 这个京城要哪走 无意打扰大家 你们继续 继续就行 不用管我们兄弟 我们这就走 莫老大小心翼翼的尝试站起来 失败了 连腿都直不起来 你哥这儿熟悉呢 徐年差点没笑出声 但乐归乐 两人既然起不来 就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 来都来了 想走哪能这么容易 小狐狸的小脑袋瓜 原本也晕晕乎乎 这气味很好闻的少年 原来不是凡人 但紧接着看清了 飞扑过来跪下的二人 长什么样子后 他顿时就激动了 呲牙咧嘴 揪头发吐口水 一套小连招 一气呵成 又是这两个人 苏苏都藏这么好了 他们竟然还能追上来 这下是自投罗网 栽在我苏苏手里了吧 坏东西 让你们绑我 原来这俩人 就是追着小狐狸的坏坏的人类 徐年恍然想起 先前一闪而逝的 被窥视的异样感 暂且把已经翻不起 风浪的茶博士等人晾在一边 冷笑道 之前窥视我的 也是你们吧 怎么做到的 从气血的浑厚程度来看 二人应该 也都是八平五夫 能窥视徐年这个道门五平 还不被寻到跟角 已然是不可思议了 莫老大咬咬牙 拿出来一面银色的小镜子 先前窥视前辈 是依仗此物 这是我们兄弟 在地摊上发现的法宝 摊主是个不识货的 以为是寻常古物 被我们捡了个漏 能通过妖气 将附近妖兽的位置 显现在镜面之上 不知天狐已经是前辈的灵宠 私自窥探视 我们兄弟无理在先 便以此物赔罪 还望前辈 看在是无心之过 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 小狐狸这下知道 自己是怎么暴露的了 气得跳起来 踹了莫老大两脚 然后又像是想起了什么 绕着莫小六上 窜下跳吱吱吱地叫着 两只小爪杂 坐着拉开后 又甩来甩去的动作 使劲比划着什么 看得出来 苏苏已经很努力了 但她这狐狸叫 和抽象的比划 谁能懂啊 还得靠她心通 对了对了 还有绳子 这坏东西 还有个能捆住苏苏的绳子 也是个法宝 不能放过 徐年顿时了然 苏苏真是只懂事的小狐狸 还知道帮她搜过战利品 只是一面镜子吗 是不是还少了一样 比如说 绳子 小狐狸开心地连连点头 不愧是很懂苏苏的人类 莫小六脸色一白 下意识看向大哥寻求帮助 但她的大哥 又能有什么计策呢 本来就谈不上战利 又比不过拳头 只能故作洒脱地笑道 这绳子 也是与镜子一同得来 既然前辈喜欢 那就拿出来赔给前辈吧 可是大哥 我们 小六 我让你拿就拿出来 莫老大加重了语气 莫小六才不情不愿地 拿出来一条金色的绳子 寻妖镜和妇妖锁 这两样极其克制妖兽的法宝 已经是兄弟俩人赖以谋生的本钱 包括如今的境界 也都是靠这两样法宝桌 助妖兽换取资源 才得以机身八品 没了这两样 莫小六都不知道 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但是 莫老大却知道 不让徐年满意了 他们俩今天都活不过去 难道指望反掌间 就压得他们这一帮子七八品五夫 动都没法动一下的少年 是个见不得血的慈悲心怀 不忍杀他们 白白放一条活路 徐年随口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捉小狐狸 除妖味道 莫老大摇摇头 没钱辈所说的这么高尚 主要是讨个生活 捉了拿去换钱 你们可知道 这只小狐狸 不是什么吃人的凶兽 莫老大沉默了片刻 最终还是没有卖个无辜 如实答道 这点确实不知道 但就算知道了也不影响 只要能换钱就行 捉妖换钱 只在乎妖兽能换多少钱 谁会在意 妖兽吃没吃过人 甚至帮没帮过人 徐年抬手一抓 银色镜子和金色绳子 都飞入了他的手里 随后挥了挥手说道 倒是时尚 你们捉别的妖 不关我的事 但以后可别再撞我手里了 多谢前辈饶命 兄弟二人蒙了大赦 赶紧离开了这片 就不该他们乱入的是非之地 查博士看到 其实同样是乱入了 这场茶寺扶杀的少年 转头望向了自己 不仅有些懊恼 就不该招惹 这位深不可测的少年 任由他们路过 井水不犯河水多好 可实际上他心里十分清楚 这样的想法 不过是马后炮 就算是重来一次 也必然一样 选择灭口 此次扶杀事干重大 怎么可能放走个路人 露出风声 徐年却没对查博士开口 而是转头看向 昏倒在茶寺桌上 不知是死 是活的贵公子 高声道 这位公子 自己起来处理一下这些人 毕竟我只是个路过的 碰饮了一大碗茶后 栽倒在桌上的公子哥 挺起了腰杆 他先是掏出 紧怕擦了擦唇脚血字 又理了理有点乱了的衣精 然后才转身走到徐年的面前 笑着抱拳之意 小子 我这拙劣眼界 让真人见笑了 在这赔个不是 只是这脸上的笑容 多少有点尴尬 本来只是想来个将计就计 谁能想到 会变成现在这样呢 一个毫无相干的路人 反掌之间镇压全场 扶杀的也好 被扶杀的也好 算盘全都崩了得稀碎 这毫无烟火器的镇压手段 明显是到门路术 最次也得是个六品 搞不好还是个五品大真人 虽然看上去年纪轻轻 但说不定是修了什么 返老还童的大神通 实际年龄指不定多大呢 就是不知道是打哪儿来 要往哪儿去 这等修为的到门真人 可不是什么路边大白菜 平日里想见 都不一定能见到 偏偏赶上这么一趟扶杀 当了回国路人 尾事也太巧合了 查博士见着理应是 中毒昏迷的公子哥 活蹦乱跳 倒也没有太多惊讶 反而有些释然道 搞了半天 从头到尾 都是我们被戏耍了 不过这才合理 陈家的幼虎 要是这么轻易 就会落入网中 也不会笑得那么多人 整夜头疼 睡都睡不踏实了 想必就算没有 这位路过的真人 陈公子也有法子 对付我们吧 姓陈的公子哥 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有啊 然后就没了下文 查博士竖了一阵耳朵 没听到答案 摆明是不打算 让自己死个明白了 绰号幼虎的公子哥 眨巴几下眼睛 说道 你们自己了断 还是等我动手 不劳烦公子了 我们自行下去 查博士和三名殿小二 琪琪做了个 猛的咬牙的动作 似乎是咬碎了 嘴里的什么东西 紧接着 他们的蹊跷中流出黑血 三名殿小二 很快就没了气息 直挺挺倒在地上 查博士是七平五夫 支撑的更久 提起最后一口气 勉强开口道 陈公子 将死之人有一句话 虽然自知没什么资格 但是 百万曹公衣食所系 纵有糜烂之处 却不可起波拉 公子所为 我知识未明不平 哥几个也都敬佩不已 只是身家所系无可奈何 总之 还请公子三思 公子哥漠然片刻 忽然运转起全身气血 显露净见 其实我的法子也算不上高明 无非是读你们身后那些渡虫 还不想直面真正的虎啸 毕竟我闹一闹 不过是让他们头疼 但我家中的大老虎出来笑上一笑 可就真是翻江倒海了 所以我想 你们不敢真害我性命 也就不会用过猛的毒药 而恰好前几日侥幸突破了 你们是针对八瓶五夫做局下的药 对付个七瓶五夫 自然差了点意思 你虽然也是七瓶 但我自负顶着毒 也能把你们全打杀了 最后这句话 说的是轻轻瞧瞧 实则狂妄无比 但是查博士却没有反驳 任由黑血流淌湿了衣精 却洒然笑道 好 多谢陈公子解惑 你就做事他们自尽 不打算带回去严刑拷打 撬点线索出来 没用的 他们在这里埋伏我 不管成与不成 都是死人了 从死人嘴里 能撬出什么呢 况且 这些人竟然能被气如鼻喜 知道的未必 还有我猜出来的多呢 何必多折腾一番 幸陈的公子哥叹了口气 似乎有些无奈和惋惜 走进茶寺里 翻了把锄头出来 挖了个坑 将查博士挤人葬了 也算是收了尸 不至于曝师荒野 填进了野狗的肚子 虽然得益于七平五夫的体魄 这点力气活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只是锦衣上难免沾了点泥土 真人可是要负精 不知能否容小子搭个顺风车 徐年看了眼那身锦衣上的泥土 笑着点点头 行 上来吧 那就掏扰真人了 陈公子上了马车 见到车厢里还有位妇人 礼貌地询问道 这位是 是家母 陈公子面色诧异 几乎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视线在徐姑和徐年身上来回群寻 直到那只毛色火红的小狐狸 不满地支了一声 她才恍然意识到 自己的唐突 急忙道歉 道歉 失礼了 哪怕颠倒一下 车厢里这位是 这位真人的女儿 她都不会如此失态 车厢里的妇人气血平平 脸上还有鱼记未消 怎么看都是个 不曾修行过的普通人 看着也就四十岁不到 如果她是那位真人的母亲 岂不是意味着 这位驾着马车 至少也有六品修为的 道门修行者 不只是有一副少年外表 而是实实在在的少年真人 陈公子本就是心有傲气 近期破镜七品 免不了滋生出 小觐天下英雄的雄心壮志 但在这一刻 忽然就碎了个彻彻底底 她有点不死心 敢问真人 贵庚啊 徐年没觉得 年龄算什么秘密 随口答道 十来天前钢马二十 钢马二十 这不是比我还小一岁 陈公子深吸口气 果然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等天资 在他所认识的所谓天才之中 也只有自己那位 堪称妖孽般的妹妹 能比上一比了 更小一岁 差了一品 应该能追得上吧 车厢里就一位女眷 和一只小狐狸 虽然那位少年真人 似乎不太讲究这些 但陈公子自觉坐在车厢里 有点不合乎理法 于是坐到了徐年的旁边 注意到了 被他随手放在旁边的镜子和绳子 真人若不介意 可否容小子一关 或许能看出点来历 徐年点了点头 得了许可 似乎不知道跟脚 是真是假不好说 但这位出身显赫的公子哥 见多识广 还真给他看出了端倪 如果小子没看走眼 这应该是 捉妖人一脉的招牌法宝 寻妖镜和妇妖所的仿造品 虽然不及真品 却也有几分神韵了 并且还不是遗留下来的古物 这点点秀技 不过是做就而已 捉妖人一脉源自上古 却早已断了传承 如今还能打造出 具有神韵的防品 也是不容易了 也不知道是与捉妖人一脉 有所渊源保留着些许残篇 还是后人可敬复现了遗失的记忆 上古时代 是啊 那是在万年以前 这虽然不是什么 人尽皆知的启蒙知识 但也并非什么隐而不宣的秘密 徐年既然不知道 熟读经典的公子哥 也乐得在这位少年真人面前 侃侃而谈 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乱世 妖魔并起逐鹿天下 天生弱小的人族 只能挣扎求存 直到后来有仙神传道 踏上了游弱变强的修行之路 这才后来居上 奥立于天地之间 陈公子绘声晦涩地讲述着 妖魔之间爆发了一场 惊天动地的大战 他将分别代表 天魔与妖神的左右手 握拳撞在一起 连气血都动用上了 用打出的破空声 来寓意这一战的惨烈 车厢里的小狐狸 听到天魔凋零妖神不知所踪 打了个哈欠 往徐顾的怀里拱了拱 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趴着 还有多久才到京城呀 苏苏 想吃云片糕了 万年前的妖魔大战 哪有当下的云片糕来的香甜 八月未到 桂花却已经开出香气 只是被珠门高墙围在了里头 飘不出十里地 莫老大坐在被桂花包围的亭子里 却没有心思去秀 这不合天时的扑鼻芬芳 不一会儿 雍容贵气的妇人 在管事的陪同下走进亭子 笑容就如又一朵盛开的花 她急忙站起来 低头抱拳 徐大夫人恕罪 我没能带回天狐 大夫人脸上的笑容顿时消散了 没有花能在这么冰冷的温度下盛开 你们两兄弟联手 不是七品妖兽都有机会吗 怎么却带不回一只八品天狐 就这也好意思自称擅长捉妖 我看你们这是 拿着点虚名招摇 骗到我徐家的头上了呀 莫老大解释道 并非如此 只是这天狐已是有主的灵宠 所以我们才 大夫人打断道 有主又怎么了 你们不会把主子杀了 夺过来吗 只要把天狐带回来 我还能少了你们的好处 感受到这话里迸发出的怒意 随时都在向着杀意转变 莫老大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急忙说道 可是这天狐的主人 至少也是一位六品的道门真人 我们兄弟实在无计可施 还望徐大夫人明见 六品真人 你不是编的理由 详骗我吧 不敢啊 真的是六品 大夫人有些狐疑 但莫老大讲述的事件经过虽然离奇 那场茶寺服杀 却有确切地点详识可查 如果说是再编故事 这也编得太容易戳破了 不像是在撒谎 若是这样 倒也不能怪你们兄弟了 大夫人还是不太高兴 只是这毕竟不是自己家里的仆人 不能一个不高兴就打杀了 刘管事 去库房拿点钱给他吧 我们徐家是积善宽容之家 就算他办事不利 也不能让人白白跑一趟 打发走算了 眼不见 心不烦 莫老大可不敢拿这笔跑腿费 以蜀工不收录为由推脱掉 赶紧离开了这感觉 随时可能会掉脑袋的镇国功夫 毕竟他虽然没编故事 但却有所隐瞒 没有说 那只天狐是抓住之后不慎跑掉 之后才落到了那名六品的盗门真人手里 毕竟杰族仙灯是一码事 但弄丢了 才给人站了去 又是另一码事了 回到了住处 坐立不安的莫小六 见到大哥 全须全已地回来了 总算是松了口气 大哥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下次不能再这样留下我了 有什么困难 我们兄弟一起扛 莫老大戳着兄弟的脑门 笑骂道 扛个屁扛 郑国公府的大夫人 怒从心中起要杀人 你跟我一起去了 不就是陪我一起死 咱们莫家救你和我了 总得给咱爹留条血脉吧 如果莫老大没能在一个时辰内回来 莫小六就会离开这座京城 虽然想逃离郑国公府的清算 谈何容易 但也总归是有一线生机 其实莫老大在郑国公府 也没有河盘拖出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安全了 莫老大满是老简的双手揉了把脸 摇了摇头说道 还是尽早离开吧 你我才八品修为 这京城的水还是太深了 一步踏错就要掉脑袋 明日就走 莫小六有点舍不得 别处可没有京城的繁华 也不必这么急 京城这地方好东西多 我们先搜罗一下 看能不能弄到 妇妖所和寻妖镜的材料 妇妖所和寻妖镜没了 莫家兄弟似乎还有办法再练出来 但是天湖没了 就真的是没了 就算是手眼通天的郑国公府 一时之间也寻不出第二只 曹治还没回来吗 不过是去找个野种 都能这么久没消息 就这办事效率 大夫人感觉最近就没一件顺心的事 连带着看什么都不大顺眼 任谁都能看出 她怨气上脸心情不佳 府内的下人们静若寒蝉 只能事事小心翼翼 生怕一个差池 就和前些日子的 被打到呕血后 丢出徐府的园丁一个下场 有位衣冠楚楚的青年前来拜见 行的是晚辈见长辈的礼节 姑妈 什么事这么愁眉苦脸 有没有小知我能分忧的地方 见到是这位附近读书 暂聚在郑国公府上的娘家人 徐大夫人的脸色才缓和下来 扼腕叹道 穷温侄儿啊 还不是这些人啊 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 交代好的事就没一件能办妥 你说说 这两个八品五夫 抓不回一只八品的天狐 这像话吗 眼下你也知道 徐家和陈家婚事在即 京城里头那些碎嘴贤汉 就处处拿我们两家比较 比如他们陈家那个小辈 叫什么县虎 年纪轻轻的八品五夫好了不起 但你的表哥徐城 那里就比他差了吗 如今照样是突破八品在即 就插着妖狐的精血滋养突破了 老爷他寿命在外与敌军对垒 定着边疆安稳 京城的家里 却出这么些烦心事 可不就只能 我一个附到人家 愁白了头 随行的刘管氏 眼观鼻鼻关口 只是在心里面苦笑 陈家那头幼虎 和大公子年纪相仿 但一个早就是八品了 一个还得要靠妖兽精血滋养 才有望突破八品 也不知道 这怎么就叫没差距了 与大夫人出自一家的谢雄文笑着说道 姑妈 一小只看 这也不难 归根结底 表哥是突破在即 这天狐虽然可惜 但也还能从其他方面找 不 听说京城有家叫百怀堂的医馆 其主人医术可称神庙 上夺造化下退鬼神 说不定就有能取代这天狐精血的方子呢 大夫人难得露出了泛男的神色 但想到是为了自己儿子 又有些异动 百怀堂的大名我也听说过 只是那家医馆的 主人性子怪得很 谁的面子都不卖 我徐家以前 去求医也碰了病 老爷还吩咐不许上门滋事 此一时比一时 如今姑父败大将军在望 还能一样吗 满朝文武 谁不想攀上姑父的事 何况这说到底 也不过是在江湖里的百怀堂 况且 这也不是滋事 只是求个方子而已 谢琼文言之凿凿自信满满 揽下了这桩事情 表哥突破八品这事 就包在小侄身上吧 姑妈今后佳音就是了 夕阳便照岑林静染 马车上谈天说地的闲聊 没什么目的 只不过是冲淡赶路的乏味 天地的界限 玉京九渠十三门 车马惶惶是奔走 玉京便是大雁京城的正式名称 短短两句诗里 所囊括的四通八达的道路 吞吐着茫茫人流的城门 以及那些奔向不同的方向 却同样匆匆的车马 便是这座城 为何是天下手上的真实写照 小小的一匹早红马 哪怕是跨越千里来到的这京城 也不过是白居香车汇聚的人潮里 最不起眼的那一抹罢了 反倒是与徐年他们同行的 陈姓公子名叫县虎 有着匠门世家的显赫出身 放眼权贵遍地的荆棘之地 依旧是一等一的贵重 不过却是个不拘小节的浪荡性子 拉着马车的缰绳 已经到了他的手上 父亲未给令堂治病 可贵这一片孝心了 真人如果有什么 用得着小子的地方 尽管开口 虽然不敢打什么病除的包票 但起码请动个御医 还是不在话下 那我可就要当真了 如果在长辈为我引荐的那位大夫那 未能达成所愿 必要去讨扰陈公子 为我娘亲找位御医看病 徐年笑着拱手致谢 这也算是多了条路了 说起来 真人这是第一次入京吗 以前来过一次 不过对京城了解不多 说是第一次入京 也差不了多少 徐年会这么说 倒不是八年时间 改变了多少京城风貌 只是八年前那一趟京城之行 他只记得 那座从未敞开过大门的镇国功夫 京城有多少风光 确实没怎么领会过 那就是不太熟了 正好京城这地界小子熟得很 本该是有小子 领着真人游览一番 不过在外被人埋伏了家里人 难免担心 小子得先回家一趟 而且看样子真人 也想先去见见那位 长辈引荐的大夫吧 这样吧 那位大夫他在哪 真人烧了我一程 我也先送一送真人 省了问路的琐碎 不熟悉京城的人 要在这四通八达的街道上 找到一个地址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徐年爆出李世诚给的详尽地址 没曾想到 陈县虎听到后 愣了一下 然后再三确认了一下 这才甩了甩手里的缰绳 驾驭着不起眼的 早红马拉着马车 驶上京城街道 没想到真人要去的 竟是那座百怀堂 看来小子先前说什么 请动御医 恐怕有班门弄斧屠 增效料的嫌疑了 只要那位张大夫 愿意出手 哪里还有御医什么事 张大夫应该是指 李叔的那位师兄吧 徐年听出了陈县虎这话里 似乎还藏着话 请张大夫出手 是不是很难 不只是难不难问题 张大夫主要性情比较 难以揣测 见多识广的陈县虎 似乎在一时之间 都找不到合适的说法 显得有些含糊其词 他治病救人 讲究很多规矩 徐年率先想到的是 那位李叔的师兄 会不会是有什么 三不救之类的规矩 陈县虎却苦笑道 如果百怀堂那位张大夫 能列出几条规矩 依此治病 哪怕再有刁难 可京城最不缺的 就是权贵 还能满足不了 可就是完全不讲规矩 才最让人头疼 腰长万贯的傅家翁 饥寒交迫的小乞丐 街边吆喝的麦货郎 往来吴白丁的青贵 真人不妨猜一猜 那位张大夫会救谁 如果是李诗诚的作风 这四个人都能得救 但陈县虎都这么说了 显然那位张大夫 虽然是李诗诚的师兄 两人的行一作风 却截然不同 徐年略微想了想 说到傅家翁 陈县虎摇摇头 谁都有可能得救 但第二天却见到了那位张大夫 也可能是反过来 第一天能见到第二天就不行了 但这和枕晶的宝雨后 诚意的多与少 又或是京城所致什么的 全无关系 没人知道 那位张大夫会救谁又不会救谁 生或死在他手里 似乎随意的很 就像是天气阴晴不定 只有天知道 哪天下雨 哪天出太阳 枣红马踩着石板 发出的哒哒声逐渐消失 反而是车轮 在平整的黄土上 留下浅浅的折痕 商铺和行人 轰托出的热闹已被甩开 取而代之的是 树荫拱未出的阴凉 在这片难得可贵的阴凉之中 便立着一扇老旧的木板门 门上悬着个牌匾 百怀堂 不过周围的这些树木 却没有一株槐树 那么祝真人与令堂好运 小子就先行一步了 陈县虎翻身下了马车 拱了拱手后快步离去 徐年扶着下车的娘亲 火红的小狐狸 从容灵敏地 跳到他的头上左右眺望 似乎对这座人类的繁华城池 充满着好奇 百怀堂的大门半开着 里面已经有客人 先一步登门 你谁啊 柜台后扎着个羊脚边的少女 揉了揉心松睡眼 似乎片刻前还在趴着小棉 刚被吵醒 有些许的不满与茫然 已经站在了百怀堂里的 是个如山青年 风度飘飘地做了个衣 在下谢琼文 自天水郡而来 附近入学有路书院 这套简短到二十来字的自我介绍 其实大有讲究 天水郡有个姓谢低士族门法 在当地的威望 强大到能以郡名连着姓氏的形式称呼 诚然 天水郡肯定不止一家姓谢 但只要提起天水谢 世人都不会以为是第二家 于是久而久之 如果天水郡其他谢家的人 都不会单单只说自己来自天水郡 以避免他日遭到天水谢家的问责 有路书院 更是天下读书人向往的圣地 入读其中 便足以在如临扬名 证明自己是个胸有文莫的有志之士 非是庸庸碌碌碌 紧裹着长山的穷酸秀才 更重要的是 这里面还有个十分隐晦的重点 京城是什么地方 士族门法在当地 或许称的上是土皇帝 但在这天子脚下的京城 却未必能插得上手 毕竟可能旁人说不定 同样是青江崔 武定神 白流霄 谁还不是个诗书传家的名门士族了 但这天水谢却有一点不一样 天水谢家的女儿 加入了镇国公府 如今已经在打理着那座放眼京城 已然是最高规格府邸的上下事宜 颇具主母风范 在京城 远在天水滴氏族谢家 可以不在乎 但这近在眼前的徐家 可就不是能绕过去的了 杨脚变少女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小手 知道了知道了 那你是要问路是吧 出门左拐 路口你再找人问问 就知道有路书院在哪了 走好不送 自视甚高的谢琼文愣住了片刻 杨脚变少女的回应 和预想中的完全不一样 这就导致早已打好的副稿 都到嘴边了却只能咽了回去 他何曾受过这样的待遇 有点恼火 并非问路 我是来讨一计 能住五福九品 晋升八品的药方 五福九品晋升八品 还要来百怀堂 什么废物点线 买块豆腐撞死得了 杨脚变少女 嘴上是一点不留情 被打断说话的谢琼文 脸色难看至极 紧接着又听到了一个 惊骇无比的消息 以至于连发作都忘了 行了 老张都已经死了 你就算跪下来 求我也没用 你走吧 百怀堂的主人 明满京城的一道圣手 张怀谷死了 这消息太过吓人 以至于明明只不过是 站在了百怀堂里的谢琼文 瞪大了眼睛 竟有种无所适从的慌乱感 不过如果是这么个原因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 姑妈那边也能有个交代 张大夫活人无数 没想到却这么不声不响地 离我们而去了 人有但惜或福 还请姑娘节哀 谢琼文叹了口气 明明他都没见过张怀谷 但却流露出沉痛的缅怀之色 反而是 打了个哈欠挥着小手 对白再多半句都嫌麻烦 嗯嗯 好的 老张已经收到你的思念了 差不多就得了 赶紧打哪来回哪去吧 这都晚饭的点了 别耽误我吃饭 谢琼文深吸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被挑起的血压 我念在张大夫的面子上 不与你计较 但你这般待人 岂不是败了百怀堂的名声 好自为之吧 言毕 扶袖转身 向外走去 柜台后的羊脚边少女 只是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看都没看说 叫他的谢琼文背影一眼 在这百怀堂 形形色色的人见得多了 这算哪根葱 谢琼文顿了下脚步 百怀堂的门口 迎面又走进了两个人 金钗不群的妇女 和各粗衣朴素的少年 看着应当是一对母子 让他有些侧目的是 这少年肩上 趴着一只小狐狸 毛色火红 像是一束灵动的火焰 很是喜人 买回去当的宠物 应该挺不错的 也算是不白跑一趟 略有收获 谢琼文酝酿着还没开口 却听见这少年开口了 张大夫已经不在了 徐年方才在门外 听见了谢琼文 和杨角辫少女的 后半段交谈 不耐烦的少女 对徐年也是一视同仁 没有另眼相待 你又是谁啊 徐年默然片刻 没有啰嗦什么 只是拿出一封信一本书 别好放在少女面前的柜台上 轻声说道 我受长辈引荐而来 不过既然张大夫已经不在了 我的事便算了 只是这书语姓士长辈 托我转交给张大夫 不知 本来是想问一问 李叔的这位师兄 还有没有什么亲人 在今 杨角辫少女 看到信封的落款 眼睛明显一亮 急忙打断道 哎呀 你认识李叔 嗯 我们母子承蒙李叔多番关照 没有给我的信吗 李叔只给了我这么一封信 杨角辫少女 看着这一封信 似乎有点小失望 扁了扁嘴 李叔他现在过得咋样啊 开了监医馆为人治病 虽然转不到金山银山 但是吃穿是不愁的 村子里的人也都很敬重他 这眼看着是朝老家常的方向发展了 杨角辫少女 似乎才反应过来 还有正经是没说 把书和信推给徐年 笑眯眯地说道 李叔吃饱穿暖了 没饿着就好 行吧 你自己进去 把书和信给老张 我还得收拾一下呢 把门关了 少女指了指柜台后面 通往后院的门 徐年愣了片刻 隐约明白了什么 却不知该说什么 哑然失笑拱了拱手 算是谢过了 眼看着这后来的两人一胡 就这么进了百怀堂的后院 谢穷文整个人都傻了眼 他人都还没走呢 这区别对待 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况且 不是说张大夫已经死了吗 杨角辫少女 似乎心情很不错 嘴里哼着轻快的小曲 擦拭了下柜台 正要合上大门的时候 见谢穷文棱在原地没动 不满地哼哼道 你怎么还没走啊 谢穷文自问氧气功夫还算不错 但这会儿已经彻底破功 血压和怒气 一个都压不住了 他咬牙质问道 你不是说张大夫已经死了吗 杨角辫少女眨了眨眼睛 笑容天真而又无邪 之前是死的 刚才又活了 你们不是都吹老张的 医术活死人肉白骨 什么能跟阎王抢人之类的吗 既然这么厉害 活腻歪了死一下 死够了再活一下 死死活活的 不是很正常吗 你在这忽悠三岁小孩 还是逗傻子玩呢 谢穷文极为恼火 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这般戏耍我 少女顿时收敛了笑容 杨角辫静静地垂在两肩 挑起来的眉尾似乎都要飞了起来 那你说说 你到底是谁啊 谢穷文傲然道 我住在郑国公府的天水谢家的人 来你这百怀堂室 领了我姑妈 郑国公府大夫人的意思 少女故作惊讶 上下打量着来历 竟如此不凡的谢穷文 然后痴笑了一声 怪不得呢 感情是还拎不清 自己有几斤几两 你知道百怀堂是什么地方吗 敢这么和我说话 我告诉你 在这百怀堂啊 别说是什么天水谢 什么郑国公府了 就算是皇宫里的那位 呃 说顺嘴了 那位是例外 但反正呢 你这还差得远呢 百怀堂的门是两扇双开 少女已经合上了一扇 拍了拍另一扇门 拍得光光直响 行了行了 快走吧 我要关门了看不见吗 谢穷文咽不下这口气 但想起姑妈也交代过 不要再百怀堂姿势 冷着张莲走了出去 碰 大门重重地关上 隔绝了内外 走进百怀堂的后院 徐年恍惚之中 像是回到了 何竹村里的那间衣馆 房屋整体的结构 与布局如出一辙 只不过 这里毕竟是富饶繁华的京城 何竹村的那间 衣馆 与这家百怀堂比起来 只能说是青春版 后院里只有一个人 微胖 留着两抹胡须 怡然自得地饮着茶 像是个 在享受生活的富家翁 他放下了手里的茶盏 撵了撵胡须 眯着眼睛笑道 都这个时辰了 天天竟然还会放人进来 今儿个不急着吃饭了 奇了怪灾 你们是谁要治病 过来吧 都到这里了 治病也不急于一时 徐年先是递出了书与信 富泰的张怀骨接过后 看了眼信封上的落款 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 我还当是谁有这么大的面子 难怪这臭丫头 这么殷勤了 信看了的落款 就丢到一旁了 随手拿起 那本凝聚着李诗诊 半生心血的医书 一目十行地翻了十几页 时不时摇摇头 又时不时点点头 最后和尚书拿在手里 垂着眼看不出喜怒 徐年沉思了片刻 点了点头 但凡寻到何竹村的那间医馆 求医问药 只要不是求得太过于离谱 几乎都能得到满意的医治 什么叫离谱呢 比如 有个县城里的园外 就曾找李诗诊开个药方 诊经多好说 只要能满足十四房小妾 并且个个只会怀上大胖小子就行 对于如此愚昧无知的求医者 李叔彤彤认为 不是身患疾病 而是脑子有病 应该不属于 却有奇病的范畴 看他写在这本书里的那些 杂七杂八的疑难症经验 就知道是死性不改了 张怀谷屈指敲了手里这本医书几下 仿佛是指着 摇在千里远方的某人 悠悠地叹了口气 都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开窍 你有宏愿想救天下人 不说 你就不救得了 可有问过天下人想你救了吗 当年之事 你还要经历多少次 才能放过自己 徐年默默地听着 这话里没有展开来讲的当年之事 或许就是李叔隐居在何竹村的原因了 并不存在折痕的书角 但却依旧没有拆那封信 转而是看向了 近在面前的徐年和徐姑这对母子 你没病 看来患者是他了 他是你娘 赶了很远的路来京城吧 有孝心 比天天的死亚都好得多了 不过我这师弟之不好要推给我 这病怕是不一般 望 闻 问 切 十分寻常的诊断方式 没什么奇迹妙诀 只不过张怀谷在切脉到一半时 皱了下眉头 紧接着 他催发出阵阵绵如细丝般的灵力 包裹住了徐姑 片刻后灵力收敛 眉头舒缓 原来如此 怪不得师弟他治不好 得推到我这儿了 诊断出了结果 徐年的一颗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仿佛等待病情宣判的不是徐姑 而是他自己 不过这结果眼上 张怀谷却卖了个关子 小子 我考考你 你觉得 你娘这是什么病 徐年默然片刻 其实在李叔身边 耳濡目染了八年 了解到了修行者 妖兽等等一些超脱繁俗的存在之后 他心中早就已经有了一个猜测 附近路上又翻完了李叔所编转的医书 更加是确认了这个猜测的正确性 我娘他应该不是生病 嗯 看来我师弟教了你不少东西 张怀谷抿了一口茶 微微点头 也不知道是满意这茶水的清烈香醇 还是徐年的回答 这不是生出来的病 我师弟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但在我这里确实志得了 只不过得费些功夫 千里附近 为的就是这句话了 徐年喜上眉烧 师弟是个只顾治病救人的烂好人 但我可不想和这里头的好字粘鞭 看在你替我师弟送来了书信的份上 我只是可以治 但枕筋不能少 羊脚便少女蹦蹦跳跳地走进后院 两根羊脚便一晃一晃 十分有活力 他听到张怀谷说出来的这话 当即瞪大双眼 大声喊道 老张你是掉前眼里了吧 李叔送来的书信 都抵不了你的枕筋 信不信我在你茶里摻歇药啊 原本从容不迫 竟显高人风范的张怀谷 顿时破了宫 茶杯猛地拍回桌上 回瞪过去 张天天你这死丫头 到底谁是你爹 杯没碎 茶味洒 可见功力 毕竟早就不是第一次被气到拍茶杯 熟能生巧了 老张你虽然是我爹 但李叔可就这么一个 你不会以为是自己更重要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少女双手插腰义正言辞 只是这小嘴就跟抹了蜜一样 张怀谷只能别过脸去 无视这净显笑道的亲生女儿 围观到这副词女笑场面的徐年 有点尴尬 她只能强行装作 什么都没听到 什么都没看到 默默等着发泄式的 猛灌了一大口茶水的张怀谷 重新续上了先前的枕金话题 我要黄金白两作为枕金 现在拿不出来没关系 可以签个债器 一年还清不算利息 三年只要你五离 十年便要五分了 有没有意义 徐年还没说话呢 张天天就已经发出了一声惊呼 仿佛是白日里见了鬼 黄金白两还算利息 老张你是不是心肝烂了 要打一副金子做的 给自己换上 张怀谷干火直冲天灵 续长了的胡须都抖了三抖 徐姑也低呼了一声 从决定复金后 首次有了放弃治病的念头 她朝徐年摇了摇头 娘 娘这病反症已经这么多年了 只要不干重活 其实也没什么影响 没必要 大雁国立昌盛称得上盛事 一斗米够一个 十辆普通的成年人 吃上一个月 只要十文钱而已 千文为一贯 一贯铜钱孤作一两白银 又十两白银 才一两黄金 所以 黄金百两相当于是什么呢 既是一辈子的衣食无忧 也是寻常百姓 一辈子都挣不出来的天价 若有黄金百两 徐姑宁愿拿给娘 去过上好日子 不愿因为 她这不是生出来的怪病 让娘背上黄金百两的债务 说不定得用一辈子去偿还 听到徐姑让徐年放弃治病 张怀谷却似乎并不在意 这黄金百两能不能到手 淡定地坐着沁了一杯新茶 既不劝什么也不怂恿什么 她现在只想听听 这少年会怎么选 见识下师弟的眼光 黄金百两确实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不过徐年还是有些赚钱的底气 以肥皂玻璃的含金量 如果能顺利倒过出来 应该能值个黄金百两 退一步来说 就算没什么商业头脑 把生意做成 高居无品的道门大真人 依旧有很多选择的余地 比如 莫老大和莫小六 就是以捉妖为业 虽然没挣到金山银海 但相比起普通人 已经是唾手的富贵了 又或者捉的 也可以不局限于妖 大雁的镇摩斯 放出的通缉榜上 每一个名字 最少也能值个几十两白银了 无妨的娘亲 纵使是千斤万斤 在我眼里 都不如您的身体金贵 何况是区区百两黄金 为了能让徐姑放下心来 徐年故意口气很大 似乎黄金 只是她唾手可得之物 不过没人注意到 趴在徐年肩上的小狐狸 如小鸡灼般点了点头 对啊对啊 这么点黄金算什么 心生是听到了 但是徐年也只当 这只小狐狸 是对黄金没什么概念 就像是蒙童 哪里会懂得 白花花的银子 只有几两种 却重到能压她父母的几样 世人寄云人间 孝道底千斤 可愿黄金白两枕家母顽疾 选择一 黄金白两问其皇 为母平安又何妨 奖励百毒不清 什么叫狠人 涂了毒的匕首 他都敢舔 选择二 若有黄金白两 鼓来快精一暖 故母所愿也又何妨 奖励立即者生 你这一生都将过得很精致 但是这一切都值得吗 系统又冒了出来 徐年都懒得仔细去看 选择一和选择二的奖励 具体是什么效果 反正无论是奖励多寡 都不会动摇他的选择 毫无迟疑地 对着张怀谷拱手行了一礼 我愿意签下债气 但求张大夫为我娘治病 张怀谷抿了一口心茶 淡淡地说道 小子 你真考虑清楚了 本来还想说 你要是一时拿不定主意 可以回去认真想个两三日 想清楚了 有没有这白两黄金压在你头上 生活会有什么区别 再来答复我 用不着两三日 我知道黄金白两有多重 但我也自信 不会被压到喘不过气来 张怀谷意味深长地 看了不卑不亢的少年一眼 既不失望 也不会拍桌叫号 在京城行医这么多年 他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意气风发也好 雄心壮志也罢 不知天高地厚的都有 气势足没什么用 到头来 还是得看脚下的路会怎么走 天天 去拿纸笔和印尼过来 张天天一双偶臂交叉在胸前 满脸都写着不爽 只动嘴不动脚 老家伙你心肝坏了 腿也折了是吧 自己去拿 使唤谁呢 黄金白两的枕金 还没压到徐年的头上 先把张怀谷和张天天之间 本就有些非同寻常的 妇女关系给压坏了 在张天天的口中 张怀谷连老张都不是了 信都丢了 张怀谷无奈地摇摇头 而就在他起身 走进旁边的房间里 去拿纸笔印尼的时候 张天天不知 从哪掏出来一小包 成分不明的药粉 倒进了张怀谷的茶杯里 伸出一根中指 插在茶水里搅和搅和 均匀化开道 看不出药粉的踪迹后 少女满意地甩了甩手 甩去手指上 沾着的掺了药的水渍 然后注意到 有些目瞪口袋的两人一壶 她还笑眯眯地 在红润的唇前 竖起一根食指 压低声音说道 你们是李叔的朋友 那就是我张天天的朋友 我这人可和老张不一样 最讲义起了 定要为你们出头 这时候该不该说一声谢谢 徐年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没能说出话来 只能露出一个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没过多久 张怀谷就直笔与印尼 写下一份摘器 小子 你看看摘器有没有错漏 要是没问题 就按手印吧 徐年接过磨叽未干的摘器 看到张怀谷放下笔杆 悠然端起了茶杯 正犹豫着 该不该提醒一下 明满京城的一道 大家被自己女儿下药毒番 这传出去也不好听吧 却见茶杯送到嘴边了 张怀谷顿了一下 从怀里掏了一枚 黄豆大小的药丸出来 丢进嘴里后 才安心喝下茶水 手法娴熟到让人心疼 显然他早就不是第一次 被亲生女儿在茶里家撂了 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总之是用不着自己操这份心了 徐年看了眼摘器 内容没什么问题 正要按下手印 苏苏却忽然跃了下来 一只小爪爪踩出摘器 另一只小爪爪往地上一拍 脖梗处的火红毛发间 窜出一抹金光 金光坠地展开 化作一块块金砖 堆成了一座小山 不用牵什么摘器了 苏苏有的是黄金 你们看这够不够白两 这何止是白两 都已经是几百金了 在场的每一双眼睛 都瞪大后 又忍不住眯了起来 黄金太多太闪耀 刺到眼睛了 就算是张怀谷 虽然见过更贵重的财宝 但也从未见过 这么多黄金堆在一起 这金灿灿的画面 冲击感实在是太强了 远胜过真奇珠宝 张怀谷棱道 小子 你这只妖狐 来历不浅啊 苏苏隐秘妖器的本领 其实很高 没有寻妖精这种 专门针对妖族的法宝 很难发现 张怀谷就一直以为 这只是个 颇巨灵性的小狐狸而已 刚才为了拿出黄金 动用了妖力 他才发现 这竟是一只八品的妖狐 黄金应该是从 带有储物功能的 法宝里拿出来的 但无论是这么多黄金 还是储物法宝 可不是一只 才八品的妖狐该有的 徐年也没想到 他附近路上 顺手救下来 带在身边 给娘亲姐们的小狐狸 竟然还是个 深不可测的大妇婆 看着在金砖衬托下 有些分外夺目的小狐狸 他恍然想起 之前提到云片膏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冒出了苗头 只是当时没有在意而已 有好多好多金子 现在回头看 原来这字字属实 没半分夸张 怎么都不说话了 瞅着小狐狸 似乎又要往外掏黄金了 徐年眼皮一跳 急忙说着 够了够了 然后从这数百斤的黄金里 拿出百两的份量 交给已经说不出话的张怀骨 作为枕金 剩下的分文不取 让小狐狸收了回去 苏苏 这便算是我向你借的 利息就按债器上的来 你看怎么样 不用了 才这么一点黄金 只管拿去就好了 小狐狸小爪子一拍 剩下的黄金 重新化作金光 没入他颈尖 柔顺火红的毛发里面 这么 一点 在穿越二十年后的今天 徐年懂得了一个道理 原来贫富差距 不只是 横在人与人之间 人与妖之间也有 还更宽 黄灯灯的金砖 分毫不少摆在面前 张怀骨默然无言 没有得到一大笔枕金的欣喜 也无法直接把这黄金再推回去 毕竟刚才话都已经说这么明白了 只是他明明是想见少年本心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失算了 算到了 凭这对不群与粗意的母子 拿不出黄金百两 却忽略了这只火红的狐狸 竟是深藏不露 随身带着一座金山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特么 谁能提前算到 一直连妖气都没露过的狐狸 竟然能掏出金砖 又不是真有未卜先知的神通 张怀骨默默撕毁了 还没化压生效的债器 问起了师弟李师诊 给徐姑用过的方子 将听到的每一味药和用法用量 都仔细写了下来 然后减去三味添了一味 写成一副新的药方 天天 去抓药了 茶杯李家的料没见效果 张天天扁着嘴明显不快 不过这次 却没有再上演 父慈女校的感人画面了 他拿上了这副新药方 规规矩矩地去抓药 每一味药都细心称凉 一钱不多 一钱不少 张怀骨碾须倾笑 心味道 哼哼 我这女儿虽然调皮了险 但分寸还是到位 你管在茶水里 掺药 叫调皮 徐年跟着笑笑不与置评 反正你这当父亲的高兴就好 新旧两副药方 体现不出医术的高低 李诗诊其实也开得出张怀骨的 这副新药方 只是没法 长期稳定地供应添上去的那一味药 只能退而求其次 用更容易获得的三味药 调和出相似的药性 这是何竹村与郁京城的差异 就如张怀骨先前就已经说过 徐顾的病他能治 但有些麻烦 不是一两天功夫三四剂药下去就能解决 新药方仅仅是疗程中的一环而已 还要根据病情进展适时调整 病来如山岛 病去四抽丝 要将生长了八年的病丝抽去 不能下猛药 只能循序渐进 所以 徐姑得在百怀堂留一段时间 也就是住院 不过百怀堂只收留病人 渐渐康康的徐年得另寻住处 不过现在天色已晚 看在李诗诊的面子上通融一下 准他暂留一晚 已经是张怀骨 坏了自己立下的规矩了 我怎么不知道 还有这规矩 抓完药的张天天 张嘴就拆了老父亲的台 张怀骨能咋办呢 全当左耳朵听了 右耳朵冒出去 若无其事地指出 那几间是空着的客房 让徐年和徐姑 自己挑一间收拾出来住 张怀骨又写了一张单子 这次不是药方 而是一些药材 交给了张天天 金舌腾 阴心古花 善名字 不是 老张你难为我是吧 你这单子上的十七味药 就没几样是 买到的 还有两三样有价无事 我上哪买去 不急于一时 能买到几样买几样 剩下的 我再想办法就是了 张天天收下药材单子 看了眼张怀骨 随手与茶杯 放在同一张桌子上的 白两黄金 露出明雾之色 啊 怪不得你要这么多钱 是哪来买药的啊 不然呢 张怀骨摇头笑笑 你这丫头把你爹当什么人了 我虽然不及你的礼书 那般有玄乎济世的红月 却也不是为了 这与粪土无异的黄金 才入的姓灵 七 竟说些好听的 既然如此 你自己又不缺粪土 还问他们要什么 百怀堂的后门 传来敲门声 张天天眼睛一亮 不用吩咐 就跑过去开门 酒针楼送餐的来了 茶已经凉了 眼看着又悠哉度过了一日 张怀骨煮了一壶新茶 终于拆开了 那封跨越千里的信 里面有两张纸 一张是以侄女开头 天天 有你的信 我的信 拎着石河的张天天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结果信纸看了两眼才醒悟 笑弯了眼角 两条羊角便都晃了起来 哈哈 我就说 李叔怎么会光给你老张写信 像老张你一样 把我忘了呢 让我看看 李叔在信里都说了什么 少女说完 放下酒针楼的石河 就跑去了一旁读信 只是留下的话里 似乎有字眼刺中了 老父亲的软肋 张怀骨挣了半赏才回过魂来 自嘲地叹了口气 拿起另一张信纸 这次不出所料 是以师兄开的头 试给他的了 张怀骨读着师弟寄来的信 近来安好之类的问候之后 便提及了这些年来的近况 但在往下面话题 便到了那位 替他送来信的少年身上 切好的新茶喝了一口 继续看下去 没看完几行 就仿佛这新茶烫口 张怀骨表情猛然一变 全都喷了出去 先看完了信的张天天 正好走过来 连忙手脚一缩 但茶水 还是沾到了斜肩 老家伙你 终于是中风了 还是发神经啊 好端端的吐什么茶水 茶不要浅啊 会往茶里偷偷加料的少女 怒容满面 如是说道 张怀骨这会儿 却没心思回应 小题大做的女儿了 他妄想替母亲 收拾着房间的粗衣少年 弯腰扫去了 久未有人居住与打扫 而积攒起来的灰尘 再看看信纸上 对着扫地少年的描述 其中短短的五个字 却是一字一惊人 五 不 若 五 品 他娘的 一天看走眼了两次 既没看出那只小狐妖的跟角 也为认出当面了的 五品大真人 张怀骨懊恼地揉了揉尖个 像没长出来一样的一双眼睛 天天 你说 我方才对这小子 不对 是对这位小友的态度 是不是不大妥当 张天天摸了摸老父亲的额头 表情就如同见到太阳从西边出来 惊奇而又狐疑 我说老张 你别吓我啊 真发疯了 疯什么疯 你这丫头 就不能怕我点好 张怀骨瞪着眼说了一句 然后咳嗽了一声转换语气 像是在反思过去 我是想了想 觉得这小友 毕竟是师弟看重的人 算起来 我也是他师伯了 长辈对晚辈 还是不应太可可 再说了 他们母子千里赴京城 人生地不熟的 只认识我们 也是该多加照拂 听到张怀骨的解释 张天天眼里的狐疑散去了 她放着九阵楼的石河不管 转身走向屋内 去喊他们母子一块来吃 天天 你这是干嘛去 还吃啥饭啊 我得赶紧去翻下你那些医书 看有什么方子 可是心神失常 落了不少灰尘的空房 打扫干净 徐年去停在百怀堂门口的马车上 拿徐姑的行李 有个在门口附近 徐年返徊的如山男子 见到她出来 眼睛微微一亮 微笑着赢了过去 这位小兄弟且慢 徐年之前在百怀堂里见过这人 想来同样是来寻一问要 只不过 自己凭借着李树的书信 进了后院 而这人没过到了张天天那一关 百怀堂的大门 都关了快半个时辰了 没想到 他还在门口 徐年返徐到现在都未离去 大概是不甘心吧 徐年很是感同身受 娘亲的病如完食一般堵在心口 如今总算是有了松冻的希望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他当然也不愿意 就这么空手离去 将心底心 倒是不妨听一听 他想说什么 我刚才看小兄弟 你们进了百怀堂后院 张怀谷可是同意 为你们治病了 徐年点点头 是啊 先攻注小兄弟了 有张怀谷出手 想必不管缠着你们的事和疾病 都能妙手回春 谢谢 实不相瞒在下 在这百怀堂碰了病 看到小兄弟起初也不顺利 是拿了封信出来 才让守着百怀堂的女子 变了态度 不知道这信还有没有 原来是打的这么个主意 倒是能理解 徐年歉意地摇摇头 解释道 抱歉 那封信并非是什么推荐信 没有第二封 如果是这样 那你能否为我引荐一下 那位血信之人 恐怕不太方便 这已经是明确地拒绝了 李施整会在何竹村 这么偏僻的地方开设医馆 多少有点隐居的因素在里面 徐年自然不会到了这京城之后 碰着个陌生人就透了消息 但是谢琼文就还不死心 不要忙着拒绝 我看小兄弟 你手头应该并不怎么宽裕 要知道 京城居大不易 在这寻衣所要耗费经营 更是如同流水 正好在下家境还算殷实 我们何不互相帮助呢 这样吧 只要你愿意介绍血信之人给我 让我能进去见到张怀谷 在下必有厚礼相赠 说完 谢琼文便掏出来一定银子 荧光赠亮 橙色很足 这一定是石两 纵然是在这京城附数之地 也够一个壮利两三个月的薪水 这点银子 小兄弟先拿着 吃饱喝足后 一下在下的提议 我觉得到那时候小兄弟 应该就不会拒绝在下了 徐年看着这定银子 微微皱起眉头 八年里 晋山采药 外加一些零零碎碎的入账 他其实也攒下了一些钱 不至于为这一定银子折腰 况且刚刚才见过金砖堆成山 这么一定银子 实在是 就这 谢琼文寻寻善幼的笑容顿时将助 这只是一点 嗯 只是小小的见面里 只要把那位血信之人介绍给我 你以后肯定不会后悔 这次的选择 徐年挑了挑眼皮 话而言之 不答应你 我以后就会后悔了 可没这么说 这是小兄弟你自己的想法 不过在下倒是觉得 这一定银子也不少了 人得摆正自己的位置 小兄弟你觉得呢 毕竟古人有训 贪心不足 蛇吞象 谢琼文看似温和的笑容中 已经浮现出少许危险 虽然不明白 这刚刚还谦逊有理的少年 怎么忽然就说话呛人了 难道他刚才说的 有什么不妥吗 不过也无所谓 拿捏不了百怀堂 还能拿捏不了一个 不知道从哪个穷乡僻壤 跑到京城求医的少年 徐年淡淡地说道 我觉得 我觉得你说得不错 人是该摆正自己的位置 无关尊卑老幼 对善言善 以恶向恶 徐年的态度就这么简单 就如轻卫曹哲 领了折冲将军的命令 在他面前耍威风 那也是会被问候令堂的 而何竹村的老村长等人 待他不薄 他便一直以真诚相待 原本徐年是以为 谢琼文同未来 百怀堂求医问药 他有心思听一听他说什么 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 如果是举手之劳 能帮就帮了 但这不依不饶 利又连着敲打 是几个意思呢 还有这口口声声 自称什么在下 却分明是高高在上的语气 仿佛只有照着 他说的做材是正理 否则就是自找苦吃 这是否摆错了自身的位置 求人该站这么高吗 我说啊 就算你进不了百怀堂的门 你妈没有张大夫救治 就活不过今晚了 但我觉得这应该也不影响 我今晚睡个好觉 明天早起 尝尝京城早点的口味吧 毕竟你妈死不死 应该是你爹 才要操心的事情 徐年这家妈 带爹的一大棒子砸下来 习惯了威胁人 都拐弯抹脚 说得闻周周的谢雄文 哪里招架得住 把孩子都骂梦了 谢雄文满脸不可思议 你方才说什么 徐年厌烦道 我说 你要不喊我一声电 兴许我就在乎 令堂能不能活过今晚了 谢雄文气道 指着徐年的手都在发抖 岂可如此 你岂可如此折辱我 你这数字 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我天水谢家数百年来 以师叔传家 怎能与你在这里 如我门风 数字 你这数字 简直是斯文扫地 天子脚下 怎会有你这等败类 我羞于 与你这匹夫为伍 百怀堂定是烂泥糊了眼 才会为你这种小人看 面对上蹿下跳的谢雄文 徐年若无其事地 挠了挠耳朵 这个世界的个体伪力 虽然比前世强出太多了 但论其嘴上功夫 却完全不在一个等级 骂人都得说些 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扯着家风 拘泥于知乎折掩 翻来覆去 就是什么数字匹夫小人 都憋不出词了 评价是 攻击性不如铁拔 微博上的暴躁老哥一根毛 然而 徐年无动于衷 这点攻击性 根本破不了他的房 却有一声骄斥冲了出来 静止越过了他 骂什么呢 在百怀堂门口吵闹姿势 我看你是这辈子 活着不如意 尚赶着重新投胎了 之所以说是越过 该因为张天天 真的是从徐年旁边 飞了过去 飞起一脚 踹中正脸 就这一脚 恰如其分地彰显出了 八平五副的高水准 文若书生谢琼文 都没看清这一脚 顿时觉得 面部猛然一痛 当场倒飞出去 脸上还得到了一个 极其显眼的鞋底印 古怪的是 这鞋底印 并非是脏兮兮的黑色 而是类似粉末状的白色 像是某种药粉 徐年第一眼觉得眼熟 在一想 脑海里便浮现了 张天天趁着张怀骨 去拿纸笔血债气时 掺在茶杯里的药粉 可不就是这颜色吗 这一脚 当真是又狠又毒了 谢琼文摔在地上 伤到腰泻掉了净气 遭到直击的脑袋 更是晕晕乎乎 躺了半上 才总算是恢复了一点 勉强爬了起来 他一手捂着腰 一手指着若无其事地 拍了拍手的张天天 再也咽不下这口气了 欺人太甚 你们欺人太甚 百怀堂真是了不起 大庭广众下逞凶伤人 眼里还有王法吗 你们给我等着 我去金赵府告状 我就不信 这天子脚下的玉京城 还能任由你们这种狂徒 为所欲为了 以前在天水郡 都是谢琼文偶尔碰到 一两个不长眼的质问他眼里 还有没有王法 万万没想到 来到这京城 倒是角色互换了 成了他要告别人的状 张天天也非常配合 满不在乎的嘴脸 让谢琼文仿佛看到了 过去的自己 他双手环抱 娇好润秀的下巴 扬起轻微的弧度 吃笑道 你去告状啊 用不用我告诉你 金赵府在哪 这话谢琼文也相当耳熟 曾经是他自己的台词 气炸了 谢琼文知道 在这京城不比天水郡随意 所以都刻意拒着手脚 没有太过于放肆 至多是动动嘴不动手 怎么别人却这么嚣张 偏就不信这些了 一间医馆 还能反了天了 去金赵府 告状 看着谢琼文甩秀离去的身影 徐年微微皱眉 问道 我这样 是不是给你们摆怀堂惹麻烦了 杨角边少女满不在乎地挥了挥小手 嗨 这才哪到哪 他能在金赵府告出个结果来 我张天天以后就跟你信了 徐年哑然失笑 这倒是不用 东西拿好了没 老张突然良心发现 让我来喊你吃饭 这摆怀堂别的没啥好的 就是这餐食 都有九阵楼的大厨亲手烹制 你可以想想口服了 只是点形了已经拿好了 话说你刚才那一脚 给他下什么毒 咦 你这眼力竟可以啊 竟然注意到了 不过也不是什么烈性毒药了 只是腹泻而已 死不了人 张天天似乎想起了什么 忽然补充道 他拿我们摆怀堂 是没什么办法 不过你近期也注意这点 最好是别出门 免得被那家伙找麻烦 我等一下跟老张说说看 能不能让你也留下来 两个混账 我这脸上白色的粉末是什么 可恶 那人竟然敢打我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人敢对我这么无礼 谢琼文胡乱擦了擦脸上的 不知名白色粉末 憋着一肚子火来到了 金兆府告状 原本是走着正常的报案流程 不过在他自报家门之后 原本已经喝茶 等着化卯的金兆府 浮影都惊动了 住在郑国公府的天水 谢家人都敢打 谁这么大的胆子 哲冲将军在外戍边 数日前才传回大捷的军情 兵部正在商议 是否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只要这次出征再有剑术 板上钉钉是要拜大将军的了 说不定在他手里 就能重振荣光再次分工 所以 金兆府浮影觉得 这有必要亲自处理谢琼文 被打一案 还必须得妥善处理 是一对男女 我只是和那男的商量点事 大概是不合他意 便出口辱骂我 还言及我父母 浮影大人 你是没有妻儿听闻 必然想象不到 那人是何等误言会语 简直 简直是目无理法 那女的就更嚣张了 上来就打我 把我打翻在地 浮影大人 你看到我脸上这印记没有 这便是最好的证据 我为人证 也有物证 恳请浮影大人 速速派人 将这一对逞凶为恶的男女 抓捕归案 张天天八平五夫的一脚 确实够狠 印在谢琼文脸上的鞋印 清晰可见 金兆府浮影看得一清二楚 唯一的小问题是 这白色的鞋印有些罕见 照理说 鞋底在地面上踩来踩去 不该是黑色的吗 不过这不是重点了 就如谢琼文说的 的确能算人证物证都有 就算不能定案 也有必要叉人 抓来对不公堂了 来人啊 去将打伤谢公子的凶人 抓捕归案 金兆府浮影 喊来一对捕快 正要出发 却忽然想起一事 问道 说起来 谢公子 你是在何处被人打伤 百怀堂 那女的就是百怀堂的人 好 你们 速去百怀堂江 等一下 百怀堂 是啊 缺人是那间什么人都 也什么人都不救的医馆 没错 那百怀堂可是嚣张无比 我都不敢想天下脚下 竟然还有 那等蛮不讲理的地方 谢雄文满腔愤恨 和言语一同喷勃出来 以至于没有注意到 在确认了是 那间百怀堂之后的 金兆府浮影 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热忱 不声不响地 遣散了刚刚 纠集起来的一对捕快 令人拿来脸怕和清水 再亲自给这位 来自天水郡 住在镇国公府的谢公子 倒上了杯热茶 嘿嘿 谢公子 如果我所料不错 贵府应该不知道 公子这次来金兆府告状一事吧 谢雄文擦了掉了 脸上的白色鞋印 微微点头 的确不知 我方才受辱被欺 还未来得及告知姑母 金兆府浮影 按道一声难怪了 然后劝道 这便是了 公子稍安勿躁 不如你先回家一趟 将此事告知 到时候 您再来金兆府告状 如何 谢雄文愕然道 大人 金兆府告状 还有虚先告知府上的规矩吗 金兆府浮影 笑着摆了摆手 意味深长地说道 非也非也 这不是什么金兆府的规矩 只是我本人 给谢公子的一句话 听与不听 都凭谢公子本人 这前后的态度差异 让谢雄文有些费解 实在想不明白 一个在野的药堂 怎么会让一位 坐镇金兆府的 从三品大臣 敬而远之 他有点不死心 但恰在此时 后庭突然犯起 一阵强烈的不适 扑 生闷 却臭不可闻 金兆府浮影 放下了刚端起的茶杯 虽然什么也没说 但眼珠口鼻的动作 已经等于是什么都说完了 谢雄文一脸难堪之色 他很想当成无事发生 但后庭不断涌动的感觉 就仿佛是催命符 每一分一秒 都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逼得他不得不开口 大人 我这徒有内疾 需要方便一下 无妨的 这都是人之常情 来人啊 带谢公子去茅房 多谢大人体谅 谢雄文走后堂内 没有了其他人 金兆府浮影 流露出闲雾之色 挥手扇了山峰 要赶走这污秽之气 虽说人有三级 但这家伙来之前 到底都吃什么了 怎会如此恶臭 杯里没喝完的茶水 都好似被污染了 不负倾向 只能倒了 谢雄文在金兆府的茅房 这一蹲 就是蹲了半个时辰 在此期间 金兆府浮影 都拆人在茅房外问了问 担心这来头不小的公子 要是在金兆府茅房里 出了什么意外 万一是掉进坑里溺毙了 那可就是麻烦是一堆了 走出茅侧的谢雄文 腿都已经软了 脸色也白了 整个人跟虚脱了一样 金兆府浮影 在见到他时 总有种能闻到骨味的错觉 像是蹲太久 已经熏入味了 不过先前的不甘心 就好像连同会晤 一同留在了厕所里 谢雄文来见浮影 只是出于礼仪来告了生辞 离开金兆府时 已然是身心俱疲 要是不知情的人见了 准会以为他 是在里面 蒙受了何等的冤屈与酷刑 回到金兆玉玛的郑国公府 谢雄文喝了一大碗茶水 才感觉好受了些 把他自己说得多可怜多卑微 又把百怀堂描绘得 多么野蛮无理 他们知道你是我侄儿 竟然还敢打你 好啊 这真是好啊 大夫人冷着张脸 怒急返笑 旁边的下人都低着头 静若寒蝉 生怕成了被殃及的驰鱼 只有谢雄文 似乎嫌这伙还不够旺 还在接着怂恿 姑妈 我觉得这事儿 不能就这么算了 须知千里之地毁于一学 今天一家医馆 就敢不把我们郑国公府 放在眼里 明天旁人知道了 会不会觉得郑国公府可欺 后天 怕不是就在 饭夫走卒嘴里成了笑料 姑府如今不在京城 郑国公府的名声 就得靠姑妈您来维护了呀 大夫人沉思片刻 觉得也是这么个礼 咱道 穷文哲说得不错 不愧是咱们家 能进有陆书院的读书种子 这事是该向百怀堂 讨个公道 不能就这么过去了 这样 明天一早你再去 经兆府告状 就告诉福尹 是我让你去的 我倒要看看这一间 医馆 是有什么特殊之处 老爷虽然吩咐过 不要再百怀堂姿势 但也没道理被欺负了 还得忍气吞声 谢穷文内心一喜 还没来得及 想好要如何教训 百怀堂里的那对男女 却忽然听到一声苍老的咳嗽 一位驼背独臂的老人 不知何时出现在厅堂门口 从昏尘的夜色中走出 任由厅内的灯火照亮 一身灰色短衣 与府上其余下人别无二致 这种老残缺的仆人 姑妈竟然留在了府上 没有前走 也是一桩稀奇事了 只是主子难得的宽宏大量 但这残缺老婆 似乎不懂得 什么叫做感激 既不说明来意 也不等大夫人允许 就这么旁若无人地 静止跨过了门槛 走进了厅堂 于下人而言 这已经有些僭越了 但是对待下人 严苛的大夫人 这次却非但没动怒 反而先笑着开了枪 曹伯怎么来了 这夜深风急 可得保重身体 来人啊 你们这些下人 什么眼神 还不给曹伯上茶 原本还觉得 这老婆不懂规矩 该要敲打的谢琼文 默默把训斥的话 都吞进了肚子里 她在镇国公府 已经小住了段十日 还是头一次看见 姑妈这么客客气气 这老婆身份不简单 茶就免了 老奴只是听到 大夫人方才提到了百怀堂 来多嘴问一下是 发生了何事 大夫人把事情说了一遍 独闭老婆默默听完 抬起眼皮 瞥了谢琼文一眼 仅仅就这一而已 谢琼文内心却猛然一慌 不由地后退了半步 大夫人家的这位谢公子 去百怀堂 是求什么样 琼文侄儿 她也是为了成 于是 大夫人又把天狐之事 也合盘托出 独臂老人皱起眉头 思索了两久 再次问道 是谁告诉的大夫人 天狐精血 能助成少爷突破 前些时候 和人游园赏花时 听说而来 同行的都是金钟贵妇 兵部尚书 和吏部尚书的发妻 都在场 是哪位夫人先说的呢 谁先说的 大夫人回忆起当日游园 记得园子里的花开得很鲜艳 记得兵部尚书的夫人 用了方庆阁的新腌制 赞不绝口 记得九镇楼的百花饼 松软可口 但有点小遗憾的是 没能吃到招牌蛋黄酥 至于天狐精血之事 是谁先提起来的 大夫人就想不起来了 摇摇头说道 好像是好几位夫人共同说的 但具体是谁先说的 却是记不清了 独臂老仆沉思了一阵 忽然回头朝着门外吩咐 去将大夫人 过来捉天狐的两人抓过来 算了 不必麻烦 直接杀了吧 记得手脚干净些 不要留尾吧 门外似有风起 浑着夜色而出 大夫人忽然感觉 这夏季尾声的夜色 竟滋生出了近骨的寒意 使她有些许的心神不宁 难道我被人骗了 这天狐精血不能铸成而突破 反而有害 老人仅剩的一条手臂摆了摆 大夫人有所不知 天狐精血用于五者九品充八品 确实是大有必义 但这只天狐 本身恐怕却纠缠了些麻烦 索性最终未能到大夫人手上 不过 为了免生事端 还是切除干净为好 在如何后知后觉 大夫人也意识到了 这件事情上有蹊跷 可到底会是 谁在坑害她呢 老爷虽然和兵部尚书关心密切 但也不是毫无嫌信 又或者是挡过 老爷升官的礼部尚书 可那都是许多年前的就是了 连老爷都不计较 一位又一位夫人盘算过去 那些往日交情的闲谈笑语里 似乎都藏着一把刀子 好像谁都没这个必要 但似乎谁又都有点嫌疑 草木皆兵 敌有难辨 咳 独臂老仆咳了一声 打断了越想越是心惊的大夫人 大夫人不必深究 一切如故就行 这是老奴会盯着的 至于百怀堂就到此为止吧 还请这位谢公子 也不要去什么经兆府告状了 免生事端 谢雄文哪怕全然不知 这老仆到底什么来历的 但姑妈摆出来的态度 都已经这么明确了 她还能说什么了 连忙躬身行了一礼 老老实实硬了下来 大夫人皱了皱眉 半是想不明白 半是心疼自家侄子 曹伯 这百怀堂到底特殊在何处 他们打了穷文侄儿 我们站这里 还只能忍气吞声吗 站里 独臂老仆说的时候 再度看了谢穷文一眼 后者静若寒蝉 忙不迭就想开口 把方才的添油加醋 解释成情绪激动之下的失言 但是老仆只是摆了摆手 并未给他解释的时机 而是继续说道 站不站里且先不说了 这百怀堂 也是有些不便细讲的特殊之处 不过这份特殊 其实也只限于张怀骨 充气量在恩泽到他的女儿身上 再想延伸到病人身上 那就是异想天开了 不要在百怀堂内姿势 也不要闹上官府就好 谢穷文哪还听不出来 这是给了他报复回去的余电 内心一喜 急忙拱手道谢 能教训下那个不知好歹的寻衣少年 也是能出一口气了 总好过受了气 却全咽回肚子里 肚子 扑 又是一声听着旧丑的闷响 怎么又来了 在大夫人和独臂老仆 略显怪异的眼神之下 谢穷文捂着肚子红着脸 提出了告辞 蹲在郑国公府的茅房里 大放特放熏到自己时 左思右想 也没想出明白 到底是吃了什么不干净 或是与八豆同功效的食物 竟然到了两次三级 夜已经深重 大夫人早些歇息 灯火明亮的厅堂里 独臂老仆转过了身 大夫人犹豫了一下 还是在这老仆跨过门槛时 开了口 曹伯 曹大人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这是你可知晓 嗯 已经命人去寻了 曹这恪守军令 非是散漫的性子 这么久未有消息 恐怕是生了变故 婚期将至 那个小杂种却还没回来 这可如何是好 在大夫人说出小杂种时 独臂老仆抬眸 看了这位管着府上 大小事宜的主母一眼 不过她也没有纠正什么 只是淡淡地说道 照常就好 宴请亲朋 广邀来宾 只要这天下人都知道了 只要户籍已经改入臣府 婚事变成了事实了 徐晨两家的约定 也就已经完成了 成婚当日再不在场 其实都无大碍的 之后再送到臣府就好 张天天说 百怀堂没啥好的 只有这餐食 能饱饱口福 前半句真不真不好说 但后半句确实顶真了 没一道菜的色香味 不掐到火后 徐年自问算不得贪嘴 却也忘不了点 心里的蛋黄酥 可惜的是 蛋黄酥就那么一枚 虽然个头够大 但四人一壶分着吃 还是只够尝个味道 夜色深了 张天天挑灯读着医书 手边是几样相似的药草 一一辨别真身 小狐狸好奇地凑在旁边 看人学习 身体虚弱的徐姑 已经进房休息 徐年在院子里 看似是望着星辰发呆 其实是在平缓地 吐纳着天地之气 陪我喝一杯 张怀鼓拎着一套茶具 坐了过来 也不知是钟爱喝茶 还是无事可做 徐年来到这百怀堂 不过仔细想想 张怀鼓连女儿 掺了西药的茶水 都敢往肚子里灌 大概也不在意 茶叶本身的这点功效了 多谢 徐年接过七好的茶 张怀鼓品着香名 看着周天星斗 若有所指地说道 你娘的并非是寻常生病 而是巫术所害 下手的至少也是七品巫师 巫道一脉诡诀莫测 隔着天南海北 都能降下杀鸡 可谓是防不胜防 不过大概是想 尽可能抹去自身契机 不让事端败露 所以这咒也吓得不算狠 所以师弟 才能以平常就能寻到的药材 凑成方子 抵下巫咒蚕食的气血亏空 不过要想根治 就伪失麻烦许多了 毕竟你娘亲未曾修行 凡胎俗体许多猛药 都无计可施 李诗诊在信里 也提到了巫咒的可能性 不过他不敢望自下论断 但当张怀鼓也是同样的诊断 那么这病因就十有八九 不会有错了 这对师兄弟 同时错判的可能性 几乎不存在 巫师七品称为咒诗 隔空咒杀肖米生机 真正是杀人于无形 只是何苦要这么费劲地 消磨一个凡人的血气呢 是在顾忌着什么 星月与叶峰在这一刹那 似乎凝制了 当徐年呼出 一口浊气才重新流转 在旁边感应到 这一异样的张怀鼓 暗自心惊 一念动天地 果然是道门的无品大真人 多谢告知 徐年只是早就猜到了 娘亲的病非同寻常 却并不知道具体起因 在方才得知了这些的一瞬间 一个名字 却自然而然浮现在了心头 郑国公府 娘亲是八年前父亲患病 那座从未朝他们母子 敞开过大门的郑国公府 怎么可能没有嫌疑 终究是容不下吗 若不是四处云游的李叔 正巧定在了何竹村隐居 八年里一直施以医药 娘亲的性命 早就被这了诡诀莫测的咒法夺走了 巫师这一脉的隔空咒杀之法 确实难缠 若是自身还能以利化解 但要是 种在了他人体内 就不是高出极品能解的了 尤其是过去如此之久 咒力以深深扎根在血气之内 抽丝剥茧 都是难上加难 难上加难 所以张怀骨 写给张天天的那张药单 才让后者直呼 是不是在为难自己 黄金百两 都还不一定够用 张大夫 如果我把这下咒的七品巫师 找出来杀了 咒法是不是自然削减 徐年平生静气 却有杀鸡流露 张怀骨微微点头 这也是个法子 但你找得到那名七品巫师吗 八年前就做如此隐蔽 不留痕迹的事情人 如今该从何查起 徐年就算认定 是与郑国公府有关 也不可能去敲门 问一问是谁下的咒 道门无品的境界 虽然已是不俗 可终究是做不到百无禁忌 毕竟这天下间的无品 虽然有数 但大雁江山更是稳固 张怀骨见到徐年杯里的茶水 在不知不觉中喝尽了 便悉心地为其再满上一杯 在彼此各有所思的 一阵沉默过后 他忽然问道 小友 有空吗 徐年抛下了 发散开来的繁杂念头 微笑道 我眼下无事可做 张大夫 但说无妨 你无事 我也闲着 不介意的话 和我说说 这八年里 我那师弟都做了些什么吧 一壶茶喝尽 张怀骨又添了一壶 在几杯过后 徐年再说下去 也都是些翻来覆去的流水账了 师弟他还是跟以前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 也不知会是撞到南墙回了头 还是撞破了南墙 张怀骨感慨了一句 倒进了最后一杯茶 看向已然是得到师弟认可的少年 笑着问道 所以我师弟写的 那本一书 你在路上可看完了 不甚全解 但已熟记于心 背书虽然是儒家一脉的强项 不过徐年以道门无品的精气神之称 也已经能够做到过目不忘 只是其中药理 就并非是死记硬被能贯通的了 小友有什么不懂之处可来问我 或是找天天的孩子共同探讨 也能对你们都有弊意 虽然别看他评宿里没个正行 但在一道上 却勤勤恳恳得了我五六分真传 张怀谷收起茶壶茶杯 指了指那些酒无人住的空房 明日你也别去 找房子了 就在这里再挑一间住下来吧 京城这地界房租贵得很 师弟他虽然没收你为徒 但其实交得也差不了多少了 不收只是他自己 还深陷在淋雨之中走不出来呢 既然到了这份上 哪怕是要破裂 也断然没有让你来的京城 还跑外头住的说法 让师弟知道了 怕不是又要说我这师兄无德了 住在百怀堂 省了麻烦 也更是方便照顾娘亲 徐年自然是愿意 多谢张大夫通融 非病人住在百怀堂 这可是坏了张怀谷的规矩 至于这规矩到底存不存在 张怀谷反正是定百怀堂规矩的人 他说有便当成是有了 听到这声感谢 张怀谷离开的脚步一顿 回头故作叹息 这可生疏了 你喊我师弟喊书 喊我周大夫 那就多谢张伯 嗯 这听着顺儿 道门五品大真人的一声张伯 似乎都蕴藏着天地玄机 张怀谷怎么听 怎么神清气爽 今夜都能做个好梦了 月上柳烧头 也算是劫后余生的莫老大 与莫小六买了些酒肉 坐在院子里对饮 若是郑国公府的这单程了 该能在烟柳河上的画房里 喝个过瘾 不过现在嘛 就只能咱们俩兄弟对着喝酒了 碰了个杯 莫小六远没到千杯不到的境界 几杯酒下肚 已经有点上脸 撇撇嘴摇摇头 烟柳河有什么意思 算是一景还乡吧 是了 这么些年漂泊在外攒下的银钱 从前羡慕村里的 那园外能住大宅子 现在 他都没咱们俩兄弟付 捉妖换银钱 普通人干不来的银盛 自然也是 挣着普通人挣不到的银钱 何况两兄弟先前有寻妖镜和妇妖锁 捉妖的效率在铜藏里 那也是拔尖的 莫老大也有点微醺 啃着跟鲁鸡腿 笑着说道 不过小六你惦记着回村一景还乡 怕是跟大哥惦记得不一样 不在乎园外的大 大宅子 而是想着小时候 跟你一起下河捉鱼的风鸭头吧 莫小六这下脸 比喝酒还红了 没 没有 大哥你别瞎说 什么瞎说 多大个人了 还害羞这事 你不主动一点 难道等人家姑娘开口吗 或者 等别人上他家提亲了 我看你上哪哭去 莫老大颇有些恨铁不成钢 把啃完的鸡腿骨 砸向莫小六 莫小六挥手挡开 再扔 再挡 第二次挡下来的 却不是骨头 莫小六发觉到不对 赶忙又抢在落地前探手一抓 捞了回来 是个巴掌大小的圆饼状小盒子 大哥 这是何物 方庆格的胭脂 听人说是顶好的东西 达官贵人的妻女们都爱用 这一小盒 还只是普通款式 就要27两银子 啊 大哥 你买这玩意做什么 27两银子 可以吃多少顿 酒肉了呀 莫小六知晓手里 这小圆饼的价格后 吓了一跳直抱怨 莫老大这回也不扔什么 直接用筷子头戳他脑袋 吃吃吃 你小子就知道吃 能不能开点翘 你拿回去送给那姑娘 记住了 不要提我 就说 是你特意买给他的 晓得不 一听是这样 莫小六支支吾吾不说话了 但也老实地把方庆格的胭脂 收了起来 贴身放在那层里侧 距离心口最近的位置 大哥 这 行了 婆婆妈妈的 像不像的男人 人姑娘都比你说话直了 莫老大看不过去 只端晚喝酒 喝了一大碗后才有补充到 当初闹饥慌 大家都饿肚子 死了不知道多少人 他瞒着家里 把自己的那块饼分了你一半 是个顶好的姑娘 以后可不许仗着有几分本事 就欺负人家 不然这当大哥的 可不会像着你 嗯 虽然戏如文睿 但莫小六至少是点了下头 没那半块饼 兴许他如今也是那 不知道多少人里的一份子了 酒肉都过半 两兄弟都醉了 莫小六耿着脖子忽然说道 大哥 你总说我 那你呢 什么时候也给我找 找个大嫂啊 哈 你小子敢管起我来了 莫老大哑然失笑 望着捉摸不定的漫天星辰 不知是想起了谁 又记起了什么 只是在半场的沉默后 素来爽朗的汉子 只是摇了摇头 声音沉闷 我答应过 爹妈要照顾好你们 可是我没做好啊 现在只有你了 总得照顾好你 让你先成了家 酒气之中 忽然有夜风掠过 莫老大悚然一惊 手中酒碗不由分说 置了出去 砸中了 翘无声�屁 简直又显避开了 同时劈向自己的刀刃 贴着头皮擦了过去 唯有一片冰凉沁头骨 生死一现 莫小六酒一瞬间醒了 盲不迭躲开 被酒碗阻了一瞬的刀刃 鼓起血气凝鱼拳 一拳轰出 却见袭击者不闪不避 只是轻描淡写的挥手一挡 就如他先前挡开击骨头 那般随意 碰 近气相撞 袭击者纹丝未动 反倒是莫小六 如同一拳打中的是铁块 止骨隐隐作痛 欺骗 这绝对是欺骗武夫 一身黑衣的袭击者 反手一刀照脸劈来 莫小六肝胆剧烈 一个打滚躲开 在起身时 却见袭击自己的那名黑衣人 没有趁势追击 而是一个转身 踏上他们喝酒吃肉的那张桌子 朝着对面对出一刀 喂吃完的酒肉 撒了一地 一把刀 莫老大就已经疲于应付 当这第二把刀再斩过来 瞬间便露出了败相 刀光见血 洒在了 方才还在畅饮的酒肉之上 大哥 莫小六发出一声悲呼 眼眶通红 两名黑衣袭击者沉默无言 拔出插入了莫老大胸腹两处的刀 转身看向了莫小六 却忽然发现 刀如同定在了莫老大体内 竟然没能拔出来 喂 我还没死呢 你们想对我家六子 做什么 莫老大一手抓住一把刀 不让拔出来 汹涌的气血 蕴含一股狂暴之意 冲破了八品的桎骨 直达七品 临死突破 两名黑衣袭击者对望眼 果断舍刀后退一步 莫小六却注意到了 莫老大脚下的一个已经空了的酒囊 但他知道这里面装着的却不是酒 而是血 七品妖兽的精血 但这并非来自于 类似天狐那般灵性极高的妖兽 所以 其中有属于妖兽的狂暴 远远超出了一个八品武者的身体极限 如果足以合适的丹药 兴许能消磨掉精血中的狂暴 借助这股气血 冲击七品镜 虽然会留下隐患 但却可以打破天赋制骨 这也是莫老大 为自己准备的突破之法 但如此粗暴的服下 黄暴的血气 便会搅烂经脉与脏腑 只有一个结局 死 但这也是面对两名武夫七品袭击者的死局之中 莫老大唯一的破局之法 至少在他死之前 可得武夫七品之力 拦下两人 就只会死他一人 小六 你走 莫老大爆喝一声 不顾身上插着的双刀 如一头浴血猛虎 悍然扑向了两名黑衣人 舍身之下 两名黑衣人 一时间只能应战 脱身不得 莫小六咬了咬牙 转身跑走 片刻之后 强弩之末的莫老大 血气衰退 其中一名黑衣人 果断脱离他的拳脚方寸之内 朝着莫小六逃跑的方向追去 而另外一人稳扎稳打 当血气在衰退一筹之后 便以胸口硬接了一拳 趁机握住插在莫老大胸腹两处的刀柄 扑吃 刀刃离体 血洒如雨 而后刀光再一闪而过 遮风挡雨的挺拔身影 在浓到漠不开的夜色里 轰然倒下 黑衣人抽刀转身 追向莫小六 却在半路上 遇到了更早去追赶同伙 黑衣人折返了回来 人已经解决了 没有 被小摆了一道 他都圈子甩开了我 应当没走远 就藏匿在附近 分头搜 两名黑衣人分开 沿着不同的方向搜寻 最后在莫家兄弟居住的小院里碰了头 却发现 本应该躺在地上的莫老大 不翼而飞 地上多了一地 向着远处蔓延的血迹 你失手了 挑断心脉 绝无活路 何况他还服用了凶兽精血 强行跋生血迹 既然不可能是莫老大 自己一边走一边留下的血迹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 真是兄弟情深啊 赶紧追 别无了事 两名黑衣人 沿着血迹追去 而在血迹的尽头 莫小六正背着莫老大 一边呼喊 一边奋力前行 老大 你醒醒啊 别睡好吗 我是六字啊 求求你了 你一定能听出来 是我的声音对吧 老大 老大 坚持住 我带你去找大夫 带你找大夫 莫小六跑得再快 却也无法阻止 往溪里为他遮风挡雨的大哥 欲发冰凉与沉重 但是他不敢去想 如麻痹自己一样 拼命地跑 不知何时 长街周围已近视陵墓 在这些树木拱位之中 有一扇紧闭的门 摆怀堂 莫小六听说 这间特立独行的医馆 无论老弱病残 小伤大病 是平时复到了这里 都一视同仁 都可能得救 也都有可能被赶出去 如果走投无路了 便不妨来这里碰碰运气 他疯狂地拍门 扯着嗓子大喊 救命 还人救命啊 大夫 大夫 我求求你们 救救我大哥 呼救声传进了摆怀堂的后院 张怀骨不为所动地 清洗完茶具回房歇息 每日里 在摆怀堂求救命的声音多了去了 要是人人都救 他还立什么规矩 倒是挑灯夜读的张天 被这么一吵不留神 就真拔下来了几根头发 疼得直揉脑袋 气汹汹的 就朝着大门口冲了过去 谁啊 大晚上在这里鬼叫什么 要死要活的有完没完 光荡一下摆怀堂的大门开了 莫小六哪里顾得上 看冲出来的羊脚 便少女适合脸色 犹如溺水之人 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 急忙将背上的莫老大放了下来 大夫 救救我大哥 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 我的钱和命都能给你 只求你救救他 莫小六碰碰碰地磕着头 替死与血混在一起 染红了地面 气汹汹而来的张天天 见到这一幕却没有发火 蛮横如他 只是蹲了下来 也不嫌弃血污 伸手在已经逐渐 退去体温的莫老大身上 按了几下 摇了摇头 你找错地方了 大夫已经帮不了你 去找料理白事的吧 气息断绝 脏腑如泥 人已经死了 所谓医术再如何高明 也不过势制地活人 无论如何 也活不了死人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大哥他答应了 咱们爹妈 要照顾好兄弟的 还没看到莫家有后 他怎么能死 一路上都不敢去想的答案 就这么被明明白白地挑破了 莫小六哭嚎着不愿接受 张天天在摆怀堂守了这么多年 接受不了亲友死讯的人 已经司空见惯了 他曾经不也就是如此 没有多余安慰 也没有冷言嘲讽 只是打算退回去 关上门 眼不见为敬 心不思则宁 就在这时 两名黑衣人 也已经循着血迹追了过来 他们看见莫小六抱着莫老大 在摆怀堂敞开的大门前哭嚎时 明显迟疑了一瞬间 但仅仅是这一瞬过后 两人手里的刀 义无反顾地劈了上去 只取莫小六的手机 我说你们一个个的有完没完 要在我摆怀堂门口 闹到什么时候啊 让不让人亲近了 本就烦躁的张天天 勃然大怒 竟然是朝着这两名黑衣人冲了上去 矫健迅猛的身姿 弱如一头 不知是受了什么刺激的小母豹 于是便有一柄刀分向了他 八瓶的拳脚 自是敌不过七瓶的刀 但是张天天避开一刀之后 仰手便是一包药粉 砸在黑衣人脸上 散开成雾 黑衣人猝不及防中了招 顿绝脸上火烧一般刺痛 更要命的是 浑身血气紊乱 竟有了些失控的迹象 黑衣人不得不分心稳固自身气血 刀光的锋芒便骤然弱了下去 张天天盛怒之下的拳头 一举越过了七八瓶间的差距 凶猛地砸在了黑衣人的脸上 砸塌了鼻梁骨 溅了满脸血 再是接着一掌轰在胸口 灌入体内的静气 彻底引爆了体内紊乱的气血 脏腹剧震 吐血昏雀 另外一把依旧斩向墨小六的刀 则悬停在井前半寸 连着黑衣人一起被无形的力量 所禁锢住了 一动不能动 往常一年不见得 有几个不长眼的来闹事 今天就都赶着网上凑事吧 真是烦死个人了 张天天心中略有惊讶 这无形之中 将人禁锢 可不像是老张的手段 但这不爱着他发泄式的 对这名失去反抗之力的黑衣人 拳打脚踢 痛打落水狗 打完出气 终于觉得身心舒爽了 张天天转头看见 徐年站在抱着墨老大尸体 放生痛哭的墨小六面前 低着头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沉声问道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们 墨小六满脸血泪 再见到夺走他们天壶的徐年 心中已经生不起任何的不甘 只剩下了浸透了血色的茫然 他摇摇头 我不知道 我 我不知道 这正是最痛苦之处 前一刻 还在兄弟对影聊着一锦还乡 下一刻 却已经是阴阳两个 偏偏还不知道是为何 郑国功夫 嗯 徐年从墨小六的喃喃中 忽然听到了一个耳熟的名字 一定是郑国功夫 我大哥先前就担心过 还让我准备逃离出京 但是 但是大哥他分明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还说暂时没事了 怎么就会这样 不过是没抓到他们要的那只天狐 我们也没有报仇 委托没完成 这难道是什么死罪吗 他们怎么救 怎么救我们兄弟的性命 为什么 这到底为什么 兴许是秋天快到了 灵星的几片树叶 被夜风一吹 便离了枝头 徐年恍然觉得这风里 已经有了些微凉意 张怀骨的声音 传到了百怀堂的门口 行了 清静了就关门 读书的读书 歇息的歇歇 都这么晚了 来了来了 老东西就知道脆 徐年最后看了 如是了魂般的墨小六一眼 和骂骂咧咧的张天天 一起关上百怀堂的大门 墨小六抱着墨老大 正正地瘫坐在地上 直到墨老大冷了 他也感到冷了 才恍然一个机灵 犹如回了神 转头看去 两名黑衣人 还是一动不能动 保持着被张天天凑的 鼻青脸肿的惨像 再次和墨小六的眼神对上 他们的眼里 却犯着难以言语的惊恐 墨小六忽然笑了一下 夺走两人手里的刀 劈下 扬起一阵腥风 片刻后 墨小六把手伸进内衬 在贴近心口的地方一阵摸索 摸出已然进了血的胭脂 和雨蜡纸包 他惨笑了一下 将胭脂和重新放回胸口 蜡纸包放在了百怀堂的门口 沉默而又有力地 磕了三个响头 墨小六背着墨老大 就如过去墨老大背着他 老大你已经 把六子照顾得很好了 接下来就让六子照顾照顾你吧 你安心地睡 我带你回家 秋风将至 不知卷起多少落叶 又有多少能够归根 嘎吱 墨小六背着墨老大前脚刚走 百怀堂的大门 便轻轻开了一道缝 徐年默默捡起地上的蜡纸包 然后再次关上了门 就这么放门口 也不怕被路人捡走了 比起京城人人 都有路不适一的风骨 徐年还是更愿意 踏踏实实先捡回来再说 不去整什么次日清晨沐浴西光 才发觉门前蜡纸包的高人意境 蜡纸具有防水功效 虽然浸过了血水 但包在里面的东西 却干净如初 这是竹简 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张天天好奇地摊开了 这卷用蜡纸仔细包裹着的竹简 不知道承载了多少年 风霜清晰的竹片 尽管已经泛起黑色 散发着腐气 但是上面记载的文字 却算清晰 辨认起来并不困难 每个字徐年都认识 但凑在一起 就有点茫然了 看不出个所以然 妖魔横行 涂炭生灵 下 老张 你快来看看 看出了门道的张天天 连忙去把已经休息的张怀骨 拖了起来 在当爹和医术这两件事上 只做成功了一件的张大夫 连练叹其家摇头 但当他亲眼看过竹简之后 先前有多无奈 现在就有多震惊 这是捉妖人的传承竹简 虽然不是完整的传承 但这竹简承载的 恰好是捉妖人核心法宝 寻妖镜和妇妖所的炼制法门 可以追溯到上古 却早已失落的传承 就这么突然地出现在眼前 饶式张怀骨 也难以做到处变不惊了 继续看下去 惊喜里又多出了遗憾 妇妖所倒是可以着手炼制 但是寻妖镜却去了关键 这卷书简上 只记载了 如何从原胚炼制成寻妖镜 但这所谓的原胚 从何而来 又或是如何炼制 却丝毫没有提及 大概是这样的传承书简 远不止这一卷 有关于原胚的记载在 另外的书简上 要是能找到就好了 张怀骨说着 自己都忍不住摇头 其余的传承书简 说不定早就岁月长河中 因各种各样的缘故 便做了一泡尘土 只不过这一卷 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了下来 毕竟也不是没有权柄在握 或是伟力通天的人 寻找过捉妖人传承 可都是一筹莫展 还是贪心了 有了醋 就想着吃顿饺子了 张怀骨正自朝着 自己起的这点贪心 却忽然眼前一晃 只见徐年默默地 拿出了一条金色的绳子 和一面银色的镜子 他内心咯噔了一下 不敢置信中 却又带着点点期待 小友 你拿出来的这是 妇妖所和寻妖镜 原本以为防品 但现在看来 这应该是真货了 徐年把他和墨家 兄弟两人的那点 揪割说了一下 他在旁边的小狐狸 茫然地用小爪杂 挠了挠头 寻思苏苏就看个热闹 怎么这话题 突然就跑苏苏身上了 还提被抓住的糗事 好丢脸的呀 兄弟应该是既缺材料 又少门路 虽然有正品的炼制法门 却只能退而求其次 弄出来个威能不全的残次品 要是他们完全按照 传承书简上的方法炼制 你这八品的狐妖 恐怕就没机会 跑去禅徐小友的肉粥了 小狐狸顿时鼓起腮帮子 甩了甩尾巴 看上去是有些不太服气 只有徐年能听到的心声 也同样是在表达着不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苏苏只是一时大意 才会被他们抓到 跑式一定能跑掉的 张怀谷沉吟了半赏 提到 小友 我想借你的徐妖镜一用 找人复现出完整的 捉妖人法宝之威 你怎么想 只借徐妖镜 是因为徐妖所 已经有完整的炼制法门 从头开始打造就行 但这徐妖镜 却离不开原胚 就算墨家兄弟炼制的徐妖镜 只是次品 这里面的原胚 也是货真价实的 可以拿来一用 徐年爽朗地笑了笑 我也想长长见识 暂且不说什么观感 不提张怀谷 是李叔的师兄 单就论一样 娘亲的病都是 张怀谷在治 还能插得了这一件法宝 况且 这是要是让徐年自己来办 他也办不成 材料哪来 又能找谁来炼制 难不成 之后要开始 从零开始的炼器之路 炼器这活迹 就好比医术 和修行品级的高低 没什么必然关系 各回各屋睡觉之前 徐年忍不住问道 说起来 门口真不用打扫一下吗 以前看玄幻小说里 杀法果断的桥段 基本都只管着怎么杀 不去理会该怎么埋 就像是游戏里 杀完摸尸拿了经验就结束了 等时间一到 尸体就会自动消失一样 可现实毕竟不是游戏 也不是小说 管杀不管埋 听着是霸气外露 但麻烦也容易尾随而来 所以 徐年之前杀完曹这 还管了埋 埋得还相当甚 为了埋他 比杀他都费劲多了 如今摆怀堂的门外 两具黑衣人的尸首 就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这不埋一下 明早街坊邻居 随着爬升的太阳一起出来 不会被惊吓到吗 这里可是天子脚下的郁京城 不是什么法外之地啊 难道说 在郁京城的一片繁华之下 居民们早就习惯了一晚上过去 街道上多出几具 无人认领的尸首 张天天打了的哈欠 不用了 等耕夫或是巡业的捕快发现了 自然会有人来处理 我们在这之前 打扫会破坏了案发现场 可能有什么证据 就被扫没了 咦 原来会有衙门馆的吗 徐年有些意外 他还以为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张天天两手一摊 我的徐哥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 治安混乱的边陲小镇吗 这可是百善之城的大雁京城啊 都死了人了 尸首就在大街上 怎么可能不闹出点动静 徐年甘笑了两声 陈寅片刻后说道 衙门会查到郑国公府吗 张天天摇了摇头 不会 衙门查案得讲证据 黑衣人十有八九是死士 活着都休想撬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何况只留下了两具尸体 假如有证据呢 更不会 折冲将军现在镇守边疆 把持着百万边军将士的性命 玉京街道上的两三具尸体 哪可能撼动郑国公府的地位 所以 死了人是会查 但也就只是 停留在查这一步了 不会有更进一步的结果 人死在百怀堂门口 百怀堂不会被盘查吗 还是不会 百怀堂门口死几个人 又不算什么稀奇事 张天天耸了耸肩 想了一下补充道 不过明早应该会有人来问一问 算是走个流程吧 到时候看来的是不是熟人 或许还能一起吃个早食 西光变洒 晒掉了整夜囤积下来的昏尘 百怀堂的大门前 已经看不见血迹 树叶尖凝着小小的露珠 独自一人的宗医 捕快敲了敲门 静候了一刻钟后 刚转身欲走 等之后再来 百怀堂的大门缓缓打开 露出一双羊脚便 宗医捕快抱拳 例行询问着 昨晚发生了什么 少女晃悠着羊脚便 嬉皮笑脸的回应着 昨晚 大概是寻仇灭口什么的吧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这么没素质 都闹到百怀堂门口了 不过 楚姐姐你是晓得的 我们百怀堂奋功守法 从不参与这种事 只是实在吵得没法入睡了 才教了 叫他们要安静 大晚上不要扰灵 对了 楚姐姐你 吃过早食了没 没有正好 我也饿了 你等我再喊一个人 我们一起边吃边聊 当然按照老规矩 饭钱得算你们正摩丝的账上 于是 徐年玉京城里的第一顿早食 是和衙门里的补块一起吃 还是公款吃喝 玉京城的富饶 从这早食上便可见一般 沿街叫卖石滩 飘出各色各样的香气 牢牢把控住了嗅觉 胡辣汤 粉条 煎饼 烤包子 羊肉抓饭 来自天南海北 各具特色的食物 就这么出现在同一条街道上 供野烟火器 九珍楼一日三餐 定点送到百怀堂的菜肴 色香味无意不是上家 但唯独就缺了这么点烟火器 呦 张姑娘来了 请坐请坐 进了一家食铺 灶台上叠起的蒸笼溢出的热气 与食客们在四方桌上的闲聊瞎扯 共同哄出了热闹 张天天明显是这里的常客 刚一进来 便有伙计迎过来 领到一张空着的四方桌上落座 没过多久 二十个门丁肉饼 三体小笼包 四碗羊血汤便端上了桌 两个小姑娘加一个男的 三个人点这么多 能吃完吗 临桌有人咬着包子刚嘟囔完 便被同桌的人拍了下脑袋 压低声音道 吃你的 管别人作甚 没看见那姑娘穿的镇摩斯的衣服 别给自己惹事 这人也就是看着坐了的三人桌子上 堆了那么多早时 想他一个大男人 才点了一剔小笼包 单纯是有些惊奇 有点没把住嘴 没想要挑衅惹事 在同伴的提醒下 认出那身属于镇摩斯的棕色衣服后 更是缩了缩脖子 似陪醉般 轻轻拍打了几下自己的脸 不过张天天和那位姓楚的镇摩斯补快 根本没在乎 点这么多 当然是吃得完 三人里两个小姑娘都是五夫 真比起胃口来 反而是修道的徐年要败下阵 况且 还有只被忽略了的小狐狸 别看小小的一只 同样能吃着呢 徐哥快吃 这门丁肉饼算是郁金特色 就得趁热才够味 小心烫口和汤汁啊 酥脆的外壳 包裹着多汁的肉馅 一口咬下去 咔滋作响 香味浓厚的肉汁 在味蕾上绽放 确实好吃 一口一个的小笼包 松软馅香 飘着胡碎的羊血汤爽滑不山 也都不差 一边吃着京城风味的早食 徐年一边忍不住好奇 打量两眼 和他紧紧隔了张四方桌的女补快 不知道这镇摩斯是何方衙门 能让人弹之变色 一口一个小笼包的楚慧节 也在思索着 四方桌对面的少年 是何方神圣 看起来不像是重病缠身 却能住在百怀堂 张天天还会喊他 一起出来吃早食 张天天吸溜一下 已经开了个口的门丁肉饼的肉馅 混着汤汁吸进嘴里 然后慢慢吃着 浸着汁水的饼皮 吃完后 还缩了一下手指 楚姐姐 这是徐年 你当她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哥就行了 镇摩斯女补 嘴角微微一抽 差点被绕进去了 这父母一边都打不着 也能沾个亲子 徐哥 这是楚慧节 她是我只插斩鸡头喝血酒 就能一劫金兰的结拜姐妹 未曾露相的道门大真人愣了一下 差了这么多 不就是还没结拜吗 怎么就结拜姐妹了 徐哥 你别看楚姐姐年轻 她在镇摩斯里 也是个小头领 手下有一对任凭调遣的人手 哦对了 还没问徐哥 你知道镇摩斯吗 徐年摇摇头道 不曾了解 镇 是为镇压 魔 既指向上古时代的天魔 也囊括如今天下间 心怀魔念欲行不轨 坏我大雁江山设计的邪魔外道 镇摩斯一个都不会放过 张天天语气吭腔 把镇摩斯的理念 说得很有气势 如果忽略他手上 刚掰开的门丁肉饼 与嘴角的油花 那就更有高人风范了 来自镇摩斯的楚慧杰 听了都忍不住脚趾抓地 主动解释道 这确实是镇摩斯的宗旨 不过这世上 哪里还有什么天魔 我们镇摩斯的行动落在实处 其实也就是与刑部 金赵府做的事情有些近似 无非是查一些案件 既拿凶徒稳定治安罢了 徐年大概听出来了 刑部 金赵府能管到的 镇摩斯也能管 而这两家管不到的 恐怕镇摩斯还是能管 毕竟 只要是违反大雁律法 岂能不算是心怀摩念 欲行不轨 徐年赞道 查案基兄稳定治安 这便已经是大义所在了 要不是手边无酒 倒是该敬楚姑娘一杯 楚慧杰的脸皮 显然比张天天薄多了 被这么一抬一赞 就有点视线躲闪 半吹着眼皮说道 徐大哥实在是谬赞了 我只不过是职责所在而已 没什么好敬的 徐年笑而不语 这一生 职责所在出来 倒是更遗憾 没酒可敬了 好了好了 敬什么呀 都是我给我捡 搞这么客气干嘛 张天天和掌一拍 忽然说道 不过楚姐姐 徐哥这里可有份功劳 要给你 不过可能小了点 不知道咱们的楚宗医 有没有空接一下 我能给出什么功劳 徐年刚喝下一口羊血汤 嫩滑的羊血轻轻一抿变碎 几乎顺咙滑了下去 他知道舌尖的微麻 来自于汤里的胡椒粉 与胡椒一同冲底掉鞋里的星山 百怀堂的大门前 倒是发生了一桩血案 唯一的幸存者认为 凶手来自郑国公府 可是张天天明明也说了 这桩血案 只会到查案这一步为止 既不可能留下什么 能将案情推往下一步的证据 聊聊几具尸体所流的血 也无法在郑国公府的牌匾上 留下污痕 这么一桩注定查不出结果的案子 徐年自己都不知道哪来的功劳 还能给到楚慧杰 终于要谈到案情了 楚慧杰咽下嘴里的小笼包 放下手中的筷子 就搞得这么严肃吧 该吃吃该呵呵 答 杀杀什么的话题 就已经够残酷了 张天天一边说着 一边自顾自地点点头 加起一个小笼包 塞到楚慧杰微微明起的唇边 于是那几分 随着撩入正体而来的灵力 便破了弓 他略有点无奈地 张嘴吞下小笼包 抬了抬手 示意不用继续喂 他自己会吃 昨天的血案 郑模斯有从尸首上 发现什么线索吗 楚慧杰摇了摇头 快速咀嚼了几下 刚入口的小笼包 将肉香与汁水 一同吞入腹中 目前为止还没有 虽然私里面还在继续查 但那两名黑衣人 明显是死士 不太可能在自己身上 留下什么 可以追溯出身份的线索 从尸体上找线索 估计行不通 不过只要换个角度想一想 以七平五夫当死士 能有这么大手笔的 又有多少 嫌疑目标的范围 一下子就缩小许多了 首先就能排除掉 那些个不成气候 却又难以除尽的 这个帮那个派 七平五夫 可不像是四方桌上的小笼包 想要多少 就能让食谱的伙计 端上来多少 放在一些稍微偏僻点的城镇内 都可以当得起地头蛇了 哪怕是在天下手上的玉京城 也不是人人都用得起 这般锋利的刀 只不过在这个嫌疑范围里 大多都是嫌 楚慧杰说到这里 神情隐约有些不愤 不知为什么 瞥了徐年一眼 似乎齿鱼开这个口 大多都是些不方便 继续查下去的 张天天替楚慧杰说了出来 来自郑摩斯的女补 想到刚才徐年还说 可惜五酒不能敬她一杯 现在听到了这些 大概就不会觉得可惜了吧 她深吸一口气 点了点头 毕竟这是事实 住门之后 飘出来的酒肉再丑 也不是郑摩斯 想查就能查的 其实楚慧杰有些想多了 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 她心思过于敏感和自省 便是万物赤胜大出的四十 高悬于鼎的大日 也绝不了地上的阴影 两世为人的徐年 又怎么可能会天真倒觉得 大雁势道的清澈与浑浊 就都该落在一个 小小的女补块的双肩之上 她每月才拿多少两银钱的俸禄 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 其实嘛 这个嫌疑范围 应该还能继续缩小 张天天喝了口羊血汤 顺下去嘴里的饼渣 毕竟是在人生鼎废的 咸杂场所谈血案 她也把声音压得比较低 传出这张小小的四方桌之后 就会与石铺里的烟火器 混在一起 分辨不出来了 直接缩小到郑国公府就行了 楚慧杰刚夹起个门丁肉饼 听到这四个字 握着筷子的手 骤然一紧使上了劲 筷子都戳进了酥脆的饼皮之中 线中的汁水顺着缝隙流了出来 郑国公府 确实是在缩小后的 嫌疑目标范围之内 但也更是在不方便 继续查下去的其中之一 天天 你确定吗 不确定 我又没证据 虽然是受害人亲口所说 但也只是他的猜测而已 不过这至少证明 郑国公府的嫌疑最大 要查就先查 这总没错吧 楚慧杰放下了 已经破了皮的门丁肉饼 垂着眼眸沉声道 天天你明知道查不了 所以 这是在提醒我知进退 这件案子到此为止了 其实你也不用这样 我早就不是第一天 在郑摩斯做事了 没这么冷头青 想继续在郑摩斯里做成事 有些烟渣纵然看不惯 也只能学会了 怎样不去看 眼不见为净 一半一半吧 我刚刚不是还说了 徐哥这儿有功劳让你拿吗 话题兜了个圈 又回到了徐年身上 先前有个叫什么谢崇文的家伙 来摆怀堂求要 但好像不太懂规矩 求要不成还不甘心 纠缠徐哥 被我小小地教训了一下 扬言要去金赵府告状 真是好吓人哪 张天天手上还拿着筷子 一双手臂缩到胸口扭了两下 故作夸张地表演了一番害怕的神态 不过金赵府没什么动静 明显是没告成了 但是呢 我觉得他之后还会越来越生气 可能不会善罢甘休 动不了摆怀堂 或许会把歪点子打在徐哥身上 楚慧杰毕竟是在镇摩斯的宗医 很快发掘了盲点 等等 你是怎么教训的他 还越来越气 也没什么 就是顺手帮他顺气排毒 算起来也是治疗案极了 不过 我觉得他那么心胸狭隘 应当不会领情 领悟不到医者的一番苦心 楚慧杰不是第一天认识张天天了 微微点了点头 明白了 你下了谢药 埋头吃饼 凑个热闹的小狐狸 眨了眨眼睛 忽然有点怀疑自己的狐狸脑袋 是不是和人类脑袋 完全不是一个回路 张天天的顺气排毒 怎么到楚慧杰这里 就成了谢药呢 这原来是一码事吗 小小的脑袋 大大的疑惑 楚慧杰问道 可是这谢穷文要报复徐年 和郑国公府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 谢穷文姓谢 天水俊谢家 和郑国公府的那位大夫人 是没出三代的一家人 血连着血 现在就住在郑国公府 怎么能没关系 已经吃饱了的徐年 喝掉最后一口羊血汤 擦干净嘴 听到张天天揭晓了谢穷文的身份 他皱了下眉头 诧异于这件事上 竟然也有郑国公府的份 怎么感觉 自打来的京城 明明也没有自接过绅士 却还是世事 都多少沾了点郑国公府 避都避不开 真是晦气 有关系 但是不大 倒是保护徐年的目的 更为明显 昨晚的血案 如果是郑国公府所为 没有实质性证据 是不用想着追查下去了 倒是谢穷文报复徐年 如果能抓个正者 凭他和郑国公府的这层关系 一个管束不利是跑不了了 也算是个小把柄 这样的小把柄 未必能有什么作用 但是于斯是张天天开了这个口 于公而言 郑摩斯也确实有治安百姓之责 楚慧杰略微思索 咽下了一个小笼包之后 微微点头 这件事情 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先说好 就算昨晚的血案搁置一旁 我在郑摩斯也有 其他事务要忙 不可能长时间跟在徐年身边 保护他不被报复 一定会报复都说不准 毛色火红的小狐狸 扒拉一小口一小口地 吃掉了一个门丁肉饼 小爪爪要再拿一个 张天天贴心地加了一个 放到小狐狸的碗里 笑眯眯地说道 用不着贴身保护 这太麻烦了 而且郑摩斯综一往那一处着 哪还有不开眼的小小感 蹦出来造刺呢 看到只差结拜的结拜姐妹 露出的笑容里 那几分不加掩饰的脚侠之色 楚慧杰就知道 有人要倒大霉了 现在我们是不怕他来 就怕他不来 该帮他壮壮胆 楚姐姐 你这几天有没有巡逻任务 巡逻路线是什么 附近有没有比较偏僻 便于下手的地点 徐哥这几天 没事就趁你巡逻的时候 过去转悠转悠 给谢雄温一个可乘之机 楚慧杰略做沉吟 摇了摇头 郑摩斯在玉京城的巡防部 只是机密 我不能告诉你详细的路线 不是信不过你 只是职责所在 万一出了纰漏 谁都说不清楚 不过只是 符合你所说要求的地点 我倒是可以提供几个 张天天无所谓的挥了挥手 百里透粉的纸杜上 沾着些许的油光与饼渣 我明白的 楚姐姐不用解释这么清楚 我再怎么没规矩 也不会去碰涉及到 郁京城安危的镇摩斯机密 有几个地点就够了 南平街 安远街 以及崇陵街 这三个地方怎么样 咦 我家也是其中之一 也对 崇陵街要是热热闹闹的老张 也不会把百怀堂开在那了 张天天缩着手指头 做沉思状 楚姐姐 我常去的那家豆腐摊 你还记得位置吗 那对母女开的 对 摊位距离安远街也不远 能不能巡逻道 没问题 这点距离可以绕一下 张天天和楚慧杰商量着 给谢琼文以可乘之机的地点 徐年默默听着 也不知道 这该不该算是钓鱼执法 谢琼文的报复她 其实没怎么放在心上 兵来降挡水来土掩 总不至于这点小冲突 惹来的四品对她出手 只是没想到 张天天已经替她打算好了 找来了镇摩斯的捕快 共谋此事 不过反正娘亲的病 已经有了着落 徐年左右也无事 也乐意配合她们行事 正好她也只需要 去这几个地点溜达 就当是逛一逛玉京城了 顺便也见识一下 与镇国公府的那位大夫人 出自同一个世家的谢琼文 能不能做到严出必见 又会以怎样的手段 来实施报复 会是设个小局 引她入瓮中呢 还是了无心意地 寻个月黑风高 四下无人的时候 就结束了 我带徐哥去任任路线 楚节姐要不要一起 不料 我还得回镇摩斯复命 楚慧节摇了摇头 他是带着镇摩斯 派下来的任务 敲开百怀堂的大门 这会儿该回去复命了 掏钱结账后告辞 一席综医 逐渐隐没在 晨光渲染的人潮之中 三人一壶这顿饭 吃了百来文 和王侯贵州的穷江玉石 没什么可比性 一碗 数口汤或许 就不止这点铜钱了 但相较于 平头百姓的早时开销 却又是一大笔钱了 一方面是 肉馅扎实的面食 算不得廉价 另一方面 是这五福的度量 着实不小 之前徐年尚未入品时 李施整告诉过他 如果专心习武 仅仅是进山采药 便不足以支撑开销用度 除了药欲损耗之外 这大增的食量 便是重要原因 走了徐哥 我先带你 去南平街听评说 再去安远街隔壁 请你吃一碗 滋味上家的豆腐脑 既然是钓鱼 这鱼儿自然得像模像样 如果徐年光是 闲着没事 就每天定时 去街上晃悠一圈 显然有些太不把人当回事了 只要不是傻到了家 都会觉得 这明显是有问题 所以 徐年不能光在街上闲溜 得做点什么事情 至于百怀堂所在的重林街 反倒是顺其自然不用 刻意做什么了 反正每天都会路过 徐年跟着张天天 进了南平街的一座茶楼 小狐狸安分地 趴在徐年的肩膀上 只有一双灵性十足的眼睛 时常四下张望 里面满是对这座 天下首善之城的好奇心 好多人啊 从早时的食谱 到听取的茶楼 这是苏苏对大雁京城 最鲜明的第一印象 茶楼里的空位已经不多了 每个人桌上的 一壶茶室标配 左茶的吃食 从瓜果糕点 到随糖小炒一应俱全 主要看腰包充不充实 张天天明显不是个 差钱的主顾 随手便点了上品乌龙茶 与几样糕点 徐年想了话 问道 这里有云片膏吗 有 张天天很是爽快 二话不说 就让店家再上了一份云片膏 这种糯米制成的糕点 以片薄 色白为醒目特征 呈在盘子里 便如一朵朵洁白的云朵 飘在了天空 徐年不怎么能看出来哪里像 但反正店家是这么介绍来着 徐年尝了一片 只感觉不如门丁肉饼 云片膏 小狐狸激动的小爪子 拿起一片云片膏 虽然不如 曾经吃过后 停留在记忆里的那份云片膏 来得香软松甜 但是苏苏依然吃得很开心 毕竟他过去 可没有这么多精美的糕点 管吃得够 张天天真茶满上 看着腮帮子 都微微鼓起的小狐狸 笑着说道 喜欢吃云片膏 这家的只是一般般了 下次有机会 让你尝尝整个京城 数一数二的云片膏 小狐狸眼睛都亮了起来 啪 醒目拍桌一声响 茶楼里的说书先生 饮下润喉的茶水 中气十足道 书接上回 正说到这大雪山上的黑道人 不向天地问超脱 只向人间戒烟火 自更于生灵绝迹之地 竟是在绝处养出了生机 茫茫大雪山 遥遥通清明 却有了囤情相走 黑道人如坐红尘中 啪 醒目在拍 这场评书便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 预知黑道人后事如何 且待光阴流过有了定论之后 小老儿再与满座客观们仔细分说 下回小老儿便与客观们说一说 那位曾经一见破甲九千的酒里吃鬼 顾客也从黑道人的故事里回过神来 呼朋唤友三三两两地离开茶楼 头一遭听书的徐年也有些许的榴莲 说书收尾不是且听下回分说 而是要等有了定论 听起来这黑道人似乎不仅仅是书中故事 不知道下回要说的酒里吃鬼 剑中折仙又会是什么故事 张天天奇怪道 徐哥不知道三七二窥一地吗 徐年摇摇头没有听说过 这次就连小狐狸的眼睛里都流露出惊讶之色 这六位可是大名鼎鼎 连苏苏都听说过 只是何竹村里连个说书先生都没有 除了不靠谱的道听途说之外 徐年只能从礼书那里问一些修行之事 自然就对这些奇闻异事没什么了解 大雪山上的黑道人 大势入梦的盲蒜子钉团 牵向百面地道守白去踪 此为三大奇人 醉生梦死的沈良是见到魁首 山河破碎的韩子经是兵道魁首 这二魁非是一家之戏言 而是天下公认 最后这一地则是以一人之武力 雄聚一城 却犹如异国的陵渊城城主 天下间所有武人都只能望其背影 象征着武道之极致的武帝王有文 扬明天下的传奇人物 光是一个名号 便拥有着让出入江湖的少年人 热血沸腾的魔力 徐年也未能免俗 虽然他对这六人支支甚少 却不妨碍他在心底想着有朝一日 是否他也能成为其中之一 他们都有多厉害 张天天没有去详述 三其二魁一帝的那些 早已流传天下的光辉事迹 三言两语也不够说清楚 否则说书先生也犯不着 费了好几碗茶水润喉 去说那位大雪山上的黑道人了 昨夜制服另外一名黑衣人的 明显就是徐年 张天天虽然没认出是什么样的手段 但能轻描淡写地制服七品 哪怕是占了出其不意的便宜 也该同样有个七品修为 配上这应该没比自己 大上个一两岁年纪 称得上市道门天才 既然是修行中人 就能明白分出来的九品之间 差了多少高低 要问具体有多厉害 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三七二魁里面 道手白曲宗的修为 稍差只有五品镜 兵魁修为听说更差 但他在沙场上便是五品手 其余三人 皆有四品的修为打底 五帝雄距临渊城后 从不拒绝找上门的挑战者 距禁已有百余年 而未尝过一败 没人知道 他在五道一图究竟走出了多远 只是猜测 早已问顶了三品镜 说不定离二品都不远了 三七二魁一帝 是许多踏上修行之路的少年人 曾不知天高地厚时 自诩过的目标 他们六人能当得了 其人魁首与五帝 难道我就不能取而代之吗 但结果往往是在修行路上走得越远 便越会发觉 自身与这六人竟是差得越远 徐年倒是算得例外 他如今也是五品 不正是和三七之一的道手 在同一个境界 诚然道手显然不是靠着修为境界 有多高成为的三七之一 况且天下间的四五品再少 也不会就这么几个人 但其人却只有三位 魁首也只认两人 这必然是有缘由 但是这不妨碍并不悬殊的境界差距 撑起徐年的少年义气 似乎三七二魁 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白日梦 情 到了徐哥 就是这里了 这家的豆腐脑 在我吃过里面 虽然算不上无出其右 但也是一等一的风味了 又香又滑 重点是 这家用的豆子 只是普通的黄豆 够新鲜而已 全凭着豆腐膜的火候到位 才在同行里脱颖而出 这可是门石打石的手艺火 张天天赞不绝口的豆腐摊 仅仅有一个撑在路边的小棚子 摆着两张桌子七八条凳子 在摊位上忙活的 是个裹着头巾的青葱少女 收了铜钱便起拿碗 从木桶里咬出一碗豆腐脑 浇上一层的糖水 从这利索的动作来看 她显然与养在身归人位时的 大家归秀 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 小鱼 怎么你一个人在忙啊 你娘呢 张姐姐来了 我娘她在家里照顾爹爹 这几日都是我一个人 姐姐要几碗豆腐 这就已经开始一个人看摊位了 厉害 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爹都不让我看店呢 等你再长大几岁 你家这豆腐摊 估计就要被你看成豆腐铺了 刚把一碗豆腐脑 端给十颗的何小鱼 擦了擦鹅角的汗珠 浅浅的笑容 似乎比碗里的糖水还要甜 拥有一家铺面 用不着很大 只要购卖家里的豆腐脑就好 这是从小跟着娘亲墨豆腐 卖豆腐的何小鱼 最朴素的梦想 来三碗豆腐 小鱼啊 我记得 你爹爹是在大宅子里养花的吧 这可是个好差事 要是能得了那些大老爷的赏识以后 可就有浮想了 他要你娘照顾 是病了吗 眼下下秋交替 夜里有点凉了 可要注意天衣上 因为是熟客 这三碗豆腐脑和小鱼咬得更满一些 糖水也浇得多一点 不过他脸上的笑容 却有了些许的不自然 摇了摇头 回应了这份关心 倒不是病了 爹爹他养花出了叉池 没把花刺修剪干净 砸到了宅子里的夫人 被打罚了一顿 以后能再去 那间大宅子里养花了 得 说错话了 张天天笑容不改 只是改口道 其实养花也没什么前途 照我看啊 还不如让你爹也来跟着一起卖豆腐呢 三人同心种植成成 你们家这豆腐 本就磨得很好 以后要是发阳光大了 用上更好的豆子 那些大宅子里的大老爷们 恐怕都要心心念念着 吃上这么一碗 徐年没有参与到 熟客与东家闲聊的话题之中 默默咬了一勺豆腐脑 浓郁的豆香 与淡淡的甜味 相得一张 好吃 收摊位废了 都把钱准备好 不要耽误自家生意 几名穿着短打的轻壮 沿街走来 为首一人拎着个钱袋子 挨个店里停一下扯开袋子 之后便有铜钱落袋的叮当响声 店家 您这生意好啊 兄弟们辛辛苦苦帮你管的摊位 就给这么点不合适吧 郑哥 不是前几日才收过一次吗 怎么今日又要 不能少点吗 店家叫苦不迭 他做的是休眠的买卖 生意再好 能好到哪里去 辛辛苦苦挣点铜板 实在不愿都扔进了 这大大咧咧 沈到面前的钱袋子当中 徐志正没说什么 只是缓缓连起了笑容 店家的一张脸 却皱在了一起 最终不情不愿地 从兜里又掏了十来个铜板 叮当 铜钱入袋 晃出声响 和气生财 店家生意一定兴隆 徐志正重重地 在店家肩上拍了两下 店家愁着脸 却只能挤出笑容 多谢郑哥吉言 徐志正几人 接着前往下一家 打开钱袋子 不多时 便来到了小小的豆腐摊上 何小鱼就如其他的店家一样 陪着算不上由衷的笑脸 从收着铜钱的 小布包里数了二十枚 放入不属于自家的钱袋子里 换来了一声叮当响 一碗豆腐脑 拢共财卖三文钱 不算利器 黄豆与糖水 也有实打实的成本 这卖出一碗 实际能挣个一文半左右 这一声响 便得卖三十碗豆腐脑 何小鱼忙活了小半天的汗水 都付诸东流 徐志正掂量了下 已经有了些重量的钱袋子 笑音音地说道 其实小和妹妹倒是可以不教 只要让哥哥 我吃一吃真嫩豆腐就行 说着便乐呵呵地 去抓何小鱼的手 何小鱼连忙躲开 手里还拿着咬豆腐脑的瓢 郑哥 您这说笑了 该给的摊位费 我不会少一个铜板 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抓了个空的徐志胜 眼底闪过一丝恼火 不过表面上 却只是哈哈一笑 小和妹妹这说的哪里话 咱们兄弟几个 不过是走得累了 都想喝一碗你这儿的豆腐脑 这不是你摊子做的生意吗 怎么算说笑呢 此地毕竟是大雁京城 徐志胜也并非是什么王公贵族 哪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抢抢名女 口头上调戏一两句 便差不多了 反正来日方长走着瞧 且看这生的水灵的小娘子 还躲多少次 何小鱼低着头一言不发 默默地给徐志胜几人 各咬了一碗豆腐脑 他们能吃完豆腐脑 拍拍屁股走人 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不奢望会留下一个铜板 这边又是几碗豆腑 亏了出去 何小鱼数了数小布包里 剩下不多的铜钱 轻轻叹了口气 不过想到攒够了铜钱后 便能盘下一家铺子 便又充满了干劲 徐志胜几人在隔壁桌坐下 沉甸甸的钱袋子扔在桌上 徐年看得皱了皱眉头 他们是什么人 收的摊位费 是什么说法 豆腐摊上的其他食客 似乎司空见惯 细以为长了 默默吃完豆腐脑 留下三枚铜钱 便快步离去 张天天倒是浑然没在乎 这不善的几人 但他也只是慢慢吃着豆腐脑 品尝着没有腥味的豆香 与糖水提供的丝丝甜味 没有四昨晚一样 懦儿出拳 几个泼皮罢了 如果这条安庆街的地盘 没有变动过 这几个应该是火蛇帮的人 至于摊位费不过是巧立名目 换成别的帮派 可能就叫孝敬钱 或者是礼金 但目的总是一致 抢走老百姓手里的钱 徐年奇怪到 在京城敢这么做 火蛇帮的来头很大 张天天逗弄了下小狐狸 揉了一把柔顺的火红毛发 不以为意 玉京城这么大 有些偏僻的街道 扫不干净 藏屋纳垢 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安庆街只是恰好是其中之一罢了 火蛇帮能有什么来头 在除洁姐嘴里 就是这个帮那个派 名字叫什么都不重要 成不了什么气候 顶天了就是能沾上点曹帮 麻烦在于 就跟长在路旁的杂草一样除不尽 砍掉一茬 要不了多久 就又会长出新的一茬 曹帮 徐年上次听到曹这个字眼 还是装扮成查博士 埋伏那位陈公子的人 临死之前喊出的那句话 百万曹公衣食所惜 眼下来看 这恐怕不是什么虚言 一个曹字的确牵涉甚广 张天天谈口亲起 吸溜进一勺豆腐脑 不去管这摊位费的事情 便是因为除不了根 徐志正几人里面 就他一个九平五夫而已 威慑下这些平头百姓是够用了 但都用不了徐年动手 张天天要是想的话 他一个人就能砍瓜切菜斑 把这几人全收拾了 可是 然后呢 张天天连郑国公府都不在意 更不会怕了这几个泼皮记仇了 或者说 这几人要是真不知死活 找到百怀堂去砸了大门 那倒是有乐子可看了 可是何小鱼 依旧还要在这条街上卖豆腐脑 火蛇帮依旧会派人来收摊位费 哪怕是火蛇帮树倒 胡孙散了 也很快又会冒出个水蛇帮 或者火蟒帮 何小鱼 难道也能和张天天一样不怕吗 张天天只是这豆腐摊上的熟客 他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坐在这里吃豆腐脑 但这里却是和小鱼的生计 他每天都会咬着辛辛苦苦磨出来的豆腐脑 撒上糖水 换取一位为客人手里的三枚铜钱 如果能这样相安无事下去 保持着不公平的默契 其实倒也算得上不错了 徐志正端着他那还剩半碗的豆腐脑 物资做到了徐年这一桌 皮笑若不笑 姑娘是这家豆腐摊的熟客吧 见着几次了 在说些什么呢 我刚刚好像听到你在说什么破皮 则则则 可是这样的默契总有很脆弱 难保有人不知死活 把手伸过了剑 是啊 就是在说你们几个破皮 咋了 张天天没想路见不平一声吼 但是破皮自个儿找了过来 就是另一码事了 他此刻的笑容 很难不用欠打来形容 徐年都有点怀疑他 方才是不是故意让这几人听到 就为了引他们来找麻烦 徐志正从头到脚 打量了一下徐年和张天天 一个穿着江洗到发白的粗布衣服 一个也不过是寻常料子的窄袖袍 不像有什么显赫家世 再说了 真要是什么富家子 又何必来这脏乱的安庆街上 吃三文钱一碗的豆腐脑 京城那么多的石楼 囊括了天南海北的真修 什么酱烧露惊 美人干 泡臀 鲜汤和食鱼 五丝驼风 哪一道名菜 不比这安庆街的一碗豆腐脑更好吃 要是有金汤匙 何必拿来咬这一碗豆腐脑 哈哈 我们几个是泼皮 小姑娘知道 泼皮都喜欢干什么事吗 什么样的人下什么样的菜 既然不是高门大户出来的少爷小姐 徐志正便要 让他们明白 或从口出的道理 不然以后要是人人效仿 当面都敢嚼蛇根子了 火蛇帮脸面何在 徐志正一挥手 在他手底下做事的几名火蛇帮轻壮 便围住了张天天这一桌 何小鱼见状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既懊恼张姐姐 怎么嘴上没个把门的 又焦急到 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给张姐姐解围 郑哥 他胃废都给你们了 你们不能这样 这样做我 我可要报官了 报官 哼 小和妹妹 这没你什么事 别给自己找麻烦 徐志正不屑地摆了摆手 他只是 要给这两人一点教训 又不会当街闹出人命 真见了官也能掰扯是这两人 先辱骂他们是泼皮 观察见不是什么大事 又有的争辩 多半是嫌麻烦或心理了事 砰的一声 徐志正嗅了肌肉 恶狠狠的一拳 砸在桌面上 震飞了桌上碗 张天天和徐年 一个端着碗吃 一个在暗中以气压着 碗里的豆腐脑都不带晃一下 只有埋头吃着豆腐脑的小狐狸 茫然地看着碗被震飞 香甜滑嫩的豆腐脑洒了出来 这是什么情况啊 小狐狸看了看似笑非笑的张天天 和微微皱眉的徐年 再看看一脸凶恶的徐志正等人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就是你砸酥酥的碗 小姑娘长这么倔 我是破皮剑了 可是要 徐志正说着 忽然见到一抹红光冲了过来 紧接着便是脸上一通惨叫出声 这就仿佛是个引号 其余几名火蛇帮 轻壮见正哥被袭击 一个个都激起凶性 抡起了拳头 只是拳头还没砸下来 那抹红光在他们眼前一闪而过 啊 惨叫声接连响起 轻轻地落回桌上 满脸不爽地冲着徐志正刺了呲牙 这狐狸是什么玩意儿 妖兽 徐志正又惊又怒 这大庭广众下 被一只狐狸打翻了 以后还怎么受摊位费 他看了下稳坐桌旁的徐年和张天天 暗自咬牙 突然冲向了距离自己最近的徐年 徐年仅仅是微抬眼眸 徐志正如坠冰枯 极大的不安 促使他改变了方向 冲向张天天 张天天一记朴实无华的直拳击中胸口 徐志正身体攻城瞎形 趴在地上 刚吃下去的豆腐脑 与胃中酸水 都要被这看上去轻飘飘的一拳给打出来了 要不是吐出来 何小鱼不好收拾 张天天收着了力 这一拳指不定会打出什么 徐志正也是倒霉催的 他一个九平五夫 扛着火舌帮的旗 在安庆街上作威作福 欺负欺负平头百姓 一点问题都没有 也懂得怎样见人下菜 不会去冲撞那些 看起来就不好惹的人 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险 在座的仨都什么人呢 八品天狐 敢向七品出拳的八品五夫 道门五品大真人 徐志正还以为 这只妖兽狐狸就是两人的依仗 想着出其不意直接情人 可哪里能想到 其实这八品天狐 已经是三人中最好惹的了 一碗三文前的豆腐脑 能引来这仨 家人们 谁敢想啊 反正徐志正不敢想 所以他现在倒地上了 吃完了豆腐脑 徐年缓缓起身 小狐狸跃然到他肩头 张天天摸出九枚铜钱 给目瞪口袋的何小鱼 笑着捏了捏这位小贪主的脸蛋 让他回过神来 走了小鱼 下次见 临走之时 张天天看了眼 慢慢爬起来的徐志正 看到了那双眼睛里 同时涌现出来的不甘与巨义 怎么 说你是泼皮不服气 行啊 我住在崇林街的百怀堂 你大可以多带些泼皮上门 就如徐志正 如果没想过 要让张天天祸从口出 张天天也只会看着徐志正 收了摊胃费 白吃完豆腐脑 拍拍屁股走人 最多是几句冷嘲热讽 张天天如果回去 要老张灭了那个帮这个派 老张也只会荡耳旁风成日里 坐在哪儿悠哉喝茶 但如果火舌帮不知轻重 真的究竟打手 去砸百怀堂的门 这些泼皮 就该会明白一个道理了 砸草只是还会再整 但要割掉县城的这一茶 也只需要大人弯弯腰 百怀堂 徐志正隐约听说过这么个名字 似乎是一间 在京城还有些名气的医馆 狼狈离开了安庆街 掏了点铜钱 打发给一同挨了顿揍的弟兄们 徐志正回到火舌帮大本营去见帮主 遇见一个浑身裹在黑袍里的神秘人 从帮主的房间里出来 黑袍神秘人看了徐志正一眼 徐志正莫名感到内心的愤怒 焦躁 痛苦等等负面情绪 一拥而上 裹挟住了理性 他竟然生出一种二话不说 转头就要去重林街 砸了百怀堂大门的冲动 咳 直到一声咳嗽在耳旁乍响 徐志正才从方才的诡异状态中脱离出来 惊出了一身冷汗 帮主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 帮主 刚才那人是 徐志正确信 火舌帮里绝对没有这么一号人 方才对视的时候 他分明看到对方的那双眼睛 竟然漆黑如墨 不见半点光彩 犹如无星无月 最昏暗时的夜空 曹邦的客人来京城办事 要我们火舌帮协助他 哼 好像是要找什么人吧 不过神神秘密也不说清楚 只是要什么 咱们就得给什么 真特娘的难伺候 你找我什么事 徐志正 把在安庆街收摊位时的遭遇说了一遍 百怀堂 在徐志正眼里 深不可测的帮主 重复了一遍一管的名字 紧接着皱起眉头不悦的质问道 既然摊位费都收上来了 你多什么事 骂你几句泼皮 就能掉层皮了 先前有个习了些舞 就想当侠客仗剑除害的家伙 骂帮主你们是泼皮 最后什么下场来着 哦对 那家伙就因为骂几句泼皮 可就真的掉了层皮 活剥了皮后沉了浆 那惨叫声 可甚人了 帮主能把当面骂他泼皮的人剥了皮 但他用这话来教训徐志正的时候 徐志正知道自己 除了支着耳朵默默听着 其他多余的选项都是在找死 火舌帮帮主万众求 继续皱着眉头沉饮了半晌 方才缓缓说道 那摆怀堂的人 只是打了你们一顿 没有干涉你们收摊位费吗 徐志正摇了摇头 没胆子在帮主的虎目注视下 添油加醋 确实没有 他们原本只是看着 是 下听到那人说 我是泼皮 一时昏了头去多时才招来的这顿打 这次收上来的摊位费 他们也没有碰过 一文钱不少 万帮主微微点头 这么看来 他们也不是想当什么大侠 那我们也就不要多事了 这事就暂且到此为止 安庆街的摊位费 你照就收上来就是了 挨了这顿打 就当是长的教训吧 下次招子放亮点 好 好的帮主 不过 那间豆腐摊 是不是要特殊照顾 特殊照顾 可不是什么优待 而是多加关注 找机会咬上一口狠的 就如毒蛇前在暗处伺机而动 京城这些除不尽的这个帮那个派 大多都离不开一个狠字 不狠在这天下脚下 哪里还能找到夹缝生存 想要火蛇帮 退避三社低头认输 可不是揍了一个酒品的徐志正 就能做到 得灭了他们 没有张怀骨插手 他自身也只是个八平五夫 纵然敢越级向七平出拳 但也没法靠一双拳头 打杀掉火蛇帮 说是不成气候 但这更多指的 无法切实影响到这座城市的运转 有或者没有 都不妨碍玉京城 乃是天下首善 但能在天子脚下 剑缝插针吸血百姓 怎么可能没两把刷子 和豆腐摊有什么关系 摊主有少过你摊未飞吗 没 没有 那不就结了 以前怎么样 以后就怎么样 摆怀堂的人爱吃豆腐脑 就让他们吃 只要没爱着我们火蛇帮做事 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了 何必自视 帮主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帮派做事 也得讲帮派的规矩 那家豆腐摊 既与此事无关 又没少一毛钱的摊未费 如果还是被砸了摊子 或是人出了什么事 其他摊主会怎么想 摊未费没交 要被收拾 交了还是躲不过 是不是干脆就不交了 当然 不会每个人都敢这么想 想了也未必会做 但却一定会增加以后 连个发泄回去的途径都没有 难道有些不甘 只是万仲求的帮主威严 在这里压着 这点不甘也烧不起来 他可不想 某一天也被包皮沉浆 不过 那家叫摆怀堂的医馆 到底是什么底细 竟然不能去砸门 其实万仲求也不清楚 摆怀堂的底细 只是比徐志正吃过更多的盐 想到了更多 在京城开间医馆 没什么稀奇 只要坐枕的大夫医术过关 开个几十年都不成问题 但摆怀堂的奇葩之处 也不是什么秘密 要到病厨的名气倒是不小 但给不给 只得看大夫心情 就这么个连医德 都讲不上了的尿性 还能在京城把医馆开下去 这就很吊诡了 京城的达官贵人 一抓一大片 难道就没谁 有个头疼脑热 找到了名声在外 百病皆可治的摆怀堂 你不给之 得罪了手握大权的金官 还想在京城继续开医馆 要论怎么样逼迫他人 火蛇帮那些惯用的伎俩 把人逼到了绝处 却还能做到正大光明 叫人挑不出错 偏偏摆怀堂 那我行我素的规矩 直到今天还在京城流传 不见关门 徐志正退了出去 但没过多久 又折返回来 帮主 外头来了的字 称是天水俊来的谢公子要见你 说是谈一桩生意 天水俊谢家 哼 刚招待完曹邦的客人 这又有个和曹邦 沾亲戴故的找上门了 不见也不行啊 见面的地点 放在了迎客厅 万众求见到 衣冠楚楚的公子哥 率先拱手见礼 给足了脸面 笑着说道 谢公子大驾光临 我这火蛇帮 可是蓬壁生辉了 天水俊的谢公子 自然就是谢琼文了 谢琼文自从进了 火蛇帮的大门 就皱着眉头 火蛇帮成员 打亮他的眼神 就像是见到了什么稀奇动物 而他看这些大多是 泥腿子出身的泼皮 也觉得是粗鄙无礼 不堪入眼 如果不是暂时 没得选了 他才不想 和这些泼皮打交道 有辱斯文 不过万帮主的热情礼遇 倒是让谢琼文的眉头 舒展了不少 他谦逊有礼地回了个礼 久仰万帮主大明 今日登门拜访 时事有事相伤 公子何事 但说无妨 教训一个人 谢琼文原本是 想用镇国功夫的人 姑妈大手一挥 也同意了 可没想到 仅仅是一夜过去 似乎是因为天狐之事 斩草除根出了插池 那位曹伯吩咐府上 近期低调行事 不准有妄动 算起来 谢琼文是府上贵客 曹伯倒也管不了 他在京城想做什么 但偏偏 从家中带出来的隋从 和他一起 互抵达京城之后不久 天水郡便来了一封急信 命隋从们 火速前往千春县后面 似乎是曹运捅出了什么篓子 本来京城有姑妈可以主事 谢琼文身边 有没有隋从也不影响 但谁想污漏偏逢连夜雨 连他姑妈都里带三分的 独臂老仆一声令下 不能再轻易动用 镇国功夫的人马 这就有点尴尬了 不过 京城虽然不是天水郡 但谢家百年世家 人脉也不止于一郡之地 天水郡 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 天水解为滚滚江河 郡内江河发达 是曹运通畅的枢纽之一 虽然不是曹邦的大本营所在 但能实质性影响到 天水郡是秦氏宇的谢家 自然与把持着曹运流转的曹邦 存在着合作与默契 所以 曹运出了差池 谢家便来急性调走 谢琼文的随从 去往千春县逢堵 所以 无人可用的谢琼文一来二去 最后被告知了 可以登门火蛇帮 找他们的帮主万众求 只需要自报家门便可 在决定赴京时 徐年已经做好了 应付麻烦的心理准备 或许娘亲的病会不容易 置折腾来 折腾去还是不见好 或许阴魂不散的郑国公府 会强迫她去入赘 又或许会深刻体会到 京城居大不义的不义两字 要做何解释 只是万万没想到 来了京城 竟然是先当起了街溜子 吃过早时 便去南平街茶楼听书 连听上午和下午的两场 中间的午饭 有时张天天无事 陪着一起听书 便会带她下馆子 一个人的时候 她就回一趟 崇陵街的百怀堂 吃的是九真楼的真修 下午场听完 往往残阳已经抹红了天空 去安庆街的荷家豆腐摊 吃完一碗打包个两三份 回到崇陵街的百怀堂 一天就这么溜达完了 转眼间就是数日 茶楼的说书先生 已经说过了 剑葵为敌一壶 九千出了一剑 一剑破甲九千 今日正好说完了 兵葵捅兵 屡战屡胜 却只换来个山河破碎 大胜退敌之际 天子驾轰 回首望山河 已经十世九空 国不在国 明日会讲一讲 那位一人一成的武帝 不知又会有多少的 荡气回肠 或是创然涕下 徐年出了茶楼 走向安庆街 下一站惯例是豆腐摊了 他这一天天 不是茶楼听书 就是吃吃喝 日子过得真潇洒呀 想必是一点 没把我的威胁 放在眼里了 谢雄文拿到了 对方这几日的行踪之后 冷笑不断 出了这档子事后 他专门打听过那间百怀堂 知道那间多有古怪的医馆 向来是指收留病人 但这少年 却不知是走了多大的后门 竟然也能再 住在百怀堂里 如果就这么缩在医馆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谢雄文还真拿他 没什么办法 火蛇帮这边 倒是没什么问题 那位谈吐 不思泼皮的万帮主名说过 如果要在百怀堂动手 也不是不行 只是价码 就不是现在这个价码了 但是在郑国公府那边 独臂老婆 在他找上火蛇帮后 特意让姑妈 来了反而提面命 强调 不许在百怀堂内闹事 虽然说到底 这是独臂老婆的意思 没什么强制性 谢雄文要是不搭理想来 那老婆也没辙 但既然姑妈 都已经出面了 这个面子就不得不给 况且 也确实不好 那老婆撕破脸 郑国公府说是姑妈 在主持着大小事宜 但谢雄文又不是瞎子 老婆明显也有资格 决定辅上大事 她已经向姑妈 问过那名老婆的来历 确实特殊 从前是她姑父的贴身仆人 一年又一年的伺候着 从小仆人跟到了老仆丛 跟随姑父一起上过战场 现在空空荡荡的右臂 便是那时为了护住 还未成折冲将军的姑父所致 不过谢雄文有点奇怪 郑国公府惠莫如深 火蛇帮却只需要加钱 这该归咎于 加大业大井小圣威呢 还是布置者的无所谓 不过这都暂无关系 徐年不仅没有缩在百怀堂 还每天上街溜达 天天都在南平街茶楼听书 去安庆街吃豆腐闹 谢雄文喜怒参半 喜的是 京城毕竟天子脚下 火蛇帮要动手 也得挑时间和地点 但对方这样有规律可循的 逛街路线 便留下了极大的可乘之机 而怒的则是 这人也太不把他谢雄文当回事了吧 还敢这么大大咧咧的上街溜达 这要是在天水郡 谁要是得罪了谢雄文 不管是故意还是无心 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 等着大祸临头 哪敢这么悠闲度日 是京兆府告状不成 没有后续 带给他的自信吗 治不了处处透露着奇怪的百怀堂 我还能治不了一个 来经治病的泥腿子 安庆街 一家十楼临窗的位置上 谢雄文点了 满桌菜肴和最贵的酒 眺望着那间 不过三文钱一碗的小小豆腐摊 裹着头巾的青葱少女 已经是在和眉眼 与他有几分相似的妇女 一同忙碌了 比起先前一人 轻松了不少 谢雄文抿了口酒皱了皱眉 虽然已经是这十楼里最好的酒了 但依旧不能让他满意 安庆街不比那些繁华的街道 开在这里的十楼 也没什么响亮的招牌菜 酒水都差了档次 他放下酒杯 淡淡地问道 你们准备怎么动手 坐在旁边的徐志正 美滋滋地 喝着平日里点不起的好酒 听到谢公子垂巡 放下酒杯胸有成竹 那姓徐的家伙 现在只有一个人 百怀堂的张天天 和狐狸妖兽都不在身边 他吃完豆腐脑 会途进一条巷子 往常那里就没什么人 今日更是已经打点好了 巡街的捕快 也会恰好绕过了这条巷子 到时候 我就带着帮里的弟兄们 在巷子里把人绑了 交给谢公子随意处置 谢雄文点点头 虽然他不大 看得起这些粗鄙之极的泼皮 但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事情上 人家也算是专业人员 从跟踪丁烧到上下打点 都做出了安排 他都不知道那少年姓甚名谁 还是从火蛇帮这儿 才知道是姓的徐 你之前不是说过 保险起见要用毒 已经办妥了吗 妥了 下的是软血散 这可是我们万帮主 看在谢公子的面子上 才特意拿出来的私藏真品 哪怕他有七品修为 中了此毒 也会变得软弱无力 甭管有什么压箱底的招式 都使不出威力 如果修为在七品以上 这软血散也同样生效 只是效果锐减 但谢琼文和徐志正 都觉得这不用考虑 陈大将军府上的那头幼虎 近期武道有所精进 21岁成就了七品 大将军府百言席庆祝 就连宫中都有赏赐回应 引为武道添娇 那姓徐的家伙 何德何能 看着也就是20来岁 难道还能比陈家幼虎更为添娇 万众求把天水郡 谢家公子的事 交给了徐志正负责 也便像是 给了徐志正一个趁机发泄的机会 正所谓一报还一报 正是因为挨过那顿揍 徐志正没忘记 当时那人用一个眼神就震了他 这就表明了 那姓徐的家伙 应当是有修为在身 所以便有了现在的下毒之际 这次徐志正带出来的人手 也都是帮中精锐 各个五副八九品的好手 哪怕是要面对风光无限的陈家幼虎 只要中了软血散 都有把握拿下 万无一失 谢琼文也觉得 这样的安排 已经很稳了 他好奇道 你这毒 是怎么下的 徐志正呵呵一笑 眺望着那间豆腐摊 就在那一碗豆腐脑里 母女分工的豆腐摊上 和母已经把碗勺都已经摆好 但往日里 手脚麻利地咬出豆腐脑 撒上糖水的何小鱼 似乎有点心不在焉 仿佛没看到 已经有时刻在等着了 和母没有责骂 只是关心道 丫头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啊 我 我没事的娘 何小鱼如梦初醒 抓紧咬好了这几碗豆腐脑 娘 好了 你这糖水呢 哦 前几日 一个人在豆腐摊上 忙得太累了吧 要不就干脆休息一下 都让娘来吧 不用 我就咬这么几碗豆腐脑 哪可能累着呀 补上了糖水 和母把豆腐脑端 给已经干等了一会儿的时刻 陪上一句抱歉 一点小小的耽搁 倒也没有时刻找什么茶 只是有个轻壮笑着说了一句 早点晚点都无所谓 别忘了加料就行了 和母以为这料 是指的是浮在豆腐脑上的一层糖水 歉意地笑了笑 何小鱼却心头一紧 悄然松开了左手 掌心里有一包小小的药粉 在那姓徐的家伙的豆腐脑里 加上这么一份调料 小和妹妹 别和我装傻充了 你知道我指的是谁 听说你爹伤得可不轻 你总不想家里再出点什么意外吧 不久前 徐志正留下这包药粉时 附上的几句话 仿佛再次在耳边响起 何小鱼正正地看向 提到加料的轻壮 轻壮呵呵一笑 吃着豆腐脑 这人分明是火蛇帮的人 在监视他有没有照做 一碗豆腐脑 这几人每天都会听到 已经逐渐熟悉的声音 再次响起 徐年已经来到了豆腐摊 他看摊上多了位在忙活的妇女 从与何小鱼有几分相似的眉眼上 倒是不难猜出身份 好嘞 客官坐一下 稍等一下就好 何母招呼徐年坐下 回头又见到何小鱼 心不在焉地愣住了 半晌 也没见咬好一碗豆腐脑 丫头 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何母轻轻推了一下何小鱼 去拿他手里用来咬豆腐的瓢 却不曾想何小鱼 却把瓢抓得很紧 没能拿过来 别 娘 让我来 我来就行了 何母不明所以 只是伸手摸了摸 何小鱼的额头 没有发热 不是病了就还好 丫头 你真没事吗 何小鱼没法解释 只能摇摇头 没 真的没什么事 一边是火蛇帮的威胁 一边是近几日 每天都来喝一碗豆腐脑的熟客 或许连朋友算不上 他有选择的余地吗 在火蛇帮成员的监视下 何小鱼咬了一碗豆腐脑 趁着娘亲去收拾其他客人 吃完后留下的碗勺 她将那徐志正留下的那包药粉 倒在了这碗豆腐脑上面 细碎的白色药粉 附在嫩滑的白色豆腐脑上 再浇上一层糖水 便看不出什么来了 只是 这样的一碗豆腐脑 未免也太重了 她的手都在微微发抖 何母走过来 要把豆腐脑端给徐年 不过何小鱼却抢先一步 端起了这碗 已经加过料的豆腐脑 娘 你先把这些碗洗一下吧 等一下我没碗用了 这碗豆腐脑 我来给客人端过去就行了 几步路而已 何小鱼低着头都走到了 不敢抬头 去面对徐年的谦谦笑容 你娘来探上帮忙了 那么你爹的伤势 是已经好了吗 嗯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爹爹听说千春县码头在招工 明日还打算 看看 徐年正要如数日里一样 吃上这一碗豆腐脑 却听见何小鱼的语气忽然一变 压低了声音 语速飞快 有毒 别吃 快走 徐年顿了一下 看到何小鱼满脸肃目 他微微点头 何小鱼以为他是听明白了 既然忐忑于 会不会遭到火蛇帮的报复 又发自内心感到了轻松 却没想到下一刻 徐年仿佛根本没听到何小鱼的提醒 如往常一样 吃了一口豆腐脑 然后很快就吃完了 见到这一幕 在豆腐摊上 监视着下毒过程的火蛇帮成员 满意地起身离去 虽然不知道何小鱼有没有趁机捣鬼 但他亲眼看见 加了料的豆腐脑 已经进了肚子 这便足够交差了 监视的人走了 何小鱼也不用憋着了 他急忙告诉徐年真相 我刚刚说什么 你没听清吗 他们逼我在你这碗豆腐脑里下了毒的 徐年咱么咱么嘴 这毒吃进嘴里 有点点麻痹感 不过很快就消散掉了 优点是无味 没遭他这碗豆腐脑的味道 听清楚了 那你还全都吃下去了 能解 不慌 徐年扔了离什么东西进嘴里 嚼了两下咯蹦 想吞了进去 何小鱼都没看清 徐年吃的是什么 下意识以为是什么解毒单 他棱道 你这就是解毒了 徐年拍了拍胸口 笑咪咪道 是啊 你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何小鱼挠了挠头 火蛇帮这么大费周章 威胁他在豆腐脑里下毒 结果徐年随随便便就解了 他之前的内心斗争 又算什么 不过不管怎么说 其实徐年吃进嘴里的哪里是什么解毒单 只不过是先前听书时没吃完的炒蚕豆罢了 也不是靠什么深厚的道门无品灵力 化解掉了入侵体内的毒素 火蛇帮帮主万众求 珍藏的软血散 对徐年压根就没起作用 之前要不要拿出百两黄金 为娘亲治病的选择里 徐年得了的百毒不清的奖励 虽然不是就此免疫所有天下间的毒素了 但他吃了第一口 就发现 这碗豆腐脑里的毒名显示在百毒的范畴里 所以才放心地吃完了 徐年倒不是非要冒着风险 吃这碗下了毒的豆腐脑 只是火蛇帮既然威胁了何小鱼来下毒 他要是不把这碗豆腐脑吃完 和小鱼的处境多半会比他危险得多 火蛇帮都盯了他好几天了 今天这事终于要动手了呀 挺好 楚宗医的功劳应该也要到手了 当了这么多天街溜子 别的倒没什么 就是钱袋子缩了水 有点心疼 徐年擦擦嘴 拿出门前张天天叫给他的小食盒 再给我打包三份豆腐脑 不然天天要说我吃毒食了 从头到脚都藏在黑袍里的神秘人 又踏进了火蛇帮 在万众球的房间里单独见面 左右没有第三人 徐先生 这就是您要的京城寻防图了 金兆府 靳卫军 镇摩斯 这三大四肢京城日常防卫的衙门巡逻路线 都已经标注在上面 不过我觉得 有必要先提醒阁下 寻防乃是京城既要时有变更 我能确保这份图的真实不虚 但可保不了实效 前几日 万众球这几天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搞到手 却连对方的真面目都没见过 说是来京城找个人 但又不告诉他是找什么人 藏头鹿尾 装神弄鬼 要不是那封曹帮的手谕千真万确 没半点作假 身为火蛇帮帮主的万众球都想报关了 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还要寻防图 怎么看都是要搞大事啊 他现在只是个不入流的帮派帮主而已 一点都不想卷入京城的狂风暴雨之中 怕粉身碎骨 寻先生去拿万众球手里的那张寻防图 但是一下子没扯得动 万众球没有直接松手 他在黑袍遮蔽出来的阴影之内 看不见任何的表情 就连眼睛里也没有任何光彩 寻先生 我冒昧问一句 你在这京城究竟要做什么 也没别的什么想法 只是您要是做大事 我这也算有点家业 提前做点布置 免得被殃及吃鱼 找人 寻先生黑袍底下飘出来的嗓音沙哑干涩 像是许久都没有喝水润过嗓子了 依旧是这么个理由 聊聊两个字 多说一个都不肯 万众球也不好真抓着寻防图不放 只能松了手 寻先生拿到了京城寻防图 仿佛当万众球就不存在了一样 没有半句客气 就转身向外 低头看图 边看边走 这副德行 气得万众球是满腹牢骚 直爆粗口 吵他大眼 曹帮这到底是打哪 给我请了这么一尊大眼 拔完就走 当我这火蛇帮是青楼呢 离开了火蛇帮的寻先生 走在京城的街道上 看着寻防图上标注出来的巡逻路线 禁卫军主要守备特定区域 镇摩斯和金兆府 虽然都是巡城 但是一暗一鸣 人手数量也有差异 排除掉禁卫军的区域 远离镇摩斯的巡逻路线 又没有被金兆府投入大量人手 这边是寻先生要去的地点 你谁啊 这是我家 我不认识你 你是不是进错门了 寻先生来到了第一个符合要求的地点 自顾自地走进了旁边一户民房 民房里 老人巴搭着烟斗 婆媳生火做饭 男人逗弄着儿子 一家五口其乐融融 直到不请自如黑袍人 打破了这份祥和 家中顶梁的男人大声贺问 他却只是旁若无人的四处打量 怪异的举止 让房间里的人 都有些难以言喻的不安 或许是天性未敏 还同真如传言中那样 对脏东西的感知更为敏锐 率先挖的一下哭了出来 家中顶梁的男人非常火大 转头就去厨房 拎了把菜刀出来 你找死是吧 老子成全你 一刀劈下去 哭声消失了 再一刀 烟草燃烧的轻微声响也没了 数不清多少刀后 柴火的劈啪声也冷却了下去 滚烫的鲜血 撒在男人的脸上 忽然传来一阵烧烛感 他恍如才从梦中惊醒 睁开眼看清了现实 儿子 发妻 父母 全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只有黑袍人站着 那身从头藏到脚的黑袍 一血不染 你 都是你 我 我杀了你 男人浑身颤抖 根本不敢去想 方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颤抖的手 挥舞着低血的菜刀 劈向黑袍人 碰 男人炸成了一团血物 寻先生伸出手掌 房间里的所有鲜血 向着他那苍白干瘪的掌心汇聚 凝成一节血色残竹 点燃 放在一家屋口 原本用来吃饭的桌上 如此这般 寻先生在京城寻方图的薄弱处 点燃了一根又一根血色残竹 很快就来到了安庆街的一条小巷子里 出乎意料的是 这条偏僻的小巷 竟然聚集着不少人 还都是八九品的舞者 气息也有点熟悉 火蛇帮的人 意外收获 舞者的血点燃血竹效果更好 正好前面 几根血竹都快燃尽了 郁京城也该有反应了 恐怕没机会再去下一个地方了 寻先生通过气息认出 这些是火蛇帮的人 但他两次登门 都是和万众球单独见面 火蛇帮可没几个人见过他 刚进小巷 那些火蛇帮成员 便投去了打量的视线 是目标吗 不是吧 不是说是个穿粗衣的少年吗 火蛇帮办事 不想死就快滚 寻先生原地站定 抬头看了看天 若有所思 一名八品舞夫修为的 火蛇帮成员觉得 这是误入这条小巷 见到他们火蛇帮这阵仗 被这吓傻在原地 连怎么逃跑都忘了 于是哈哈大笑起来 可笑了没两声 忽然脑后传来一阵寒意 急忙身子躲避 显之又显地避开一刀 批出这一刀的 竟然是帮中弟兄 要不是这人是个九品五夫 比他低了一品 怕是就要允命当场了 卧槽 雷志旭你 他妈失心疯了 老子没疯 砍的就是你 樊白你个归儿子的 仗着修为比我高一品 处处跟我作对 上次在长乐坊 明明是老子先看上的姑娘 你都要抢先生 老子 老子今天就要 把你上下两边的头都给砍了 就这点颇事 你要跟帮李弟兄翻脸 樊白横竖都想不通 而更让他想不通的 还有突然失心疯的 竟然不止雷志旭一人 这次因为有帮主的重视 足足出动了十来号兄弟 而此刻 除了他和另外 同为八品五夫的帮中兄弟 其余的全都疯了 挥一刀砍向自己人 全都乱套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 对了 是这个穿黑袍的家伙 他出现后 就突然变得不对劲了 你们他妈的都清醒点啊 是这黑袍在捣鬼 他控制了你 草 你也敢砍我 老子先杀了你 匆忙招架了帮中弟兄的 十几刀过后 意识到了蹊跷的反白 涌现出一阵无名火 直烧心头 不管不顾地向着帮中弟兄 挥出了刀 任由热血浇身 镇摩斯以制式衣服上的基调颜色 用以区分直级 巡逻京城的常规队伍配置 会有一名综医 搭配两名轻衣 再次情况决定 要不要添入几名灰衣 打打下手 楚慧杰率领的镇摩斯巡逻队伍 便是一宗二清二灰的配置 每个人身上 都照着一件单薄宽大的长服 用以遮掩住镇摩斯制服 毕竟镇摩斯与金兆府 是一名遗案巡逻京城 金兆府已经在名处了 镇摩斯要是在大摇大摆地 露出制服 在街上晃荡 还叫什么一名遗案 按照既定路线 楚慧杰这支队伍的巡逻完安远街 就该去下一站了 相邻的安庆街 不在他们的巡逻范围内 但他近几日 都会自作主张 带着队伍往安庆街的方向 多走上一段 楚宗一给出的理由是 那里有火蛇帮 有必要多盯上一眼 队伍里的其他四人 没什么意义 反正也就多走了几百米 来回不过一刻钟 镇摩斯有限的人手 也远远不足以覆盖整座京城 每条巡逻路线 都经过精心设计 但在精心的设计落在实处 也会有状况外的因素干扰 所以 每支巡逻队伍的宗一领队 本来就有权力 调整具体的巡逻路线 只要不与私里划分下来的 路线相悖就行 倒是那里 有家豆腐摊还挺好吃 我之前吃过叫什么 红花白雪羹的玩意 一百文一碗 你们猜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豆腐脑上 撒了点碎玫瑰花瓣 还没这三文钱的豆腐脑好吃呢 一百文一碗的豆腐脑 你这在哪吃的 黑店啊 倒也不是黑店吧 就是烟柳河吃的 地段不同嘛 理解 好家伙 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吃的是碗里的豆腐吗 头儿当面可不幸聊这个 给我个面子 等一下请大家吃豆腐脑 我请 哼 那我得吃三碗 等一下 你们有没有 嗅到什么怪味 闻到了 是有点不对 这好像是血腥味 刚刚还在胡侃的 镇摩斯捕快门 瞬间神情戒备 悄然抽出了别在腰间 与镇摩斯制服 一同被劈在外头的 宽大单衣遮掩住的冰刃 循着气味飘来的方向 摸了过去 血腥味更重了 楚慧杰别具阴气的 霉烧皱在一起 按照他和张天天 与徐年沟通过的计划 因为在谢琼文 报复徐年的时候 他带着镇摩斯的巡逻队伍 恰好撞见 据张天天所说 他那位徐哥 别看年纪轻轻 却有到门七品的修为 这不是有没有 抵抗之力的问题 而是完全有能力 控制住局势 等来楚慧杰 主打的就是一个 罪证如山 当场抓获归案 可现在飘出这么远的 血腥味 就不在计划里了 不管是徐年和 谢琼文哪一方流出来的血 都表明局势 已经脱离了计划 失控了 血腥味是从一条 小巷子飘出来的 里面的场面 饶式楚慧杰 和两名轻衣都变了脸色 就更别提队伍里的 两名灰衣了 强忍着胃部 涌起的不适感 才没吐出来 小巷之内 遍地都是断枝残躯 鲜血涂满了各个角落 连砖头缝里 都已经湿答答的了 只有两人还站着 一人遍体鳞伤 手中的刀都卷了刃 一人穿着黑衣 诡异的是 从头到脚 不见一滴血 樊白从火蛇帮弟兄们的 乱刀之下活了下来 他已经记不清 自己亲手砍死了 多少个一起喝过酒 吃过肉的同帮弟兄 只知道不杀了他们 自己救得死 对 不杀了所有人 我就会死 杀 杀了你们 啊 樊白通红着双眼 提刀杀向了 出现在小巷里的 镇摩斯捕快 楚慧杰已经无从分辨 这遍地残躯之中 是否有徐年的一部分 也来不及细想 当心黑袍 樊白是八品五夫 楚慧杰和两名轻衣 都是八品五夫 两名灰衣则是九品 不过他们 都受过镇摩斯的训练 合击之下 就算面对一名七品 也不至于落败 照理说 擒住一名八品五夫 绰绰有余 但诡异的是 明明重伤在身的樊白 竟然越打越是凶猛 犹如发狂的猛兽 原本稳战上风的 镇摩斯捕快们 竟隐隐有被樊白 击破何为的趋势 旁边还有个 不知底细的黑袍人 作弊上官 不知做的什么打算 这如何是好 楚慧杰当机立断 刀刃不再刘峰 杀了他 不用再顾忌留下性命 一名轻衣 趁着另一名轻衣 缠上樊白的剑细 一箭刺中破绽 挑断了樊白拿刀的胳膊 空荡大开之下 缠斗的轻衣 顺势斜过一刀 摘下手机 楚慧杰一直在分心 盯着黑袍人 以为黑袍人会趁机出手 但直到现在尘埃落定 也不见对方有什么动作 这应当 够了 寻先生喃喃自语 旁若无人地望着 日渐西沉的昏黄天色 伸手抓取撒遍小巷的鲜血 做成一根血竹 徐徐烧出一缕缕血色青烟 楚慧杰等人面色惊变 不光是这一血质竹触目惊心 更是在这伸手之间 涌现出的力量波动 让他们心静 这是极品 七品也做不到这样吧 点燃了血竹 寻先生仿佛才注意到 楚慧杰等人 苍白无光的眼眸扫过来 便如置身在地狱之中 各种悲怒哀 狠如砸灰在一锅热水之中 灌满了灵台 请守心神 楚慧杰怒吓一声 两名差点就在 寻先生这一眼之下 迷失自我的灰衣 忽然感到身体泛起 一阵清凉爽意 急急忙忙趁机 驱逐脑海中的杂念 郑摩斯的衣服 本身就是一种 极为特殊的法器 能够让多名使用者 气息相连 互为依仗 郑摩斯的人 你们来的 比我预计的快了很多 寻先生沙哑甘哭的嗓音中 泛起了些许疑惑 虽然万众求提醒过 寻方图的时效性 但也不至于这要巧吧 联想到在这里 莫名聚集的火蛇帮成员 他隐约有了的猜想 冷哼一声 抬手便斩出一道血光 既然来了 便留下来吧 感受 这道血光中蕴含的力量 楚慧杰脸色俱变 助我 容不得迟疑 其余四名郑摩斯 捕快通过郑摩斯制服 将自身气息奋出一道 融入楚慧杰的宗医之中 他悍然把刀展开了这一道血光 但是自身 也吐出一口鲜血 瘦疮不清 郑摩斯的合气之法 却有门道 但用在你们身上 也依然是躺壁当车 寻先生冷冷一笑 一步迈出 身体悬空 俯瞰着郑摩斯的众人 如看着蝼蚁 欲空静 他是盗门六品 众人满心绝望 这确实不是靠着 郑摩斯和气之 就能跨越的鸿沟 盗门六品 要碾死他们 比才死几只蚂蚁 也费不了多少劲 楚慧杰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要抓的 明明是和郑国功夫 有牵连的谢雄文 怎么就变成了一位 满手血腥的盗门六品 这难道就是 谢雄文找来的帮手 可这也说不通 甭说是远在天水郡的谢家 就算是郑国功夫 也不会敢在京城街道上 犯下这般大恶 这是在挑衅天子之威 楚慧杰有一个很荒谬 但又不得不接受的念头 凑巧 本就是无关的两件事 只是碰巧凑到了一块 让楚慧杰他们 刚好撞上了 一名轻衣忽然说道 头儿 我们试试拦住他 你快走 替我告诉我家婆娘 床铺家层里藏着 我存下来的银票 让他拿着去过好日子 也不用为我守寡 遇到和颜的改嫁了便是 其他三人没说完 但这种关头沉默 本身就是一种复合 楚慧杰道 不是 是我们之中得 有个人活下来 把我们看到的都传回去 而你比我们都厉害 活下去的可能性最大 仅此而已罢了 你是综医 你应当比我们更明白 这点的重要性 楚慧杰咬了咬牙 他和两名轻衣一样 都是八平五夫 怎么就他是更高一级的综医 功劳是其一 能力便是其二 活下来一个人 告诉别人 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确实很重要 活不活 你们能决定吗 寻先生冷笑一声 抬手便是血光迸发 四名镇摩斯捕快或怒惧 但除了死死咬牙的 楚慧杰之外 无一人转过身 背向这道轻易间 就能抹去他们性命的血光 秋天快来了 你站这么高 夜风不冷吗 小巷口 粗衣少年迈步走了进来 冷冷地说了一句 然后 天地似有所应 夺人性命的血光如被封石 消磨于无形之中 寻先生如坠 冰枯遍体生寒 直挺挺地跌向了地面 天地之力 你是 道门无品 哼 为了我 这还真是好大的阵仗 我得承认 这次是我输了 但你们能一直赢下去吗 只要让我赢一次 你们就将万劫不复 寻先生牙关都冷到打仗 不等徐年有进一步的动作 他冷冷一笑 身体砰的一声 炸开成一地鲜血尸骨无存 血竹也在眨眼间融化成血 只留下来一件破破烂烂的黑袍 楚慧杰擦掉嘴角血字 死了吗 徐年摇摇头 应该是逃了 方才黑袍人的身体炸开时 有一道诡异至极的气息远遁而去 没来的季节下 小巷子里一地不忍睹的惨状 直扑鼻腔的血腥味 让徐年好玄 没把刚喝下去的 加料豆腐脑吐了出来 他手里还拎着 打包回去的豆腐脑 挠了挠头 有些疑惑 这披着黑袍 一看就不像个好人的家伙 刚刚在说什么 我虽然是钓鱼 但钓的是谢琼文啊 怎么就为了你了 难道你也姓谢 或者姓徐 镇摩斯众人心有余悉 还没从死里逃生的危局中 回过神来 差点被莫名遇到的六品杀了 又被突然出现的五品救了下来 就算这里是京城 五品六品 也没这么容易遇上吧 真就是寻个街 就遇上了两个 其他镇摩斯的同僚 怕是一辈子都没难有 这么跌宕起伏的生死经历吧 也不知该算运气 好还是运气差 应该算好吧 好歹活了下来 楚慧杰比起同僚 则更上一层震惊 他直直地盯着徐年那张脸 现在就想把张天天那丫头揪出来 让他睁大眼睛看看 再摸着良心和我说一遍 你这徐哥是七品修为 神他妈道门五品大真人 怕一个谢穷文报复 天水俊谢家 知道自己这要牛逼 随随便便就得罪了一位 道门大真人吗 楚姑娘 这里发生了什么 楚慧杰琢磨了一二 拱了拱手 先行了一礼 见过大真人 我等是闻到血腥味才赶了过来 当时小巷里就已经蚕食遍地了 除了那名行为诡异的黑袍人 还有一名陷入疯狂的八品武夫 不由分说就想杀了我等 破鱼形势 我们只能杀了他 没能留下活口 这和钓鱼计划完全不一样了呀 徐年听着点点头 犹豫了一小会 还是补充道 楚姑娘还是和以前一样 叫我徐年就好 镇摩斯四人文言一惊 这听起来 感情他们的楚宗医 还和这位大真人是认识的 徐年问道 这事该怎么办 楚慧杰叹了口气 上报 这已经不是我一个宗医能处理的了 本来说是楚姑娘帮我解围 我也送楚姑娘点功劳 没想到成了现在这样 功劳还是有的 只是 不论如何 这算是撞破了一名道门六品的阴谋 楚慧杰他们不仅无故还会有功 而且 功劳远比抓一个故人报复的谢琼文 要大得多了 只是 他宁愿没有这样的功劳 也就不存在这桩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为之流血的阴谋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天天还等着吃豆腐脑 要是有我什么事 你也知道我住哪 到时候再说 徐年举了举手里 装着豆腐脑的小石盒 挥挥手离开了小巷 就着出门逛街 还帮带豆腐脑的做派 和高人风范 是半个字都沾不上面 楚慧杰正想命人去通知郑摩斯 一道身影 在周围屋檐上几个起落 稳稳落进小巷之中 这里发生了何事 来人身形齐长 眼角狭长而上翘 长了一张清丽秀美的面容 身上衣物与楚慧杰等人 郑摩斯制服 在形制之上极为近似 只是 既然不是灰 也不是青棕二色 而是在夕阳衬托下 愈发有几分刺目的金色 回禀陆精一 我等在此 楚慧杰说着他们 在小巷之中的遭遇 忽然小巷门口 又传来了一声怪笑 兄弟们 有没有招待好 我们火舌帮的徐兄弟啊 谢公子可还等着 这 怪笑戛然而止 徐志正看着这小巷里 满地的残肢 小巷里的捕快们看着他 腿肚子都在打哆嗦 这 我路过啊 各位大人继续 小的这就走 陆精一秀美的脸上 没什么表情 拿下此人 回思理审 徐志正和金兆福的 捕快打过交道 但怎么都没想过 会被郑摩斯给逮了 往常郑摩斯有什么大动作 不是去灭门 就是有谁被灭门了 抓的都是恶贯满盈的 大恶贼 他只不过是 火舌帮的一个小泼皮 何德何能 就进了郑摩斯的大牢 所以都还没上什么行 他就什么都招了 从火舌帮的 巧取豪多到 谢公子的故兄报复 一点细节都不敢落下 于是乎 谢雄文在茶楼 等着那兴许的家伙 被绑到面前 跪下磕头道歉 想着 要怎么欣赏 他的痛哭流涕与悔过呢 却久等没等来人 正纳闷着 就被郑摩斯的捕快给拿了 干什么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我可是天水谢家的人 我姑妈是郑国公府的 大夫人谢树华 就算你们是郑摩斯 也不能这么平白无故抓人 我要见你们的主事 我要告诉我姑妈 带队抓人的踪医 正是楚慧杰 他上来便是一脚 就把好个不停 一直不配合的谢雄文 踹翻在地 以铁链捆了起来 冷冷地说道 省着点力气 有什么话到牢里再说吧 谢雄文被抓 郑国公府很快也得知了消息 什么 这天下那么多逍遥法外的恶徒 他们郑摩斯不去抓 我这儿做什么了 他们不由分说 就抓进牢里 真是无法无天了 大夫人速派人去郑摩斯要人 心里也存着念想 或许只是个误会 郑摩斯不知道 但派去的人很快就灰溜溜地回来了 别说放人了 连谢雄文的面都没见上 好啊 这是不把郑国公府放在眼里 这些狗腿子 就是欺负老爷不在京城 心疼侄儿的大夫人 还想亲自去郑摩斯 见见这凶名赫赫的衙门 到底能凶成什么样 但门都还没出呢 就被只剩下一只手臂的曹伯拦了下来 郁京城内有天魔教的贼人作乱 郑摩斯正在彻查 谢公子便是卷入了其中 今夜城里不会太平 夫人还是要早些休息 切莫外出 什么 穷文他 怎么会和什么天魔教有瓜葛 有没有瓜葛 郑摩斯会查清楚 如果这只是个意外 那么 以他的身份便不会有什么事 但我们郑国公府 不能牵涉到天魔 这是世间不容的大恶 在这不太平的京城夜色里 一位满脸眷色 唯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的老人 正和举手投足间 一态自成的如山中粘手谈完一局 收拾棋子 再谈一局的间隙 老人仔细地 从错综复杂的棋盘中挑起黑棋 慢慢地开口 沈院长 方才瞧你走神了片刻 是何过啊 如山中粘 扫走棋盘上剩下的白棋 笑着说道 方才有人在京城内 引动了天地之力 起了好奇心 故而看了一眼 天地之力 这是盗门无品吧 看到了什么 天魔乱象 哎 这些求末之人 当真以为他们奉了神 便能得到庇佑 自欺欺人 如山中粘 笑笑不说话 忽然 他看见老人身后 浮现出一道悬色人影 单膝跪地 以掌抱拳举过头顶 首府大人 京城内有道门六品镜的 天魔教贼人作乱 镇摩斯正在追捕 老人微微汗手 瞧了瞧空空如也的棋盘 放下一粒黑子 我记得镇摩斯的手作冯大人 此刻应当不在京城中吧 镇摩斯是谁在主插此事 是镇摩斯精一 陆不迟 他呀 那就让他放手去干吧 只要不惊扰到百姓 把我们这种老骨头折腾一番 倒也无妨了 徐志正他们还没有回来吗 万仲球打完了一套拳法 在体内翻涌的血气中 默默感受着脏腑的脉动 忽然觉得 今夜安静得有些异常 想了想大概是因为 徐志正带了十来名帮中金锐 去帮谢公子找回场子 所以这火蛇帮 才显得清冷了不少吧 谁 出来 万仲球忽然望向身后 虎目如电怒吓一声 叶峰拍树影婆娑 只见在院墙拐角 与树荫叠出来的阴影之中 走出来一道人影 万仲球高度戒备的神色 松懈下来不少 但紧接着 这人低声笑着一步步走了过来 他皱起眉头 欲感到不对劲 悄然后退保持着距离 万仲球 你可真是敢啊 不对 不是老爸 他怎么敢直呼我全名 而且 这沙哑干涩的嗓音 万仲球迟疑道 徐先生 哼 你对老爸做了什么 不急 你很快就会亲身体验了 变成了火蛇帮老爸的徐先生 阴森森地笑着 抬手便是一道凌冽血光斩出 一头雾水的万仲球 神色一领 武者气血沸腾而起 灌入拳头 一拳轰碎了这道血光 徐先生这是何意 杀我下属又要杀我 纵然你是有曹邦手遇的贵客 也不能这样乱来 乱来 万仲球 你都勾结镇摩斯做局 引我入瘟了 还装什么算 我什么时候和镇摩斯做局了 万仲球一头雾水 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变故 他对镇摩斯 唯恐避之不及 怎么可能和镇摩斯一起做局 去坑曹邦的贵客 徐先生悠悠说道 拿你火蛇帮的人做诱饵 镇摩斯的人又来得更早 这都不承认 你真是把我看扁了呀 寻防图路线不对吗 我说了这有时效性 我也不能保 万仲球恼火无比地解释着 忽然愣住反问道 等会儿 我用火蛇帮的人做诱饵 你把我的人怎么了 呵呵 等下你就和他们一个下场了 劳资费心尽力 给你搞来京城寻防图 结果你事出了差池 就觉得是我和镇摩斯设局坑你 有病 老子碰上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 万仲球破口大骂 靠一张嘴是解释不清的 只能靠拳头 看在曹邦的面子上 我尽心尽力地满足你 你就以为我万仲球 是好欺负的吗 五夫一怒 气血翻涌如海 拳风惊破夜色 呵 断体大成 藏府刚刚找到点门窍而已 你就把自己当时六瓶五夫了不成 寻先生踏在了空中 火蛇帮内血光暴涨 犹如陷入了一片血海之中 五夫的拳头左冲右突 却难以打破这血色 在一拳又一拳的力气衰减之后 眼看着就要被血海淹没 忽然 一点寒光破开了血色 万仲球顾不上三七二十一 急忙冲了出去 却见那点破开血色的寒光 向着眉心刺来 彻骨的寒意 令他神魂结颤 好在 寒光只是停在了眉心之上 并未刺入 清丽秀美的面容之下 是一身凛然的震魔似精衣 陆布驰枪尖点着万仲球的命门 眼神却指示着血光之中的寻现声 露了马脚 还敢在京城作恶 当我镇摩斯 无人了不成 话音落下 又有三道人影 自夜色中浮现 有人赤手空拳 笑得露出洁白的牙齿 有人沉默无言 默默打出几张朱砂黄纸 有人主刀立 闭目养神也养刀 他们与陆布驰分 守着东南西北 据是一席镇摩斯精衣 猎拳王鹿 黄服道人留百元 养神刀观天良 还有你一点寒忙 陆布驰 好啊好啊 镇摩斯八大精衣 为我一人便出洞半数 这可是天大的面子了 万仲球 事到如今 你还要狡辩 与镇摩斯 没有勾结作局吗 万仲球此刻的心情简直了 一句 你娘麦琵琶 硬生生憋在了嗓子眼里 想骂 但在这样的局面下 又不敢吱声 你特娘的眼睛是瞎了吗 没看见陆布驰的一点寒忙 就点在老子的眉心上吗 一场毫无悬念的大战之后 血光枯竭 作为火蛇帮助地的大宅 也成了一片废墟 万仲球的旁边 换成了揉拳扭脖子的猎拳王鹿 似乎眉眉怎么打过瘾 还想再打一场 也曾威风过的火蛇帮帮主 或者说前火蛇帮帮主 这一下只敢缩了缩脖子 他可不想和猎拳王鹿打一场 陆布驰的枪奸寒忙 已经点在了神色微米不振的 寻先生眉心之上 你在京城 图谋何事 呵呵呵 寻先生一边咳血一边冷笑 身体砰的一下炸开 故计重施 只是寻先生此时的状态 远不及面对徐年之时 而且陆布驰不只有一个人 经验老练 也非是只用舞步 便踏入玄境的少年 能够相媲美 关天梁横刀 斩出血气奔涌 冲散了血光 刘百元引然意志 黄浮灵气 化作牢笼照相 陆布驰眼中 寒光一闪 枪间寒芒一亮 刺中趁着血光迸发 想要顿走的那魔鬼 一直起 啊 一声惨叫 仿佛来自虚空 血光彻底击灭 陆布驰枪身一抖 震掉枪间的一抹血色 火蛇帮帮主万众求 或者该喊你曹帮堂主 求万中 化名 在京城发展帮派的 求万中苦笑道 不论陆金一怎么想 我都得说曹帮也是过去了 他们已经没有了 一个姓求的堂主 闭目养神的关天梁 忽然睁开眼 一字一句道 有 曹帮有位新晋堂主 刚好姓求 求朕 求万中一愣 不明所以 求朕 可我不认识此人 没说你认识 但是他确实姓求 关天梁说完就闭上了眼 求万中 你什么毛病啊 我说的没有了一个 姓求的堂主 是这个意思吗 陆布驰面无表情 莫然道 我不管你是火蛇帮 还是曹帮 也无论你姓万 还是姓求 我现在只在乎 京城的太平 你就没什么话 要跟我说吗 有的有的 那人自称是什么 循先生 拿着曹帮手遇 要我配合形式 问我要了京城寻防图 似乎是要找什么人 求万中如竹筒倒豆子一般 把这几日 与循先生见面相处时的细节 一字不录地说了出来 只恨不能把 循先生的底裤颜色 都告诉陆精一了 曹帮问责 现在不坦诚交代 他连被曹帮问责的机会 都不会有了 网路摸索着下巴 自称是循先生 以薛点竹 来京城找人 十有八九 正是天魔教专门私职 寻找天魔转世的那位护法了吧 刘百元默默点头 以表赞成 关天良又睁开了眼 不惜让一位护法 以身涉险赴京 天魔教此次图谋甚大 难道真给他们 找到了什么 天魔转世的线索 陆不迟骤起了狭长 而上翘的一双凤眸 沉吟无言 不管这天魔教 有什么阴谋 还不都败在 四位精一大人的手里 这是大功一剑啊 大雁有镇摩斯 实乃百姓之福啊 求万中趁机拍了个马屁 只吸迹 这能让他的处境 稍微好一点点 落在镇摩斯手里 不奢望全须全已 好歹保条命也行 不过立下大功 四位镇摩斯精一 却没什么笑容 他们四人 三人互换了一下眼神 都有些隐忧 虽然此事意外丛生 综医楚慧杰变更 巡逻路线提前撞破 继而又引出一位 无品大真人的插手 但就算这样 巡先生死的 似乎也有点过于顺利了 天魔教的护法 要是这么好杀 不早就给他们 镇摩斯途径吗 又不是猪 还要养肥留着过年杀 骆不迟冷声说道 立刻回掉人手 加强京城巡防 同时速速将此事 告知首座 请其定夺 一夜风雨 京城百姓多在睡梦中 并未察觉到 一场风雨已经消灭 谢雄文现在 关在镇摩斯的牢里 不过能关上多久不好说 要看他具体牵连了多深 如果定为共谋 恐怕就算是 折冲将军亲自登门 要人都不管用 天水谢家也要遭殃了 热热闹闹的石铺里面 张天天一口咬下一个门丁肉饼 听着只差一劫 竟然的好姐妹楚慧杰 转述着谢雄文 此时此刻的处境 也有点小脑转不过来 妈爷 这年头 雇人报复 被镇摩斯当场抓获 刑罚原来这么重的吗 如果谢雄文 雇兄报复徐年的发展 在计划之内 当然不会严重到 折冲将军和天水谢家 都遭到搏击 但谁知道 偏偏就这妖巧 撞上了天魔教的护法呢 天魔 乃是世间不容的大忌 张天天一口塞进去 一个小笼包 塞帮子起起伏伏 原来真有天魔啊 我还以为 这只是上古传说里的玩意呢 严格来说 天魔确实已经没有了 散落在世间的 只不过是天魔的力量碎片 天魔教宣称的 所谓天魔转世 其实就只是有的人 因为某些缘故 身体里有天魔之力而已 天魔教只不过是掌握着搜寻 和激发天魔之力的一些手段 徐年喝着羊血汤 圣摩斯做了这么多年捕快 从清医到宗医 天魔教的案子 不算这一次 只经手过两次 还都只是抓捕级别较低的教重 也不曾涉及到天魔之力 不过这也和地区有关 我毕竟是在京城当的差 天魔教也不怎么敢在京城胡作非为 这次不就折了个护法 但除了京城 尤其是偏远些的地区 山高水远天威南极 天魔教的贼人 可就没这么安分了 楚慧杰一边说着 一边犹如葫伦吞枣 吃得很快 几口喝完羊血汤 再吞了个门丁肉饼 我吃饱了 你们慢用 张天天问道 楚杰姐是这么急 因为昨夜之事 私里现在加强了京城巡防 总不能别人都在忙着 我却在这里偷闲 楚慧杰姐了丈 离开食谱时 忍不住回头看了 慢慢悠悠 吃着早食的徐年一眼 心头古怪 还是看不出 有什么高人风范 天天好像真不知道 他这位徐哥 是到门五品的大真人 先前提到 意外遇上六品 遇空境的天魔教护法 天天还满脸 惊讶问是谁救了他们 楚慧杰没说 搪塞了过去 虽然不知道 徐年是出于什么缘故 隐瞒了修行境界 但既然在场的本人 都没说他又何必多嘴接了底 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误解 徐年倒也没刻意隐瞒 没说的原因 一点都不复杂 也没人问啊 无端地上赶着说 自己是到门五品 仿佛是在炫耀着什么 事务而傲 徐哥接下来去哪 想去听说 虽然谢琼文 都已经在镇摩斯的大牢里了 徐年已经不必在一个中日里 闲来无视听书逛街的街溜子 但他确实想听一听 说书先生口中的五帝网友文 百年无败计的五道第一人 说不定这五道一词 换成天下也无错 哪个少年的江湖里面 没有过第一的梦呢 多少都会有些憧憬 那我就带着苏苏 先回百怀堂了 子子 小狐狸在张天天的肩上 挥了回爪子 简单易懂的动作 不用他心通 也能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苏苏对听书没什么兴趣 什么五帝什么建魁 诸如此类的传奇人物 他听过太多太多了 徐年一个人晃荡到南平街 茶楼的上午场 不至于人满为患 他一个人站着一张桌子 听着说书先生拍下醒目 说这五帝传奇 要从小小山村里的 一个孩子说起 这出生还和他有点像 工人以畅想的共同点 开篇这不就来了吗 家境贫寒 却是力大无穷 小小年纪便有刚顶之力 等先两三个壮汉难以进身 听着书 就着点心吃着茶 忽然脚步生静了 竟是遮上了 镇摩斯棕医的 楚慧杰走了过来 他稍微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在徐年这桌上坐下 见他杯中茶水不多了 还主动伸出藕壁 提起了茶壶 针上七八分满 徐年笑着问道 楚姑娘有事找我 倒也没什么要紧事 只是巡逻路过 想着徐兄或许在这儿 便上来看一眼 昨夜我等五人性命 全为徐兄所救 却还未来得及 说上一个谢字 徐兄 我才二十岁啊 恐怕该是我跟着天天 喊你生楚姐姐才是对的吧 徐年没去纠正 这么个谁兄谁姐的问题 微微笑道 楚姑娘 你们护持京城百姓 可有需要百姓 和你们道一声谢吗 既是如此 我又怎差 你们一个谢字 况且要是算起来 此事也是因我而起 不是为了我的事 楚姑娘 你们也未必会撞上 天魔教护法 楚慧杰却摇了摇头 要是这么算起来 那就更是少一声谢了 还是替京城百姓 向徐兄道谢 那天魔教护法在小巷之前 已经在京城多处造下杀戮 如果不是我们撞破了 恐怕还会死更多人 徐年抬手端茶 顿了一下 死了多少 已查明的 有五十七人 端起的茶没喝 又放了回去 冰封相碰 林渊成家在其中不得安宁 王友文不忍见生灵涂炭 以一人之武力 劫持两军守将 迫使其眼骨息 救下了一成百姓 徐年莫然 所以 多谢徐兄了 楚慧杰正中地刀过谢后 转而提起另一件事 不知徐兄之不知道 郑摩斯的通缉榜 听闻过 天魔教护法 个个都在通缉榜上挂了名 所以是有赏金 按照以往的惯例 只要那名天魔教护法 确认死亡 徐兄昨夜的那次出手 便该是能拿到赏金 不过不会是全额 具体多少得看司理如何认定 如果没有徐年提前中创 郑摩斯四名精一的围杀 也不会那么顺利 人头虽然没拿到 但助攻也有钱 徐年问道 赏金全额是多少 昨夜那名天魔教护法 被称为徐先生 通缉榜上的悬赏金额 是四百两 四百两白银 虽然还不上欠苏苏的 黄金百两 但这也能让钱囊充实 起码听书不心疼了 四百两黄金 徐年手都抖了一下 这么多啊 这在通缉榜上著名了的 徐兄有一大可以亲眼去看 不是 我不是不信你 只是 这给的是不是太多了 一点都不多 郑摩斯既然悬赏四百两黄金 就证明 这寻护法的人头 确实值这个数 况且 他为何天下造出的祸患 又何止于区区黄金四百两 欠着苏苏的百两黄金 虽然徐年的他 心通从来没读到过苏苏在想着 似乎那百两黄金 都不值得在这小狐狸的小脑袋里 拥有半分画面 但徐年却不能不琢磨 要怎么才能赚到百两黄金呢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徐年这二十年 虽然有点积蓄 但相比起来 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况且 他和娘亲在京城总会有开销 也不能坐吃山空 该是想个挣钱的法子 最直截了当的 其实是在百怀堂谋份差事 可是百怀堂 需要第三个人做事吗 和张天天一起趴柜台上打短 原本想着 当玩街溜子 就该琢磨生才知道了 没曾想着街溜子 还溜出了个四百两黄金的巨额悬赏 哪怕不是全额归塔 随便分个几分之一 这保底也是个小福吉安了 不过 赏金不是现在就有 还得等镇摩斯那边 确认一些东西 快则数日 慢则数十日 楚慧杰也说不准 但没关系 徐年可以等 二十年的积蓄 等这么几十天 还是不愁用的 一天上下两场 听完了五弟是 如何从寂寂无名的山村评鉴孩童 成为了凌云城之主的五弟 徐年习惯性地 就走到了安庆街的豆腐摊上 裹着头巾的青葱少女 与眉眼相似的妇女 在摊上操持 一人咬豆腐撒糖水 一人负责端送 母女分工协作 倒也都不至于太累 徐年坐下 点了一碗豆腐脑 徐哥哥来了 何小鱼笑容灿烂 自个儿端来 一碗豆腐脑给徐年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开心 徐年可不会自作多情 觉得 这是因为见到了自己 不过徐年有所不知 何小鱼的开心 有一部分是因为他 昨晚看着他 喝了下了毒的豆腐脑 虽然说是能解 但万一有什么意外呢 昨夜睡觉都不踏实 梦中惊醒了几次 今天再见到徐年 确实平安无事 这才彻底安心了 当然了 这只是部分原因 少女习惯性地左右看了一眼 压低声音说道 火蛇帮没了 哦 是啊 就昨夜的事 听说是官府围剿 连火蛇帮的大宅子 都已经杂西巴烂了 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现在街上已经不会有人 来收我们的摊位费了 何小鱼笑出了月牙 只要想到 不用掏这笔摊位费 以后就能攒下更多的钱 更早拥有属于自家的铺子 如何能不开心呢 吃完一碗豆腐脑 徐年赵丽世放下三文钱 不过这次何小鱼没有收 昨天那碗豆腐脑没做得好 所以今天 就当是我请徐哥吃了吧 徐年笑了笑 也没坚持 不过 今儿个没带张天天的小石盒 也没法给娘亲他们 带一碗回去了 离开豆腐摊 徐年脚步忽然心有所感 脚步一顿 回首看向天空 残阳如血 而在这边洒下来的血红之中 却有一道肉眼难辨的诡异血气 如同随风飘荡的青烟 飘向了豆腐摊 但在下一刻 这道诡异血气 又是你 直接在脑海中响起的声音 虽然不再那么沙哑干涩 但从这一模一样的气息上 不难分辨出 属于在前方不远处 那条小巷里遇到的黑袍人 也就是天魔教的护法寻先生 处处与我神教作对 当真以为凭借着无品修为 我神教就 无人治得了你了吗 神教 在天魔教的护法眼里 魔不是魔 而是什么 徐年饶有兴趣地笑道 因为我无品修为 你知道落在我手里 只能被死死拿捏 所以不动手改为洞口了 没这么啰嗦吧 寻先生 他全胜之时才六品修为 天魔之力的诡诀 也不足以助他跨越无品 与六品间的天谦 所以 昨夜才会不等徐年出第二招 就果断断尾逃命 如今成了这样 对付七品都难了 再遇上这位盗门大真人 可不就只剩下洞口 这么一个选择 至于你说的什么神教 就是天魔教吧 你不会当真觉得 天子脚下的玉京城 也是天魔教 能撒野的地方吧 献学献用 寻先生再度沉默 也证明了楚慧杰所言不虚 过了半晌 徐年脑海中 响起一声叹息 其实昨夜小巷点燃的雪竹 寻先生已经找到了此行目标 但他还没来得及找过去 就被徐年阻了 之后算到了会遭围剿 故而提前奋出这么一道血气 潜伏到现在 好不容易要接受到目标了 却怎么也没算到 静慧又撞在了徐年手里 唉 我认灾 但是 天魔不过是灭称 我所视之神方为这片天地的正神 衍生出妖族的妖神 和所谓传道人类的仙神 才是此片天地的真魔 可比而又可增 抢走了一切 还要颠倒黑白 混淆神魔 在所有涉及到 上古时代的传说记载中 无论是什么版本 细节或许有所出入 但妖神与天魔大战 得到仙神传道的人族 趁势而起 这条大的主线 都是固定不会变的 但徐先生开口 就颠覆了 再为天魔证明 徐年没说话 一连你继续 我听着的表情 徐先生又说了一对 总结一下就是 身为原著名的天地正神 也就是天魔们 当初是如何善待 外来的妖神和仙神 正是这份善意 才让妖神能演化出妖族 仙神能接触到人类 结果引狼入世 良心为大了狼 然后就是 妖神如何如何的 蛮不讲理 仙神如何如何的 狡诈多端 而被灭为天魔的 天地正神 又如何如何的 忍辱负重 徐年对此的评价是 这徐先生 要是不当什么 天魔教护法 去茶楼做个说书先生 光靠这张嘴 都能说出个财富自由了 你不信我 我说我信 你信我信吗 徐先生 前世往上冲浪 什么阴谋论都见得多了 徐年哪可能 这就一时脑热 觉得自己无意之中 接触到了天地真相 是什么 世人皆最我独醒的人间清醒 哦对 这也不该叫脑热 该叫脑梗 起码也得拿个证据出来吧 空口白话谁不能说 就你长了嘴啊 上古隐秘谁可见 神魔之变蓄骨机 徐年眼神一亮 系统登场 又可以拿奖励了 不管你信不信 我所言句句属实 乃是这片天地的真相 此行冒险赴金 便是肩负着 复苏天地正神的使命 我已经活不成了 强行叙着一口气 便是为了完成使命 你且放任我 对你也没什么损失 但只要天地正神复苏过来 你就能知道我所言非虚 到时候 天地正神苏醒 你也可成神明尽使 或赐神力 我秦始皇 速速打钱 是成风你大将军 这听起来 简直是一个味儿 与此同时 徐年的系统 也量明了选择 选择一 放任自留 官二自正 奖励 坐臂上官 只要坐着不动 任何不已 你为直接目标的攻击 都不会波及到你 徐前辈 你为什么只是看着 选择二 真假自变 祸心不容 奖励 香火引路 燃香一根 影像天魔 天魔不惧 仙神何孤 如果手边没有现香 其实蜡烛 油灯 火把等等物件 也可代替 理论上 只要可燃有烟变形 只是现香的效果最佳 坐臂上官 就是坐着不动 就不会被殃及驰鱼 香火引路 则是影像天魔之力的所在 前者在特定情形下 或有奇效 但后者 则是效果简单而明确 单从奖励来看 这选择还真不好做 很难说是哪一个更有用 但徐年会怎么选 又何曾 只看系统给的奖励 是多是少了呢 复苏天地正神 你要怎么做 徐先生仅存的一道 本命血气 如蚕竹般晃荡着 随时都会散去 看到豆腐摊上的少女了吗 她是正神转世 以我剩余的最后这点力量 激发她体内的正神之力 到时候你就知道 我说的是真是假 徐年已经能够自动 将画里的天神 用天魔替换掉了 然后呢 这里是大雁京城 就算给你激发了 她体内的天魔之力 接下来就是被当场镇压了吧 哈哈 镇压 不 她是我见过最强大 也最为完整的 这才不是什么力量碎片 而是真正的正神转世 至于你说 镇压 萤火之光 岂能夺走浩月之灰 凡人怎么可能镇压神明 徐年望向了在豆腐摊上 忙碌的少女 鹅角的汉字 打湿了发烧 何小鱼是天魔转世 不管这是真是假 徐年手掌用力一捏 就如捏死之蚊子 徐先生最后的一道本命血气 自止凤奸爆开 消散于虚无 啊 你杀了我 也阻止不了我所是之神的回归 天地翻覆 正神必将归位 天魔教护法 留在这片天地间的最后一句话 也随风而逝去 嘎嘣嘎嘣 细碎清脆的声音响起 徐年转头望去 不远处站着位少女 磕着瓜子看着她 罗群竖腰 静态极言 仿若远山的眉下 那一双转盼流光的眼眸 如捡着一池天水 光是望着不动 便有仙韵丛生 只不过一点珠唇飞速吸动 吃着瓜人吐出瓜子 一吃一吐之间 这点仙韵反而显得有些多余了 罗群少女歪了歪头 想了片刻 走了过来向徐年伸出手 白皙的掌心里 是黑曲曲的瓜子 可可饱满 外壳油亮 吃吗 徐年面色古怪 同样伸出手 接过了罗群少女 大方分享的瓜子 瓜子虽然品质再好 但也只是瓜子 但这罗群少女 却有些稀奇了 方才徐年分明在她身上 感受到了磅礴血气 和浑厚灵力同时涌动 具有七品的水准 估计 如果她没有捏碎 徐先生最后剩下的 那一道本命血气 这少女 现在就不只是刻瓜子了 既是武夫 有修道门 虽然如何修行 确实不是一道单选题 但涉及到精力和天赋 以及最重要的 如何让不同体系的力量 在同一具身体里 融洽运转等等一系列问题 绝大多数人都 只会单选一条修行路径 但面前这位 把瓜子刻得蹦蹦作响的少女 不仅是武道双修 还都修到了七品 这难度 可不只是一加一 哪怕是以徐年 并不算多的见识来看 这少女 也伪实是妖孽了 自己速通五品 是靠的系统开挂 罗群少女忽然开口 如同涓涓清泉 沁耳沁啤 卖豆腐脑的小姑娘 是天魔转世 这少女看出来的东西 还挺多 徐年略作思索 点了点头 哦 少女就呕了一声 然后嘎嘣嘎嘣地 磕着瓜子 转身就走 徐年多愣了一下 搞不懂这少女 究竟是要干嘛 我就路过 看到了随口问问 不然我还能做什么呢 提前把那小姑娘杀了 避免天魔灵视 少女似乎看出了 徐年心里疑惑 瓜子磕到直摇头 如果他体内的天魔之力 激活化身天魔降使 那也是将来要操心的事情 现在他只是白白摊 卖几碗豆腐脑 大燕律法都不爱着 何措之有 何须现在就做些什么 再说了 人生百相 谁心中没点磨念 路过吃瓜的少女走了 在无人注意的时候 他随手一抛 边吃边吐出的瓜子壳 落在地上 瞬间便摔成积粉 风一吹 干干净净净 这大抵是不能算 随手乱扔瓜子壳了 但你这五道双七品的修行境界 平日里 难道就拿来干这个 徐年沉吟了半赏 忽然笑了笑 他刚才其实有点纠结于 该如何对待天魔转世的何小瑜 但少女这话提醒到了他 何措之有 就算何小瑜将来 真会引发什么天魔降使 徐年倒想亲手试试 凡人能否镇压神明 究竟是人定胜天 还是天命难为 不过现在倒是也有一件事情可做 验证一下 那徐先生临死之前 说的是真是假 会不会是在坑人呢 徐年随手捡起地上的一节枯枝 握在手中竖起 指向天空 香火引路 手边现香蜡烛什么的都没有 只能退而求其次 捡根树枝试试了 还别说 这照样管用 枯枝燃烧 飘出一缕青烟 青烟没有随风而动 而是缓缓飘向了不远处的豆腐滩 缭绕在何小鱼的头顶 凉酒之后才缓缓散去 呼 吹灭枯枝随手扔掉 徐年刻着瓜子迈步离去 随风飘散 曹伯 你说什么 曹大人失踪 那小杂种和他娘 却离开村子说是 来了京城 可我们也没见着那小杂种 他人在哪呢 镇国公府 听着独臂老仆的禀告 大夫人惊得花容失色 这 这婚期将至 人没了怎么办 总不能让承儿去臣府当什么坠婿吧 她将来可是镇国公府的顶梁柱 无论如何 也不能去入坠 从小就伺候着老爷的老仆人摇了摇头 大夫人稍安勿躁 我之前便说过 不管人在不在 婚约都将照常进行 如此行事 臣府会同意吗 臣府又何尝想结这亲呢 但不得不结 和我们一样 就算万般不情愿 也只能捏着鼻子扔下 不用亲生儿子顶梯入坠 大夫人一下子就不急了 重新拿捏住了一副主母该有的仪态 只是淡淡地皱着眉 疑惑道 可这是出了什么事 曹大人才会与那小杂种 和他娘一起不见 这也是独臂老仆想不明白的地方 徐年和徐姑那对母子 都未曾修行入品 和竹村也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小山村 没有什么强者 曹这是沙场上拼杀出来的七平五夫 此行领的是哲冲将军之命 足以横行无忌 怎么想 都该是曹这顺顺利利带徐年回京 代替徐家入坠臣府 之后就是徐年与臣府如何相处 就是他们之间的麻烦 与郑国公府就没什么干系了 可这怎么开头就出了问题呢 曹这见到了徐年母子离开了村子 而徐年母子不日后赴京治病 这是众多村民亲眼所见 难道他们整个村都为了一对母子掩饰真相 分开走本就反常了 可怎么又都没个下落了呢 大夫人忽然提议道 既然是来京城治病 不如先一家家医馆找过去 独臂老仆其实不太觉得徐年会在京城 如果他心甘情愿入坠 现在早就到该来郑国公府了 如果不愿意 又怎么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治病 什么地方不能治 非得来京城 恐怕只是个离村的理由 离开之后到底是去了哪 又何必真的告诉那些村民 本来就连那对母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之前去河竹村找人 都还是老爷告知的具体地址 现在再找起来 等于是大海捞针 都不知道捞的是什么样的针了 可眼下也没有其他线索 此事又有些敏感 不能大张旗鼓的满京城找人 不然万一婚约那天还没找到 闹到满城街之婚礼上新郎不在 那就真成了大麻烦了 搞不好就扣上个欺君之罪的大帽子 饶使老爷即将败大将军 这也是受不住的 那边照夫人的意思 先从医馆找一找吧 不过这是不能外露 有必要掩饰一二 独臂老仆陈阴片刻 大夫人你看这样如何 成少爷不是正在闭关突破吗 对外就说是 缺了突破的药材 是在到处找药 徐小友 现在还缺这几位药材 你记一下看能不能碰到 百怀堂内 张怀鼓写下几位药材 给了徐年 这是之前写给张天天的 那张药材单剩下来的 有价有市能买到的 都已经在这数日里搜集完毕 剩下来的这些都是花钱 都买不到 只能碰运气找 万年深虚 阴心古花 金蛇腾 血柿子 徐年这些日子 没少向张怀鼓妇女 请教医术知识 况且 她辨认药材的基础 本就扎实 牢牢将这四味药材 记在了心中 四味药材里面 除了万年深虚是 真正的宝物 关键时刻能用来续命 其他三样 都是其胜过真 实打实的药用价值 未必有多高 但却难得一见 你娘亲在我这住着 也不会有什么三长两短 所以 你也不用急于找齐 碰碰运气就行了 我也会继续搜罗这四味药 运气好 或许一年半载就凑齐了 张怀鼓说完这事 便悠哉悠哉地 继续泡茶喝茶 哦对了 我已经找人 在打造捉妖人的法宝了 不会这需要些时日 也得等着 徐姑该用了张怀鼓的 新药方之后 气色已经比之前好了一些了 她本来就是习惯了忙碌 这几年身体虚弱才无事可做 现在觉得有了点力气 住在这里吃喝不愁 反倒是不太能继续闲下来 如今帮张天天 分担了一点百怀堂里 简单轻松地活 挑剪晾晒些 容易区分的药材 聊以度日 徐哥 有人找你 图纳灵气日常修行的徐年睁开眼 趴在她腿上 仿若睡着的小狐狸 也同步睁眼 灵巧地跃到肩上 火红柔软的皮毛 蹭了蹭侧脸 微微眯起的眼睛 似乎很是享受 然后一溜烟跑去了徐姑那边 小爪子帮着徐姑奋俭药材 还都没挑错 这就是苏苏跟着张天天 看了好几次医书的成果了 谁找我 传来消息的张天天 揉了揉心松睡眼 这一看 就是趴在柜台上睡觉 被打断了 我不认识 一个挺贵气的公子哥 自称姓陈 姓陈的贵公子 徐年第一反应 便是路边茶寺的扶沙 到了百怀堂的门口 徐年果然见到了陈县虎 果然是真人不露像 小子当日 还担忧徐真人能否如愿 没想到徐真人 都在这百怀堂里住下了 现在看来 是小子起人忧天了 徐年打量着陈县虎 与上一次见面相比 这位自称小子的公子哥 要违你不少 见到徐年时 扬起的笑容之中 分明有些已经极力在掩饰 却还是藏不住的厌倦之意 不是受了什么伤未痊愈 而是心境出了问题 往小了说 这就只是心情低落 但往大了说 或许便是生出了心魔 陈公子何事找我 无事不登三宝殿 何况这陈县虎 这都只差把心里有事 写在脸上了 陈县虎笑着的嘴角 是上扬的 眼角却搭拉着 仿佛自己的眼睛和嘴角 都没协调好 流露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 他来找徐年的目的 也有些出乎徐年的所料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不知道 徐真人可否有空 陪小子喝一顿酒 徐年问道 喝酒 你我二人 嗯 没有第三个人 徐年稍作成瘾 我可能不太会喝酒 这倒是无妨 人肯赏脸就行 烟柳河 水上画坊岸边楼 双双偶臂迎客招展 留下的金银 晒过流淌的河 在玉京城不设宵尽的夜晚 这里便是最热闹的地方 没有之一 人分三六九 楼也有高有低 一春楼便是烟柳河最高的楼之一 有春花秋月四大花魁 各有所长皆通风雅 常人来此循环一至千金 也难成哪一位花魁的入木之兵 但是陈县虎带着徐年踏入一春楼 当先便甩了些碎银子 打发走拥上来的姑娘 直接点了春花秋月四大花魁 这位公子说笑了 这四位姑娘 哪能是说点就点 您这还一起点了四位 不如先和奴家小拙一杯 拥上来的姑娘笑盈盈地说着 既是解释也是劝 给这气宇轩昂 却似乎不大董青楼规矩的贵公子 一个台阶 不过他话还没说完 老宝便已经紧敢慢赶地跑了过来 不动声色地把这姑娘推到一边 让出一条道来 哎呦 原来是陈少爷来了 快 请上楼 四位姑娘都在梳洗打扮 就等着您呢 迎客的姑娘变了变脸色 老宝亲自将陈县虎和徐年龄 上楼之后才下来 与他吩咐道 你新来不久 不懂 公子大气也不怪你 但我该说 还是得和你说说 那位公子姓陈 怎么都至于说笑话 以后可记得了 妈妈 这陈是 哪个陈 嗨 你这姑娘 咱们大宴隆共 三位大将军 可没有第二个陈 是那位21岁的五到七品 急事急事 姑娘脸色在变 痴痴望向楼梯 只是上面早已没了陈县虎的背影 方才他只是惊讶 这位公子 竟然一来就能点四位花魁同时作陪 而现在他羡慕的 却是四位花魁 四位花魁齐聚 其实没有什么隐秘春光 月和抚情 花音起舞 秋霜浅唱 春情温酒 陈县虎除了点了 他们四人 便是点了一大桌子菜 和一整坛好酒 真人 您不善酒 小子便只为您到这一杯 之后 您请自便就是了 温好的第一壶酒 陈县虎亲自为徐年 倒上了第一杯 将这一举动 收在眼底的春情四人 暗自心惊 不由地揣测 这粗不一长的少年 究竟是何人 竟能让已经名满京城的 陈家幼虎 亲自倒酒 口称真人 还用的是 您不是你 可见敬重 莫非是哪位道门大真人 修炼出了返老还童 所以才看似年纪轻轻 可是悄悄打量过去 这至少外表 是少年的真人 分明有些拘谨不自在 怎么看都是出灵此地 还不习惯风月 徐年能不拘谨吗 连同前世算在一起 这都是他的头一回 陈县虎只和他说是喝酒 可没说是上青楼喝呀 不过还好 做陪的姑娘 只是很单纯地陪着 没有一拥而上 不然徐年怕是酒 还没喝脸 就先红了 还做不做得下去 都是个未知数 满满一杯酒 陈县虎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然后是第二杯 第三杯 徐年看着都惊 你这好歹吃几粒花生米吧 春晴在为陈县虎 倒第四杯酒的时候 眼看陈县虎 又是一饮而尽的架势 他手掌轻轻附上酒杯 温婉轻柔地说道 长夜漫漫 陈公子何须心急于酒 满桌佳肴 莫要窥待的才是 挽起袖口 露出肃静白嫩的手腕 轻轻夹起一筷子酱牛肉 放入陈县虎的碗中 第二筷子 夹进徐年的碗里 长袖上午的花魁 微微笑着 真人也请 陈县虎嚼着肉香浓郁的酱牛肉 总算是不光喝酒 开口了 真人来这京城 所见所闻觉得如何 可还当得起 天下首善的名号 徐年陈银片刻 微微点头 虽然有人死在了百怀堂门前 有巧利明目 夺走商贩血汗的火蛇帮 有侍神的天魔教护法 草奸人命 可这些都无法否定欲经 成的繁华盛景 门丁肉饼的烟火器 茶楼里的满满座客 再比如 这烟柳河上的金银与流水 甚至是那座镇国公府内的金堂御马 也同样是这天下首善的一部分 那就挺好 值得服役大白 陈县虎笑盈盈 喝下了第四杯酒 依旧是一饮而尽 徐年也举杯浅喝了一口 细腻醇后 回味悠长 入侯绵柔不刺 留香长久 酒是好酒 但也醉人 说起来 小子最近也挺风光 少年七品 圣上听闻龙颜大悦 亲自厚礼 天机阁新品的乾隆榜 小子侥幸位列第十一 真的风光啊 陈县虎嘴上说着风光 但是一杯又一杯酒 灌入度中时 为他争了一杯又一杯酒的春情 却只看到了 随着笑容流淌而出的落寞 似乎有什么事堵在了心里 把酒言欢 可灌了一杯又一杯 这事都没能说出口 徐年仿佛随一般地问道 先前路边茶寺里的那档子事呢 没有后文了吗 哈哈 真人不愧是真人 一语道破 没错啊 我都这么风风光光了 就不该再想着那些糟心破事才对 就该没有后文 仿佛是在说什么好笑至极的话题 陈县虎哈哈大笑 笑到杯中酒都洒了 笑到坐都坐不稳 斜斜地靠在春情的肩上 真人大抵是不知道 千春县的渡口 昨日死了几个人 千春县离京城不过二百里 徐年隐约记得 他好像听谁提起过此地 却一下子想不起来 是具体是为何提起了 为何而死 利用植物之变 侵吞草运物资 东窗事发后 畏醉投江 如今是活不见人 死又不见赃物 应付你 若是我没现在的风光 只要查下去 这死无对症 不就能平一平仗了 徐年皱眉 可你已经没查了 可他们也毫不在乎这几条人命 陈县虎声音也骤然高了几分 真要是推几个手不干净的替死鬼 我都认了 可这几个人 分明是码头上的脚夫 脚夫侵吞草运物资 脚夫都有这个胆子了 我陈县虎都特么没这个胆啊 陈县虎举杯过头顶到酒入喉 也被酒打湿了衣裳 但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只是在浅浅的笑容里 继续针上又一杯酒 情音 舞姿 歌声 也同样是一刻未停 徐年举杯再抿了一口 隐约明白了 陈县虎为何独独要喊自己喝酒 贵不可言的陈家幼虎 在京城难道无人可以共饮 非也 只是此事 无人可说 也就只能找上意外路过了 那间茶寺的徐年 聊以闲言碎语 左酒入侯换一场鸣顶大醉 毕竟是道门真人 应当也无惧 听些醉酒之后的风言风语 徐年亭碑 加了一块鱼肉 于是江阳郡特产的食鱼 出水即难以存活 只需点上葱油与细盐清蒸 肉质便极其鲜美 在当地还算不上金贵 但在数千里之外的玉京城 想吃上这么一口 不知要跑死多少快吗 徐年沉声问道 圣上他就不管吗 管 圣上这些年来 可是有意思很 说管吧 这曹韵一年又一年的放任自留 说不管吧 我成个七品不忘次礼 家妹的姻缘也要轻便 再好的酒 也没有不醉人的道理 陈县虎灌了一杯又一杯 显然是醉了 可醉是体贴的春情 却只敢端起酒杯 送到陈公子的嘴边位下 公子 喝酒 声音都有点颤抖 琴音与歌声 巨事顿了一拍 花音的舞姿也有点乱 陈县虎没多说什么 只是顺势让春情 为着喝了这杯酒 有些话确实是 就算他醉酒也不适合说 而春情他们 更是听都不大敢听入耳的了 不过话中有一件事 让徐年有些好奇 赐婚 差不多吧 我们两家原本是有 长辈做主定下了的婚约 可是随着一些变故 两家都已经当着婚约不存在了 没人提及 可谁想前些日子 圣上一时兴起问了起来 清点了得良辰吉日 金口一开 这就不是我们两家能决定的了 再不情愿 也只能先把婚成了再说了 如今不知道多少人 都在等着看我们两家的热闹呢 说吧 陈县虎又是一杯酒下了度 了以未见 哪怕没有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龙椅上的那位 一时兴起 更是难为 别人赐婚 徐年入赘 都是恋爱不自由的糟粕 倒也算同病相怜了 忽然 陈县虎愤愤愤地说道 说句冒犯真人的话 若我那未来的妹夫 是像徐真人这等的俊颜 倒也认了都行 可那徐家 这代唯一的男丁 是什么货色 闻不能闻 武不能武 最擅长的是斗曲曲 活脱脱一个 有手好闲的二世祖 差点全喷了出来 陈县虎虽然醉了 但神智还清醒 真人这是咋了 没 没事 徐年擦了擦嘴角的苏渣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没忍住问道 你提到的这徐家 不会是 郑国公府吧 真人这说笑了 圣上点鸳鸯谱 也讲得门当户对 祖父好歹是当朝大将军 除了郑国公的徐家 也没第二个徐家配得上了吧 陈县虎说完 想起真人也姓徐 口不择言 没有顾及到真人 小子自罚一杯 徐年拢供没喝几口酒 但现在脑瓜子也有点猛 当朝三位大将军 仅有一位姓陈 也是年纪 最老的大将军陈厚虎 功绩不必多提 仅需八个字 征罚百年 复国十九 先前单知道 陈县虎的来头很大 却没想到 竟然这么大 更没想到 郑国公府要徐年入坠的对象 竟然就是陈县虎的妹妹 难怪 郑国公府 明显也不乐意这桩婚事 原本还以为是为了脸面 不在牌匾上留下诗姓悔诺的污点 如今才知道 原来是龙椅上那位开了金口 不得不照办 只不过陈大将军府别无选择 而郑国公府 想找徐年这个私生子来替代 不过话又说回来 曹者没能把徐年带回郑国公府 不知道郑国公府 又如何应对圣上金口 会让郑国公府里的那位少爷 趋入坠吗 徐年面色古怪 真人 你这脸色不大对啊 可是这韭菜不合胃口 没有 没有 徐年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这样算起来 他原本岂不就是陈县虎的妹夫 妹夫第一次逛青楼 是被大舅子带着 还一次性点了四个花魁做陪 这算什么事啊 你妹知道了不抽死你 不过这也只是胡乱发散的一点念头罢了 现实是 徐年压根就没被曹者带回郑国公府 郑国公府 还能让他隔空入坠不成 至于知晓入坠的是大将军府上 会不会后悔之类的 哼 没见大将军府上的幼虎 都带着徐年上青楼喝酒 点了四个花魁做陪吗 衰旭能有这待遇 房间里酒气浓郁 楼下也起了争吵 不是 你这老宝是不是看不起我 你这一春楼的春花秋月四大花魁 我又不是全都要 只要一位出来和我们哑谈风月 又不是要进闺房 这也不行 是差了你银子 还是我哪不够资格 在几位公子的簇拥下 指着老宝鼻子骂人的不是别人 正是谢穷文 刚从镇摩斯的大牢里出来 虽然案情查明和天魔叫什么瓜葛 只是凑了个巧 也就放了出来 但谢穷文受的苦也是实实在在 于是便腰上三五好友寻欢作乐 风月雅兴 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消遣了 来之前 听说一春楼的四大花魁精通风雅 谢穷文便夸下海口 要与花魁谈一谈风月 毕竟他在天水郡赏玩风月 哪次不是花魁出面做陪 但是不凑巧 如果是平时 以谢穷文的阔绰出手 见一见一春楼的哪一位花魁 倒也问题不大 可现在呢 花魁都在一间屋子里做陪 哼 啊 我倒看看 是哪位贵客如此大排场 我谢穷文一位花魁都不配 他却独占四人 争风吃醋 惯来是忍不了落个下风 谢穷文不由分说 冲上了楼 推开门 首先便看见了小口名酒 大口吃肉的徐年 是你 谢穷文双目喷火 咬牙切齿 要不是这姓徐家伙 他怎么会好死不死的 正巧赶上了天魔教在京城捣鬼 又怎么会被镇摩斯抓尽关了好几天 所有的错 都该归咎于此人 现在更是连青楼花魁 这一桌酒肉 陈县虎光喝不怎么吃 徐年吃得正舒服了 也没料到 在这青楼里 还能见到谢穷文 玉京城这么大 光是烟柳盒上 大大小小的楼鱼坊 便有过百只树 这也能撞上 该说是冤家路窄吗 好啊 择日不如撞日 我今天非得要你爬着出去 见着徐年 这就已经不只是争风吃醋的问题了 渡火与怒火一并爆开 他撸起了袖子 就要亲自揍人 可是一只脚菜刚刚踏进屋内 满身酒气 也掩不住气宇宣扬的陈公子 便已经掀起了身 挡在了他的前面 谢穷文怒道 你特别又是谁啊 滚 碰 圣上赐礼的少年天骄 满是酒气的一拳 砸在了谢穷文的脸上 谢穷文脑瓜子嗡嗡作响 眼貌惊心 全靠一同来青楼 寻欢作乐的几名好友 连忙搀扶 才没摔在地上 他一只手扶着脑袋 另一只手却指向陈县虎 打我 你也敢打我 给我揍他 往死里打 出了什么好歹来 老子担着 这个脱口而出的 也 就很灵性 只是谢穷文忘了 在他身边的 并非是谢家随从 或是过来的火车帮成员 扶他一把 还说得过去 但一声令下 就赶着上去揍人 这就得看情况定了 欺软尚可 碰到了硬茬子 那就比谁跑得快了 我 我好像知道他是谁 他是陈县虎 陈大将军府的大少爷 不日前才凭借21岁 突破五夫七品的天骄之举 得了宫中赏赐 谢穷文的好友 李友人倒破了 陈县虎的大名 于是 其他人便心里有数了 这特么不比谁溜得快 难道比谁更抗奏吗 没看着陈县虎 还满身酒气 也不晓得是猛灌了多少酒 明显是 已经喝醉了 只不定等下发起酒疯 七品五夫的拳头 要把人做成什么样 谢公子 突然想起 我家中有急事 先告辞了 那个 这个 啊对 我还有篇文章没背 明日先生要考 改日再约 好像下雨了 家里晾的衣服还没收 不一会儿 呼朋唤友而来的谢穷文 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气到只想把那几个人抓回来 指着鼻子臭骂一顿 这都什么破借口 突然想起 家中有急事 和文章没背都算了 晾衣服是几个意思 你特么大小也是个公子哥 就算不如谢家 难道还少了丫鬟蒲从 晾没晾过衣服 都是个未知数 还搁着收衣服呢 真人 这人好像对你很有怨气啊 格儿 需不需要 小子替真人教训一下 陈县虎打了个酒格 不过人虽醉 但思绪都还清醒 他喝醉了 有人闯入挑衅 然后他揍了这人 这算事吗 不算 经兆府福音敢拿着说事 陈县虎就都敢喷他一脸口水 真人 谢穷文想不明白 那姓徐的家伙 何德何能被称为真人 不过他知道陈县虎的身份之后 却犹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眼睛一亮 急忙说道 你是陈大将军府上的陈公子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在下是谢穷文 天水谢家人士 目前暂居在镇国公府 大夫人乃是我姑妈 自小便疼爱我 镇国公府和陈大将军府联姻在即 谢穷文觉得他和陈县虎有这么一层关系 不就该亲近了许多 怎么这也不至于拳脚相向吧 听到谢穷文自报家事 徐年看向他的眼神里多出了怜悯 说点什么不好 非就要报家门 方才喝酒吃肉 具体点说是徐年吃肉 听喝酒的陈县虎 谈及陈许两家的婚约 流露出的喜恶已经极为明显了 指望攀上这层关系能讨得好 还不如指望 方才脚底抹油跑了的那几人 是替你搬救兵去了 啊 原来是谢公子啊 失敬失敬 陈县虎露出恍然之色 伸手替谢穷文整理了一下 方才被他一拳打到有些皱巴巴的衣襟 笑容亲切而友好 谢穷文松了半口气 还有半口没缓过来 就听见陈县虎继续说道 你要早说 你和郑国功夫有这么一层关系 我还问真人做什么呢 真是多此一举 多此一举啊 你要早说 我早就揍你了 还能让你站起来 碰 谢穷文刚扬起了一半的笑容凝固了 捂着肚子摔在地上 这还没完 一顿发泄式地暴走下来 房间里的春花秋月四人花容失色 他们都知道 徐公子习武且极为不俗 但见到的 都是温文尔雅的贵公子一太 这还是 头一次见到五夫圣怒的这一面 到了最后 默默吃菜的徐年都忍不住说道 陈公子 当心一点 别一步留神 把谢穷文打死了 真人放心 我这收着力呢 保管这奏完都是轻伤 大罪的陈献虎大笑着说完 抬脚就把谢穷文踹地上滚了两圈 鼻青脸肿 但连血都没吐过一口 显然没什么内伤 这能说啥呢 不愧是圣上赐礼的少年天骄 这拳脚轻重的拿捏重度 可见五道修为有多么不俗 谢穷文 这也是个倒霉孩子 满腔玉气的陈献虎 原来只能一醉解千仇 他却傻乎乎撞了上来 啥也不懂 当了回人肉沙包 揍了约莫有一刻钟 一春楼不少客人都受此惊扰 早早散去了 至于是去别家还是回家 却不好说 陈献虎拎着 只剩下痛苦声音的谢穷文 毫不客气扔出大门 甩手便是挤钉金子丢给老保 哥儿 喝多了 惊扰了其他客人 赔罪了 老保方才 还因客人散了大半皱着的脸 见了这金子 顿时舒展看来 哎呦 陈公子这是哪话 为了陈公子开心 把我这一春楼拆了都行啊 只要拆了给金子 爱拆多少拆多少 回到房间 陈献虎头一歪 就靠在春情的肩上 舒坦 可惜奏的 不是狗日的文威屋 不然这酒不喝都能舒坦了 要是谁能住了那狗日的曹帮主事 我陈献虎就认他为大哥 这事已经鸣鼎 说起胡话了 却还不忘举杯饮酒 都看着我坐肾 接着奏乐 接着舞 还没喝够呢 这一喝 便是喝到了烂醉如泥 陈公子从不留宿 春情四女都是风尘女子 不便与陈公子府上有什么交集 只能劳烦真人送陈公子回府了 于是乎 月光皎洁如青霜 徐年背着像是掉进了酒缸子里的陈献虎 离开了烟柳河 陈大将军府 虽然不比镇国公府 但也是一等一的武将府邸 有春情给的地址 并不难找 虽然有高强大门打底撑起的气派 但作为一位大雁顶级勋贵府邸的门脸 却显得有点过于朴素了 咚咚咚 扣响大门上的铜环 很快大门就开出了可容易两人通过的间隙 一名仆人探出身子 先是朝着徐年 微微躬身见了个礼 而后才问道 请问公子何事扣门 徐年指了纸背上的罪鬼 笑着说道 与陈公子饮酒同乐 他不胜酒力 醉了 臣府仆人借着月光认出了陈县虎 立马转身又招呼来一名同伴 一起将自家府上的大少爷 从徐年身上搀扶下来 很快还有一名管事 三步并坐两步跑了过来 公子差人来府上告知一声 我们便去接少爷回来了 还要麻烦公子送少爷回来 实在是我们这些吓人的尸子 夜色已深 公子若不嫌弃 不如在府上歇息一晚 明日少爷酒醒 还能与公子再把酒烟换 徐年微微摇头 微笑道 多谢好意 管家也没抢求 还请公子允许我们送您回府 不然我们这些下人 既没能照顾好少爷 又失了待客之用 可就是一无是处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徐年没再拒绝 坐上了陈大将军府上的马车 请问公子 府上是在何处 我可不是什么府上公子 送我去崇陵街的百怀堂就行 驾车的陈家马夫 没有因为徐年不是哪家府上的公子 而有所怠慢 也没有因为要去的地点是百怀堂 而多问些什么 只是客进职守的平稳驾车 将徐年送到了百怀堂 已然紧闭的大门处 确认是这里无误 陈家马夫便到了声告词 驾车折返 徐年没有敲百怀堂紧闭着的大门 而是绕到后门 轻轻敲了两声 不一会儿 砸着羊角边的少女 便推开了门 惊巧的鼻尖耸动两下 徐哥 你这是喝了多少酒 徐年一边走进 百怀堂闲人免禁的后院 一边苦笑道 我就两杯不到 是那陈公子烂醉如泥 我还将他背了回去 沾了一身酒气 那人是谁啊 姓陈又有如此贵气 不会是陈县虎吧 张天天单纯是因为陈县虎 得了圣上次礼 近些日子 在京城里的名气很盛 所以随口这么一说 巧的是 还真就猜中了 徐年微微点头 还真是陈县虎 徐哥你还能和他认识 这真是深藏不露啊 附近路上偶遇 有过一面之缘 一面之缘 他就请你喝酒 这就更了不得了 证明徐哥你魅力大 张天天竖起大拇指 随之却有些懊恼的一拍脑袋 亏了 早知道他是陈县虎就好了 你找他有诗 这不是天机阁 新评了个什么乾隆榜 说是选出百名 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俊才 我才排到四十九名 他却是十一名 想试试 这三十多名 是差在哪里 徐年说到 他已经是五福七品了 五福八品的张天天 转了转拳头 不服气地哼哼道 高我一品又怎么样 我会用毒 他会吗 不过话说回来 怎么乾隆榜上 没徐哥你的名字 徐年想了想 笑着说道 我一个无名小卒 大抵天机阁都不知道 有我这么一号人吧 也对 天机阁虽然号称天机 但怎么可能事事皆知 不过是消息灵通一些罢了 张天天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徐哥你都没在榜上 我也才排四十九名 可见 这乾隆榜的含金量 也不咋样吗 徐年只是笑笑 不予置评 徐哥 你既然和陈县虎认识 有没有让他帮你找找那几位药材 这次忘了 下次再和他说 就醉了 还上演了一出 最大谢穷文 徐年没找到 恰当的机会开口 次日 张天天嘴馋豆腐脑 让徐年带上了小石河出门 听完书去安庆街的时候 豆腐摊的棚子还在远处 但是却不见卖豆腐脑的母女 没出摊吗 徐年问了周围的其他摊主 才知道 何小瑜家 昨天就没出摊卖豆腐 这是怪事 往日里 豆腐摊是风雨无阻 何小瑜一个人也不会懈怠 怎么这两日都万里晴空 却不出摊了呢 有人知道内情 摇摇头叹息道 何家是出事了 他们娘俩家的男人 说来是个勤快的 前些日子伤财刚好了点 便想着做工挣钱 他是个有手艺的花匠 只是一时半会儿 也找不到哪家府上缺人 想着好歹有身力气 就先去千春县的渡口做短工 当脚夫给人扛货 哪想这一去 人便掉江里去了 没了 好端端一个人就这么没了 周围其他人自视惋惜和惊讶 纷纷追问是怎么一回事 但这知情人也说不清楚 问我怎么没的 我宰个晓得 兴许是扛货时脚滑掉了进去吧 也有说是手不干净 拿了东家货被发现了 跳江想逃 结果水性不够好 反倒淹死了 但我是不大信这胡乱猜测 何家的男人我是见过 老实巴交的汉子 怎么可能拿东家的货 定是哪里搞错了 徐年听到这里 瞳孔骤然一缩 想起昨日陈县虎最久所言 千春县的渡口 昨日死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脸 原来还有和小鱼的父亲 小时和空空如也 豆腐滩空空如也 就连徐年的心中 似乎也空出来了一块 似乎有必要做点什么 才能够填满 陈县虎最话之中 提到过千春县的曹帮主是 似乎是叫 文卫乌 千春县 贯穿大雁南北的苍江流经此地 渡口规模在京畿周边 虽不是最大 但却是最近 距离京城不过两百里地 铺设有迟到 半日便可往返 大人 渡口又有人在闹事了 都什么人啊 多是些脚夫在闹 哦 文卫乌左右手 各搂着一名浓妆艳抹 衣着清凉的女子 一人喂酒 一人喂菜 听到下属的汇报 他扎摸扎摸嘴呕了一声 继而笑着说道 一帮你腿子 闹能闹出什么 扣他们十天工前 再闹得就士族坠江 苍江这么大 总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反倒是我们的青天大老爷 有何反应 沈仙令还是有些担忧 怕陈家那头幼虎乱来 顺着女子敞开的灵口 滑了进去 在一阵娇沉之中 他哈哈一笑 我们这些年 从曹运中攫取的油水 可从不曾少了他的一份 这要是东窗事发他 当然跑不掉 他是该怕 所以就更该配合我等行事 好生遮掩 下属连连点头附和 大人所言即是 不过上头 已经和陈府达成了默契 那头幼虎 应当也翻不起什么风浪了 我们这时候 还有必要再这样做吗 上面有上面的考量 我们这些下面的人 也得有自己的计较 文威乌说着用力一捏 那名女子吃痛没端闻酒杯 酒水洒在了文威乌的靴子上 他躯意逢迎的笑容 顿时就变了 变得慌慌张张 文爷 这 奴家这给您弄干净 怎么弄啊 女子强忍着巨翼 拿出随身手帕 文威乌一声不吭地抽出了手 猛地一把 掐住他的脖子丢了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 满脸都是血 另外一名做陪的女子 静若寒蝉 不敢说话 但是文威乌却已经看向了他 别怕 这女人推不懂事 连怎么擦靴子都不会 我想你应该比他懂事吧 女子嘴角颤抖了两三下 看着被摔在地上生死不知的女子 半是恼火鱼 这人弄洒了酒 半是吐死湖杯的哀磨 但最后 他只能挤出一个笑容 敦付下去 舔视着靴子上的酒渍 文威乌这才重新看向属下 接上先前的话题 小心使得万年传 就算是无用的多此一举 几条泥腿子的命 又有什么所谓呢 至于什么上达天厅 他还当圣上是几十年前的圣上呢 早就老了 一心只想着求长生 看的是天上 哪里还管这些人间杂事 贵为大将军之孙的陈县虎 提及圣上都多有避讳 但这曹邦在千春县的主事 连个这儿八经的极品官职都不曾有 却敢大大咧咧说起圣上遗老 这已经说不清究竟是胆大 还是狂妄了 让下属离开时 顺便把地上满脸是血的女子扔了出去 免得碍眼扫兴 月色之下 文卫乌的风月之势 本该是再进下一阶段了 董事的女子也已经识趣地贴了上来 主动投入怀中 但是不知为何 他忽然有些莫名其妙的不安 但又找不到任何理由 于是便有些烦躁 一巴掌扇在了主动投怀的女子脸上 刚舔过靴的嘴 也想来碰老子 脏死个人 滚 文卫乌是出了名的喜怒无常 刚刚还被夸董事的女子 不敢争辩半句 捂着肿起来的脸蛋 桃也似的跑了 赶走了女人 文卫乌顿时觉得 这长夜慢慢端地是寂寞难耐 可又对这种满身封城的女子 有些腻歪了 忽然想到 这两日有对自京城来千春县寻夫的母女 既不幸跳河 也不幸私自拿了东家货物 还去县衙里敲鼓名冤 哼 都是头发长见是短的无知蠢货 县令都是我的人 你哪来的冤 不过如果回京城去敲金赵府的鼓 虽然连陈家幼虎都成不了的事 一对扶贫般的母女更不可能 但多少也是个小麻烦 横竖不如就不要让他们回去了 来陪我过这漫漫长夜 那对母女名冤不成后 好像想着至少死要见尸 便在千春县的客栈里住了下来 文卫乌正要喊来手下去客栈寻人 忽然察觉到了异样 转头一看 背后不知何时多了个少年人 文卫乌喝道 你是何人 一身粗不一长 洗到发白的少年 只是皱着眉 文卫乌却仿佛感到 天目坠下了三尺 天是压人人玉贵 你便是文卫乌 曹帮在千春县的主事 少年自然便是徐年 已经来了好一阵了 听文卫乌说了很多 不计你腿子性命的计较 毫无避讳 大谈圣上已老 以及他的喜怒无常 修为不过八平五夫的文卫乌运 转浑身气血 才扛着没有跪下 按道 这是哪来的 至少七品修为的高手 他愤懑无比 大声吼道 你既然知道 我是谁 便该速速退去 还是说你想与曹帮为敌 少年不作回答 只是继续问道 渡口近日死了几名脚夫 其中一人应该是姓和 是你指使的对吧 渡口的脚夫多了去了 谁在乎姓什么 文卫乌鸦根就不知道 那几个因为他的计较 而死的泥腿子 姓甚名谁 只是忽然想到 那对金城来千春县寻妇的母女 似乎寻的就是位姓和的男人 我知道了 你是金城来的 那对母女找的帮手对不对 论修为 我或许不如你 但如今 这天下 你光会打有什么用 你当你是五弟吗 出来混 要有背景 有势力 你匹夫之勇 今日杀得了我 曹帮手眼通天 明日就能杀了你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你现在离去我 就当无事发生 你把那对母女带走便是 这样对你我都好 文威乌嘴上是这么说 但其实心里 已经在盘算联系曹帮 派来高手 诛杀子贼 至于那对母女 就更不能放过了 等他享用腻歪了 就扔进最不入流的暗昌馆子 说不定哪一日接待的客人 便是千春县渡口上 卖力的泥腿子 还和他们要为之明冤的父亲 与相公在一起做过功 互相认识 我虽然不是五弟 但杀你绰绰有余 少年摇摇头 身形在夜风中散去 微凉的夜风中 只留下这么一句话 这是 走了 文威乌觉得莫名其妙 忽然全身汗毛耸力 猛地抬起头 夜色如常 星月灰映 明明什么都没有 他却感到 有什么极为飘渺 却又极为浩大的东西 坠落了下来 似乎是 一片天空 修行不过八品 但文威乌替曹帮主持千春县渡口事宜 眼力尽却是不缺 顿时明白了过来 发狂似的大叫道 天地之力 盗门无品 你个盗门无品的大真人 特意来杀我 哈哈 这可真特么是给我脸了呀 看来我今日试盖 下一瞬 天地吸音 夜色若缺了一角 嵌入了大地之中 陈大将军府 啊 陈县虎捂着痛到欲裂的脑袋 迷迷糊糊睁开眼 很快便有丫鬟端进来一碗温热的醒酒汤 我睡了多久 跟个猪一样 睡了一天 声音不是从身边伺候着醒酒的丫鬟口中说出 而是来自房间门口 眸中藏着陷运的少女说着 翻了个白眼 从随身颈袋里 捏出一枚蜜剑 轻轻一抛落入嘴里 嚼着满嘴沁田 不酷不管恰到好处 接着这蜜剑还不错 小姐 丫鬟喂完醒酒汤 端起碗勺离开时 向少女施了个礼 也倒破了此人身份 哎呀 我也没想到会醉成这样 陈县虎揉了揉胀痛的脑袋 其实以七瓶五福的体魄 喝的又不是什么醉生梦死的穷江仙酿 喝上再多也很难一醉不行 只是陈县虎昨日便是求醉 不仅没用气血化解酒精 反而压制着气血 陈县虎抿了名嘴 下床伸了个懒腰 这醒酒汤喝完满嘴苦涩梅的味道 小妹 你这蜜剑芬哥哥我尝点甜头 陈县虎的亲妹妹陈木婉 又翻了个白眼 一春楼喝酒 四大花魁做陪 还想吃我的灵嘴 我看你这酒精都还没过 一颗 就一颗 瞅准陈木婉抛起一粒蜜剑的空荡 陈县虎劈手欲夺 结果下一刻 这位得到圣上赐礼 乾隆绑第十一 鸣满京城的舞蹈天骄 就被自己亲妹妹单手捏住了命运的后搏梗 蜜剑进了陈木婉的嘴里 陈县虎的脸狼狈地贴在桌面 痛痛痛 认输 小妹 你给我认输了 陈木婉松开手 陈县虎揉了揉脸 苦笑道 我这乾隆绑十一 都有人不服 不过小妹 你这乾隆绑第一 怕是谁都撼动不了 我宁愿榜上无名 天骑阁好端端地 突然凭什么乾隆绑 准是憋着什么坏水 你要这第一的名头就拿去 寻个时间公然挑战我 我输给你便是 密件不能给 但这乾隆绑第一 却随便让 陈县虎摇摇头 得了吧 你让我赢 也没人认啊 不过话说回来 小妹你又没什么 与人动手 这天骑阁怎么笃定你 就是乾隆第一 陈木 密件入口 满不在乎道 天骑阁这不正在是吗 乾隆绑一出 围绕这名词先后 必然会起风波 争强好胜 也不外乎人之常情 就算不知道 陈木婉的具体实力 把他放在了第一位 等到好事者争鸣而来 自然就见了分晓 陈县虎忽然觉得 自己亲妹妹 这乾隆绑第一的名词 或许坐不稳 他想到了徐年 二十岁 修为至少是道门六品 乾隆绑有所遗漏 倒也很正常 天骑阁掌握天下再多机密 也不可能真的无所不知 必然会有缺漏 只不过 他虽然大概知晓 道门六品有多强 却一直不知道 自家亲妹五道 双七品的实际战力 又有多高 从小到大兄妹两人过招 陈县虎就没撑过三招 哪不准 这能否高到月品 战而胜之 陈木婉属然说道 曹帮之事 哥你也不必忧心烦闷 爹爹他们自有计较 只是没法按你的想法来 况且 要是心有不平 也该是奋发砥礼 贪杯球最有什么用 若你五道练出个四五品之镜 拆了曹帮几处分舵 他们也不敢吱声 如果几处分舵不够满意 我要拆了整个曹帮呢 陈木婉想了一瞬 点头说道 单凭个人勇武 那恐怕得有五帝的境界 得而 我还是贪杯球最来吧 梦里别说 和五帝同镜了 说不定我都能一只手 按着五帝走 兄妹二人 说着无关痛痒的玩笑之言 昨夜在门口招待过 徐年的那名府上管事 忽然走了进来 先是见了礼 少爷 小姐 老神你来找我 是我爹要见我吗 不是 是方才府上得到一消息 老太爷让我来告诉少爷 让您心中有个数 陈县虎愣了一下 神管事口中的老太爷 自然就是陈县虎的爷爷 身为大雁三位大将军之一的陈杭虎 大雁如今战事不多 陈县虎的父亲和祖父 虽然有君职 但如今都在京中待命 府上事宜主要是他爹在曹池 这次是什么重要的消息 把整日里竟是 溜溜鸟痘痘痘孙的大将军 都惊动了 今夜早些时候 千春县遭到了袭击 死者仅有一人 曹邦安排在那里的一名主事 文卫乌 陈县虎张了张嘴 啊 神管事笑笑说道 看来不是公子栋的手 这便无碍了 不过想来 也确实不可能是公子栋的手 陈县虎莫名感到不服 瞪着眼睛说道 老沈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 就不能 是我醉酒发疯 连夜去把文卫乌砍了 神管事摆摆手 当然不行 文卫乌被连着宅邸一起压塌了 那片土地都陷进去了三尺 天地有缺 灵气混乱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 才复原如初 少爷若是醉酒发狂 便能把一片天地绞成这样 小姐大抵就不会嫌弃少爷烂醉如你 老爷和老太爷 应该也任由少爷随意打杀曹邦 不会插手了 这消息有够惊人 陈牧婉密间入口都寒了一会儿 才想起来嚼 多闹道 天地之力 道门无品 曹邦这事倒了什么美 惹上替天行道的道门大真人了 啊 陈县虎目瞪口呆 忽然想到了自己昨日醉酒 可是说了不少胡话 结果一醉醒来 闻魏乌就没了 很难不将这联想到一块 徐年恰好是道门真人 至于修行境界 是六品还是无品 本来他就只是因为 查思偶遇的那次出手 暗自揣测 至少也有个六品的水准 不可能更低而已 不过这二十岁的道门大真人 在世人眼里 陈县虎已经是一等一的武道天骄 但和他的亲妹妹 道武双图静都有天纵之姿 先天吐纳 而开一学窍的陈牧婉一比 他觉得自己顶多算是个天头 都是同一个爹生娘养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 万万没想到 在他妹之外 竟然还有人能更不像个人 二十岁 无品 真不是什么仙人转世 陈县虎回过神来的 你第一句话便是 小妹啊 我突然想到 你这乾隆榜第一的宝座 恐怕经不起事 确实有些名不复实了 道武双七品 能不能月品胜六品 不好说 但想赢五品 纯粹是痴人说梦 徐年变强了 境界没有太大的变化 哪怕是仙灵根 想要突破至四品 依靠日常的土纳修行 也非是数日之功 但他对自身境界之力的掌握 却有了十足的提升 倒不是因为 悟性多么绝顶 而是底子不太好 就像是同样十分的差距 原本就有八九十分的 想提升不容易 但对于本来 只有一二十分的 不过是小菜一碟 五不无品城的境界 不掺半点水 可旁人花费数十上百年 才成就无品 故而也有数十上百年 沉淀出的境界感悟 不过徐年有先灵根 也确实悟性绝顶 灵悟的速度相当惊人 譬如对天地之力的运用 一语刚成无品 面对曹浙时判若两人 之前一语高处不胜寒 便让天魔教护法冰寒撤骨 如今更是摘一片夜色 砸他的大地 不过这对境界力量的运用 虽然已经往深处走 但说到底 仍然没有摆脱 一例详实惠的局限 是在以境界压人 因为境界高 所以压的人抬不起头 但徐年自我认知也很清楚 如果他遇上一个 同样为无品镜的敌人 大概率就会陷入劣势 说他变强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之前听文威巫和下属交流时 系统跳出来 给了个选择题 恰好能够弥补徐年的不足之处 地有缺 路不平 天无眼 是不公 选择一 世卫临头 与我何干 奖励 归虽寿 自封六感五十 大幅度延长寿元 换一个熟悉的名词 省殿模式 选择二 天无我有 地缺我平 奖励 负地 大地后得而在物 地在之物若无得 便有我负 此神通属于天地人三绝之中的绝地 使用实请注意脚下 不要把自己也埋了 宿主已做出选择 腹地已到账 请宿主尽快查验 离贵之后 盖不负责 离贵不负责还行 最好这什么奖励发错了 天地人三绝一次性发完了 也不要追悔 吐槽归吐槽 徐年还是迫不及待 感悟了一下腹地 这可是一门神通 就像剑有剑招 权有权路 武夫都有五道招式 道门自然也有法术神通 不过法术与神通 其实不能一概而论 神通涉及本源 撬动天地规则 化为己用 法术相比起来要简单许多 虽然也有感悟与道运化在其中 但归根结底 不过是自身之力 或简或凡的无穷演变 不少法术 本身就是从神通简化而来 像是之前系统奖励的 他心通和香火引路 其实就可以算作法术 而且还非是道门独有 不一定要用灵力来驱动 尤其是他心通 虽然和佛门六神通之一的他 心通有一字之差 但怎么看都没有谬以千里 反而 就像是佛门神通 便是因为他压根就没有能用来对敌的法术神通 礼书原本就没打算 让资质不足的徐年 走上道门修行 不可能提前教 偏僻的和竹村 连个私塾都没有 也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从今往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 徐年也是掌握着一门神通的人了 不再只能逞境界之威 法术不好学 神通更难掌握 但系统奖励 虽然戏称什么 离贵盖不负责 但其实售后向来到位 说是奖励附帝这门神通 那就不会只给修炼方法 一步到位 不需要学 只需要感悟该如何妥善运用这门神通 徐年摘夜色一杂 死了文卫乌他的大地 连一方天地都混乱不堪 什么线索都不留下 他自视潇洒 试了服役去武的新神通 置身世外的臣府乐见其成 但身陷其中的曹帮上下 可就热闹了 天高地远 曹帮没那么快弄清千春县的具体细节 只知道文卫乌死了 本来时局就敏感 前一脚才软硬兼施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算是安抚住了那头陈家幼虎 结果还没高兴个几天呢 千春县的主事文卫乌就死了 陈县虎为什么会盯上曹韵 这锅拳扣在文卫乌头上不太对 毕竟陈县虎厌恶的是 曹韵这么多年下来 积在江河底 无人敢搅起来的淤泥 但是文卫乌确实是个导火索 没有他 天生富贵的陈县虎 不在烟柳河的高楼画坊上赏风弄月 何至于淤尊将贵俯身去看看 和抵沉了多少淤泥 所以文卫乌一死 曹帮第一反应便是 陈府没管束好家中幼虎 让他发了刺风 甚至于这就是陈大将军的手笔 闲在家中无杖可打 就想挖一挖曹韵里的淤泥 这一挖 是要天下大乱啊 基于这样的防范心理 不可能引颈受禄的曹帮 上上下下都动了起来 尤其是曹帮大本营所在的江阳郡 一时之间连渔驾都上涨了几成 不过随着更进一步的消息 跨山过江传回了江阳郡 瑜伽不声不响地又降了回去 与陈家无关 那头陈家幼虎 前一晚在青楼大醉 醉了整整一天 杀文未污的是 某位道门五品大真人 是谁 动机是什么 一概不知 千春县那地方毗邻京城 曹帮为了避嫌 不引来龙椅上那位的目光 从来不往荆棘一带派高手驻扎 不过天水谢家 倒是有位六品高手 恰好在那 本意是盯着陈县虎 会不会引起风暴 席卷到他们天水谢家 没想到没等到那头 陈家幼虎发疯 倒是有幸见识到了 道门大真人 以天帝发杀机 天帝之力缅下来 惶惶不可挡 至于天水谢家高手 竟然在场 当时怎么不现身 出手阻拦 这话谁当面和他说 谢冰堂当场就敢 动手抽死他呀的 说话不动脑子 不说他贵为谢家家主的亲帝 不是老十字文威乌的贴身随从 天帝起杀机 就那么一瞬之间 他不在文威乌身边 哪里赶得上阻止 就说 这特么是道门大真人 无品的杀机 谢冰堂凭什么去挡 拼命是吧 曹邦一个主事 就要他天水谢家的二把手 去以命相护 到底是谁疯了 不过过了几日 不见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 曹邦便只能打碎了 牙网肚子李燕 就当是文威乌恶贯 满盈遭天度 走路上被雷劈死了 不然还能咋办呢 现场被天地之地碾过 没什么线索 虽然说非要刨根问底 天下就这么多道门无品 一个个排除过去 其实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有必要这么做吗 不能让陈家诱虎 拔刀斩文威乌 是因为他身份太特殊了 谁都不敢堵这 会不会成为一个 引动八方的信号 但藏身不留名的 道门大真人 再强大 也只是个人意愿 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不会有什么连锁反应 一个千春县渡口的主事 让他杀了 便杀了吧 事情到此为止 曹邦其实也挺乐意 不然非去揭晓是和方大真人 万一是四大惯里的 哪位在替天行道 甚至是道义宗 跑到人间 来云游的山上之人 这可就更不好下台了 退一步说 就算是在哪座 名不见经传的深山里 前修道无品的咸云野鹤 独行独网孤身一人 这也犯不着 为了一个主事 就要数此大敌 不死不休 退一步 海阔天空 曹邦都掩气息鼓不作追究了 谢冰堂更不可能大包大揽 他来千春县 本来就只是预防这场 最终未能扬起来的风波 席卷到天水卸架 眼下已经没他什么事 便也撤了 不过不是回天水郡 而是去京城 看看妹妹 嫁入镇国公府 这么些年过得好不好 再去看看 侄子在京城 这么些时日怎么样了 之前来信说是 遇到了些挫折 不仅挨了打 还莫名其妙 进了镇摩斯的大牢 也该是如此 这侄子在天水郡 素来横行无忌惯了 到了京城不受点挫折 也说不过去 不过赤衣欠掌一致固然不挠 但他的侄子 也不是谁都能教训的 天水谢家已师叔传家 礼仪最是到位了 子侄受了教训 该还回去的礼 可一样都不能少 不过谢冰堂这次赴京 也不只是探亲 郑国公府和陈大将军府联姻 天水谢家 作为郑国公府的姻亲 是该出席的 来的人身份地位还不能低 谢冰堂本来就是 这次赴京参礼的人选 只不过 因为千春县的事 提前出发了而已 如今千春县的事 勉强算是解决了 徐晨二府的联姻之日 已经迫在眉睫 他是该赴京了 总不能射裂 既然如此 小子便在徐真人面前失礼了 讨教一下张姑娘的高招 打就打 怎么这么婆婆妈妈 顺便提醒你 我可不认为 这是什么切磋 百怀堂的后院 张天天娇和一声 飞踹一脚 便与抬手拆下 这凌厉一脚的陈县虎 过上了招 这是乾隆十一 与乾隆四十九之争 文卫无死的第二日 陈县虎便登门百怀堂 此时徐年正在后院里 感悟着神通腹地的奥妙 泄露出来的丝丝缕缕的气息 让本在一旁喝茶的张怀骨 心惊肉跳 总觉得下一瞬 这地便要踏了似的 徐晓友这是在做什么 之前他日常修行 可没有这动静 这是修行又有所得了 这才多久 都已经无品了 进步竟然也能这么快 五不无品的天资 当真是恐怖如斯啊 守着百怀堂大门的张天天 正百无聊赖 看到陈县虎登门 顿时眼前一亮 上次就错失了 与这乾隆十一过招的机会 没想到这么快 就又送上门来了 张天天提出 要分个高低 完全在陈县虎的意料之外 在他的视角里 是突兀至极 弄清楚缘由之后 更是有点恶然 原以为不堪其扰的 会是自己那乾隆第一的亲妹妹 没想到 先因此乾隆榜名次 遭到挑战的 竟然是我自己 不过 这倒也不是什么麻烦 徐真人笑着说 随他乐意 陈县虎五夫七品 对五夫八品 一品的差距 让他游刃有余 甚至还收着手 有点小感慨 他毕竟身份尊贵 没什么和同龄人 正经切磋的机会 以前多是被亲妹妹 两三招制服 还是用的单手 这次终于轮到 他在切磋时占据上风 可以给别人喂招了 陈县虎很有风度 他虽然从小被亲妹虐 可出身武将世家 又是圣上亲赐过的天骄 武道目光自视犀利 在自己收着力 躲闪腾挪之时 还不忘指出 张天天一拳一脚的不足之处 这一拳 太过追求愉快 全已至尽却未发 力有不足 不要轻易离地 空中无处借力腾挪 我若扫你下盘 你这如何应对 角度刁钻 可还是那句话 你的拳脚太过于追求快 失了迅猛 若是专修体魄强健的 敌人 你纵然击中对方数十拳 怕是都未必能破得了防 一边打 一边骄 不过张天天既没有嫌烦骂他啰嗦 也没有调整过自身进攻节奏 你这也 嗯 不对 陈献虎刚皱眉想说他有点固执 忽然面色一变 气血运转 出现了不该有的停滞 与此同时 张天天的拳脚套路猛然一变 一拳又一拳 变得势大力沉 和先前判若两人 陈献虎因为方才气血的停滞 失了先机 只能仓促应对落于下风 更糟糕的是 气血的异样 随着时间推移 不仅没有缓解 反而再逐渐加深 此消彼长 继续下去 陈献虎就要落败 乾隆十一败在乾隆四十九手上 下课上 哼 颓势竞显之际 陈献虎猛然发出一声爆喝 如同虎啸山河 磅礴气血以大将奔涌之势爆发 什么气血停滞的桎梏 在这瞬间都仿佛化作了乌有 掌风呼啸如刀 吹得仰脚便向后飞舞 张天天以暗器手法 甩出一包药粉 会沿着肌肤渗入气血之中的毒素粉尘 犹如迷雾般笼罩 可是本就中毒已深的陈献虎 却不闪不避 从毒雾之中冲了出来 一网无前 气血如废 张天天感觉自己像是 被一只圣怒的老虎追杀 虎威气盛难挡 只能转弓为首 可他的招架之势 却被一掌拍散 再一掌 势大力尘的手刀 已经在张天天喉咙前的一寸停住 胜负一分 乾隆十一的位置保住了 差点翻船 陈献虎呼出口出 攀升到顶点的气势 随之散去 拱了拱手 张姑娘 承让 赢了就是赢了 我可没让你 张天天磊落任败 手腕一翻 翻出一个青磁瓶 抛给了陈献虎 白鹿丸 解毒用的玩意儿 里面有十颗 你现在吃一颗 剩下的便算是 你赢我的彩头 果然是毒 陈献虎没有犹豫 老老实实扶下了一颗白鹿丸 气血里的停滞之感 飞快散去 恢复如常 什么时候中招的呢 回顾着方才的拳脚交锋 陈献虎道也很快找到了关键 张天天那些角度 刁钻一味球快 打中身体 却无痛不痒的攻势 他以为是不足 原来是在这一拳一脚之中 藏了毒 不过这具体是如何做到的 饶氏以他这位 武道添交的眼光 也看不出来了 巧妙的武学招式 还是什么触碰就会中毒 体内自然会自生 毒性的特殊体魄 怪不得说这不是切磋 正常切磋用毒 这一般而言 算是卑鄙手段了 不过陈献虎其实不在乎 就算他方才输了 也不会拿中毒这一点说实 不说什么真遇上敌人 谁会讲什么道义公平 单论这毒 是在拳脚交锋之时所中 而不是战前就下好了毒 这便没有什么圣之不武了 张天天练的拳脚套路 明显就与毒有关 就好比剑客手里的剑 练的就是这门本事 不准人用才是不公 陈献虎反倒是怀疑他 占了些切磋的便宜 张姑娘应该还有药性 更猛烈的毒没用吧 有事有 但我输了就是输了 不用帮我找什么借口 你七品乾隆十一 我八品 乾隆四十九 打不赢我又不丢人 更猛的毒 可就不是解了就完事的了 说不准会有什么后遗症 调养起来很麻烦 张天天只是想试试 乾隆十一的精良 又不是和陈献虎有仇 没必要 那晚在百怀堂门前 杀人的黑衣人 不就是七品 结果还是被张天天 同品亦有高低 陈献虎在七品 进营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却不比寻常的七品弱 查四杀局之中 七品的查博士 带着三名八品的 殿小二围杀陈献虎 陈献虎可也是没怕过 虎聚河山 势不可挡 悠然看戏品名 宛如个傅家翁的 张怀谷乐呵呵开口 点评道 难怪都说你是幼虎 陈老将军的孝山河 你这事已经摸到三分精髓了 孝山河 大将军陈航虎的绝学 亦是陈家的家传武学 陈献虎客气道 张神医谬赞了 而后 张怀谷便看向了自家女儿 天天 藏眉手给你这样用 已经歪了 该藏的是杀鸡而不是毒 陈献虎流露出恍然之色 难怪他完全没注意到 是怎么中的毒 藏眉手可不简单 乃是三棋之一的黑道人 摘眉之时 悟出的武功 共有七十的套路 雕钻诡辩 处处可藏杀鸡 极难招架 至于身为道门修士的黑道人 为什么悟出来的是武功 只能说 大概这就是天下三棋之一的神奇之处吧 张天天身以为然地点点头 似乎也意识到 自己把藏眉手练歪了 张怀谷刚觉得奇怪 这丫头竟然不顶嘴了 难道是有外人在场给面子 欣慰 老父亲才高兴了片刻 却听到本该是贴心小棉袄的女儿说道 这藏眉手藏毒 是差了点意思 老张 要不你让到手 教我怎么偷吧 他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东西 我练了后 肯定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下毒 藏眉手只是黑道人摘眉所物 但张天天这会儿说的 可是到手的看家本领 这哪是能教外人的 张怀谷人脉再广 也可能把三棋之一的看家本领偷到手 他端茶喝水 虫总没听到一样 喂 老张你耳朵聋了 要不要我给你开药啊 徐年和徐姑 乃至于小狐狸 都已经习惯了 发生在百怀堂里的父慈女校 可是头次见识到的陈县虎 不免目瞪口呆 他早就听闻过 百怀堂神医张怀谷的非同反响 引以为是大隐于精的高人 高人就这样被女儿 对到装聋作哑 陈县虎默默想了一下 如果是他这样的态度 和老爹说话 他偷偷揉了揉屁股 小时候调皮捣蛋吃过的竹条炒肉 那般滋味又浮上了心头 老张成笼子了 要不徐哥你 叫我修道吧 感觉这五道练来练去 没什么意思 被点到了名字 徐年笑笑说道 我可以助你入品 不过修行一事 我恐怕能教你的不多 便如李诗诊能助徐年入品 如今修为更甚一筹的徐年 自然也能助张天天入品 虽然一生只有三次这样的机会 用一次在张天天身上倒也无妨 但具体的如何修行 徐年说他教不了太多 在陈县虎和张怀谷眼里 这都是大真人的谦逊之言 可其实是大实话 徐年教什么 五不成五品可教不了 再比如吐纳 这是最基础 也是最重要的修行方式 刚入九品时 最重要的就是 将吐纳灵气 掌握得如同呼吸一般熟人自然 但在这之后 纳进体内的灵气 竟由怎样的经脉路线 运转成周天 再如何吐出唤星 这里面的讲究 便称为吐纳法门 李诗诊七品指点不了 无品怎样修行 但吐纳法门还是有的 当时也教了 可徐年没法学 后来自己修行有所感悟了 才发现原因所在 仙灵根 这系统奖励的 惯以一个仙字的灵根 不只是单纯提升天赋 和资质那么简单 还会自行将徐年吐纳的灵气 以最完美的线路 在身体内运转周天 炼成自身灵力 所以 严谨来说 徐年其实连吐纳 都停留在基础阶段 隐气如皇庭 娴熟如呼吸而已 什么法门都没掌握 经验为灵 自己会和教别人是两码事 何况徐年其实自己都不会呢 以后修行的多了 或许这些问题 都将迎刃而解 毕竟在如何精妙的功法神通 都不过是 境界感悟的某种成果 但如今的徐年 满达满算不过修道粤鱼 还没到能为人师的地步 天天 该去煮药了 张怀骨淡淡地说了一句 涉及此事 张天天从不逆着来 踏踏实实去拿药煮汤 煮的是徐顾的每日汤药 陈公子 你还没说 找我有什么事 折腾出一场乾隆之争 陈县虎来干嘛的都还没说 不过徐年其实心里 已经有了猜测 陈县虎没问 是不是徐年杀的人 只说是来告诉他 这便是一种心照不宣 不需要挑破 你我心里有数就好 徐年点点头 我知道 这便是承认了吧 陈县虎深呼吸 近些日子以来 压在胸口的玉器 不说尽数散去 至少也是呼吸 都畅快了几分 他郑重地抱拳致谢 多谢真人 徐年摇摇头 文卫乌的死不是因为你 而在因为他的计较 而枉死的那几名脚夫 敞亮的实话 在一春楼 听喝醉的陈县虎 说起千春县渡口死了几个人 徐年虽然有些 恰似误伤其类的感伤 但其实也止不于此 真正爆发成 不得不做点什么的行动 是看到了空空荡荡的豆腐摊 知道了死的其中一人 便是和小鱼的父亲 这或许便是 君子远刨除的缘故吧 文卫乌死了 确实是徐年杀的 这便足够了 陈县虎也没再是 因谁而死的肢结上计较 他沉吟片刻 一字一句说道 昨日文卫乌或许不是 因我而死 但我愿今日之曹邦 在某日将因我而亡 曹邦以为千春县一世 已经收尾 殊不知 在将来可惧河山的这头 陈家幼虎眼里 这不过是个开始 陈县虎拍了拍胸脯 大友一副 以后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的架势 爽朗笑道 多话就不说了 大哥以后有什么 用得着小弟之处 尽管说一声 小弟一人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但小弟家中在别墅不敢说 在这大雁 还是小有薄面 大雁仅有的三位大将军之一 还是年纪最大 资历最老的那位 这要都只是小有薄面 其余薰贵也不知道 还剩下几个有脸贱人 等会儿 喊我什么 从今往后 徐真人便是我大哥了 自然是喊大哥 陈县虎理所当然道 当日虽然是醉酒之言 但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岂能因醉而毁呢 徐年恍然想起 陈县虎当日醉酒 确实说过 谁要是杀了文卫乌 他便认谁做大哥 可这 徐年只能庆幸 还好他不愿入赘 不然这辈分 可就彻底乱了套 我喊你大舅哥 你喊我大哥 咱俩到底谁是谁哥呢 不过徐年确实有事 需要陈县虎帮忙 娘的病 还差几味药 你看看这几味药材 能否替我寻到 多少钱都好说 大哥这话见外了 谈什么钱 包在我身上 陈县虎拿着药方告辞而去 仅仅过了半日 陈县虎便拿着药盒上门了 万年身须 金舌腾 血柿子 这三位都替大哥找来了 还剩个阴心古话 我也让家里去寻了 一有消息 我就会立刻告诉大哥 愁了快半个月 还缺得四味药材 半天就只差一味了 这就是一座 大将军府的抵御 百怀堂毕竟是一间 开在江湖上的医馆 还是比布了 这阵在庙堂高处的府邸 陈县虎送完药材 没立刻告辞 而是又要请徐年喝酒 不过这次不是庆楼喝酒 而是喜酒 大哥应该也知道 我家要与徐府联姻了 虽然这大喜之事 我是很难真心喜得起来 但终归是家妹的人生大事 要热热闹闹风风光光地办 免得叫人看了笑话 大哥当日若是有闲心 不妨来席上吃个酒 伯母和张姑娘他们要是愿意 也可以一并前来 都欢迎 别的不管保证 但至少每酒真修都管够 徐年神色古怪 四舍五入 这算不算我收到了 我的婚礼的请帖 行吧 到时候若是没有其他事 我会去看看 徐年也有点好奇 他这个园定的新郎官成了喝酒的宾客 那么又会是谁来替徐府完成联姻呢 会是素未谋面 同父异母的那位徐家少爷吗 任目十分 百怀藤的后门传来一下一下 极有规律地敲门声 徐年开的门 门外竟是位太监 哟 这位公子好面生 劳烦传个话 咱家来找张神医 脸上擦着蛋白脂粉 声音接而细却能传很远 重点是身上衣袍 大红 徐小友 让他进来吧 张怀谷放下茶声音传了过来 红袍太监一边进去 一边又向徐年赔了个笑 原来是张神医的友人 那咱家方才还有些失礼了 公子莫怪 红袍太监和张怀谷 就只谈了几句玩 耳后快步离去 没有多做打扰 不过 中日里在百怀堂喝茶的张怀谷 明日悠闲不了了 明天我得出门一趟 短则一日 长则三五天才能回来 徐小友你娘亲的病 按照我留给天天的方子 主要便无碍 倒是天天这丫头说不得 还要麻烦徐小友照付一二了 次日一大早 姬未明 张怀谷就出门了 不出玉京城 昨日来过的红袍太监 早就在百怀堂门口 被叫一带 八人抬叫 接上神医 入了皇宫身处 身披红袍的大太监 恭恭敬敬 请张怀谷入宫 这是宫里的哪位病王 皇子皇孙 还是后宫嫔妃 亦或者 就是坐在龙椅上的那位 和歉 老张氏 去给皇帝看病了 刚起床的张天天走出房间 大大咧咧地坐到了 张怀谷惯常喝茶的院中桌椅上 徐年既好奇张怀谷是给谁治病 又觉得宫中之事 或许不便透露 于是便有点不知该不该开口 没曾想她都还没开口 张天天打着哈欠 就把去向说明了 涉及到了龙体 这真是能随便说的吗 张天天光明正大的 从张怀谷的茶叶珍藏里 挑了不一定最好 但却是最贵的一种 泡上了一大壶 随口说道 不满大街 去说就行了 老张每隔一段时间 都要被喊进宫里 在有心人眼里 也不是什么秘密 只不过一个个都心照不宣 也不知是等着什么 这还能等什么呢 等到某一刻 大焰施主 天下大乱 话题都到这了 徐年忍不住问道 皇帝的身体状况 很不好 陈县虎喝醉酒时曾说 那位皇帝这些年来有意思得很 该管的曹云不管 却管着他家的婚事 文卫乌也说过 皇帝不再是以前的皇帝了 如今眼里只有求长生 再结合张怀谷定期入宫 莫非 现在大焰皇帝 已经病入膏肓 神志都不大清醒 未死所以求着长生续命 不知道 这就真是秘密了 老张也不后说 张天天耸了耸肩 蒸上两杯茶 然后看到小狐狸水灵灵的大眼珠子 他又多蒸了一杯 喝着张怀谷珍藏的茶叶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又补充道 哦对了 我以前问过老张 皇帝是不是已经快死了 只能靠他这起死回生级别的医术 吊着一口气 老张当时特装 淡定从容地喝了口茶 要我别胡思乱想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哪 金不对 要跟我打什么哑咪 说清楚了 我不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偏偏又不说 又要我别胡思乱想 张天天煮上了徐姑醒来后 要喝的汤药 闻火慢煮 暂时便没什么事了 张怀谷入宫不在 百怀堂不开门 虽然平日里就算开门 百怀堂地处偏僻 又声明远播 没有哪个闲人会来讨闲 张天天也多事 趴在柜台上打短 只是冷冰冰的柜台 哪有暖乎乎的床铺 睡得舒服呢 区区一家京城医馆 就敢如此行事 岂我天水谢家 无人不成 谢冰堂入京进了郑国公府 听着他和徐大夫人之间的对话 最高兴地莫过于谢琼文 终于有靠山了 百怀堂素有特殊 不便细说 我在天水郡也有过听闻 不过 他们这也不跟你说清楚的吗 也罢 四妹你 如今是郑国公府的主母 行事虚持府中规矩 在这京城 也得为边关的哲冲将军忧心 确实不便妄动 穷文哲儿受了教训 我们天水谢家荡 如何回礼 此事我自有分寸 郑国公府里的亭台楼阁众多 为了把这些连通在一起 狼道自是百转千回 曲折多弯 外人竟然没人领着 指不定迷路到了哪 不过对于在府里生活了 数十年的独臂老婆而言 脚下得路 已经烂熟于胸 闭眼都无妨 只是府外的路 他就没这么熟了 先前就没管谢穷文去 和火蛇帮搅在一起 如今谢兵堂入了京城 要如何回礼 更是没法管 郑国公府的老婆乃来的脸 管天水 谢家二把手如何行事 莫说管了 多问一句 便都是不实礼数 况且 老婆也有要操心的事 大婚在即 可是老爷的私生子 还没个下落 京城里的一间间 医馆寻过去 目前还没找到什么线索 那对母子 若是真来了京城看病 会在哪呢 百怀堂近来收治的 似乎就是一对母子 也姓徐 不会这妖巧吧 正好等谢兵堂回过里之后 可以细问一下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意外收获 谢兵堂的自有分寸 便是带着谢穷文 登门百怀堂 只有叔侄二人 郑国公府 或者是谢家的随从 一个都没带 他自负是天水谢家的二把手 又是六品镜的强者 用不着靠人数撑场面 况且 这里毕竟是天子脚下的玉京城 人多动静大 也不便行事 比起京城 其他繁华道 摩肩接踵的街道 道旁栽植 众多陵墓的 丛林皆称的上市地偏人稀 日头已经上了三竿 可是阳光透过层层翠绿 留下的斑斓光影 却只是映在了门板之上 大门没开 进不去 这个点还不开门 哼 这算哪门子一管 谢兵堂哼了一声 作为谢家二把手 他自然知晓许多隐秘 其中就包括 这间衣馆为何特殊 衣馆的主人张怀谷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进宫位 当朝皇帝诊治 虽然至今也无人知道 皇帝龙体如何 到底害了什么病 但张怀谷给皇帝治病 又不是一次两次 已经持续了数年 皇帝身患完疾 已经不算什么秘心 需要知道的那些人 早就已经知晓了 龙体是大 确实不宜宣之于口 拎不清 就是一顶御图谋反的 大帽子扣了下来 谢家也就谢兵堂 在内的寥寥数人之情 郑国公府的慎重不言 倒也能理解 谢家不也没告诉 已经嫁入郑国公府的 谢书华吗 张怀谷白丁之身 却如此受皇帝重用 相当于是把命都交给了他 这确实称得上是特殊 不怪郑国公府慎重对待 可是话又说回来 这不就相当于御医吗 充其量就是更受宠 了不起当然是了不起 谁都好奇 张怀谷怎么能蒙此圣恩 就凭医术高明吗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只是啊 这天下能延续千百年的 往往不是王朝 而是世家 郑国公府的强盛 离不开当朝皇帝 对折冲将军徐世威的器重 可是在大雁立国之前 谢家就已经 把持着天水郡那片地方 而在当朝皇帝驾崩之后 天水谢家依然会在 哪怕是大雁哪一日覆灭 天水郡或许就没了 但谢家依然会在 一个受了圣恩的江湖大夫而已 可不心挑衅世家尊严 百怀堂大门紧闭 谢冰堂是若无地 迈不向前 一步之后便离地一尺 数步之后 谢冰堂的身影 已凌驾在百怀堂的门扁之上 玉空而行 脚踏天地 谢雄文抬头望着 很是激动 郑国公府袖手旁观 火蛇帮无能 且还惹出祸事 但他三叔谢冰堂到门六平静 可踏天地而行 把这一间小小的衣馆踩在脚下 还不是轻轻松松 还得是天水谢家 然后 谢雄文忽然就看到 平须玉风的谢冰堂 直挺挺地摔了下去 掉进了百怀堂 啊 天水谢家出身的公子哥 什么场面没见过 这飞天上 还能摔一跤的场面 真心没见过 或许是三叔新练了什么功法 还不够熟练吧 也有可能 这种落地方式 就是三叔再练的功法 虽然看起来有点狼狈 有点突然 可是胜在快嘛 不都说高手过招 生死都在一瞬间 这为了快一点 姿势狼狈一点 又有什么关系 反复地喃喃自语 更像是某种自我催眠 百怀堂的大门隔绝了内外 谢雄文一时之间 也无从得知 里面发生了什么 只能脑补 反正 三叔谢冰堂六品 不可能出意外吧 百怀堂内 五 五品 谢冰堂从天上掉下来 摔了个狗啃泥 一只小狐狸 似乎受了点惊吓 火红的毛发都竖起来了 猛地向后一跃 当即就跳到了 不远处的看书少年头上 正朝着自己呲牙咧嘴 隔空挥着小爪杂 重点是这看书的少年 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方才那一瞬之间 谢冰堂分明从这少年身上 感受到了道门五品的天地之力 激发而出 徐哥 什么动静 下 这人谁啊 怎么摔 我们院子里了 不会是额钱的吧 房间里走出来一位羊脚便少女 谢冰堂不认识此女 但在她走过来 好奇打量自己时 认出了她手里 那用油纸盛着的赤红色药粉是何物 化喝散 色红 气若酒香 闻之呼吸不畅 处之经脉闭塞 扶之黄亭力溃 这是能毒杀盗门六品经的剧毒 谢冰堂已经呼吸不畅了 但她一下子都分不清 是化喝散的毒性 下意识地平住了呼吸 这特梦到底是什么地方 不仅有位到门大真人坐镇 化喝散之剧毒之物 竟然就这么随手 拿在手里 张天天刚在房间里调配毒药 听到了院子里的动静 连忙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刚调好的化喝散 都没来得及封装存放 拿在手里便是想着 万一来的是不速之客 正好能派上用场 徐哥 这人我不认识 找你的吗 徐年放下讲解 人体经脉相关的医书 摇摇头 我也不认识 他方才不敲门 不打招呼 直接越过大门 飞了进来 我看他行事不善 就把他抓了下来 还有点担心 会不会是我误会了 是你或张伯的熟人 飞了进来 张天天以为是飞檐走壁的飞 也没多想 既然都不认识 那便是不速之客 张伯刚走 这就有人找上了门 故意挑这么个时机 是为你而来 徐年想到张怀谷 在离开之前的交代 要他照服下张天天 于是更觉得 眼下的不速之客 是有备而来 事实上 张怀谷只是随口那么一说 谢冰堂自己都是赴京之后 知晓了谢琼文的遭遇 才决定来摆怀堂 替侄子出出气 维护一下世家尊严 他又怎么可能 预判了谢冰堂的行踪呢 可是张天天觉得 徐哥说的很有道理 老实交代 你来摆怀堂的目的是什么 刚调配完成 毒性正裂的化合伞 就在张天天的手里 大有一副 只要谢冰堂说的不满意 就味到他嘴里的架势 谢冰堂堂堂天水 谢家二把手 何曾受过这危险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 他大声道 误会了 误会了 我真不知道张神医不在 不是专门挑他不在的时候来的呀 这时候不赶紧解释 难道等下去和阎王解释 化合散祭连 五品大真人在旁坐镇 要他一个小小到门六品的命 不消说是探囊取物 至少也是轻而易举 王朝覆灭 而世家长存 因为什么 能屈能身方为大丈夫 张天天斜着眼睛 看着保持着狗肯尼姿势 都不敢妄动一下的谢冰堂 听你这意思 是来找老张的咯 如果我说 我是来看病的 你信吗 谢冰堂闻到了张天天手中 化合散散发出的酒香 没敢试一试 他叹了口气 苦笑道 我是天水谢家的谢冰堂 本来是为了侄子谢雄文 来讨个公道 不曾想有高人在此 既以冒犯 但求条活路 哦 你是谢雄文的长辈 就这点水平 也敢找上门 勇气可嘉 张天天以为徐年是七品 那么能被徐年瞬间制服的谢冰堂 自然高不到哪里去 他打去道 还真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现在我们又打了你 不会之后 又冒出来个更老的吧 不会 只要二位放我一条活路 我可以做一个主 谢家与二位的任何恩怨 都将到此为止 自此两清 这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谢冰堂的肺腑之言 无他 这才最符合谢家的利益 如果早知道教训谢雄文 是无品大真人 谢冰堂的回礼 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而是真的提上礼品登门拜访 不说话干戈为玉博 至少也表明态度 毕竟谢雄文也没缺胳膊少腿 也就是吃了些苦头 前居而后供引人发笑 可若是死了 便是哭都哭不出来了 张天天盯着谢雄文看了片刻 直勾勾的眼神 仿佛是在打量货架上的带兽之物 仰角便少女一拍手 看得谢冰堂心惊肉跳 生怕话和伞从少女手中洒出来 淋到自己身上 我明白了 你是来百怀堂看病的对吧 这又是哪一出 谢冰堂猜不透 也没得选 附和着点头 是 我是来百怀堂看病的 张天天笑弯了眉眼 看病 是要钱的 这也没什么问题吧 治病收钱 此乃天经地义 我这里可是百怀堂 枕金贵点也没问题吧 对对对 谢冰堂连连点头 你说什么都对 我还敢说个不字 好 能达成共识就好办了 张天天一只手拿着赤红的化合伞 另外那只空着的手随手一翻 便多出了一包白色的药粉 你的病情呢 我已经知晓了 这就是我给你开的药 服用方法是 等下出门后立刻给谢雄文服下 听得明白吗 至于枕金呢 我看你这枚玉佩 还算马马虎虎 就底了吧 谢冰堂身无常物 就这一枚玉佩 静白四冰 机无杂志 正雕山水 背转云文 或者说 他的常物都在这枚云水玉佩里面 储物法宝 放眼天下 都是珍惜之物 天水谢家 传承百年 也就只有两件 一件在他兄长 也就是现任的谢家家主手中 而另外一件 便是这枚云水玉佩了 除了储物之外 还有避水之效 云文亦可换出 能蒙蔽六十的账物 比起这枚云水玉佩的价值 谢冰堂储存在里面的常物 反而只算是个天头 这也叫还算马马虎虎 可是 如果这敢称的另一端是自身性命 谢冰堂也只能认了马马虎虎 应该的 不过这里面有我些许私人信物 不知可否容我取出 行吧 你把你私人信物取出来就是 谁让有为我敬爱的长辈嘱咐过我 行一既是端的 是一颗救苦救难的慈悲心肠 既然你都这样了 我自然是要通情达理的了 既然是敬爱 首先就能排除是姓张了 张天天大方帝摆了摆手 反正谢冰堂的私人信物 他拿了也没什么作用 谢冰堂也很识趣的 除了私人信物一样都没多拿 但要赢钱配件什么的 碰都没碰 反正云水玉佩都出了 何必为了捡这点芝麻 而节外生枝 云水玉佩换来一包白色药粉 谢冰堂看着手中这包药粉 有点犹豫 他认不出来 但因为有化喝伞在前 理所当然觉得 这也是什么服下去后 不死也残的剧毒之物 如果谢雄文他也来看病 不知诊经该是多少 谢雄文毕竟是他侄子 都流淌着天水谢家的血脉 浓于水 溶于情 能就还是救一下 张天天扬了扬手中赤红药粉 一丁点都没洒出来 简单 你服下这副化喝伞 怎么样 谢冰堂不再吭声 转身离开了百怀堂 来时飞越大门摔了个狗啃泥 走时经过大门 亲手开门 再亲手关上 十分礼貌 见到谢冰堂终于出来了 在门外从信心满满 等到焦急不安的谢雄文 急忙迎了过去 三叔 里面什么情况 我看你突然掉下去了 有没有受伤啊 谢冰堂默然听了片刻 其中夹杂着侄儿的关心 他沉声道 谢雄文 身为谢家的人 你可有为谢家付出的觉悟 谢雄文听闻此言如坠物理 三叔不是去回礼的吗 怎么忽然就成了他来付出 这都什么跟什么 他不知所谓 只能应到 我自小便享受着谢家的富贵荣华 若为谢家自然是责无旁贷 只是三叔你突然问这个做什么 难道家中有什么事需要我 可是这也太突然 好 你有这份觉悟便好 现在服下此物吧 谢雄文看着谢冰堂 手里的白色药粉 莫名想起了什么 不愿回忆起来的往事 下意识后退了半步 三叔 你这 这什么 嗯嗯 大丈夫已经做了决定 便不该婆婆妈妈 所以谢雄文虽然后退了 但谢冰堂一步向前 整包白色药粉都进了谢雄文的口中 他还捂住了侄子的嘴 不让吐出来 片刻过后 药粉都在谢雄文嘴中化开了 谢冰堂才松开手 柔和神情中满是长辈的慈祥 他叹了口气 悠悠说道 雄文侄儿 你若有什么心愿 现在便与我说吧 我会尽量为你达成 还有 你有什么话 需要我带给你父亲吗 此事虽非我愿 但确实是我亲手所做 回去之后 我会向兄长如实相比 只言骗句都不会有所隐瞒 你且放心去吧 同样是谢家祖辞里 多了一块牌位 但是家主可以少一个儿子 谢家却少不起一位 道门六品高手 这个抉择 换了兄长亲自来做 谢冰堂相信 也并无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最多是父子间的生死离别 更能挨动天地 嗨嗨 三叔 你 你都在说什么呀 你为我吃了什么 谢雄文弯腰咳嗽 方才被捂住了嘴 呛得不轻 但谢冰堂以为是毒素发作 是 雄文指着你安心睡吧 有我在 至少可保你不会太痛苦 不是 三叔你到底 嗨嗨 你现在感觉如何 肚子 肚子疼 唉 哭 忽然一声震天响 而且 胖臭无比 谢冰堂为了神情不崩 不得不悄悄动用灵力 封住了嗅觉 说 我 我内急 茅房 快 带我去找个茅房 这下反而是谢冰堂有点梦了 谢雄文脸都憋绿了 连续催了好几声 谢冰堂才回过神 连玉空的能力都用上了 带着他急忙就近在监客栈里找到茅房 进去 一蹲 便是一个半时辰 谢冰堂好几次怀疑 这莫非是什么 让人在茅坑里 虚脱致死的毒药 如此恶毒 连最后的体面 都不想给侍者留下 不过 最终谢雄文 还是两脚颤巍巍走出了出来 一脸生无可恋 感觉人都轻了几斤 说 你 你给我吃的 竟然是 就是上次 百怀堂那狠毒女子 给我下的毒 还能叫一声说 可见谢家 不管对外如何 至少这内部亲情 还是维系的不错 谢雄文早就意识到了 上次赴谢 多半不是吃错了什么 而是中了毒 谢冰堂也没想到 最后是这样的收尾 但是他松了口气 伸手想拍拍侄子的肩膀 可到一半 又默默收了回去 只是口头上安慰道 至少我们都活着 这就足够了 也不知是因为缩回去的手 但是这句话的缘故 谢雄文沉默了 道门六平静的三叔出马 结果却成了这样 他在奴顿也意识到问题了 三叔 我是不是惹到了 谢家惹不起的人 谢雄文沉思片刻 摇摇头 不知当 谢家书职二人 回到了镇国公府 徐大夫人和谢雄文 最初的想法不谋而合 觉得有谢冰堂出马 定然是手到擎来 可见到了回来的二人 才发觉 事情发展和索料的不太一样 三哥 你的云水玉佩哪儿去了 去时还在 回时却不见了 没有了云水玉佩的谢冰堂 可谓真的是身无常物了 一言难尽 谢冰堂满脸唏嘘苦笑一声 徐大夫人刚问一问他们 在摆怀堂是遭遇了什么 却见谢雄文忽然按着肚子 脸色惨白 小腿都在打颤 唉 都一家人别憋着了 快去吧 在谢冰堂的一声 古怪复杂的叹息声中 脸上写满了 生无可恋的谢雄文 告辞离开 又钻进了茅厕 他刚走 镇国公府的独臂老仆便来了 来问问摆怀堂里的 那对徐姓少年是何人 与老爷流落府外的私生子 有没有吻合之处 看上去二十来岁 带着病母的少年 少年模样的倒是有 但可没有少年 只有一位悟到天地得玄机 已然返老还童的道门 五品大真人 就如陈县虎初见徐年时的判断一样 谢冰堂也以为 徐年仅仅是外貌四少年 凭借着身后的道门修为 逆转了岁月 在皮囊之上留下的刻痕而已 真实年纪 宝不准该以百年为继 修行宛如登山 越厚越难 坐拥天水 谢家底蕴的谢冰堂 修行了大半辈子 如今才看看六品 终其一生 能否摸到窥探到五品的天地玄机 都是得未知数 天机阁星平的乾隆榜 划分的年龄限制是三十岁 如今排在乾隆第一位的 是陈大将军府上那位少女 生而吐纳 且先天开了一窍 宛若折仙人 如今十九岁 已然登陵七品静 何等风采 也才七品 所以 百怀堂里的那名道门五品大真人 纵然在如何是少年模样 又怎么可能只有二十岁呢 不只是谢冰堂是这样想 曹姓老仆 其实也都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判断 在得知了百怀堂里的少年 竟是一位五品大真人之后 他考虑就已经不是什么 是不是私生子的问题了 还好先前没有让辅上之人 去帮谢穹文 郑国公府 与百怀堂里的那位五品大真人 应当没什么直接冲突 没有贸然数次大敌 天水谢家的二把手 道门六品静的高人 随身财物都有些什么呢 徐年和张天天 知道了准确答案 种类齐全的丹药 从跌打损伤到雇本培元 不易而足 一柄剑 剑长三尺六 柄茜玉 碎缠金丝 任犯寒光吹毛利断 财物财物 物都说完了 便剩下了财 少量的碎金和碎银 几张面额较大的银票 加在一起有上千两 以谢冰堂的身份而言 不算很多 也不知道 他是没有随身 带着大量金钱的习惯 还是说 身上的钱已经花去部分 只剩下了这些 这剑看着不错 我要了 张天天挑中了剑 也只拿了剑 剩下的钱财与丹药 包括价值最高的 云水玉配本身 都归了徐年 徐年没有 立刻去拿云水玉配 照你这样分 我可占了大便宜 张天天无所谓的白白手 嗨 徐哥 你是李叔有十无名的 清传徒弟 那便是我一父一母的清哥了 咱们俩兄妹算这么轻做什么 一个储物法宝而已 老张又不是没有 早晚都会归了我 四手五入 就等于我也有储物法宝 要两个也没啥用 再说了 这人是徐哥你拿住的 我没出力 也没输才 仅仅剑者 有份拿了这把剑可挺好了 况且这剑 看着也不似反品 泽泽 明明这么弱 却又有储物法宝 又配这么好的剑 这些世家 可真是狗大货 说到最后 还感慨了一番世家奢靡 然后便提着 不似反品的宝剑进了厨房 角落里堆着干柴 一剑下去 便是两半 还挺锋利 匹柴用起来还不错 可惜是把剑 不如刀斧好出力 相遇缠金的宝剑 就用来匹柴 天水卸架 都没这底气吧 徐年沉默好一会儿 也没琢磨清楚 这到底该算是 拿着金锄头厨地 还是牛顶抨击大财小用 不过话说回来 得了这笔意外之财 徐年也能去一桩心事 苏苏 喊了一声 毛发火红的小狐狸 便从厨房里跑了出来 停在徐年面前 嘶嘶地叫了几声 干嘛干嘛 喊嘶嘶干嘛 他方才跟着拎着宝剑的 张天天进了厨房 还以为能看个事件的热闹 没想到只是匹柴 徐年把云水玉佩里的 碎金碎银和银票 全都取了出来 放在小狐狸的面前 先前那百两黄金 是你借我的 现在可以还了 你点一下 收好 银票总共是 一千零三十两的面额 金银兑换的比例 以十做一式普遍的做法 就连公家也认可 大雁朝廷有时一律 是赏黄金多少多少两十 发到手里的 也可能是量以十倍的白银 不过实际上 金贵银件的观念自古有之 同样价值 多是喜欢黄金剩过白银 这就导致一两黄金 下对十两白银 几乎各处都行 但想要用十两白银上 对一两黄金 便难找到肯接受的了 通常都多个半两 只一两左右 这银才便做到了金 所以 光是一千零三十两银票 其实还不足额 换不来小狐狸 当日拿出来的百两黄金 天上剩余的那些碎金碎银 才不差的数 原本想着 等天魔教护法寻先生 被镇摩斯挂上的悬赏发了下来 或许就够还了 没想到 天水谢家 如此仗义书才 无债一身轻 苏苏望着这点碎碎的金银 和几张轻飘飘的纸 大大的眼睛里有大大的迷茫 什么是银票 这不就是几张纸吗 为什么也能当金子 这确实是纸 但也确实能换钱 这样 我拿去都兑成金子再给你吧 这些银票的盖章 都来自八方钱庄 这是天下最大的钱庄 玉京城里就有分号 小狐狸眼里的迷茫 依旧没有散去 闷闷不乐地支了几声 换作别人只听得出 有情绪在里面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徐年没有这样的困扰 可是你们人类 不是关系越好 越不在乎金子什么的吗 刚才你们也说了 不算那么轻 怎么跟苏苏就分这么清楚 都这么久了 难道苏苏还不算朋友吗 现在算清了金子 明天是不是就要赶苏苏走 还清了债 下一步是赶她走 小狐狸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是很容易理清 毕竟人和妖的思维方式 或许存在误差 而且苏苏明显是涉事未深 天真而单纯 她对人类世界的认知 都还不完善 存在着误解与偏颇 不过好在 她的困扰在心声里 也一听无疑 徐年伸手摸了摸小狐狸的脑袋 笑着说道 说起来 当初你跟着我是为了 躲抓你的人 但如今早就已经没事了 你也不见走 我其实也不知道 你不是自己想走 我赶紧走做什么 虽然吃得多了点 但也还不至于是养不起了 娘亲也习惯了小狐狸 若是哪一天看不到了 会觉得失落的吧 说完这些 徐年想到了什么 哑然失笑 这小狐狸随身带着一座金山 哪里需要她来养 反过来 说是苏苏养着她 还靠谱一点 小狐狸一只小爪子 放在了她不太能理解 为何能当金银的几张纸上 小脑袋微微扬起 看着徐年 无论是灵性十足的表情 苏苏走 徐年笑着汗手 小爪子轻轻一拍 细碎金银 与几张银票 便化作一抹流光 没入了火红的毛发之中 两清了债 苏苏见徐年的笑容 确实没有变化 不像是为了和她 划清界限的样子 于是悦然到这 很好闻的少年头上 安安兴兴地趴了下来 极具人性化的表情里 流露着满满的享受 这年头都说 欠债的是大爷 徐年却反了过来 想无债一身轻 还得苦口婆心地解释清楚 苏苏才收下 头顶趴着一只狐狸的少年 哑然失笑 重新拿起了那本 讲解人体经脉相关的医书 从被打断的篇章 继续读下去 经脉乃血腐 长气质 短气病 硕则繁星 大则并尽 绵绵其去如贤绝 虽然是医书 但是论及了经脉 于盗门修行 也能触类旁通 有一定避意 如此翻完了整篇 张天天提着宝剑 走出了柴房 也不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 原本寒光灵灵的贱人 竟然变了色泽 一截是白 一截是红 一截是绿 一截是青 竟然还多彩 许哥 这件我设施确实还行 拿来医柴有点浪费了 只是有点不称手 我去找人改一下 一起走走 医柴还行 谢冰堂听你这么说 会不会欲哭无泪 于是乎 逐渐有点阿宅倾向的小狐狸 留在百怀堂 陪着身体 还有点虚弱出门 不太方便的徐姑 徐年则跟着张天天 穿街过巷 来到了人潮顶飞的方式 到了 领路的张天天 停下了脚步 此时 徐年的面前 有两家铁匠铺 紧紧挨着 一家很大 门客如知 数个高大铁炉 在断烧之中 一出滚烫白雾 多名精壮汉子 围绕着炉火 铁锤敲打之声 络绎不绝 一家很小 只放着一个陈旧的小铁炉 已经熄灭了不知道多久 从里到外 已经明摆着了 徐年瞬间就挠不出了 大铁匠铺 如何靠着关系 打压排挤 一强之格的小铁匠铺 但是实际上的出品 却滑而不时不值一提 空有名气和庞大的利润 小铁匠铺里 才藏着真正的锻造傲义 睡在炉前的小老头 一定是深藏不漏的铁匠宗师 所以 张天天要找来改造宝剑的人 就是这小老头吧 张天天看了眼小铁匠铺 然后一扭头 走进了大铁匠铺 楚书 楚书 铁炉轰出的热浪之中 张天天大声呼喊 不一会儿 便有个赤膊大汗迎了过来 脖子挂着的汗金 已经分不出本色 身上乌黑一片的皮质护裙 也是坑坑洼洼 一身古铜色的肌肤 仿佛经过了铁与火的淬炼 重中之重视 光头 会反光的大光头 因为炉火旺盛 一眼望过去 几乎能看见 有火焰在这头上跳远 徐年德承认 之前草率了 这大铁匠铺里的光头大汉 怎么看都是一位 铁匠中的强者 我当是谁 原来是张姑娘来了 这儿可不是说话的地儿 锤敲火聊的 嗓门但凡小点 都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跟我来 我们换个地方 说话之间 光头赤薄的楚雄 未洗过了脸和手 带着张天天和徐年进了偏房 虽然没能完全隔绝 热浪与铁锤敲打之声 但至少说什么 不用扯着嗓门了 还有人送来了茶和国府 作为点心 我看张姑娘拿了把剑 想必 这就是你来找我的原因吧 楚叔好眼力 张天天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便把谢冰糖的配件递了过去 这件好是好 只是我用着不衬手 楚叔看着帮忙改改 在出门之前 徐年看见张天天用什么药粉 在剑身上重新擦拭过一遍 又用大量清水冲洗 如今剑身已经没有了诡异的多彩色泽 重新泛起了凌凌寒光 百玄金铁掺了寒山精粹的底胚 熔岩地火淬炼成形 水文玉和金蚕丝温养灵性 只是这断打的手法有些奇怪 既有虎拳派的风格 又有马南山一脉的影子 楚雄围端向了一阵 随口便说出采用的何种材料与手法 可见 这真是一位铁匠中的王者 到最后 反光的脑袋摇了摇 放下了这柄剑 用的料都是极好的 只是这锻造者 想取百家之长 却差了一线 弄出来东不成西不救 不成大器 嗯 我知道这是谁断的剑了 不过这把剑要是我没记错 应该是天水谢家得了去 怎么会在张姑娘手里 能说得出跟脚语下落 看来这把剑果然不似反品 张天天笑得有点腼腆 机缘巧合 就这么到我手里了 行吧 楚雄未笑着拍了下光洁的大脑袋 也没问是怎么样的机缘 才能遮瑶巧 张姑娘想往什么方向改 脆毒 合适吗 来之前我已经试过了 这件身材质 和我常用的几种毒相性不错 只是我用不惯常见 先前剑刃呈现彩色 便是在脆毒试试效果 如果是最简单的表面涂抹 不用考虑到这么多 但张天天想要的脆毒 是毒素渗入兵器之内 这边要考虑到 材质向性的问题 她以前便想过冰刃脆毒 只是一时没有找到材质合适 冰刃也就搁置了 但是如今新平出来的乾隆榜 她对自身四十九的排名 显然不大服气 适逢送上门的谢冰糖 留下了这柄剑 便起了些心思 剑刃脆毒的效果是挺好 只不过她不擅长剑 就如同黑道人的藏眉手走的路数 是刁钻鬼变藏而不入的险招 兵器她也更喜欢一寸短一寸闲 嗯 楚雄卫摸着脑袋琢磨了片刻 要不干脆把这剑容了 我为张姑娘打量兵短剑 好啊 这感情好 那就麻烦楚叔了 嗨 一点小时跟你楚叔客气啥 过几天断好了 就给你送过去 收下了这柄不成大器 却也不似凡品的宝剑 楚雄卫端起杯子喝了口茶 眼神却已经飘到徐年身上 打亮了一番 徐年虽然默默陪在旁边 没说什么话 但是楚雄卫注意到 他盯着自己的脑袋 看了好几次了 小伙子看啥呢 咋的 光头太亮 刺你眼睛了 警戒似乎是恍然想了什么 楚雄卫放下茶杯 忽然开口说道 对了 一直忘了问 这位看着就一表人才的小兄弟 是张姑娘的朋友 这是徐年 我张天天一父一母的亲哥 别看我徐哥年纪轻轻 已经是到门七平静 也就是天机阁望称天机 其实什么都不是 要不然这新平的 乾隆榜状元的位置就不说了 榜眼叹花我徐哥总能站去一些 张天天手肘抵在徐年的肩上 微微仰起下巴 拍了拍胸口 一副兄弟情深的架势 兄弟厉害 自己也跟着有面子 楚雄卫顿时露出了然之色 紧接着拱手抱拳 笑着说道 久仰久仰 原来是真人当面 失敬了 久仰可能是玩笑话 不过敬意却实实在在 少年七平 当为不凡 张天天也没望为徐年介绍 楚书 楚雄伟 这铁匠铺都是他家的 世上最好的铁匠 楚雄伟刚拿起块国斧 都顾不上放嘴里了 赶忙补充道 之一 最好的铁匠之一 这可不能省略 不 就是没有之一 别的铁匠宗师 又不像楚书对我这么好 在我眼里 他们自然就比不上楚书 张天天说的 那叫一个义正言辞 楚雄伟还能说什么呢 嚼着国斧 一笑了之 张天天手肘戳了戳徐年 忽然说道 话说徐哥 你还没有趁手兵器吧 要不要在楚书这里挑一把 楚雄伟是不是世上最好的铁匠 说不准 但至少在这玉京城内 他这间铁匠铺 确实称得上是最好 不需要天歌之一 除非把大雁朝廷的公布 也划到铺子的范畴里 或许才值得商榷一下 从十八班兵器 到一些奇门玩意儿 楚雄伟这里都有现货 趁不趁手随便是 只不过徐年武剑弄枪的经验 如果要除和菜刀不算在内 便只有树枝 做剑斩镜周身三尺 花花草草的过往功绩了 看也看了 是也是了 徐年也说不上哪里好 哪里不好 总之是没相中 杖三尺清风 是少年都有过的憧憬 徐年也未能免俗 随便挑把磅身 涂个威风帅气 原意下而食 憧憬似乎也无不可 只是这铺子里的兵器 可都算不上便宜 少则十几两 稍微好些的 便是几十上百两 虽然张天天和楚雄 为让徐年试一试 有无趁手兵器 大概是他看上了便能拿走 从头到尾都没提过银钱 可是他们不提 徐年却不能当时 在挑趁手的树枝 看上哪根折走 便不管了 况且 他既不精通哪一路兵器 又不是武夫 拿了又能干吗 匹柴还是斩尽 周身三尺的花花草草 徐年放下一把 反复断打千次 才成型的金铁长剑 正要婉拒这些 在他手里犹如鸡肋的兵器 楚雄为摸着他那颗 正亮的光头 却抢先一步笑着开口 都不合适 也是 这些兵器武夫用着 当时图个锋利也够了 不过在真人手里 是差了些意思 走 跟我来 我带真人去看些 真正的好东西 楚雄为带着徐年和张天天 来到了一间 锁上了的库房门前 张天天似乎知道 库房里是什么 有些惊讶 竟然是这里 楚叔这么大方 他难得收敛了完性 多出几分正经 这是你得找老张谈 他说了才算 跟我这在大方 送再好的东西也没用 大方 哈哈 张姑娘 你这是想哪儿去了 楚雄为笑着摇摇头 从内衬里 掏出一把不离身的钥匙 开了锁 推开这间 位于铁匠铺最深处的库房的门 虽然是初次见面 不过小女和我提过真人 所以之前 说是久仰 可不是在客套 先前小女成蒙真人照顾了 侥幸活着立下了大功劳 我这当爹的 别的也没有 这库房里的兵器 若是有哪一剑能入真人的眼 便当作是见面里吧 张天天露出恍然之色 怪不得呢 楚叔虽然不小气 但也没道理平白无故 送出这么贵重的见面里 原来是有这里的功劳 照顾了楚雄为的女儿 徐年在京城认识的人不算多 其中姓楚的 似乎就只有一个 楚慧节 仿若铁打的古铜色打铁大汉 竟然和英姿萨爽的 镇摩斯女宗医是一对妇女 方才只顾着楚叔打的兵器 是天下第一 忘记说了 看了看这铁打大汉的面容 确实在五官上 和楚慧节有三四分神似 只是这颗亮眼的大光头 该是说 楚姑娘在头发这方面 没有遗传到父亲的特色 张天天有点想不明白 楚姐姐在先前 偶然牵扯出了天魔教的案子里 分道的功劳 原来有这么大吗 都值得楚叔打开这扇门了 想到最后 他只能归咎于 自己毕竟不是镇摩斯的人 不清楚 镇摩斯对天魔教有多重视 其实张天天想歪了 他只知道 有意外撞破天魔教阴谋的功劳 却不清楚 是徐年救下的楚慧节 所以 楚雄为话里的重点 不是功劳 而是活着 这次虽然立了大功 但也确实是生死一线 多亏了有和天天关系 极好的徐兄 出手相救 楚慧节以为徐年 不想暴露自身真实境界 所以也没有说得详尽 但仅是这三言两语中 透露出来的 便已经是救命之恩 如今恩人登门 楚雄为只不过是赠你一件兵器 哪里敢算什么大方 不大的库房密不透光 得点着了中间的一盏油灯 寄来光亮才看得清楚 里面总共也就放了二十来件兵器 远不如库房外面的那些兵器种类齐全 但是传承铁匠记忆的楚家 可是前前后后历经了数代人 才积攒下来这么一间小库房 平日里 就算有贵客灯门 楚雄为轻易 也不会打开这间小库房 铺子里另有一批 不时常摆出来展示的兵器 用料和锻造手艺都极为不凡 能运出灵性 流传到一地江湖 指不定就被奉为绝世神兵 不过再怎么不凡 那一批兵器只要出得起价 谁都能买走 这间小库房里的兵器虽然也卖 但就不是谁都能买的了 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首先得楚雄为看中了眼 其次 不仅是人挑兵器 会考虑称不称手 这些灵性巨族的兵器 也同样会挑人 实力太低 或者是相性不合 以至于镇不住兵器 便当不了兵器之主 所以 楚雄为虽然开了门 愿意赠一把兵器 但徐年能不能从里面相中一把带走 还得看他自身的机缘造化 如果未能成功 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楚雄为会再带徐年去看看 哪一批虽然不常展示出来 但只要出得起价 就能买走的兵器 那些兵器不挑人 这里的兵器数量虽然不多 但这里没把兵器的所用材料 都不比张姑娘拿来的那把剑叉 而在锻造手法上面 则至少高出一筹 都成了大器 楚雄为伸手抚摸着 究竟的一柄战青色长剑 粗利的手指摩擦在光滑的剑面之上 打铁大汗的脸上 流露出柔和与隐隐的激动 语气中颇有几分自豪 虽然一直知道 楚叔这里有这么个库房 但我还是 头一次进来呢 张天天好奇地四处打量 一柄柄真正脱离了反品的兵器 此刻就摆在面前 不免有点点熟呀 楚叔 这些兵器 我也不说拿去试试手什么的了 不出这库房门 就在这里碰一碰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这倒是无妨 这里都是绝好的兵器 又不是瓷器 哪会碰一下就碎 只是你拿起时 自己要当心 莫要伤着了自己 拿一下而已 又不是招 怎么会伤着自己呢 张天天旁边有对双刀看着顺眼 便想要拿起来颠下重量 结果刚入手没一会儿 便微微变了脸色 不是拿不起来 也没什么莫名产生的锋芒 划上了手 这兵器入手 我怎么感觉 气血运转有所不畅 楚雄未接过这对双刀放回原处 笑着解释道 这便是张姑娘 和这对凤女刀的相性差了 如果合适便是相辅相成 当时觉得气血运转更通常才是 言罢 楚雄未运转气血 释放出自身的些许契机 煞时间 小库房里有十几柄兵器微微颤鸣 如同在响应着楚雄未 这便是相性相合产生的共鸣 不过我这是仗着自身便利 平日没少与这些兵器接触 算是取了个巧 才能与这么多把兵器相合 收敛契机 那些兵器复归了原样 楚雄未转头看向徐年 徐年还只是看着 没有上手哪一件兵器 徐真人尽管试一试 若是哪件兵器能与真人相合 便当作是见面利了 要看相性吗 徐年看到了一柄刀 刀身宽厚且直 通体漆黑 像是一块门板 此刀名为重山 在这二十二件兵器里 也是能排进前五的了 宽一尺二 长六尺三 重量则大有讲究 在有的人手里轻如红毛 在有的人手里 却重如一座山 楚雄未瞪大眼睛 看着徐年单手举起了重山刀 轻飘飘的动作 仿佛手中无误 这可真是没想到 真人与这柄重山刀的相性 竟然这么好 楚雄未笑声之中 除了少许惊讶 便只有爽快 别说是排的 近前五的重山刀 就算是在这二十二件兵器里排第一的 只要徐年能相得中 那便拿走就是了 既然是相赠 又何必斤斤计较 真人要选这柄重山刀吗 我建议 是可以再试试别的兵器 再悬也不迟 嗯 我再试试 徐年放下了重山刀 拿起了楚雄未 方才轻轻抚摸过的战青色长剑 剑名清渊 长三尺宽一寸三 取冰渊之底的氢寒铁 楚雄未的介绍 在一半又戛然而止 因为徐年手中的清渊 发出了一声清鸣 楚雄未能感受到其中的喜悦 比他释放出契机相名时更甚 徐年此后 又是了好几样兵器 无一例外 都是相性相合 而有共鸣 楚雄未在铸造兵器之上 极有天赋 天生便与百兵灵性清和 但看着此时的徐年 他不由地开始回忆 刚开始负责 打理这间小库房时的自己 那时 他都没这么受待见吧 突然就对自己的天赋 有那么些不自信了 不过再看看张天天 张姑娘是个不信邪 也不轻易服输的性子 一件不成 便接连试了好几件 渐渐都没成 这才正常情况 灵性巨足的兵器 哪这么容易相合呢 自信又回来了 嗯 楚雄未瞪大了眼睛 他看到了什么 徐年效仿楚雄 未运转灵力 释放出自身契机 不多 远不足以呈现 无品静的天地之威 但就在这么个瞬间开始 库房里的22件兵器 全部温明 一件不少 就连先前都没有搭理 楚雄未的 那少数几件都不例外 我如果是与百兵灵性清和 这该算什么 天作之和 楚雄未喃喃自语 陷入了对自我的怀疑之中 在这22件 似乎传来欣喜意味的兵器之中 徐年发现有一件兵器的造型 极为特殊 圆不溜秋 鸽子弹大小 呈现为土黄色 犹如捏得极好的泥丸 这是一枚剑丸 名为分光 剑丸 形似泥丸意为剑 削铁如泥 绕指为柔 剑丸是极为特殊的兵器 算作道门法宝 因为只有道门修饰 以灵力驾驭方能如臂食指 随心而动 此剑丸并非是我楚家所铸造 而是先祖偶然得知 可分为酒 剑气戳四流光掠过 故而取作分光 徐年气机一饮 分光剑丸便飞入掌心 其中灵性就如同乳燕归巢满是星系 用灵力驾驭 仔细品味了一会儿 便将泥丸一分为酒绕着周身旋转 这般玄奇的兵器 明明是第一次遇上 但是操纵起来 却得心应手 仿佛是徐年意念的延伸 行指随心皆自如 九眉泥丸合而为一 静静悬在徐年掌心之上 乖巧无比 看着分光剑丸在徐年手上如此听话 因为不是道修 而迟迟未能与这枚剑丸相合的楚雄为 莫名有点失味 他顿了片刻 诚心说道 分光剑丸在这二十二把兵器之中 只能击身中牛 真人不再试试其他的吗 言外之意 便是不推荐徐年取走这枚剑丸 二十二把兵器都已经相合而明 既然只能取一剑 为何不挑更好的呢 徐年手托分光剑丸 笑着说道 兵器优劣 其实我不太懂 只是这分光剑丸 确实合眼趁手 我便引以为家 况且 能摆在楚书这间库房里的兵器 无一是反品 想来这枚剑丸 就算当不了其中最好 也已经是极好的了 趁手便引以为家 趁手便引以为家 好 真人此话说得极好 楚雄为楠楠自语重复数遍 呼得放声大笑 兵无优劣 趁手为家 此话说得好啊 倒是我有些这香了 先前赠兵器 只是为了回报救女之恩 但现在 看向徐年的目光里面 已经多出了欣赏 这话说到了楚雄为的心坎里面 甭管用料再好 锻造手艺再如何高明 终归不还是要握在手里 兵器就该是趁手为家 而不是一味追求兵器本身的优劣 挑走了分光剑丸 离开只剩下21件兵器的库房 张天天忽然想起一事 冲着正在给库房大门 上锁的楚雄为问道 楚书 老张之前拿过来的寻妖镜 还没有打造出来吗 哦 你是说张老哥 拿来的那面镜子对吧 寻妖人一卖的玩意儿 都一师多久了 都能再找出来 张老哥还真是神通广大 楚雄为先是感慨了一句 扯了扯门锁 确认已经锁紧 方才领着二人原路返回 仿佛永远不会熄灭的打铁声逐箭 钻进了耳朵里 寻妖镜是我家老爷子 在打造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 好像是快完工了 回到铁匠铺面向客人开放的区域 在不管是从何种意义上 都热火朝天的氛围之中 徐年见到一名少年道人 摘下锁妇长剑 交到了铁匠铺的火鸡手里 这是来卖箭的吗 徐年暗自好奇 这少年道人 会是遇到了什么挫折 是师门道观里 揭不开锅了 还是说单纯下山游历 却因为某种原因 没了盘缠 穷困潦倒 以至于不得不卖掉随身兵器 这在江湖里 不是什么新鲜事 只不过茶楼里的说书先生 一贯以来 都只会去描绘山巅的惊心动魄 何曾翻过 沉在湖底的斑斑秀记 观众也不乐意 听这些离他们更近 甚至就在身边发生过的故事 乏善可陈 不值得浪费口水和赏钱 徐年也只是看到了 所以才好奇一下 无亲无故 也没必要探个究竟 事情都办完了 刚提出告辞还没离去 却有一名铁匠铺里的助剑师傅 急匆匆跑了过来找楚雄为 手中拿着一柄剑 徐年看着有点眼熟 分明就是那名少年道人配剑 楚大师 外面来了个人 送来这柄剑说要熔掉 伙计拿给我看 我看了两眼 寻思不大对劲 怕自己是看走了眼 还得烦您来鉴别一下 楚雄为接过这柄剑 才看了两眼他便愣住了 沉默半晌后问道 拿来这柄剑的 是不是个道士 是 确实是个道士 还嘟囔什么 熔掉这剑 要打成文房四宝 逐渐师傅神色古怪 这行我也做这么多年了 熔了剑打成其他兵器 或是农具的 剑过不少 但这要打文房四宝 还是投一回剑 非是要打 我也不是打不出来 可是这文房里头的物件 和我们这段刀铸剑 又不是一个路数 也没听说 谁用的笔墨纸焰 是用铁打出来的 楚雄为把剑 放回铸剑师傅的手里 陈生说道 你做得对 这件事不对劲 那这一旦 我们不见 楚雄为摆了摆手 你就直截了当 告诉他道士 天香斋的燕台和墨 林柱阁的笔 和成心堂的纸 在京城里 都算得上是一绝 要买文房四宝 就去这些地方 我们这间小小的铁匠铺 不值一提 要他别来添麻烦 祝剑师傅虽然有些奇怪 为何要这样回复 但既然这是楚雄为的意思 他自然照做 拿着剑去找到那名少年道人 把话一字不落地转述过去 少年道人也没纠缠 只是离开时摇头叹息 似乎十分遗憾 代课的片房内 张天天正好奇问道 楚叔 方才那把剑 有什么古怪 楚雄为摸着正亮的大光头 苦笑道 要容那把剑 那可是道义宗自古传承至今的问道剑 我得多嫌自己命运才敢容掉 怕不是今天容了 明天就要被自山上降下来的玄雷劈死了 张天天吃了一惊 问道剑 问道宗历代天下行走的配剑 是啊 来容剑的是个道人 所以 那道人就是问道宗当代的天下行走 应当是错不了 也不知道这位道义宗的当代行走 是何时下的山 一点风声都还没传出来 下了山也不去问道天下 却先来我这铺子里 要容掉关系 道宗门传承的问道剑 楚雄围在光头上摸了许久 都擦得更亮了 却也只能憋出句 真是莫名其妙 张天天拖着下巴 揣着一颗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心 饶有兴趣地说道 楚叔觉得 乾隆榜前面那几人中 谁会被刚下山的道义宗当代行走 挤掉名次 道义宗传承自上古 乃是道祖所立 其底蕴不必多言 一句话便可概括 万千道法之源 只是道义宗高卧山上 不理山下诛事 无论是王朝覆灭 还是生灵涂炭 这些山上人 都是不问不管自修自道 似乎真的都是 不受世事纷扰的方外之人 超然无外 一心向道 唯有在道义宗代代传承之际 会有例外 已被选定为下一任宗主的弟子 还需要经历最后一次历练 行走天下 问道红尘 这便是道义宗的天下行走 从下山到上山的这段路 每任道义宗天下行走 或显争荣 或如草蛇 或随浪成舟 或搬山填海 走的路虽然各有不同 但据是能在天下同辈之中 占去一斗风流 恰好 天机阁好巧不巧 又新平出个乾隆榜 这一代的道义宗天下行走 又已经来到了山下 还未登榜 只是道义宗当代行走 还未险山露水 天机阁不得而知 等到山上风光再现于山下 不知会列为乾隆榜第几 挤走谁的席位 我看这乾隆榜上排在前面的几人 都岌岌可危啊 指不定谁就要 成了道义宗当代行走 打响威名的垫脚石 不知道这排名第一的陈牧丸 有几斤几两 能不能守得住自己的名次 京城里一直有说 那位陈大将军府里的大小姐 是什么道武双绝的人间折仙 吹得是天花乱坠 可也没什么人见过她出手 寥寥几次与人动手 也都是对上些不入流的家伙 见不出真章 倒是她搁臣献虎 起码场量许多 山上下来的道义宗行走 和号称人间折仙的陈府大小姐 真想看着这两人 什么时候分个高低出来 哎 对了徐哥 你什么时候 在世人面前露一首 登上个乾隆榜前列 最好是错错这道一宗 当代行走的锐气 用你的实力告诉她 这天下的道门天骄 可不止什么道一宗当代行走 还有我张天天的清歌徐年 离开了铁匠铺 张天天唯恐天下不乱的性质 依旧在于 道一宗当代行走与乾隆榜 会碰撞出怎样的热闹 说到后面 还怂恿起徐年去争议争名次 光靠境界 就能把乾隆榜上一众添骄 压得死死的徐年 只是笑了笑 没什么好表态的 回去的路和来时 不一样 张天天绕了段路 经过安庆街 她已经知道 何家发生了何事 想去看看 以后还能否吃到 只需要三文钱一碗 论起滋味来 却在偌大的狱金城 都是一等一的豆腐脑 何家豆腐摊 已经重新开张了 裹着头巾的青葱少女 依然是和娘亲分工 一同操持着小小的豆腐摊 一碗豆腐脑 换成三文童钱的 迎来送往之间 少女和妇女脸上 都具是客气礼貌的笑容 丝毫看不出 数日前 才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楚 或许是三文钱 豆腐脑撑起的日子 过于逼则 没有空出多少闲暇 留给悲伤 张天天和徐年 坐上了豆腐摊 张姐姐 徐哥哥 你们来了 何小鱼的笑容 一如既往 看不出一样 张天天和徐年 自然也不去挖出 何小鱼不知是埋了 多深的丧亲之痛 也如往常一样 点上三文钱一碗的豆腐脑 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闲聊一二 一碗豆腐脑 很快见底 这个时候 一名黄脸汉子 向着豆腐摊走来 脚步有些虚浮 似乎身体不是太好 张天天吃完豆腐脑 正抹了把嘴 看到这黄脸汉子 顿时就如白日里见了鬼 抹完嘴的手 都忘了放下来 这人是谁 徐年正刚问了一句 还没等到张天天的回答 却看见何小鱼母女 向着那名黄脸汉子 迎了过去 妇人眼波温柔 则被李透露出的 近视关心 来摊上做什么 大夫都说了 你坠水受了些寒毒入体 需要好好养着 不要再劳累着了 何小鱼脸上的笑容 也比迎客送往时 要灿烂的许多 是啊爹爹 你竟然好些了吗 腿脚还痛吗 黄脸汉子 似乎不善言辞 在母女的关心面前 也不知怎么回应 才是最后 只是憨厚地笑着 不断地点头重复 不痛了 累不累 我来帮帮你们吧 这汉子 是和小鱼的店 他没死 难怪张天天 一副这样的表情 这已死之人 忽然出现在面前 可不就是白日里 见了鬼吗 小鱼 我之前听说 你爹雨着了些意外来着 如今这事 张天天忍不住问一问 这是怎么回事 人死了反而不好提起 截然伤疤 又不管滞吼 有何意义 但和小鱼的父亲 竟然活生生 出现在了眼前 人活着万事大吉 开这个口 也就少了许多避讳 之前都说 我爹掉水里已经没了 我和娘还去了 趟千春县也没找到 当时也以为是 不过还好了 我爹虽然是掉进了水里 但只是被冲走了 上岸后迷了路 花了好几天才 找回京城 失而复得的喜色 在少女已经展开的眉眼之间 浓到话都划不开 憨厚的黄脸大汉 也是跟着笑了笑 是啊是啊 当时掉水里是吓死我了 不过还好命大 没有沉到江底 捡回了一条命 人都活着回来了 这便是万幸 至于什么手不干净 偷拿东家货物的风言风语 也不去计较了 小老百姓 计较不了 这些有的没的 踏踏实实过日子 饿了有时吃 冷了天得了衣裳 这便比什么都重要 临走之时 徐年顿族多看了一眼 和何晓鱼母女 一起忙碌的黄脸汉子 微微皱眉 何晓鱼他爹的状态 其实是有些古怪之处 不过很快 他便舒展了眉头 什么也没说 默默转身离去 再有古怪 这一家三口 也只不过是撑起了 小小豆腐摊 能有何妨呢 不久 在铁江铺 无功而返的少年道人 背负着 那柄未能容调 打成文房四宝的问道剑 来到了豆腐摊 他望着那黄脸汉子 徐年只是皱了皱眉 但他却是整张脸皱在一起 原本是面如关玉 五官生的也俊巧 好一个玉至金像的少年道人 可这么一皱 却是成了个苦瓜 似乎日子 比这黄脸汉子过得更苦 真的是天魔 我这才下山啊 怎就遇到了呢 山下天魔 竟然已经泛滥到京城大街上 都随处可见了吗 你们这些天魔 能不能都好好躲着呀 起码等我回山上去了 再出现晃悠吧 这一下难办了 到底该不该拔剑呢 下山不久 未到一宗行走于天下之间的吕盼 再鸣不见经传的豆腐摊前 遁住了脚步 背负着问道剑 已在气机牵引之下 如同工序满进了闲 只待一刹而发 可是过了许久 吕盼也只是苦着张脸 再出剑与不出剑的选择之间两难 停滞不前 将在了豆腐摊 道长 您请 一碗豆腐脑挤进了吕盼的视线之中 白嫩的豆腐脑浅浅浮着一层糖水 捧着蜿蜒的那双手 却远不及这份豆腐脑要来的细腻 大手上粗糙的老茧 全都是辛劳与苦难化成的印记 我没有点豆腐脑 是 是的 是没点 我们请道长吃 为何请我 这 就 就是 憨厚的黄脸汉子 笑着挠挠头 说不上来的所以然 他身后洗着空碗的妇人 便擦了把手走了过来 代为解释 就是看到长是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的 想请您尝一尝 我们家这豆腐脑 比起别家的滋味如何 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之处 还盼着 道长能提点一下 妇人浮肿的眼圈里 藏不住疲惫 但是眼睛里情侦的笑意 也不全是迎客的礼貌而已 其实他是看着年纪轻轻的道人 在旁边站了半天 却迟迟没有坐下来 以为是囊中羞涩 却又缠得紧 或是饿得急 虽然供不起寺庙道观里的香油钱 可这一碗豆腐脑 还是端得出来 况且 近来家中男人 先是丢了在大宅里养花的生计 又差点连性命丢了 虽然最终有惊无险 但说不准是沾上了什么霉运 或许行善积德 能够消灾解难 为他们一家带来好运 只是直接说 是因为看着少年道人 似乎想吃 却又吃不起 未免面子上抹不过去 所以妇人才故意解释成 是要旅盼帮忙尝尝滋味好坏 就好像是在请他帮的忙一样 自幼便在山上修道的旅盼 双手接过了豆腐脑 一口一口吃着 很快见了底 连碗底的些许渣子也没放过 道长用不用再来一碗 多谢施主 不过小道已经吃饱了 旅盼左手抱右手举至胸前 用道家相逢的礼节 以示恭敬 施主家的豆腑脑 细嫩鲜美 是小道吃过最好的 是吗 那便再好不过了 道长下次想吃了 尽管再来 山上也有豆腐脑 却不如这山下的好吃 背上问道剑 已经沉寂下来 先前叙事 全都已经无声散去 吕盼也转身离去 若是有朝一日 宗门问起 今日为何没有出见 因为他们请我吃了一碗 这么好吃的豆腐脑 将要问道于天下的少年道人 行走在玉京城的繁华之中 只觉得 这么个实实在在的理由 已是足够 道一宗当代行走 吃过了山下的豆腐脑 位列乾隆榜第一的陈府大小姐 卖出三文钱 除了道一宗那座仙山上面 普天之下 应当是找不出 比这一碗更具灵气的豆腐羹了 鸡 鸭 与火腿掉成的高汤 再用猪肉断成熔如筛网 在汤中扫去浑浊 最终才呈现出轻烈的琥珀色 而在这种担任主角的 却只是一块四四方方的嫩豆腐 说话的女子衣着华贵 屈指在蜿蜒上轻轻一敲 这豆腐便散成千丝万缕 宛如花苞盛放 但在底部 却又不见一根豆腐丝断开 咬起一勺豆腐丝 尝过了鲜 嫩 爽 滑的滋味 沉木碗微微汗手 却又皱起了眉头 等着她说辞点评味道的女子 顿时紧张起来 这豆腐不好吃吗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 难道是汤底太咸了吗 那可能是用的火腿咸了 下次换成新鲜的铜骨 不 是吃过了这么好的豆腐 以后教我 还怎么吃得下别家的豆腐呢 沉木碗故作叹息 女子愣了片刻 一拍桌子 就抢走了沉木碗 才吃了一口的豆腐羹 气呼呼的大眼睛 瞪着那双鲜韵暗藏的眼眸 那你便别吃了 留着舌头吃别家的豆腐去 女子堵气似的 一口接着一口 把豆腐羹吃了个精光 不过也没忘细细品味 咸淡合适 豆腐丝也够嫩滑 不过这汤过于浓稠了一点 有待改善 女子抬手轻轻一拍 便由宫女端来进水 与丝制手帕 擦嘴 洗手 宫女又悄然退了下去 不发出半点多余的声响 算算十日 婉儿你过几日就要成婚了吧 徐将军勇武盖世 不知怎么却生出徐成那样的草包 坐拥那么大一个镇国功夫 闭关突破个五夫八平 都有些日子了吧 也不知道成还是没成 真是虎夫生了的犬子 哪有半点都配得上婉儿你 也不知 父皇是怎么回事 就乱点起了鸳鸯谱 婉儿说真的 真不需要我再去和父皇说说 我看你们两家其实都不乐意 只是我父皇开了口才不得不结亲 趁着眼下也还没成婚 我再去父皇面前撒撒娇 说不定就收回成命 皆大欢喜了 没有了豆腐羹 但桌上还有个是精美点心 陈木婉正愁着先从哪样吃起 头也没抬便回应道 不用了 就当是我为家里做点事情吧 咦 今天没有蛋黄酥吗 喂 婉儿你有没有认真听啊 你连心上人都没有 就要成婚 以后你就要何不喜欢 甚至是厌恶着的男人同床共枕 我光想想都觉得恶心 你竟然还问有没有蛋黄酥 陈木婉捏了块肉腹扔进嘴里 眨眨眼说道 也不是一定就要睡一起吧 你这是成婚啊 怎么就不用睡一起 可她是入坠我家 按理说是要听从我家的安排 况且就算她不想讲道理 就照殿下你说的 倘若闭关成功了 她也就只是个五福八品 我可以比她更不讲理 比陈木婉本人似乎更着急她 婚姻大事的女子气呼呼地 正要喊人进来 把这些她亲手做的点心 全都撤下去 吃 看你吃个什么 结果听陈木婉这么一说 她顿时就愣住了 好像有那么些道理 可你这样受着 不争一下 哪怕无时 至少名义上总是跑不掉了 以后若是有了心上人 这岂不是成了 横在你们中间的刺 如何能幸福 陈木婉抬起了头 那双晶莹透亮的黑色眼眸中 藏着仙韵 仙韵流转了一瞬 这一瞬 不足以让天地为之变动 但却可以让身前 这位大雁最金贵的女子 感受到这份与生俱来的不同 同样的天地 看到的却是不同的风景 殿下是喜欢双宿双飞的故事 不过陈木婉治不在此 贵不可言的女子 还没来得及 从这一瞬的感受中 完全脱离出来 陈木婉却轻描淡写地 用一句话 将这份感受搅了个稀碎 不过殿下 今天真的没有蛋黄酥吗 大雁王朝 罪得圣宠的公主殿下 深吸了一口气 不断用手抚平着 起伏不定的胸口 咬着牙齿 努力保持着微笑 我算看明白 你这在何处了 将来谁要是上你家提亲聘礼 是一车蛋黄酥 他就是你的心上人了吧 陈木婉眨了眨眼 似乎真的是在认真考虑 这个怎么看都是玩笑的问题 要吃蛋黄酥 自个儿去九真楼排队抢吧 别想在我这拿到 说是这么说 不过陈木婉离开时 怀里还是捧上了一盒蛋黄酥 还在皇宫里 遇到了一顶八台大轿 在皇宫内 成轿这可不是谁都能有的待遇 而且在这顶轿子面前 领露的 还是一位身着红袍的大太监 论官品不能算有多高 但百官身上的补子 再怎么高品 也没谁敢在这一身红袍面前造刺 陈木婉猜得出 这轿子里坐的是哪一位 不过彼此之间没有交集 从百怀堂的行医风格来看 这人也不像个好相语的 所以各走各得道 不必打什么招呼 离开了皇宫 陈木婉边走边打开怀中锦盒 拿出一枚不过鸡蛋大小的蛋黄酥 小口小口地吃着 眼睛里的仙韵 在这时候似乎都活跃了起来 这位施主请留步 小道想请问一下 成心堂该怎么走 陈木婉从蛋黄酥的苏香中回到眼前 看到的是一位附近的少年道人 道人起手 抬头时 腮帮子被蛋黄酥称得微微鼓起的少女 与他四目相对 便是这一个刹那 与盼背上的问道剑 发出一声清明 可他没来得及压下 或是顺势拔剑 嘴里还嚼着蛋黄酥的少女 猛然间像是变了个人 指手向前一扫 血气与灵力交织而出 瞬间便将这声剑鸣镇压了下去 毕竟 这只是问道剑字鸣 而不是吕盼在出剑 至于少女的另一只手 把那盒才少了一枚的蛋黄酥 护到身后 满眼都是警觉 这眼神 以为我是要抢你的点心吗 可是说 一千到一万 确实是问道剑仙洞的手 吕盼自知理亏 连声道歉 小道学医不经 连剑都管不好 让施主见笑了 还望剑两一二 不过 如今这山下 到底是什么事的 比宗门师长 他们描绘的山下世界 要恐怖太多了 随便一个豆腐摊上 有天魔都算了 怎么在大街上 随便问道的路人 都能使问道剑字发而鸣 想来一场问道比试 明明只是想问个路 不是问道 而且 这方才是灵力和血气 一起迸发出来的吧 道门修行 已经如此高深了 竟然还能兼顾上 武夫的血气 屡判都想不通 这人是怎么的出来 精力无穷无尽 还是他的一天 比别人多出十二个时辰 道长这件不错 不过还是要管好一点 在京城里面 闹出什么误会就不好了 刚刚是问卖指的成心堂吗 往这边走 第二个路口左拐 过四个路口在右拐 就在那附近 多谢施主 成心堂的路 已经被指了出来 可是屡判却有了迷茫 问道天下 虽然用的是一个问字 但实际说起来 却很难避免问变成打 道不相同 谁高谁低 谁正谁险 打一场不一定分得出来 但不打肯定是分不出来 历代道一宗天下 行走在山下的战绩 虽然没有几人能做到未尝一败 但败也都是 败在同辈钢顶的几人手上 比如上一任的天下行走 在山下的最后一战 便是败在了威名 都已经传到山上的 凌渊城武帝手中 谁曾听说过到 一宗天下行走 败在个路人甲乙丙手里了 可是屡判却觉得 他可能要完成 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突破 比如刚才问路时 碰上的少女 如果自己拔剑问到了 赢得了吗 不一定会输 也不一定能赢 可这只是京城里的一个路人 一日 才下山 就陷入了迷茫的吕盘 再次来到了和小瑜家的豆腐摊 不过这次 他不在边上愁愁着 该不该拔剑了 而是大大方方坐上了桌 排出三文钱 点了一碗豆腐脑 豆腐摊不大 没几张桌椅 所以拼桌是常事 而和吕盘拼桌的 不是别人 正是徐年 吕盘不认识徐年 但徐年认出了 这和他一样 喝着三文钱豆腐脑的少年道人 便是昨日在楚书铁匠铺 想要融掉宗门配件的 道一宗当代行走 从张天天想看 他和乾隆榜第一的热闹 就可见到 一宗天下行走 是个厉害角色 徐年其实不太在乎 厉不厉害 只是道一宗这样的出身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除魔位到这么个大一之举 天魔不就是魔吗 找何小瑜一问便知 道一宗当代行走 昨日也来了 还在豆腐摊旁 站着看了许久 何小瑜他们以为 这少年倒是 昨日是囊中羞涩 但徐年可不觉得 道一宗当代行走的身上 都掏不出三文钱 站着看了许久 包括今天再来 是在考虑什么吧 难道是在考虑 要不要拔出温道剑 除魔位的 既然都已经遇上了 于是吃完豆腐脑的徐年 跟上了道一宗当代行走 没有掩饰身形 吕盼也没有融入京城人潮 而是走进 偏僻无人的小巷之中 疏然转过身 施主跟了小道一路 不知所为何事 吕盼目光犀利 契机牵引之下 就要首次在下山之后 拔出温道剑 结果 没拔出来 昨天还自省而明的温道剑 今日忽然就变了心 不仅不明 还不想出窍 吕盼都震住了 这可是道一宗的传承之剑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 不是没有直面过四五品 甚至是三品的大敌 从来没有出现过 温道剑完全沉寂 连拔都拔不出来的情况 总不能是这么多年下来 温道剑里的灵性 终于迎来了叛逆气吧 那么 问题只能是在跟了他一路的这人身上 先前豆腐摊上拼到一桌的路人 京城里的路人 到底都是些什么怪物啊 吕盼皱成了苦瓜脸 不过随后 便有极为精纯的灵力 自黄庭之中 源源不断流过全身 经过葬府脉络 形成玄妙无穷的大周天 散发开来的气息 彰显出了修行境界 七品境 极为深厚 几乎不该是七品能有的气象 温道剑是道一宗天下行走的配剑 但可不是因为配有温道剑 才当得起道一宗天下行走 问道剑沉寂无声 可是吕盼却不会因此而沉默 哪怕下山首战京城路人 便迎来首败 开了道一宗历任天下行走的先河 也得势败在战国之后 道一宗吕盼 请阁下赐教 宗门里的师长说过 山下之人在动手前自爆家门 视为礼节 可是吕盼报完了 却没等到在豆腐摊上 拼桌的京城路人 践行这礼节 因为徐年没想动手 或者说 在弄清楚 这味道一宗当代行走 是不是打算除磨之前 没必要急匆匆地动手 赐教不敢 只是想向吕行走 请教一个问题 阁下请说 那碗豆腐脑 好不好吃 吕盼愣了一下 汉手道 物美价廉 和姑娘一家 为了卖这一碗三文钱的豆腐脑 天还没亮便要磨豆子熬汤水 忙活到日落归家 才有点空闲 如此勤恳度日 只有一个朴实无华的梦想 攒够了钱盘下一家铺子 把豆腐脑的生意 做得更大一些 这样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梦想 似以为大到何其广袤 不至于容不下才对 吕行走下山问到天下 我便想问问吕行走 你的道容得下 这凡俗之人的小小梦想吗 听着前面 吕盼还有些费解 这能另问到见沉寂不明的京城路人 难道就为了和他讲讲 这山下极苦 自幼在山上修道 虽然未曾亲眼见过 但是山下云云众生的苦难哀愁 终归还是有所耳闻 和他讲这些没什么必要 又不是带他去亲眼看看 不过听到了后面 这是在说那间豆腐摊里的天魔 吕盼收敛起气息 那张气质出尘如玉般的面庞 再度皱成了苦瓜 阁下问我的道容不容得下 可我下山就是为了问道 这才刚当下山不久 我哪知道我的道究竟是什么呢 不过他们昨日请我吃了一碗豆腐脑 我想这总归不能算是行差踏错 既然左右无措 又何必夺此一举 一定要断个大势大飞出来 况且方才也说过了 我此次下山是为问道 而不是除魔 徐年微微汗手抱拳一礼 转身离开 既然这位到一宗当代行走 没有铁了心 要除魔天地间 那他要是接着说三道四 反而成了多此一举 又不是来问道的 连名字都不曾留下的京城路人走后 传承悠久的问道剑 便又恢复了灵性 吕盼直剑在手 另一只手冲着剑身指指点点 该名是不明 不该名是全名了 竟给我添乱 吕盼和问道剑 进行了一番友好沟通之后 发觉出了问道剑 方才沉寂无声的原因 有仙在前不敢明眼 哪来的什么仙 山上求仙求不到 难道山下还能冒出仙来 仙前问路遇到的那位姑娘 藏着仙韵 你为此 而明我能理解 可这拼桌吃豆腐脑的路人 怎么就成仙了 定是哪里弄错了吧 吕盼虽然嘟囔着 是问道剑弄错了 可他却暗自决定 今后要低调行事 都怪师长们 说他修道天赋万古罕见 什么灵灯巨足 什么物性超凡 再加上在山上时 也确实没有同辈能出其右 久而久之 吕盼就当真了 以为自己真是什么天才 如今下了山 才知道山外真的有山 但是一个路人厉害 或许是遇上了高手 可难道遇到的两个路人 还能都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师长他们说 自己是修道天才 估计要么是安慰与鼓励 不仍打击到他的修道之心 要么就是师长他们 也在山上清修太久 都不知道山下已经变了样 如今 山下随便一个路人的水平 都有这么高了 树狱进而风不止 吕盼在如何低调行事 但他是到一宗天下行走 这层身份注定了举世瞩目 在见识到京城路人的可怕前 也已经路过行踪 于是乎 便有人找上了门 乾隆第十方蛮 请履行走赐教 下山以来 这乾隆榜是个什么 吕盼也听说过一二 榜上百人巨是天下俊杰 乾隆榜第十的当是俊杰 怎么想 都该比不曾流明的路人 还会要强上许多吧 吕盼这哪有资格赐教啊 很不想打 但方蛮报了来历之后 又到一生得罪 便鼓动气血 悍然出招了 已经是必无可避 吕盼便想着 身头是一刀 缩头却不知要挨上多少刀 不如利索一些 尽快奋出个胜负 反正方蛮招式之间也没杀意 只是切磋而已 只要尽力而为 让他掂量清楚了到 一宗当代行走 其实不过如此 得胜了 就归去了吧 于是乎 吕盼便运起大周天 拔出问道剑 穷尽必生功力 递出了一剑 震寻雷 只此一剑 并非剑法 而是神通 山下之人便领教到了山上的风光 剑光引动雷霆天威 虽然从九天之上落下来的实不存一 可这黄黄天威 哪怕只落下来一丝一毫 也已经不是凡人可挡 乾隆帝十的方蛮 寝刻间便被雷光淹没 片刻过后 雷光散去 方蛮倒在地上 处处焦痕 气血衰败到了谷底 以神通斩出这一剑后 吕盼的黄霆 已经空荡荡没有再战之力 都已经打算好磊落认输 这会儿却是傻了眼 他怎么倒了 方蛮一口血吐了出来 染红了胸前衣精 怎么看怎么凄惨 吕盼回过神来 急急忙忙掏出一枚疗伤丹药 给方蛮服下 再强行炸出些许灵力 为其化解药性 下山手战 切磋误杀 这叫什么事 所以 你可别死 千万别死 算我求你了好吗 你千千万万别死啊 在吕盼的殷切期盼之下 方蛮最终还是 挺了过来 毕竟这只是切磋 吕盼的震玄雷 虽然威力惊人 但没有杀意在里面 而方蛮能位列乾隆帝时 也不是泛泛之辈 好歹是扛过了道义中的神通 方兄实在抱歉 小到学义不惊 出手没个分寸 害你受此重伤 你这叫学义不惊 我算什么 方蛮虽然一张口 嘴里还冒黑烟 但他还是摆了白手 是我请吕行走赐教 刀剑五眼受伤 也是我自找的 吕行走不必挂在心上 吕盼神通一剑引玄雷 毋庸置疑登上了乾隆榜 而且还不是取代方蛮的第十名 而是第六名 显然凭了乾隆榜的天机阁认为 第十名的席位容不下这一剑 而且这第六名 恐怕也容不下屡判 毕竟这还仅仅只是一剑 道义宗天下行走 岂会只有这一剑 一剑引雷惶惶天威 看到道义宗 依然后继有人 我便安心了许多 山上的风风雨雨 要是落到了山下 不知的是多少性命去填 不过说句心里话 每逢听到这些事迹我 难免会有些羡慕 你们这些能修行的人啊 超凡脱俗敢于神魔 京城某处幽静的大宅之内 老人一边感慨着 一边将一枚黑子 落在棋盘上 棋盘对面坐着的 也是个老人 身材魁梧 头发花白 修行来修行去 都是肉眼看凡胎 能有什么不同 要我说啊 倒是张公才 更有神魔智能 传说中 神魔能改天换地 张公稳固大雁河山 也差不多了 哼 老将军高看我了 我只不过是力所能及 替陛下做点事情 便与那瓦将没什么不同 不过是看哪里漏了 就要哪里缝缝补补 瓦将补一屋 张公补得可是天下 魁梧老人捏着白子 迟迟未肯落子 花白的眉头一抖一抖 似乎是随着棋局的胶着 陷入了纠结之中 啪的一声 白子落 黑子未加思索 几乎是紧随其后 落在了方格之中 老将军 我这已经是四目连珠 两端皆空 你已经输了 当真 啊 对 这么看确实是输了 张公真是厉害 我纵横棋盘这么多年 极少输这么惨 一盘都赢不了张公 首辅张红正 哑然失笑 这样的棋 他其实也就下过这么一次而已 收拾好棋子 也不再去玩这蒙同之间 流行的五目连珠的棋盘游戏 命人端了酒来 敬陈大将军一杯 无端端地敬我作甚 张公你有什么话直说 莫要与我打什么哑咪 我一个粗人听不懂 侍卫着天下苍生敬的陈大将军 我什么都没做 苍生又敬我作甚 正是敬陈大将军 愿意什么都不做 一人是当朝首辅 一人是大将军 文臣的极致 与武将的尽头 举杯相碰 魁梧老者摇摇头 温声说道 我那孙女眼界高 高到不在人间 她没那么在乎 所以便受着这委屈了 真是不公平啊 都说二 孙自有而孙福 可天下这么多而孙 我也不能只计较 自己而孙能得多少福 便就这样算了吧 话说完了 酒杯也空了 张首辅亲自道酒 老将军 兵部已经过了 历秋之日 便会有诏令出皇宫 任折冲将军为主将 率领大军七十万 出征讨伐寒乌 寒乌屡屡犯我大宴边疆 早该讨了 此战功满定在何处 灭国 损兵不过十七万 可拜大将军 老将军觉得如何 只要胜了 便是挺好 嘖嘖嘖 直接就第六名了 这道一宗当代行走 搞这么厉害 什么时候去和第一的碰一碰 剑影天雷 听着就感觉好威风 等老张回来了 我得要他 也给我整一个 这么威风的招式 张天天有点小小的威辞 道一宗当代行走 登上了乾隆榜第六 于是后面的都得严顺一位 张天天从四十九命 变成了五十名 虽然只差了一名 但以前 他还可以说是四十多名 用这一个多 演出最末尾的九 以后可就不能了 不过张天天 也没有真的为此着急 新的兵器都已经到手了 区区五十名 哪里容得下他 楚雄为差人送过来的 除了一对纤细短剑 还有一套针 是用容了谢冰糖的配剑 打完短剑之后 剩余的边角料做成 既能针灸之病 也可当杀人暗器 配合藏眉手 或有奇效 徐年的分光剑丸 操纵起来 也已经得心应手 只不过 他这在后院里练习的时候 苏苏便喜欢追着 满天飞的泥丸到处跑 如今已经被小狐狸 当成了追逐用的小玩具 张怀谷进皇宫前 徐年都有点担心 这哪一日睡醒 会不会大雁就变了天 第七天清晨 张怀谷回到了百怀堂 还好 天下人无需患上导宿 张神医 这几日有劳了 咱家便送到这里了 红袍大太监 领着八台大叫 七天前从百怀堂门口 接走的张怀谷 七天后 也把张怀谷送回了此处 毕恭毕敬 无微不至 从皇宫里 回来的张怀谷 明显有些疲倦 打过招呼后 没有多说什么 就回屋休息去了 不过徐年次日醒来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 张怀谷在院中 悠哉悠哉地喝着茶 就和七日前没什么分别 只不过茶具换了一套 原因徐年倒是猜得出来 张天天在给短剑 和真脆毒时 不小心顺手 就把张怀谷的茶具 也脆了一遍 某种新调配出来的毒药 对 不小心 顺手 这是原话 徐小友 来喝杯茶 我不在的这七天 听说有天水泄下的人 闯了进来 虽然人在宫里 但张怀谷对百怀堂发生了什么 显然不是一无所知 这些世家近些年 是愈发过分了 张怀谷皱紧眉头 不动声色地起身 徐年刚端起茶杯 还以为张伯 这是对天水卸家不满 要做什么安排 却见他走进了茅房 于是 徐年默默放下了茶杯 这茶估计是喝不得 张天天不知 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 在茅房门口喊道 老张 道义宗的神通 我是学不来了 你想想办法 从剑魁哪 搞几套剑法过来吧 我和徐哥现在都用剑了 可以挑着合适的学选 茅房里面没有回应 倒是百怀堂门口 有人送来一封请帖 两性姻缘 圣上钦刺 喜上加喜 匹配同称 八月八日 敬备喜颜 宫待光临 这是婚礼的请帖 地点是在陈大将军府 八月八日 便是三日之后 也是历秋 陈大将军府 和郑国公府的这桩婚事 可是近些日子以来 玉京城里万众瞩目的头等大事了 徐小有要去凑这个热闹吗 在茅房里蹲了一刻钟的张怀谷 若无其事地做回了原味 只是这茶暂时是喝不了了 统统只能倒掉 他看到徐年手里多出来的婚礼请帖 意味深长地问了一句 笑容里颇有些玩味 徐年微微汗手 是打算去看看 徐小有去看看也好 这可是个大热闹 国公府和大将军府的婚事 本就是个大热闹 而徐年以宾客身份出现在婚礼上 同样也是个大热闹 只不过后面这热闹 不是谁都能看得出来 张怀谷能心领神会 是因为李施整给他的信礼 有提过徐年母子和郑国公府的纠葛 虽然只有寥寥数语 毕竟李施整自己也不知全貌 不便说得太多 但张怀谷人就在京城 结合徐年的出身 猜也猜得出 郑国公府是在打什么算盘了 只不过如今婚期只剩下三天 徐年却还在他这摆怀堂 也不知道郑国公府到时候 究竟会如何完成 这桩当今圣上开了金口的婚约 是让郑国公府的大少爷 入坠到臣府呢 还是另有新的谋划 想想也是有趣 婚约的双方 郑国公府和陈大将军府 明明都已经和徐年 多多少少产生过接触了 但这两家似乎谁都没认出来 如果计划没出差池 徐年正是那场 玉京城万众瞩目着的婚礼的新郎官 甚至于 现在还送来了这么一封请柬 邀请徐年以宾客身份出席 不知情者无怪乎 可偏偏张怀谷知了情 于是上到王侯将相下 至世锦闲人都在瞩目国公府 与大将军府结亲的 玉京城头等大事 在她的眼中 差不多是成了天大的乐子 如果换成是天天 恐怕就算徐年不去 她也会变着方子 拖着徐年去参加婚礼 这丫头看热闹 从不闲事大 只不过李诗珍的那封信 张怀谷没有给第三人看过 就连天天的丫头闹过要看 最终也没能看到 信上究竟写了些什么 李诗珍单独写给她的那封信 显然是没有这些内容 毕竟信中提到的五部无品 以及郑国公府私生子身份 任谁看过都会大受震撼 徐年遮不遮掩 是她自己的打算 反正李诗珍的那封信 已经越后疾焚 早就成了灰 也不知道玉京城里 会不会还有其他人 在等着看着天大的乐子 国公府和大将军府的大婚 这宴席菜肴 一定缺不了山珍海味 三天后 我们一起去吧 九珍楼的珍修还不够你吃 金珍六文可有看完 刚刚还说想要学剑 那就先踏踏实实地练一练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只顾着去凑热闹 不然剑魁的剑法 就算摆在面前 你也是看不懂 面对张怀骨的针针教诲 张天天挑了挑眉 说是三五天 结果老张你 可是去了七天 这金珍六文我 早就看完了 看完了 那我必要考考你 张怀骨好不容易端起一回架子 话还没说完 却被张天天打断 打住 考什么等下再说 老张啊 我刚刚是要徐哥吃席带我一个 又没问你 你在这做什么主 人家送来的琴帖 是给徐哥的 你有吗 张怀骨一时语色 琴帖他如果要 必然收得到琴帖 但问题是他顶多等着看探乐子 没打算去凑着热闹 再说了 还剑魁的剑法摆在面前也看不懂 你不摆出来 怎么知道我看不懂呢 说不定我见到天赋惊人 一眼就会 一恋就惊 到时候剑魁见了我 都想我当弟子继承一波呢 张天天对张怀骨 历来都是张口就来 什么合不合理 都撇到一旁 先对了再说 所以 背对习惯了的张怀骨 也深知解释得无力 往常他都是默默喝茶 张天天说什么 都当成耳旁风无视调 不过现在嘛 可不仅仅是无茶可喝 而且 还难得的正中了下怀 张怀骨眼含笑意地 看了张天天一眼 把张天天看得有点发毛 老张 你这什么眼神 怎么感觉 你想看我笑话 张怀骨什么也没说 只是起身回访 片刻之后 张怀骨将一本无名剑谱 扔到了张天天的面前 一眼就会一练就惊 来吧天天 剑谱已经摆你面前了 你要是看几眼就能看会 我就让你 跟着徐晓友去凑热闹 要是看不会这些日子 就哪都不许去 你自己想练剑 那就踏踏实实练断十日 张天天愣了一下 拿起这本无名剑谱翻了翻 确实记载的一门剑法 他胡一道 老张你玩真的呀 这剑谱 真是剑葵的剑法吗 不会是你随便找了 本烂大街的剑谱 换个封面 在这里糊弄我吧 你练了不就知道真不真了 如果是烂大街的货色 你天天你这剑葵的剑法 都能一眼就会得见到天赋 想必更是信手拈来 一下子就登堂入室了吧 虽然之前不慎翻车进了茅房 没想到 就这七日不在的功夫 天天配出来的毒药 已经更上一层楼 原本的应对手段 已经不管用了 不过靠着这本剑谱 张怀谷最终 还是在这妇女交锋中 难得站了一回上风 可惜无查可以 这上面的剑招 竟然这么高深 可以啊老张 没想到你真能弄来剑葵的剑法 小觑你了 张天天的行动力不差 既然说要练剑 剑和剑谱都已经有了 那便开始练剑了 她不认得剑葵的剑法 也不知道这本无名剑谱 究竟有什么来历 但确实如张怀谷所说 练了就能知道真不真 这本无名剑谱上 所记载的这套剑法 极为不俗 不俗的武功秘笈什么的 都有一个共同点 难学 张天天以前就练过剑 虽然距离登堂入室差得远 只能算入了个门 但也是有底子在手里 可这本剑谱摆在她的面前 一时半会 竟有些无所适从 难以下手 只能用最笨的法子 照着剑谱上的一招仪式 摆出个架子 虽然行不成行 意不在意 但至少得先把招式计熟了 既然如此难练 这本剑谱是烂大街货的可能性 就不攻自破了 毕竟 如果这剑法普通到大街上 人人都学得会 那冲着剑谱直挠头的张天天 岂不就弱于人了 况且 也不只是张天天一人 没练出什么名堂 徐年也看了剑谱 跟着练了一阵 更没练出东西 张怀谷已经重新喝上了茶 乐乐呵呵看着这两人练剑 剑招架子百来百去 却没什么实质性的长进 不过这才练了多久 没长进才正常 尤其是徐小友 本来就没兵器的底子 凭什么一眼看回 已经是五步五品 道门天赋强盗骇人听闻 要是在这剑道之上 还这么有天分 未免也太不给其他人留活路了 张怀谷可没有忽悠张天天 这本剑谱 虽然没有名字 但确实是剑葵的剑法 如假包换 不掺一点水分 只不过并非是剑葵那位天下剑客所痴迷 曾经一剑破甲 九千的剑道绝学 而是沈良在只有一壶九亿饼剑 尚未扬名天下时 荣惠自身所学 缔造出来的一套剑法 没有名字 不为人所知 甚至降气未尽 有些粗糙 所以 作为初学者 以这套无名剑法入门 难度很高 不过若是能窥见其中精益 那也获真价实 是有剑葵剑道的两三分精髓 收获极大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郑国公府怎么这样做 分明是欺君网上 郑国公府内 陈县虎拍桌怒吼 鹅角浮现出清惊 怒不可遏 因为些许心照不宣的原因 郑国公府和陈大将军府 虽然在圣上金口之下 确定了婚约 但两家人一直没什么来往 徐家做徐家的准备 陈家做陈家的布置 彼此一直都没什么沟通 城里的顶级府邸 哪可能连这次婚礼 该要做些什么安排都弄不明白 反而见了面了 难免相看两宴 都有火气 如果是大将军府的小姐 驾到国公府 准是明媒正取门当户队 可是如今算什么呢 徐家大少爷 凭什么入赘你陈家当序 遥想当年 郑国公提着一柄破刀领着大军 打下了十三座连城一线 牢不可破的边城 为大宴开拓百里疆土的时候 陈大将军 都还只不过是郑国公手底下的兵 可是徐家不服 陈家也一样有说法 陈家大小姐是什么样的人 道武双绝 乾隆第一 前途难以限量 你们徐家的大少爷又是个什么 近身个五夫八品 都要闭关借助外力 还不知道能不能成的草包一个 般配吗 想配几把钥匙啊 况且郑国公自是英明神武 该进的是要进 但在神武也早就已经化作千古 如今郑国公府里面 已经没有国公了 尤其是上一代更是不成器 要不是我们陈家的老太爷 念在当年同郑国公出生入死的交情 提携了一把 郑国公府能不能有今日气象可不好说 折冲将军是当时豪杰 有望败为大宴的第四位大将军 但你这是有望 说一千到一万 陈家老太爷 陈大将军可还在呢 所以为了和谐 各有说法 都觉得是自家吃亏的两家人 自然是少见为妙 只不过这婚期将近 总有些事宜 需要当面商量一下 于是便有了这次见面 可没想到的是 刚一见面 大婚之日的流程要怎么走 有没有什么事宜 需要提前敲定 都还没讲呢 徐府先抛出个惊爆消息 把陈县虎的脾气 直接就给点着了 入坠的不是徐城 而是徐年 徐城虽然是草包一个 尚且是郑国公府的大少爷 并且还是独苗 这身份地位在这摆着呢 可这徐年是谁 从没听过郑国公府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所以徐大夫人的意思是 要入坠我陈家的是 这位名叫做徐年的私生子 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一只手搭在了陈县虎的肩膀上 事已稍安勿躁 他自己则指示着徐大夫人 直截了当地提出关键 此人乍一看平平无奇 似乎没什么气势在身 但他陈县虎的父亲 陈仲山 大雁的虎奔将军 虎奔与折冲一样 都是大雁将军的封号 不与官职挂钩 但有封号 便是战功的象征 必然是夺下过 值得铭记的胜利 才值得封出一个名号 在数年前 折冲将军还没现在这般如日中天 虎奔将军 虽然距离大将军还远着 远远不是咫尺可得 但也已经是距离大将军 之位最近的大雁将军 当时都在讨论 陈大将军府 是不是要一门双大将军 父子上阵 都是大将军 徐大夫人嘴角 悬着恰到好处的笑容 得体而不失礼仪 陈将军此言诧异了 承蒙圣上垂帘 我们两家的婚事 可这婚事 当初也是由我们两家长辈定下 如果我没记错 应当说好 是由我郑国公府的主迈后人 入坠于你们陈家 徐年虽然这些年流落在外 但他确确实实是 老爷的亲骨肉 此次婚礼 也是照着入坠的章程 做了一阴安排 怎么就不妥了呢 徐大夫人看了眼 愤愤不平的陈县虎 不着痕迹地轻轻哼了一声 然后才说道 至于陈公子说的 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徐年的孩子户籍 都已经并入了你们陈府 这便是代表着 圣上知晓一切 已然是同意了 至于欺君网上什么的 我们两家以后便是亲家 关上门在一个屋子里 口无遮拦一点 倒是无妨 但陈公子以后若是在外面 可得防着点祸从口出 陈仲山眉头一皱 他那张平平无奇的脸 顿时便有了几分威视 户籍已入我陈府 我怎么不知道 女子出嫁 便要脱离原来的户籍 并入相公家中 男子入坠也是同理 但照理来说 这户籍更改 应该是双方都以知情 去户部确认过后才会更改 不然 如果只需要一方同意就能更改 这户籍不就成了想入就入 早就乱了套了 陈将军事务繁忙 想必不是事事都能关照到位 而我们两家这婚事 又有盛上开的金口 应该是户部那边 便与我们行了个方便 免了些不必要的章程吧 陈仲山皱紧的眉头还未松开 陈县虎鹅角青筋 更是没有平复 却听见雍容华贵的徐大夫人又说道 不过有件事 确实要与陈将军商议一下 徐年这孩子 毕竟流落在外 猎心贪玩 跑到没个影子了 如今还不在府上 大婚荡日 恐怕也回不来 所以这四方来宾 宴席招待好便是了 婚礼什么的 就不必看了 免得传出去些闲话 只需满京城都知道 我们徐辰两家的婚礼成了便是 新郎不在场 这婚要怎么结呢 陈仲山皱着眉头发问 徐大夫人轻声笑着 理所当然般地达到 就按着习俗 婚礼上新郎 若是到不了场 便以一只带着 红花的大公鸡代替 这只大公鸡 我们徐家来找 定然是个机关 够红够大的 就不劳亲家费心了 光荡 陈仙虎猛地起身 撞倒了椅子 放屁 你们徐家简直不当 仙虎 莫要在这国公府里撒泼 陈仙虎一句咒骂 还没骂完 便被陈仲山喊住了 在外人眼里 这段十日以来 已经响尽了风头的少年郎 平复了一下呼吸 呼吸可平 但终究还是一难平 他只是凝着眉头 妄想若无其事 擦着指甲的徐大夫人 如果有和陈仲山 在战场上并过间的人在现场 定然会对陈仲山 此时此刻的神态 感到熟悉 两军对垒 隔着千军万马 陈仲山便也是 用这样的目光 打量敌方主将 所以徐大夫人的安排 就是想让小女嫁公鸡 徐大夫人微微汗手 仅仅是N了一声 便是回应了 嫁公鸡的习俗 确实是有 新郎已故 或是在外漂泊 大婚之日不能出席 就以一只带红花的大公鸡 作为替代 与新娘完婚 寓意为 嫁鸡随鸡 暗合三从四得 陈仲山坐如山 陈卓的神情不然喜怒 陈生说道 可是徐夫人是不是忘了 此次大婚 是你们徐家人入坠我陈家 而不是我们陈家人 要嫁入你们徐家 这按着嫁公鸡的习俗 可有些说不通 徐大夫人坐直了腰背 微微昂起的脸上浮着笑意 咱们两家都是蒙兽圣上垂帘 才有这大喜 陈将军应该不是要 与我这附到人家 探讨这俗里 该有什么出入吧 陈仲山没再说半句话 夺不离开郑国公府 走出大门 陈县虎正站在大门前 眯着眼睛 望着郑国公府 高挂在上的门边 见到陈仲山出来 陈县虎张口便说道 这郑国公府 欺人太甚 爹能忍 我这当儿子的 都不能忍 不能忍 不过此时的陈县虎脸上 压低了些生意 爹 真没办法让圣上 收回成命吗 陈仲山脚步未停 只是说了句 先回家吃饭 你娘如今为了这婚事 正在气头上 晚了可不会留菜 还不准开小葬 圣上 这才是陈家和徐家 明明是一个不愿打 一个不愿挨 却又不得不受着的 癥结所在 所以 徐大夫人也有 十足的底气端着笑 拿捏上门的陈家父子 毕竟徐家入赘的 只是个流落在外的私生子 只要碎了圣上的院旅过婚约 谁在乎他一个私生子会怎么样 但陈家不能这么没所谓 他们就那么一个女儿 道武双绝 宛若折仙 可宝贵着呢 陈家想要风风光光地办 毕竟是大婚 徐大夫人 其实也不是 一定非得隔应陈家 把一身戎马 踏破了十九国的陈大将军 往死里得罪 假如那单名一个年字的私生子 此时此刻 就在镇国公府听着差遣 陈家有任何安排 都要他配合着就是了 可是人不在 有什么办法 总不能让成儿顶上去吧 要怪就怪那小杂种不懂事 白宋这么好一段姻缘 却不晓得珍惜 放着大将军府里的软饭不吃 不知跑去了哪个山沟沟里 与野狗争事 徐晨两家 在大婚前的洽谈 以不欢而散落幕的时候 徐年在百怀堂里 看着张天天和小狐狸 争夺最后一小块蛋黄酥的归属 我练了一天的剑 可辛苦了 吱吱吱 苏苏也看了剑谱 也跟着练了 小狐狸能听懂人言 只不过张天天听不懂狐狸叫 但这不妨碍 一人一壶此时的激烈交锋 我剑法进步这么大 这是应得的奖赏 刷刷刷 张天天说着 便捂了两世剑招 不说摸到了几分精髓 起码这架子是搭起来了 像了点样 姿姿 明明苏苏进步更大 为了证明谁的进步大 小狐狸抓起筷子 冲着空气劈了两三下 似是胡乱劈砍 毫无章法 张天天看不出这是剑法 但却看乐了 好活当赏 行 这最后一小块蛋黄酥 就归你了 张天天大方帝 把蛋黄酥 推到小狐狸面前 小狐狸挠挠头 总觉得张天天话中 有那里不对 但是 蛋黄酥也是真的很好吃 和酥酥以前吃过的是一个味 甚至还要更好吃一点点 所以 话不对就不对吧 反正蛋黄酥好吃就对了 九珍楼提供的餐食哪都好 不管想吃什么样的口味 从一小烹和鲜之清甜文明的 姜阳菜 到六味皆有的东鼠佳肴 应有尽有 只要提前指挥一声 就可以安排得明明白白 就是这小小的一枚蛋黄酥 吃不尽兴 不一定餐餐都有 但却一定没有第二枚 刚来京城人生地步熟那阵子 徐年还以为 九珍楼 就是百怀堂附近的哪一间酒楼 张怀谷和张天天这对妇女 都对下厨没什么兴趣 便把百怀堂的餐食 交给附近的酒楼负责 省事又省心 后来才知道 负责百怀堂每日三餐的九珍楼 可不是附近的哪间酒楼这么简单 身负盛名 大有来头 就说这一枚小小的蛋黄酥 是九珍楼的招牌之一 限量但不定量 做多卖多 做少就卖少 不接受预定 谁想吃 就得赶早到九珍楼排着对买 据说金兆府福尹 有次路过九珍楼门口 被这蛋黄酥飘出来的香味 勾起了蝉虫 都是老老实实混在人群里 排了好久的长队 才饱了口腹之欲 为此还误了点忙 九珍楼也没有什么 定时送餐上门的贴心服务 饿了就想吃 想得美 没看金兆府福尹 都自个排队的吗 百怀堂一日三餐 能有九珍楼包园了 不必多说 不是张怀谷差不差钱的问题 郁京城里不差钱的人可不守 显然是靠的他这张脸 虽然没说过缘由 但徐年猜测 保不齐张怀谷庙手回春 就过九珍楼的东家 这才有了这独一份的特殊待遇 享受着九珍楼 读一份特殊待遇的张怀谷 此时正看着小狐狸 小狐狸吃着一小块蛋黄酥 开心到笑弯了眉眼 他却陷入了沉思 这小狐狸 方才挥舞筷子那两下 徐小有何天天 在剑道上没什么剑术 自身又没领悟出 那套剑法的精髓药异 看不出来也正常 但他是看出来了 张怀谷虽然不使剑 但这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剑魁剑法 要是剑谷 都弄到了却不看上眼 等于是守着宝山却不尽 太浪费了 张怀谷早就看过剑谷 所以方才能看得出来 小狐狸以筷子 做剑挥舞的那两下 看起来是毫无章法 要说已进得其中三位 也还未必 但确确实实 比徐小有何天天 更像模像样 话而言之 在这两人一妖当中 这小狐狸的剑道天赋 竟然是最高的吗 不 还不止这么简单 剑魁是人 创下的剑法 自然也是人为根基 而小狐狸却会化形 以妖兽之躯练此剑法 自然会有不变 难度先天就更高出一几 这样还能领先于人 这小狐狸的厉害之处 恐怕不止在于 随身带着一座金山 张怀谷看破 却什么也没说 悠然吃饭 筷子刚伸向一块苏炸鱼筷 张天天的筷子 更快一步 张怀谷漠不作声 筷子调转方向 换成切成一方一方的 红焖肉 那双筷子又抢先一步 徐哥 这块肉好 给你吃 徐年笑着吃下这块红焖肉 顺便为娘亲 加了摆在离他位置 稍远的青顿狮子头 张怀谷也不生气 毕竟 这要是家的菜就生气 他早就给气死了 天天 你这剑法若是认真练 练下去没什么进展 也不必急躁 过些十日 我找人来教你 刚又抢了一筷子 樱桃肉的张天天文言 有些好奇 找谁啊 到时候就知道了 反正是你知道的人 我知道的人 夏 不会是剑葵吧 老张 你面子已经有这么大了吗 倒也不是他 趁着张天天分心去猜 这人会是谁 张怀谷漠不吭声地 趁机夹了一大块筷子第三弦 至少是有菜吃了 饭后 徐年刚要修行 却发现 娘亲没有如往常一样 回房休息 而是望着他 神色有些惆怅 修行再怎么着 也不争这一时 徐年主动开口 打破了迟疑 笑着问道 娘 是有什么事要和我说吗 徐姑的气色 比赴金钱已经好了许多 不过最后的 那一位阴心古花 迟迟没有半点消息 病根还未真正拔除 所以气血虽然好了 但骨子里的虚弱 其实还是在的 更容易感到疲惫 简单些的打扫 与择选药材 倒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也是徐姑为自己 找来打发时间的琐事 我先前听你说 那场婚礼 你收到了宾客请帖 想要去看看 徐年微微汗手 一方面是陈献虎请帖 都送上门来了 另一方面 他也想看看 到时候的新郎官会是谁 郑国公府 舍得让他们的大少爷入赘吗 诚然 这或许是没什么必要 可是人生百年 怎么可能每次 只做必要之事呢 总有那么几次心血来潮 或是率性为之 徐年以为娘亲是来劝他 不要去婚礼现场 横生之节 怎么安抚娘亲的话 都已经在心底酝酿了 却听见娘亲默默说道 你想去 娘也不拦着你 只是凡事斟酌着去做 退一步海阔天空 惹不起他们 我们母子就躲一躲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娘亲这大概是以为 我会在婚礼上闹事 徐年哑然失笑 却没有去争辩什么 只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娘亲你放心吧 我只是去看看而已 郑国公府结婚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不过是受朋友邀请 参加婚礼吃顿席 徐姑握住徐年的手 不断点头 好 只是看看便好 看看便好 徐年反包住娘亲的手 笑着说道 等找到最后一味药 娘亲身体好了 可有什么地方想去看看 儿子如今也有些本事了 到时候带娘去看 你当娘 是你爱凑热闹 连这婚礼都要去看看 我没什么想看去的地方 其实这病好不好 如今也都不觉得碍事了 现在这样 日子就已经挺好了 徐姑拉着徐年的手 絮絮叨叨地说着 倒是张大夫和他女儿 对我们娘俩这么好 非清非过还能这么好 你要记得回报他们 八月八 历秋 也是郑国公府 和陈大将军府 举办大婚的大喜日子 与玉京城百姓同庆 婚宴地点 自然是在陈府 往日里 肃穆庄严的大将军府邸 如今里里外外 十多过一遍 各处都挂上了大红灯笼 记着鲜艳亮丽的采筹 处处都透露着喜庆的氛围 婚宴氛围内外 城上请帖的来宾 入府内饗宴 据说今日府上宴席 是陈府花费大力气 从九珍楼请来的大厨操办 光是能够尝到 九珍楼的美味佳肴 对于宾客中的老涛们而言 便已经不须此行了 至于没有请帖的人 不论是不是京城百姓 甚至无论是不是大宴人 只要人在京城 愿意为这对新人贺一声喜 也不用随什么礼 虽然不能进府内入席 但是陈府在府门外的街道上 也大摆了流水席 数百张长桌 几千个席位 客喜之后 随意坐下来 就能参与到婚宴之中 那些跨过了陈府大门门槛的来宾 不管龙行虎步 还是步履蹒跚 显然都不是等闲之辈 不认识 不认识也不要紧 来宾送礼之时 便有陈府家仆 一边登记着来宾礼物 一边高声唱出来宾身份 三军都督府 左都督丁大人道 送上交诸一双 助才子家人成双队 新婚燕儿喜气长 经兆府府应罗大人道 县里御燕一队 愿良辰美景共情色 朱连毕何事一放 兵部侍郎为大人道 宋礼王大家莫保 叛武士齐昌 早携熊皮之庆 府内府外都有席 一时之间 京城人潮都朝着陈大将军府涌去 徐年到的时候 虽然远远还没到大婚的时辰 但是场面已经是热闹非凡 徐年路过府外的流水席宴 还看到了一副 有些熟悉的面孔 披道袍 副长剑 旁边还坐着个皮肤焦黑 血气有些虚浮的男子 看上去是受了不清的伤 这就是旅行走所说的 赔礼道歉 怎么了方兄 是这菜不够丰盛吗 丰盛 很丰盛 流水席整整几百桌 摆到长桌上的菜肴 不可能出自九镇楼的大厨之手 可是这大喜的日子里 陈大将军府 没有寒沉的道理 像是四喜丸子 红烧肘子 闷大虾之类的硬菜 都上了个棋 要是自个儿 去酒楼里点这么一桌菜 每点碎银子 都应付不下来 当然称得上丰盛了 难道是这菜 不合方兄口味 不 没有 流水席上的其他人来 凑个大喜的热闹 还能吃上这么一顿 大鱼大肉 自视兴高采烈 为那对新婚燕耳送上的贺喜 便也多出几分真心 坐在旁边的道一宗 当代行走 仅仅用了片刻 就已经无师自通 摸清了流水洗手块 才能吃好的秘籍 在这同桌之人 大多素不相识 却都笑着打招呼 烘托出一个热闹的氛围当中 吕盼的笑容底下 是一次又一次 悄然伸出的筷子 方才还从新鲜出炉的 大肘子上 撕走了好大一块嫩肉 连带着掀起了 其他人的羡慕 与思思回忆 下一道硬菜上来 不能像刚才一样 只顾着说话了 吕盼这丝 连灵力都运用上了 话用在那双筷子当中 运用的还十分巧妙 别说同桌的 竟是些普通人 就算是方蛮 这乾隆榜第十的七平五夫 都差点没瞧出马脚 不对 现在已经是乾隆第十一了 方蛮变成乾隆第十一的 伤势都还没好 原本好端端的静养聊这伤 是吕盼忽然找上了门 说什么左思右想 都过意不去 于心有愧 睡觉都睡不踏实 怎么着 也得请他吃上一顿 当作是赔礼道歉 结果 在这臣府大婚的流水席上 别人都挺开心 方蛮反正不太能笑得出来 吕盼这丝顶着张极其无辜的脸 询问道 方兄闷闷不乐 是有什么困扰的心事吗 不如说出来听听 兴许小道能为方兄排忧解难 没有 只是伤势未愈 笑一下会牵动到伤口 这是实话 方蛮也说不出其他话 咦 专心干饭的吕盼 忽然停下了筷子 方蛮奇怪 是什么 让已经无师自通 并贯彻吃习秘籍的道义宗当代行走 施了抢菜先机 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 瞧见一位俊逸出尘的少年郎 肃静的月牙白大肠 不配美玉 未戴金钩 从那双眼睛到鞋面 都突出了一个干干净净 道兄也来吃鞋 方蛮听了吕盼的这声招呼 暗自有些心惊 他不认识此人是谁 但能被道义宗当代行走称 一声道兄 这可不是一个肃静就能换来的了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旅行走 换了身形头的徐年 微笑汗手 方蛮觉得他突出一个干净 能不干净吗 心智的衣裳 才第一回穿 要是不干净 岂不是都对不起负账时的 那进二两银子 道兄 一起坐 吕盼挪了挪屁股 让出一个位置 不了 我得进去吃 徐年笑着摇摇头 指了指陈府 陈府大门敞开迎客 但却不是谁都能入内为兵 吕盼笑道 行吧 据说府内的宴席 是什么九阵楼的厨子做的 来头好像挺大 应该会很好吃 道兄这下可以大饱口服了 小到就不叨扰了 徐年略微想了想 问道 旅行走是同有人一起来的吗 要不要随我一起进府 请帖虽然只有一张 但陈县虎十分欢迎徐年 带上亲朋好友 一并出席 张天天本来是想凑着热闹 只是练剑夸下了海口 却没什么长进 反倒激起了不服输的性子 热闹都不凑了 非要练出点名堂 让张伯刮目相看 现如今 在走进百怀堂的大门 已经看不见羊脚鞭的少女 趴在柜台上打盹 而是要小心甩开来的羊脚鞭 带起剑人 造成什么误伤 刀剑可无眼 昨儿的张伯 就差点受了伤 张天天练剑十一个不小心剑脱了手 张伯刚泡好的一壶热茶 可就为此泡了汤 再者说了 如果亮明身份 道一宗当代行想来 也不会只能在陈府大门外吃流水席 吕盼吃着油光发亮的大肘子 摇摇头说道 方蛮面色古怪 但还是认真想了一下 片刻后摇了摇头 认不出来 前龙榜上百人 方蛮不可能全都认识 不过排名比较靠前那些人 他就算没见过也都有所了解 大敌只要见了面 也能认得出谁是谁 吕盼有点小失望 不过想想也是 方蛮都挤进前龙榜前十了 吃了自己那神通 一见之后才跌了出来 虽然还不知道 那位道兄修行到了何等境界 掌握着什么样的法术神通 但在吕盼的感觉当中 至少是比方蛮强大 不只是强出一筹 而是到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差距 如果两人都在前龙榜上 这前龙榜前十名的差距 未免也太大了 吕盼走想知道那人是谁 现在不正式的机会吗 他进了臣府大门送上鹤礼 臣府迎客 自然就会把他身份喊出来 对啊 方兄果然有高见 然后吕盼和同样勾引起了 好奇心的芳蛮 就支起耳朵 准备听臣府仆人 报出来兵有何头衔 是在朝为官 还是清明在身 在这短短一时半刻中 不知赢了多少朝廷大臣 与王公贵州的臣府门前 徐年呈上了请柬 然后 便见他被人恭恭敬敬领了进去 没听有谁喊出他是什么身份 又送了什么礼 吕盼正纳闷 这怎么还能有特殊对待 却听见方蛮沉声开口 领他进去的那人 是臣府管事 这么忙碌的时候 还让管事迎接领着入府 别的上书福音可都没这份待遇 旅行走 这位道兄不一般 而且应当是与臣府走得极近 不一般就对了 自从以一记神通 斩了方蛮一见后 吕盼也渐渐回过未来 对如今山下高手们的现状 有了个较为全面的人知 至于先前遇到的路人 恐怕不能说 是什么一般路过的京城普通民众 而该说是玉京城这地方 卧虎藏龙 接连遇到的路人水准 都稳在超过方蛮这个乾隆第十一之上 吕盼也不知道 这该算是运气好还是不好 说起来 这还得感谢方蛮请他赐脚 不然没有那一件 说不定他到现在还蒙在鼓里 真以京城路人随便挑两个出来 都有这么高的水准 吕盼属然皱了下眉头 虽然没有放下筷子 但是坐在旁边的方蛮 却能感觉到 吕盼的气息与先前截然不同了 方才他和流水席上的 其他宾客无二 但现在却俨然是山下 无二的道义宗当代行走 方蛮低声问道 吕行走 发生何事了 吕盼闭目沉宁 似乎在冥冥之中 捕捉着某种玄乎又玄的气息 而后他睁开双眼 吐露两字 天魔 方蛮面色骤然一变 郑国公府和大将军府的这场大婚 来了多少大臣捧场 就这么说吧 放眼整个玉京城 近些十日以来 也就只有早朝时的奉天殿 能比此时的臣府 拒弃更多的朝廷命官了 这时候 如果有那些脑子坏了 才会侍奉天魔的贼人作乱 固然陈大将军的府邸 称不上什么能被趁虚而入的薄弱地点 不论是那位老儿弥坚的大将军 还是正直壮年的虎奔将军 都不是泛泛之辈 但是 万一呢 万一天魔贼人侥幸得逞 这些人几十上百人的性命 可是承载着江山社稷 有关千千万万大燕子民性命 方蛮豁然起身 吕叛伸手拦了他一下 方兄去哪儿 既有天魔隐患 我总不能在这里干坐着 不能让陈府蒙在鼓里 恕我直言 方兄竟然和小道一样 坐在这流水席上 而不是入府为兵 应当是与陈府没什么来往 时值这大婚之日 别人大喜你喊狼来了 陈府能信吗 听闻此言 方蛮面色有点古怪 旅行走刚下山 大抵是不知道 陈府的大少爷 是乾隆十一 嗯 如今是乾隆十二了 我与他有过切磋 互相印证武道 就算当不得什么亲朋之友 几句话还是能说得上 况且 信不信是陈府的判断 但说不说在于我 总要问心无愧 才对得起自己 问心无愧 对得起自己吗 吕叛暗自思索 笑着让方蛮稍安勿躁 伸手指向了不远处 混在流水席上的一人 乍一看 没什么不同 但有吕叛指出 方蛮多加流星 便发现 此人与其他来吃席的人 大有不同 其他吃席的人 就如屡判先前一样 目标都在陈府招待的 好酒好肉之上 哪想他拢共 没伸几下筷子 不过不需要方蛮有什么动作 很快便有两三人 不动声色地围了过去 肩膀一搭 暗静一放 那在流水席上 却不吃席的人 便软瘫了下去 然后被人架起来 就像是搀扶酒醉的朋友一样 带离了此地 不知去了何处 方蛮顿觉安心 看这作风 应该是镇摩斯的人 也是了 若是有天魔贼人 静惊作乱 镇摩斯怎么会 一点动静都没有 既然镇摩斯已经注意到 臣府多半也收到了消息 用不着我这匹夫瞎操心了 镇摩斯的大名 吕判在山上时 就偶尔文 不过 这便轮不到匹夫 来操心了吗 吕判在山上清修 都知道镇摩斯 这些唯恐苍生不乱的 侍奉天魔之人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这山中 要不是有不舍得 放手的宝物呢 吕判微微叹了口气 这些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吃下去 玉京城的一杆 熏贵府邸之中 臣府既算不上奢华 也没什么蹊跷 但再怎么朴素 也不可能 坠了一位大将军的面子 该有的宣泄廊房 一样都不少 徐年还是头一次 走进这种府邸 如果不是上次 送喝醉 陈县虎喝回家时有 打过照面的管事领着 他恐怕是只能混在 其他来参加宴会的宾客当中 跟着他们一起走 已经是张灯节彩摆好了宴席 宾客们都在这里入席落座 徐年在宾客之中 还看到了谢冰堂 如今已是身无常物的天水 谢家二当家 正与几名和谢家有救的 朝堂众臣攀谈 言谈之中 倒也不止点什么江山设计 而是回味着天水郡的风土人情 徐年却没有在这里落座 沈管家领着他 继续走向陈府深处 直到走入了一间 雅致幽静的小院之中 雅致的小院里 也摆了宴席 只有一桌 就坐着五个人 其中一人正是陈县虎 徐年一进来还没开口 陈县虎便已经站了起来 快步上前迎接 口里还嚷嚷道 大哥 你总算来了 你今天要是不来 可是要少看一场大热闹 大婚宴席 怎么就变看热闹了 你也是张天天 陈县虎这番举动 自然是引起其他人的好奇 其中一人举起酒杯 豪爽笑道 看不看热闹 到时候自有分晓 现在 是不是该为我们介绍一下 徐年 我大哥 陈县虎的介绍简单干脆 就这寥寥五个字 但却已经足够 在座四人都熟悉 陈县虎的为人性格 深知这一句 我大哥意味着什么 豪爽之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笑道 能让陈县虎喊你做大哥 定是有过人之处 我先敬你一杯 希望他日我也能有功解 让陈县虎的大哥 反过来敬我一杯 这小院里的一桌 都是陈县虎的好友 没有什么规矩讲究 徐年来了 后人便已经齐了 人齐就上菜 清炖狮子头 红焖肉 酥炸鱼块 第三仙 上了这几样徐年昨日 才吃过的菜肴 他便能肯定 这确实是出自 九真楼大厨之手 味道一模一样 不过徐年感觉到 这席上的气氛 有点古怪 倒不是陈县虎招待的不周全 或者是谁 不知方寸拜了兴致 今日是大喜 该是婚宴 但是陈县虎 却绝口没提婚事如何 反而倒像是朋友间的小聚 直到石山差不多 该到拜堂了 陈县虎不知 从何处抱来了一条野狗 走 去大堂 我陈县虎今日 就请大家看个大热闹 陈县虎抱着那条野狗 不知所踪 徐年 随着其他四人 一并来到大堂前院 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 等着看陈县虎所说的大热闹 先前见面 就敬了徐年一杯酒的人 叫做何骁 身高八尺 眼如铜铃 满脸落腮胡 这面相看着就豪爽 也确实是个豪爽的性子 他望着满院宾客 有没有谁知道 他这会儿是跑哪儿去了 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难道就站在这里 看着就行了 鬼知道他的 神神秘密都不说清楚 不瞒说 叶某争纳闷着 还想问问 何兄 你们知不知情 原来大家都蒙在鼓里 也别看我 我只是来蹭顿饭 不过还真别说 这九真楼厨子 手艺就是高 四人都不知道 陈县虎葫芦里卖着什么药 仅存的希望 便来到了陈县虎的大哥身上 不过徐年也没法告诉他们答案 只能摇了摇头 不清楚 何潇笑了一声 看来那丝对咱们几个 还真是一视同仁 一个都不透底 不管陈县虎的热闹是什么 陈府大唐前院 现在就已经很是热闹了 满座宾客皆高棚 不是诸子也为贵 只不过摆在小院里的那一桌饭菜 徐年他们来之前 已经吃得七七八八了 而这前院里摆着的每一桌宴席 却都只是浅尝折止 为此 自称只是来蹭饭的那位 还垂胸顿足 嘟囔着糟蹋了好菜 浪费了九真楼大厨的手艺 本来生筷子的人便不多 眼下及时将近 许多宾客更是干脆放下了筷子 何潇挠着下巴 疑惑道 奇怪了 没到及时见不到新人 倒也正常 可这怎么两家亲属 也一个都不没在场 不用陪着宾客的吗 听到这话 徐年忽然想起他进来时 还看到了谢冰堂 而现在 满座高棚里 却没有了谢冰堂的身影 人都去哪了 及时已到 拜堂成亲 不用久等 这一声喊极为嘹亮 就连那些进不来陈府大门 在府外流水席上的人们 都听到了动静 众人下意识停下筷子 望向陈府 虽然隔着高墙大门 看不见府内的动静 但想也想得到 应该是身着喜福的陈家小姐 和许府少爷 在满座宾客的见证下 拜天地高堂 结成连里了吧 外面的人 只能凭着这一声喊来想象 这场由圣上清点的大婚现场 该是布置得多么华丽 于是便有些羡慕那些府内宾客 能亲眼见到 但其实他们不用羡慕 因为陈府大堂前院里面 不是诸子也为贵的满座宾客们 也只听到这一声喊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大堂正门紧紧关着 不透一丝光 也不见今日大婚的两家 有谁出来解释一下 现在是怎么个状况 这拜堂不应该是来宾共同见证 怎么还关着门板 会不会是两家大婚 高兴地忘了 门还没开 说起来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徐家和陈家的人 你们有谁见过吗 没见着 倒是徐府的亲家 天水谢家的人 方才还看见了 但现在 也不知是去了哪 刘大人对天下礼法了然于凶 可否和我们说说 这关者门拜堂 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突然被点了个名 礼部尚书刚端起酒杯 要小酌一口 这下僵住了 没听说过 哪里还有这种礼法 难不成先编一个说法出来 但这番话说 是不可能说出口的 礼部尚书只能在心里吐槽一下 不论是他不知道有此礼法 还是说徐臣两家 在大婚之日弄出了差错 这可都不大妥当 所以 管着天下礼法的尚书大人 干脆便把酒往喉咙里一罐 然后扶着脑袋 便慢慢栽了下去 很仔细地 没撞翻菜碟 嗯 这臣府的酒真好喝 年纪大了 这么几杯下去就有些 些许不胜酒力 这下可是实力来啊 礼部尚书躲进了酒里 毕竟是郑二品 当朝大员也没人 非得在这般场合 落他面子计较下去 况且 此时大堂里 又传出了嘹亮的喊声 吸引走了满座宾客的注意力 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 夫妻对 汪汪 哥哥 哥哥 前面三声喊 明显是拜堂的张承 可这最后两声出来 满座高棚都猛了 哈哈 这人年纪大了 耳朵都不好使了 竟然听到里面 传出了 拳飞 是啊 这人上了年纪 不服老不行了 我还唤听了鸡鸣 拳飞鸣就在耳边 只是他们难以置信 这回是从拜堂时 传出来的声音 紧闭的门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角落里等着 看热闹的徐年和何潇等人 也听到了 这不应当出现的声音 这狗叫声 不会是陈县虎抱着的 那条野狗吧 陈兄 请我们看的大热闹 该不会是 应该不会吧 徐晨二辅的大婚 若是变成了鸡狗 这热闹也太大了 我滴乖乖 这热闹这么够近 这顿饭蹭得直啊 徐年听到这鸡鸣犬废 莫名感到了些许烦躁 紧接着 便看到紧闭着的大堂正门 疏然打开了 众目睽睽之下 一条野狗 叼着只 带着红花的大公鸡跑了出来 兴许是这一幕过于害人 以至于满座宾客 竟无一人有所反应 竟让这野狗 叼着公鸡跑了出去 几个眨眼就不见了踪念 大堂里面 便是徐家和陈家的人 陈仲三坐在上手位置 端着方才拜高堂时 浸上来的茶 悠然喝着 那张沉着的面容 依旧看不出喜怒 同样坐在上手的 是郑国公府的大夫人谢舒华 此刻脸色铁青 浸给她的茶水 都已经洒了一地 在大堂两侧 一边站着的 是为了这场大婚忙前 忙后忙里忙外的 臣府省管事 方才及时已到那几声喊 便出自她的口中 而另外一边 则站着从宴席上 不见了的谢冰堂 大堂中间 是两个年轻人 都是男的 一人脸色惨白瑟瑟发抖 就像是闯了大祸 不知如何收场 满座宾客认识她的不多 还是经兆府府影 一语道破 此人是天水谢家的公子 谢穷文 另外一人 就没谁不认识了 在京城里响尽了风光 连圣上都亲自赐礼 因为天骄 正是大将军府里的 那位大少爷 陈县虎 也和如丧考比的 谢穷文一样 在抖 不过他是憋笑 憋到发抖 而且终究还是没憋住 发自肺腑的诚心笑意 畅快而淋漓 不仅是满座高棚 听了得清清楚楚 就连府外的流水席上 也听到了动静 众人心想 这大婚一定大喜 蓝彩女貌天作之和 不然 笑声何至于传出这么远 哈哈 陈县虎一边笑着 一边从侧门离开了大堂 仰天大笑出门去 留下满座王侯将相 一个比一个的目瞪口呆 岂能不称上一声潇洒 况且继续留在这大堂 陈县虎也怕众人反应过来之后 他要遭殃 这满堂宾客 无疑是等闲之辈 一人一口唾沫 都够他受的了 还是得避一避风头 坐在大堂里的徐大夫人 气到脸都红了 他咬着牙问道 陈将军这是何意 嗯 我先前不是说过了吗 小女昨夜忽感风寒不能出席 只能这般代替了 陈仲山眼皮都不带眨一下 突出一个从容不破 徐大夫人冷声道 陈将军是不是误会了 我问的方才好端端地摆着天地 这狗为何突然叼走了公鸡 跑了出去 狗这毕竟是畜生嘛 什么时候发疯咬人都说不准 雕走之机有什么奇怪 不过这也确实是有疏忽 竟然忘了关门 让这狗跑了出了 陈仲山要这么说 徐大夫人能怎么办 他难道还能当着满堂朝臣的面 把虎奔将军给训斥一顿 于是 徐大夫人便看向了兄长谢冰堂 刚才怎么不拦一下 道门六品修为 在百怀堂里讨不到好就算了 难道连一只狗都拦不住吗 谢冰堂大致读懂了谢书华这时候 看着他是什么意思 但他真的拦得住吗 现在是已经嫁出去的妹妹在看着他 但方才可是大燕的虎奔将军在看着他 他敢动 真要是单纯较量个武力高低 哪怕没有了云水玉佩也丢了佩剑 谢冰堂也敢直音气锋芒 但现在这是什么场合 门外都是些什么人 他难道在这么多当朝大员的眼皮子底下 和虎奔将军过个两招 这像话吗 这要是试试 可就容易试试 甚至还可能会牵涉到天水谢家 陈将军 大喜之闹这么一出 你现在打算怎么收场 外面这么多大人们都还等着呢 不要忘记了 这可是圣上开了金口 要我们两家结为殷亲 要说这是狗突然发疯的意外 或者说 都是陈县虎那小辈的任性妄为 徐大夫人半句话都不会信 没有陈仲山的默许 甚至是首肯 陈县虎能在他眼皮子底下 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情 陈仲山放下了茶 竟然是有些疑惑 徐大夫人在说什么 天地已经败了 我们陈家与徐家已经是亲家 徐大夫人还想要什么收场 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徐大夫人猛然一正 紧接着 便见宾客之中 方才还不胜酒力的礼部尚书 已经站了起来 一边拱手 一边走进大堂 面带微笑 喜气洋洋 恭喜恭喜 新郎新娘简直是天作之和 陈将军和徐将军因此成了亲家 以后想必更能同心陆力共斩敌扣 光是想想都觉得今日这大婚 同样也是我大宴之大喜啊 徐大夫人微微张了张嘴 很想问问这位尚书大人 人都没见着 怎么就看出是天作之和了呢 可是不光是礼部尚书一人 他就是起了个带头作用 一站出来 其他人便也跟上 都是拱手作医 口称恭喜 为拜堂成亲的新人送上祝福 在大堂里 看着狗雕走了大公鸡的陈仲山 也仿佛方才拜堂成亲 一切顺遂 无任何博者 他站了起来 迎接宾客们的这份贺喜 多些诸位大人百忙之中波容出席 为小女这一场大婚增色不少 当满座之人全都觉得 这场婚礼已经圆满落幕 徐大夫人难道能说出半个不字 他不能 尤其是在满座宾客 也一同向他贺喜的时候 他也只能收下这份 不知是从何而来的喜色 转而以笑容回应 大喜的热闹之中 只有默默退出大堂的谢琼文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他很茫然 明明是徐家和陈家的婚礼 为什么他一个姓谢的人 要在大堂里 还得抱着 那只带了红花的大公鸡 陈县虎先前抱着条野狗出现的时候 他就吓了一跳 生怕这罪了会打人的陈县虎 从什么地方掏出几碗酒喝下肚里 甚至是放狗咬人 虽然到最后也没挨打 狗倒是放了 但也只是叼走了鸡 可谢琼文总觉得 他也该和这些宾客一样 是吃席后送上贺喜的人 而不是在这大堂里 等着别人来贺喜 荒唐的鸡鸣狗费之后 徐年几人跟着一名 找到他们的陈家仆人 回到了先前他们吃席的小院里面 宴席上已经是背盘狼鸡没什么菜了 不过重新回到这里的陈县虎也不计较 正在剩菜里找肉吃 陈兄何至于此啊 刚请我们看了这么大热闹 怎么能让你在这里吃剩饭剩菜 快 再让厨房做一桌 陈县虎没好气地笑骂道 你这胖子是想再蹭我一顿吧 没了 九阵楼的厨子哪这么好请 说好了几桌就是几桌 想让人在临时家多做一桌菜 我可没这这么大面子 各自坐下 自是满肚子疑问 都不用徐年开口问的详细 嗓门犹如闷雷般的和霄 已经忍不住抢先问道 好好说说 你这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怎么就成了鸡犬败堂 哼 还不是这镇国公府好大的脸 他们不愿意让嫡子 入我陈府当个坠婿 当我们就愿意 要他们入坠了 谁稀罕是的 都是军命难违 他们徐家不当人 我陈家凭什么受这窝囊气 事情做都已经做了 自然就没了什么不可说 陈县虎当即便说了 徐府不知 从哪找了个流落在外的私生子 代替那草包入坠 而且私生子目前还不知在哪 今日大婚拜堂 还要用公鸡代替 要我妹妹嫁公鸡 他们哪来的脸 况且这明明是入坠 公鸡入坠 有哪门子道理 这不 我就抱了条野狗 公鸡配狗 这才是天长地久的天作之和 陈县虎说着 树然摇了摇头 惋惜道 不过话说回来 徐家那私生子也是可怜 没想说过徐家的富贵 却要替徐家入坠 他应该也是有些志向在身 所以才不愿意当的坠婿吧 但愿他能摆脱徐家 达成胸中志向 陈县虎说着 给自己倒了杯酒 朝着远方举杯 是在境内为不曾蒙面 却不愿当坠婿的徐家私生子 坠婿虽贱 但也要看 是在谁家当坠婿 宰相门房还七品官呢 乐意在大将军府里 当个坠婿的人可不少 陈县虎树然想起什么 看向徐年 大哥 徐家这私生子坠婿 还与你是一个名字 同姓为徐 还都是单名一个年 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不是宠明呢 徐年苦笑着摇了摇头 在旁人眼里 这是回应陈县虎的玩笑话 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是在笑什么 鸡鸣犬废 原来那只鸡 竟然是替代着他 呵 先前还想着他人都不在 镇国公府 还能隔空入坠不成 现在回头看 还是小去了这些大人物的手段 只有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驾攻鸡 这本是压在女子头顶的三从四德 原来同样可以活用于男子 要不是在这里听陈县虎 说明了这一闹的原委 他都不知道 自己的户籍 竟然已经入了陈府 现在这么一闹 满堂皆知 陈兄可想过该如何收场 有人问到了后果 不过陈县虎还未开口 却令有人笑着开口 野兄 不如我们打个赌 尽管陈兄闹出了个鸡鸣犬废 但用不着他来收场 这场大婚 自会有个圆满落幕 腰配双刀的叶依葵 挑起一边眉梦 问道 诸葛兄的意思是 陈兄家里会妥善处理此事 非也非也 赌还是不赌 手上拿着一把折扇的诸葛台 卖了个关子 叶依葵思索片刻后 摇了摇头 一笑了之 不赌 诸葛兄这胸有成竹的样子 分明是十拿九稳 明知会输的 赌局我才不和你赌 哎 叶兄都不跟我赌了 我这人生 岂不是少了许多乐趣 折扇轻敲着额头 诸葛台惋惜过后 便把目光移向了徐年 微微一笑 不知道 徐兄有没有雅信 与我赌这一把 徐年果断地摇了摇头 眼下没这个性质 而且 叶依葵都把话说明白了 明知会输 何必去赌 没人赌 诸葛台嘟囔了句没意思 也没继续藏着这关子 他自己揭开了无人响应赌局 满堂宾客都会帮着 把这场大婚圆下去 明日传遍玉京城的 只会是徐臣两家 已经结成连礼 皆大欢喜 叶依葵微微皱眉 问道 这是为何 肥头大耳来蹭顿饭的 雄鱼闷不吭声地翻着菜吃 好不容易在一碗子 将闷鸡里找到了一块鸡腿 结果放进嘴里一咬 原形毕露 是姜 他骂骂咧咧放下筷子 随口答道 这还不简单 因为这场大婚是圣上开的口 闻五百官都心向圣上 自然是要让事情 顺着圣上的心意发展 看到雄鱼吃了一嘴姜 之前就没吃多少的陈仙虎 默默放下筷子 倒了杯酒 放心地大口喝着 毕竟将在酒里当不了刺客 不过他没有反驳 显然是认可了雄鱼的解释 徐年默默听着 寻思了两酒 忍不住问道 既然臣府和郑国公府 其实都不愿意接受这桩婚事 以两家在朝堂之上的分量 难道也没有任何卧旋的余地吗 一座大将军府 一座国公府 都是当朝顶级勋贵 坐在龙椅上的那位金口一开 当真就能压下所有不满 掀不起半点风浪 得是凭借了什么 才能对朝堂掌控到这般地步 总不能只凭一个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吧 抛开封土人情 有所差异的前世不提 在这片天地的历史长河之中 又不是没有臣民造反 杀了皇帝的先例 类似莫道识人一只眼的奇闻异事 在这里同样也有流传 远的都不提了 大雁王朝最初的那一感旗帜 可正是在前朝试镜明星时 才立了起来 收拢了天下 陈县虎灌了一杯酒 显然徐年所问不怎么好答 但他犹豫再三过后还是说道 类似的话 我也向我爹说过 我爹说这是圣上开的口 大雁只能照做 除非是圣上改了口 如果话到这里 那位虎奔将军 在徐年心中的第一印象 便绕不过于衷了 可陈县虎还没说完 那次他父亲最后说的一番话 他到现在也没想清楚 所以 为了让圣上有机会改口 你可要勤勉修行 嗯 倒也不一定用你来 论及修行 你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比你爹我有天赋 但你妹妹又比咱们父子 都要强出许多 说不定他自己 就能让圣上改口了呢 陈县虎复述他爹 和他说过的原话 一字不差 他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修行高了 和让圣上改口 有什么必然联系 这显然不是什么造反 凭个人武力造反 那不得向五弟看齐才行了 况且 真要是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念头 就臣辅这一门双将 其中还有一位是 大将军的现状而论 走拥兵自重的路线 明显也比依仗勤勉修行 得来的个人武力 靠谱太多了 和肖闷雷般的嗓门忽然响起 既然提到圣上 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注意过一件事情 往年圣上施政 若是有什么不妥之处 首府大人他们 尚且会在朝堂之上 距离力鉴 甚至为了黎明百姓 不令违抗军令 那时的圣上 也兼听则明 不会以天子一言压群臣 但到了如今这些年 宫中颁布的政令 纵然是错漏百出 地方的官员受此错证 彻肘苦不堪言 百姓也怨声再道 但不管最后错成了什么样 首府大人他们 却一定会贯彻始终 最多就只是在 天子政令的基础上 修改些细枝末节 绝不会有任何违抗 叶一魁垂落的双手 在无意间搭上了腰间双刀 他手指轻敲刀翘 微微皱了皱眉 和肖的意思是 当今朝堂已经出了大问题 和肖一字一句道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 只是说一说这点发现 诸葛台摇了摇 翻了个白眼 重新拿起筷子 试图在江里翻出一块肉 徐年没有说什么 但他想到了一件事情 张伯之前进宫 说的是最多三五日 但却在第七日才回来 如今看来 如果解除婚事 绕不开龙椅上的那位 那么张怀谷 或许知道些什么缘由 只是张天天 以前就没问出个所以然 现在换成徐年去问 张怀谷就会说吗 与此同时 在徐晨两家大婚之时 数名青旗背负大雁 黄旗自皇宫之中出发 迅速奔散至玉京九渠 为玉京百姓 带来了最新的天子之令 奉天承运皇帝 赵曰 大雁带韩吾以仁德 韩吾却屡次 以兵戈席大雁疆土 故此而无人无德 献命折冲将军 统军七十万 征讨韩吾 以张我大雁无德 大军七十万 征讨韩吾 这是自从数年前 灭掉玄威国以来 大雁王朝最大的一次战事 而且 领军的恰恰也是 当年千里七席 灭掉了玄威国的 折冲将军 一将功成万古窟 投入七十万大将 此战下来 白骨势必成堆 但白骨铸成的功劳 却也令无数人眼红 齐聚在陈大将军府 参加婚宴的百官们 还没有散去 传递天子之令骑兵当中 有一人已经乘着快马 踏过陈府外 摆着流水席的长街 大将军府的怨墙虽高 却也遮不住骑兵 背上高大的大雁黄旗 寒巫习我边疆大败在先 又有折冲将军的请命 这次出征是必然之事 只是没想到 时候这要巧 和这大婚之日 竟然是同一天 是啊 没想到竟然是在同一天 顾大人 我们没想到就算了 您这兵部侍郎也没想到 哦 哈哈 喝多了喝多了 都忘了 这是我批过的了 寒巫如今兵力空虚 折冲将军的领兵 只能有目共睹 此战夺胜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 只看胜出多少 如果能大胜而归 大雁该是有第四位大将军了 折冲将军屡见其功 也是差不多了 就在满座兵客们 议论着 此次大军出征之时 随着骑兵奔走 飘在臣府院墙之外的 那干大雁黄旗 忽然停了下来 片刻的摇晃之后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砸在臣府院墙之上 眼看黄旗跌落 满堂兵客们的反应 便与先前看到那条野狗叼着鸡 从大堂里跑出来时 截然不同 那时 他们一个个都没反应过来 而此时 却一个比一个快 刷的几声 便是几道身影掠空而去 想要接住大雁黄旗 其中有喝多旺事的兵部顾尚书 有面色凝重起来的虎奔将军 陈仲山 最终在大雁黄旗 从墙上跌落之前 是距离黄旗 更近一些的顾尚书越墙而过 一把捞起了沉重的大雁黄旗 立于地面 大鹤道 何方萧萧 犯我大雁天威 大雁黄旗 代表的是大雁天子威严 可不能倒 与此同时 包括陈仲山在内的 另外几道掠空而来的身影 也已经翻过陈府高墙 看到了街上的情景 向天下传递天子之令的骑兵 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人与马 都是在同一瞬间 被同一刀割开了喉咙 斩出这一刀的人 一副寻常京城百姓的打扮 但那一身 犹如沸腾般疯狂运转的气血 可远不只是寻常武副能有的气象 他一只脚踩在骑兵身上 极其狂热的神色中 夹杂有三分癫狂 阵臂一呼 大声喊道 大雁无道 天子失德 堂血的刀尖 指向大雁的兵部尚书 宁笑一声后眼中 癫狂更盛 正神赐我伟利 今日我便要替天行道 朱尔等这帮天地逆贼 拨乱反正 气势汹汹 气血汹涌 他冲了上去 然后 一个照面 就被还没老到 踢不动刀的顾尚书夺了刀 一刀击溃气血 再一脚踢翻 刀架上脖子 顾尚书冷声道 天魔教的贼人 可笑 你一个人就敢在京城闹事 来送死的不成 一个人 哼 我可不止一个 视天魔为正神的他 放声大笑 气血突然再攀升了一劫 狂暴不堪 犹如即将绝地的山洪 老顾 躲 用不着提醒 顾尚书也察觉到 这名天魔教贼人的状况 有些不正常 他飞速后退 但距离天魔教贼人太近 眼看着紊乱不堪的气血 攀升到了一个极点 关键时刻 还是陈仲山轰出一掌 犹如排山倒海般 浑厚气血 击飞了天魔教贼人 碰 天魔教贼人 那身狂暴的气血 在攀过几点过后 疏然炸开 铺了青砖街道 炸出了一个坑 受到波及的陈府怨强 都踏出个缺口 差点被波及在内的顾尚书 神色凝重 这些天魔教贼人 又折腾出了什么型花样 气血沸腾时 也不过七品 但这气血撑爆身体的威力 却足以威胁到六品 陈仲山面色沉重 他刚刚是不是说 不止一个 顾尚书猛然一正 却听到远处几个方向 都传来一声声呐喊 大雁无道 天子失德 大雁无道 天子失德 大雁无道 虽然不是每个天魔教贼人 沸腾后的气血 都如同五夫七品 但这也足以掀起一场混乱 别忘了 陈府之外摆了流水席 许许多多京城百姓 都在吃席 啊 救命 快跑快跑啊 不 不关我的事啊 我只是来吃鞋 不要杀我 在这一片混乱当中 便有一些身影 趁机想要冲进徐府 诚然 如陈仲山和顾尚书这些人 有境界在身 无惧天魔教贼人的袭击 但修行境界 可不是在大雁朝堂 围观的必要条件 府内更多的朝臣 不能说手无腹机之力 只能说 要他们去抓拜堂时 叼着那只攻击跑掉了的野狗 都会有些困难 顾尚书一刀砍掉一名 企图混进府内的天魔教贼子 但为了护持府内的朝中重臣 对于府外的混乱 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眼看着天魔教贼子 向京城百姓挥起屠刀 曾经也只是一介草民的老尚书 怒目元征 大声喝问道 京城之内 怎么会有这么多天魔教贼人 镇摩斯干什么吃的 冯守座在哪 他是死了吗 冯守座此时不在京城 沉重山面沉如水 可是照理来说 就算统领镇摩斯的首座 不在京城坐镇 镇摩斯也不该出如此大的纰漏 竟然会让这么多天魔教贼人 混进了玉京城 重点是 镇摩斯先前明明还告诉了臣府 有天魔教贼人 洋装京城百姓 混入大婚宴席 需要提防依二 也就是说 镇摩斯应当已经有所布置 不至于说是蒙在鼓里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怎么到了事发之时 还是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府外摆着流水席的长街上 百姓哀嚎成片 一名天魔教贼人 把一对母子逼到了角落 宁笑着杨琪手中屠刀 母亲浑身发抖 却毅然抱住儿子 用自己那并不算宽厚的背 面对着落下的屠刀 舒然 一张大手猛地扣在 天魔教贼人的脸上 碰 整个脑袋灌进了地面 砸碎了青砖 方蛮松开 已经碎成烂西瓜的脑袋 甩掉些许血字 不远处 吕盼也这舒然爆发的混乱之中 做着与方蛮差不多的事情 无外乎杀贼与救人 问道剑没有出窍 道义宗当代行走 挥袖弹指尖 迸发出的灵力 生动形象地诠释着 道门七品镜 为何称作纸杀 不过大闹婚宴的天魔教贼人 也并非全都是纸糊 一些贼人气血沸腾之后 达到了七品 甚至是逼近六品的强度 纵然是吕盼 也不可能真的做到 一纸杀一个 况且 这些天魔教贼人数量众多 尤其是落败后 引爆浑身气血的威力 极为惊人 不得不避其锋芒 在已经解决掉 第十几名天魔教贼人之后 吕盼忍不住问道 方兄 这山下什么时候乱成这样了 京城之中 都能有这么多天魔教贼人作乱 方蛮一掌 震碎了一名天魔教贼人心脉 在一掌将其击飞 避免被爆开的血气波及到内 他下意识地就想反驳吕盼 但张了张嘴 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活了二十六年 哪怕不限定在京城这片区域 他也是头一次见到 这么多天魔教贼人 聚集起来作乱 以前就算是在一些偏远地界撞见的 也最多就是大猫小猫两三只 哪像现在 这些贼人都已经成群结队到 能冲击陈大将军府了 可是他二十六年才遇到这么一回 道义宗当代行走 确实刚下山不久就遇到了 第一印象已经成这样了 能怎么解释 不管了 杀贼便是 方蛮鱼旅判四只拳头 必然敌不过千百只手 但杀一个是一人 能救下一个便也是一个 再说了 京城有这么多的大人物 他们只需要尽一份力 在那些大人物们行动起来前 拖住一会儿试一会儿 不可能指望他们两人四拳 就平息掉这些天魔教贼人掀起的混乱 譬如专司天魔教案件的镇摩斯 天魔教都敢在京城 闹出这么大动静了 镇摩斯怎么也该有所行动的吧 这不得惊动几位精医 镇摩斯的精医有没有惊动尚不知晓 毕竟一时半都没看见镇摩斯的身影 但是在城府小院里 单独百一桌的徐年和陈献虎他们 倒是都被惊动了 爹 这是怎么回事 谁家造反了吗 无怪乎陈献虎会这么想 谁要是将心一横 把今日聚集在城府的满堂贵客 一锅端掉 明日奉天殿早朝时 可就都空空荡荡了 天魔教贼人作乱 献虎你来得正好 能否请你这几位朋友出一份力 事后陈府必有谢礼 解释状况之余 陈仲山一掌 便将一名翻过城府院墙的 天魔教贼人 轰成血雨 朝臣之中有修为 在身的顾尚书等人 也没有闲着 击杀着一名又一名 冲击臣府的天魔教贼人 就连谢冰堂在这种时候 也择无旁贷 平须御风居高临下 震杀着天魔教贼人 何销拱手作一 朗声道 陈将军严重了 天魔之祸 无备择无旁贷 何须谢礼 将军只需告诉我 等该怎么做就行了 陈仲山微微汗手 说道 当心这些贼人临死之际 称暴气血 七品血气 可威胁到六品 不求杀贼 不让这些贼人 冲入府内就行 只要阻挡片刻 京城可不是容得 下贼人撒野的地方 元首很快就到 他们不会有任何活路 就算镇摩斯 不知为何出了 如此大纰漏 甚至于到现在 都没现身 京城常备的防卫力量里 也还有金兆府捕快 与进军士兵 镇压陈府外的 这些天魔教贼人 绰绰有余 只是反应过来之后 集结人马再赶过来 需要一点时间 叶一魁首 已经搭上了刀柄 他皱眉问道 请问陈将军 元首多久能到 陈仲山答道 最多不过一刻 一刻中 我们等得起 可是府外那些 来吃流水席的百姓 叶一魁没把话说完 但哪怕藏了得尾 谁都听得出来 他想说什么 陈仲山沉声道 我不与你说什么 大势小劫 孰清孰众的道理 你不是我的 兵我也不会要求 你一定要怎么做 但我的布置 便是以护助臣府为重 其实就凭陈仲山顾尚书 他们这些人 就已经足够杀出去 平定这场风波了 只是一方面 天魔教贼人数量众多 一时片刻杀不完 臣府之内 又有家眷与百官 初步的插齿 不得不束手束脚 以怨强为界限 我来吧 一道声音忽然响起 不吭枪 不激昂 但在这平淡之下 也自有风雷 陈仲山打量了 一身素白的少年一眼 不认识也看不出深浅 于是他看向了陈仲虎 想知道 儿子这名朋友的从容 是来自何处 单枪匹马 就算是陈仲山 也没法轻易说出 我来吧 这三个字 陈仲虎用力地点了点头 于是 陈仲山便没有了游移 抱拳道 那就拜托阁下了 如果能以一己之力 平定这场风波 自然当得起他抱拳称 一身阁下 徐年独身向外走去 自然吸引到了 满堂宾客的视线 这少年是谁 凭什么孤身走向府外 大部分人 都是比较纯粹的好奇 不过 里面也有谢琼文和谢冰堂 这对书职 略有复杂的目光 书职俩看到徐年 便已经心中有数了 知道他凭的是什么 徐大夫人也注意到了 一身素白的干净少年 不过他的目光 也只是好奇 好奇这少年 方才为何看了他一眼 明明素未相识 难道以前在哪里见过 徐兄 叶某随你一起 叶依奎拔出 双刀之中烧肠的那一把 便想跟上徐年 可此时 徐年一步 踏出乘风而起 至了空中 叶依奎才迈出去的 脚步顿住愣住 这怎么跟 他可不会飞啊 陈献虎把叶依奎拉了回来 化解这不大不小的尴尬 笑着说道 我大哥一人足矣 叶兄与我们一起护着臣府 看有没有漏网之余就行 府外厮杀的吕叛 也注意到了 凌空而来的徐年 眼睛一亮 有心见识一下 这能让问到 见沉寂无声的京城路人 会有什么样的手段 徐年立于众多天魔教贼人头顶 手中漂浮着一枚泥丸 去 青土一字 泥丸飞出 化作一道流光 流光一化为酒 穿过长街 滑出生死 百姓 生 天魔教贼人 死 从天魔教贼人 喊出大雁无道 一直到徐年分光见完 扫清长街 说是迟 其实也没过半可钟 方蛮亲眼目睹 几名天魔教贼人 被流光洞穿心窍 连带那一身气血 都来不及撑暴躯体 便如退朝般消散一空 吕行走 这是 你们盗门的什么手段 山下的见识 吕叛不如方蛮 但论及天下盗门的手段 他这个道义宗当代行走 自然是了然于凶 剑丸 可以说是兵器 也可以说法宝吧 方蛮在问道 道门六品 配合你说的这剑丸法宝 能有这么厉害 26岁了 突然想转七五从道 还来得及吗 吕叛摇了摇头 哪能这么简单 首先这枚剑丸的品质极为不凡 我道义宗 虽然也有几枚练出灵性的剑丸 但都不敢说 一定比这枚更好 而且 你不要看这位道兄他欲空而行 便想当然以为是六品境界了 难道就不能是更高吗 方蛮棱道 还更高 吕叛指了指 同样做到了平须预封的谢冰棠 要是六品就能做到 他何必只是在旁边看着呢 谢冰棠 你礼貌吗 我怎么就只是看着了 先前震杀的天魔教贼人 都不算术士吧 谢冰棠认出了吕叛背负着的 那把隶属于道义宗当代行走的问道剑 于是便也只能暗自付费 这道义宗的当代行走 似乎不怎么懂礼貌 陈仲山说过 最多一刻就会有元首赶来 他的判断没有错 陈府外的天魔教贼人 尽数辅助后没超过半克 装备精良的禁军兵马 便已经赶到了现场 而几乎是前后脚的功夫 长街的另一头 也出现了一群金兆府捕快的身影 隔着满街天魔教贼人的尸体 捕快与禁军面面相去 陈府遭到天魔教贼人冲击 前去参加大婚的百官 都被困在府内 急需解围 情况分明是紧急万分 怎么他们火急火燎赶过来 就只剩下一地尸体了 陈府的满堂兵客之中 顾尚书和金兆府福音走了出来 片刻之后 禁军原路返回 而金兆府的捕快们开始打扫街道 直到这个时候 本该是最先到场的镇摩斯 才姗姗来迟 镇摩斯地位特殊 独立于六部之外 但并非是凌驾于六部之上 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还来得最晚 此时陈府里的满堂兵客们 自然是有所不满 陈仲山也不例外 因为这里毕竟是陈府 便由他把代为站了出来 质问镇摩斯 陆精一 你们镇摩斯先前分明已经得到消息 还提醒我会有天魔教贼子姿势 为何到头来 你们镇摩斯既没有化解此事 反而还比禁军 金兆府都来得晚 面色素来沉着 难以分明出喜怒的虎奔将军 此时罕见地皱起了眉头 把布满写在了脸上 镇摩斯手作不在京城 八大精一也只有四位在京城 都已经来了 次一级的宗医 只要是人在京城 哪怕是休目的 都全部召集 镇摩斯已经是倾巢而出 而能够做到这一点 显然不是仓促出动 而是提前做过准备 可这就更说不通 做足准备的镇摩斯 为何却出这么大的纰漏 就连道场都是最晚呢 臣府大门前 素来被认为是八大精一之手的 陆布驰上前一步 迎接着来自朝廷百官的审视目光 此事镇摩斯难辞其咎 请诸位大人责罚 满堂宾客之中的刑部尚书哼了一声 冷声道 圣上给了你们镇摩斯极大的便利 为的就是镇压天魔教 可如今天魔教贼人 竟然都能在京城搅风搅雨了 今日这长街之上 每一名百姓的死 可都得有一份血债 算在你们镇摩斯的头上 陆布驰不做争辩 只是低头受骂 陈仲山沉声问道 责罚自有督察院论断 但现在我且问问你们 镇摩斯究竟是出了什么纰漏 才导致有这一场祸事 镇摩斯情报有错 先前在陈府大街上抓到的 天魔教贼人 也与假情报相互印证 致使镇摩斯以为 陈府外的异样是声东击西的一环 误判了天魔教贼人的真正目标 陈仲山问道 镇摩斯以为 天魔教声东击西的真正目标 是哪 镇国公府 以为韩吾国与天魔教暗中勾结 致使他们绑架折冲将军弟子 试图以此来要挟折冲将军退兵 虽然出征的命令 今天才出皇宫 但是 之前那场大胜之后 折冲将军就已经将大军前移 押在了韩吾国的边境 所以 这条情报的因果并无什么问题 于是乎 当天魔教贼人在陈府外 喊出大雁无道的口号之时 镇摩斯倾巢而出的人马 全都埋伏在了镇国公府周围 准备以意待劳 守株待兔 再到之后 察觉到不对 没有什么声东击西 混乱就爆发在陈府之外 镇摩斯再赶过来 就已经迟了 陈仲山质问道 情报不是你们镇摩斯 引以为傲的东西吗 遍及久留 覆盖天下 这可是你们逢守座亲口所言 竟然还能出此大错 陆布驰无言以对 因为镇摩斯到现在 也还没有厘清楚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情报才会偏差到如此地步 可 小刀斯以为 镇摩斯的情报 或许没有错 只不过 你们搞错了真正的目标 忽然有人插了一句 众人望去 是个附件道人 与行走何出此言 陆布驰主动点破此人身份 道义宗天下行走 满堂宾客虽然坐在庙堂高处 可对山上的道义宗 也没人会陌生 小到下山来到京城 遇到过一位 身负天魔之力的小姑娘 单是有天魔之力 其实不稀奇 不少人多多少少都沾着点 只不过 这些天魔之力 绝大多数是沉寂在体内深处 到死也不会被激发出来 但那位小姑娘比较特殊 不知是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竟然已经自行激发出了 体内的天魔之力 虽然运用的还不怎么娴熟 但重点是 她体内的那份天魔之力 确实是极为精纯 若是换成天魔教的做法 应该是会被奉为天魔转世 陆不迟面色一变 方才顶着朝堂百官的审视目光 他脸色都没有这么难看过 先前天魔教护法寻先生 冒着风险进了京城 寻先生在天魔教 专门私职寻找天魔转世 虽然正面战斗力 在六品之中不算强 但却极其擅长逃顿 先前镇摩斯设计了数次围杀 都被弃一次又一次活了下来 直到进京的寻先生 意外被五品高手中创之后 不知为何 竟然没有逃之夭夭 寻先生擅长逃顿 镇摩斯没敢贸然断定 寻先生已死 一直在通过多方情报 验证这名滑不溜秋的天魔教护法 究竟有没有又一次死里逃生 直到最近才有把握认定 寻先生这次大约的确是死了 现在结合吕盼这番话 如果他所言属实 那么 寻先生显然是临死之前 在京城里发现了天魔转世之人 并把消息传回了天魔教 吕行走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何没有早说 吕盼看着清丽秀美 却为精一之手的陆不迟 故作差一道 这位镇摩斯的陆姑娘 你知道我是山上之人 难道镇摩斯里没人告诉过你 山上之人只需管好山上事 山下万千纷扰不扰山上人 我想说就说 不想说就不说 你镇摩斯管得再宽 还能管到山上吗 虽然听起来有些耍无赖不讲理 但其实吕盼 这还真不是乱说 山上只需管好山上事 这是自古便有的规矩 或者说 某种默契 陆不迟那张极美的脸 变得更难看了 虽然没再说什么 但看着吕盼的目光 却隐隐有些变得冰冷 至于骂 就记仇上了 吕盼有些莫名其妙 旁边的方蛮 拉了拉吕盼的衣袖 低声说道 镇摩斯的金一路大人 是男儿身 吕盼顿时瞪大了双眼 陆不迟那张变得冰冷后 便可以称得上是 冷艳至极的脸蛋 你竟然告诉他 这是男的 难以置信 方兄 你确定 我当然 方蛮下意识开口 可花到一半卡住了 他怎么确定 又没见过陆不迟 到底是男儿还是女儿 只不过金城坊间 一直都有传闻 镇摩斯八大金一之首 是男生女相 比烟柳河的花魁 都要漂亮 如今后半句 倒是可以确定了 可这关键的前半句 方蛮挠挠头 歹口道 金城里都这么说 应该错不了吧 吕盼嘀咕道 金城里还都说 楚氏铁匠铺什么 都能容什么都能打 结果还不是名不副实 旅行走 照你所言天魔教 如果是声东击西 所做一切都是 为了带走金城里的天魔转世 那么我们 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 能否请你告诉我们 这名天魔转世是谁 他人在哪 虽然是山下之事 但还请行个方便 陆不迟面对吕盼的脸色冷冰冰 但措辞倒是变得十分客气 嗯 我带你们过去 把男子喊成姑娘 自觉理亏了的吕盼 也有点心虚 况且 他如果真的不管这事 就不会主动说出天魔转世了 方才只是为了表示自己 又没有义务发现了 什么都要告诉镇摩斯 诸位大人 眼下天魔转世之人要紧 陆不迟以后再行赔罪 责罚不爱着正事 陆经一速速去吧 陈仲山微微汗手 话都已经说出来了 其他朝臣就算有意义 觉得镇摩斯或许已经难堪大任 也不可能在这个结果眼再说出来 与虎奔将军有所分歧 我和你们一起去 徐年听吕盼一说 就猜出 这天魔转世 就是何小鱼 他自然要去看看 面对这一身素白的徐年 陆不迟就不像面对吕盼石那般冷冰冰了 足以咽压花魁的脸上 浮现出些许笑容 徐真人愿意同网 镇摩斯自是求之不得 徐年从镇摩斯的队伍里 感受到了一道 带着些许歉意的目光 是楚慧杰 镇摩斯综医全体集结 他在其中 这很正常 至于这目光中的歉意 楚慧杰以为徐年不想暴露自身 有心想要替他隐瞒 而镇摩斯虽然不会因为这种似有非敌的人 逼迫自家综医合盘脱出 但查还是要查的 镇摩斯引以为傲的情报能力 虽然这次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但更多时候 都是名副其实的强大 徐年在京城的活动 也远远算不上什么隐秘 当初火车帮都查得出来些许东西 镇摩斯遇到点苗头往下一摸 基本就摸了得七七八八了 所以 楚慧杰眼里的歉意 是因为 他觉得自己最终还是连累徐年 暴露出了自身 虽然徐年 其实并不在意 陆不迟的笑容 也同样不难理解 徐年的那次出手 与徐先生允命京城 有不可或缺的因果关系 邦镇摩斯处此大患 总不至于和错喊出一声 陆姑娘的吕判 是同等待遇吧 临走之时 陈县虎忽然拉着徐年 单独说了句话 徐大哥 郑国公府那边 似乎有什么法子 很笃定能在数日内 找到那名私生子 送到我们陈府 就这么一句 似乎眉头莫尾 但透露出的信息 却一点都不少 陈县虎先前说 郑国公府的私生子 竟然和徐年重鸣 这真的只是随口一句玩笑吗 当时没有后文 但现在看来 已经是在暗示着什么了 有些事情 心照不宣就好 点破反而不美 徐年其实也是一样的考虑 解开他和郑国公府的私生子 不是重鸣这么个误会 很容易 只需要一句话 其实你是我大舅子啊 然后 陈县虎十分激动 哇 原来你就是我妹夫 再然后 徐年就住进 陈大将军府当个女婿 从有名无实 变成名副其实 何必如此 陈府本来就不想要一个坠婿 徐年也未曾想过 要入坠为婿 维系现状 这不是正好吗 只要有这么个 只是重鸣的误会 横在中间 徐年就只是陈县虎的大哥而已 皆大欢喜 这样的皆大欢喜 可不是误会 解开之后 徐年以真诚 换来陈大将军府的通勤达理 就能达成的了 毕竟入坠的关键 从来不在陈府 徐年还可以归咎于是 郑国公府 以私生子代替嫡子 只不过 如今已经是木已成舟 就变得和陈府 从始至终都绕不开的一样了 在于 圣上 陈县虎眉头眉脑的这么一句话 便是在提醒徐年 不要让郑国公府拆穿了 能让陈府和徐年 皆大欢喜的误会 把他的大哥 变成了妹夫 落日容金 木云何必 安庆街上的许多铺子 都已经在收拾打烊 和小于家的豆腐摊 也不例外 今日豆腐脑没能卖光 不过剩的也不多 勉强可以在一家三口的晚饭餐桌上 添做一道菜 不过 饭桌上的豆腐脑 只浇一层浅浅的糖水 会不够胃 要改成浇一层菜 菜的口味偏咸偏辣 最好 还得多加点油水 这样一来 豆腐脑便也吸收了菜的滋味 会变得下饭许多 这样的豆腐脑 当然不是什么正经的佳肴 不过是在物尽其用填饱肚子之余 尽可能满足一下味蕾 在平民百姓日常的餐桌上 只要能掺着点油水 便已经是美味 没法去追求什么 酸甜苦辣咸麻的食物 六味该怎么搭配 盖上装着糖水的罐子 何小鱼想起 先前听食客闲聊时说起 今日玉京城里有贵人大婚 在府外 摆了谁都能去吃的流水席 席上的菜 应该是比自家的豆腐脑 好吃许多的吧 只是要照看着豆腐摊 何小鱼也没法去尝尝 不过这样想来 或许今日的豆腐脑没能卖光 只是因为 大家都把肚子留着吃席去了 不是因为今日的豆腐脑没做好 差了味道 变得不好吃了 嗯 一定是因为 大家都吃席去了 才没卖光 毕竟每日里挑选豆子 磨成豆腐脑 何小鱼都做得很仔细呢 她知道这一碗碗 只卖三文钱的豆腐脑 可是意味着什么 每天再苦再累 也从来不敢偷工减料 客人宁来得不巧 我们家已经收摊了 听到娘亲在和客人解释 何小鱼转头看去 在这日落时分 来到豆腐摊的 是个勾搂着背的老人 看上去是在庄家地里干活的老农 常年暴晒下阳光底下 榨出汗水的那张脸 枯瘦发黄 粗糙的肌肤上 遍布着深深的皱纹 两只眼睛也已经凹了下去 粗麻的裤脚卷到了小腿 脚上是一双破破烂烂的草鞋 老农似乎是不愿就这么离开 好生商量着 已经没有豆腐脑了吗 我听人说起过 很想吃一碗 尝尝是什么滋味 竟然还是慕名而来 听到这话 反正还剩下点豆腐脑 何小鱼变成了一碗 出来浇上浅浅一层糖水 端给了这名来晚了点的老农 旁边已经收拾好 桌椅的和服 也没让客人站着吃 重新摆了张桌椅 老农坐了下来 一口一口吃着豆腐脑 那张被刻满了风霜的脸上 绽放出油中的笑容 好 好吃 不枉我跋山涉水 来这京城一趟 有这么好吃吗 客人觉得豆腐脑好吃 何小鱼当然会觉得开心 可要说 为了这么一碗三文钱的豆腐脑 还要专门京城一趟 这听起来就有些过于夸张了 豆腐脑又不是什么稀罕物 哪里没有卖 不值得专门跑这一趟吧 何母笑着问道 老人家 听您这话的意思 您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京城的 是啊 很远很远 具体是多远 老农没有说 何母也没刨根问底 只是笑着继续说道 那您这难得来京城一趟 可得好好感受一下京城繁华 若是只吃这么一碗豆腐脑 可太可惜了 您要是喜欢吃 物美价廉的德一方总还是可以去一去 他们家的烤鸭可是一绝 哲和母推荐完玉京城里 几处不错的十四 一碗豆腐脑也已经吃完了 老农端起碗 连着汤水喝掉最后一口豆腐脑 笑道露出一口老黄牙 不用了 我在京城可没多少时间 差不多就得赶着走了 况且在我看来 玉京城哪是什么好地方 还不如一把火烧了来的清静 这天下都烂透了 没什么能比这一碗豆腐脑还好了 这话说出来 何小鱼一家三口都是微微变了脸色 没法揭察 也不敢这样说下去 只能是陪着个笑 心想着 这老人恐怕是脑子不大清醒 还是不搭理他 反正他也吃完了 赶紧收摊回家 觉得我是在胡言乱语 老农冲着何小鱼说道 声音里似乎有种奇怪的力量 蛊惑着人心 那你何不跟我去看看这天下 是不是如我说的一样 已经烂透了呢 这天下 烂透了 在这瞬间 何小鱼的心里忽然就浮现出了许多思绪 每日里挣来的铜钱 还不是全都能进了他们家的口袋 有一部分要交给衙门为睡 还有一部分 就如先前火蛇帮还在时 变成他们收走的维护费 为什么自己起早贪黑症的血汗钱 要被他们分走 梦寐以求的铺子 其实原本已经快攒够钱了 不过先前未给爹爹治病花了不少 这就得继续攒下去 可是爹爹为什么会要治病呢 就只因为一根花刺没剪干净 砸到了那住在大宅子里的夫人的手 差点被活活打死 凭什么 都是人 他因为花刺扎手就能把别人往死里打呢 还有千春线渡口 这样的天下 好像确实是烂透了 来 我带你去见见这天下的真实一面 老农向何小鱼伸出手 何小鱼在满心的茫然之中 下意识地想要握住那只伸过来的手 就像这只手 能把他从这些烂透了的事情里拯救出来 刷 一点寒芒仿佛刺破了落日与木云 老农轻轻叹了口气 就像是在感慨这天宫不作美 为了地理收成 身形余缕的老人 在这突如其来的一枪之下 那双草鞋都没挪动一下 仅仅是抬起了满是老简的手 一指 点中寒芒 指尖与枪尖相撞 竟是牢牢占据着上风 不错 这一枪已经有尽无品的水准了 看来陆大人只要假以时日 确实是有机会接下缝手座肩上的担子 千军一发之际 赶到了豆腐炭的陆布驰 递出这一枪之后 那张极美的脸上 除了冰冷 就只剩下凝重 没想到天魔教的教主黄农人 大驾光临玉京城 镇摩斯未能远迎 倒是怠慢了 黄农人呵呵一笑 散发出气息既诡异 又极其强大 他看向四周 三名精医随后而道 若干的踪医正在围上来 然后 他便用这一根手指 硬生生压下了陆布驰的枪尖 单手附后 摇了摇头 没有远迎不算怠慢 不过陆大人只待这点人 就敢来迎接我 是彤彤都不打算回去了吗 以陆布驰为首的四大精医 再加上道了场的数十名棕医 面对的 却只是黄农人一个人 但是 从陆布驰等精医凝重的面色来看 黄农人这句话 绝非是狂妄 之前就连赶路时 都闭着眼睛的关天梁 已经睁开双眼 所有棕医退后 疏散附近京城百姓 再多的棕医 都威胁不到黄农人 上去也不过是送死而已 一句让今日京城 少留了许多鲜血的吩咐下达之后 关天梁横刀斩出 无声无息 却是顺发极致 一线刀光斩进落日余晖 落向黄农人的咽喉 同时 王陆出拳 刚猛的拳镜 犹如烈焰般爆发 刘百元打出树岛黄浮 封绝这一方天地 有了援助的陆布驰 趁机双臂抬枪 向上一条 四大精医联手一击 跟着吕潘一起过来的芳芒光石 看着都觉得心惊肉跳 如果是他面对这四大精医的联手 不用说肯定是隐恨当场 连逃命的机会都不会有 但是 鱼捋着被犹如老农的天魔教教主 对付陆布驰的枪尖 仅仅是用出了第二根指头 然后他体内疏然冲出三道 略有模糊的身影 一道身影精确无比地 踩中了无声无息横斩过来的刀身 再一脚踹出去 连人带刀击飞 一道身影摔出一掌 扣住王陆的拳头 将人都砸进地面 一道身影直接搅碎 妄图风绝天地的黄浮 然后直倒黄龙 撞向了刘百元 一撞而已 不是五副的刘百元 当场喷出大口鲜血 气息微米不振 关天梁急忙折返救援 与黄农人一模一样 只是更模糊一些的三道身影 却同时折返 从三个不同的角度 杀向了被两根手指 按住枪间的陆布驰 危急时刻 天地浑然一变 黄农人那身诡异 而强大的气息顿时凝滞 九道流光列来 洞穿了三道黄农人的模糊身影 但黄农人也在这一刹过后 猛然挣脱了天地之力的禁锢 满是老简的粗力手掌 抓向流光 速度极快 几乎化作了九道残影 把流光一一抓住 流光暗去 黄农人的掌心之中 也多出了一枚 不断震战的泥丸 原来有五品大真人助阵 看来怠慢了的人是我 黄农人那三道 被分光剑完洞穿模糊身影 尽数瓦解 崩散成了数道气息 回归他的体内 奋出这三道身影时 黄农人自身气息并未变化 但现在 容纳着模糊身影 崩解出来的气息之后 他自身的气息 竟然又涨了一筹 分身不会变弱 但是收回分身却变强 这能力稍微想一下 便觉得有些赖了 一身素白的徐年 皱着眉头 抬手一招 尼婉猛颤 黄农人也无法靠一只肉掌 制服在五品大真人 操控下的分光剑完 一出的剑气 已经在他掌心留下 细心秘密的小伤口 不得不松手放开 尼婉化作流光 回到徐年掌心 与此同时 陆不迟也趁机撤步抽枪 摆脱了黄农人的控制 枪身一扫 便以柔和的巧劲 把还没从迷茫之中 脱离出来的 何小瑜一家三口 送向后方 远离危险至极的黄农人 刘百元 你先带他们走 陆不迟的思路十分清晰 他们能不能在这里 围杀黄农人 或者会不会被黄农人杀掉 其实都是次要 重点是何小瑜 天魔转世之人 才是黄农人赴金的意义 已经被一击重创了的 刘百元 继续留在这里 殉命的风险会很高 就算有到门无品的徐年助阵 只能说是 有了一战之力 想要拿捏住 天魔教教主黄农人 还差了火候 权衡利弊 干脆让刘百元 带着何小瑜他们离开这里 才是最稳妥的决定 刘百元擦掉嘴角血迹 微微汗手 好 我先带他们回镇摩斯 关天梁说道 京城其他地方 恐怕还会有天魔教贼人 我护送你回镇摩斯 不用了关兄 我只是重伤 又不是功力禁师 你留下来对付黄农人 也是要禁师 我让几名踪医 随我一同回去便是 在数名踪医的陪同下 重伤的刘百元 带着何小瑜一家三口 离开此地 脱离黄农人的视线 黄农人当然不愿意 坐视天魔转世之人 被从眼前带走 但尽管他体内 再次奋出一道道模糊身影 最多时 场上同时存在着 拾来到黄农人的身影 可是有徐年 以天地之力压制 用风光剑丸掠阵 还有陆布驰等 三位精医从旁出手 黄农人也迟迟 无法突破这层层封锁 只能眼睁睁看着 天魔转世之人 被带离视线 好 陆大人这次 可真是做得不错 我圣教牺牲了这么多人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笔账 我黄农人替你记下了 陆布驰一枪横扫 拦下 一道近乎半透明的 黄农人身影 放声大笑道 记 黄教主尽管记 这样的账 就是要你记得越多 才越好 这句话 似乎刺激到了黄农人 他猛然收回所有身影 气势攀升到了顶峰 一掌拍向陆布驰 不可硬当 陆布驰飞速后退 分光剑完九道流光 迅速拦住陆布驰 与黄农人之间 可没想到 这只是个幌子 黄农人装作恼羞成怒 想要拼杀到陆布驰 但却半途折返 冲着远处奔去 这是要逃了 哪里走 陆布驰连手中的枪 都支了出去 但终究不够 就在这时 大帝忽然翻滚起来 犹如大潮涌起 只是这潮 并非是水 而是泥土 轰隆隆 黄农人也未曾料到 脚下大帝竟然翻身 猝不及防 被涌起的泥土浪潮拍中 被活活埋进了地里 神通 腹地 这是徐年第一次施展 而且他相当小心地 克制了神通腹地的影响范围 不然光是余波 就不亚于一次地龙翻身了 就算周围的居民 已经被镇摩斯疏散 但供他们安身立命的房屋 也会毁于一旦 只不过可惜了 何家的豆腐坛 作为冲突发生的第一地点 已经不可避免地 成了一地废墟 装着糖水的罐子 都打翻了 糖水洒了一地 徐年不确定 黄农人被埋进大地之内 有没有毙命 感知其状况 大地之内 却是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只是隐约感觉到 有一道诡异的气息 消散于天地之间 黄农人来京城的不是本体 只是一道分身 陆布驰在解释的时候 不免有点庆幸 黄农人这道分身 就已经有五品之力 而他的本体 可是名副其实的四品镜 真要是来了京城 玉京城虽然不是一个 黄农人能够撼动 但他们这些人 恐怕旧药和黄农人说的一样 回不去了 不管中间有多少波折 最终黄农人都已经出手 却未能带走天魔转世之人 这结果便已经是极好的了 至于受这一战波及的街道与房屋 该如何休憩 这不需要陆布驰来繁星 镇摩斯里自然会有一套善后的安排 此次能挫败天魔教的阴谋 徐真人当局守宫 面对陆布驰发自真心的抱拳致谢 徐年却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系统怎么还没有结算 这次选择的奖励 总不能是卡了吧 鬼诀风波起玉京 天魔转世难安宁 选择一 声东击西 魔教轨迹 无功而返 奖励 平天 天之道损 有余而补不足 天若无道于者 横于缺者长缺 便有我平 此神通属于天地人三绝之中的绝天 使用实请注意敌我强弱 不要把自己坑进其中 选择二 偷天换日 世事岂能尽如人愿 奖励 灵光一闪 之前浑浑噩噩 之后天地辽阔 眷王比起天才 便是多了无数汗水 少了这一分灵光 徐年跟着镇摩斯对付黄农人 显然是在完成选择一的条件 挫败天魔教的阴谋 可是现在黄农人都已经败了 为何系统却没有反应 总不能是要把玉京城里的 所有天魔教贼人 都杀了个精光 才算是让天魔教 无功而返吧 喂 系统在吗 结算一下 选择尚未分晓 宿主仍需努力 得到了系统的正面回应 徐年顿时感觉到不妙 他沉声说道 陆大人 现在恐怕还远远没到论功行赏的时候 天魔教在玉京城里的阴谋 应当还没有结束 陆不迟刚放松下来的神情顿时一领 真人有何发现 我不知道 只是一种 说不上来的感觉 徐年当然不可能 说是因为系统的判定 不过陆不迟也没有纠结于 要徐年说出个所以然才肯罢休 他相信 这位已经帮助了 郑摩斯两次的无品大真人 既然如此 郑摩斯会密切关注城内 是否还有天魔教贼人的动向 也麻烦徐真人 如果有任何发现 都请知会郑摩斯一声 徐年微微汗手 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不过连天魔教教主都已经击退了 天魔转世的何小鱼 也已经在郑摩斯的保护之下 还能怎样头天换日呢 难道说 天魔教此行入京 除了天魔转世的何小鱼之外 还有其他目标 就在这时 一道浑身是血的人影 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 一袭棕衣 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 是楚慧节 他先前和其余几名棕衣 随着重伤的刘百元 先行离开了此地 护送何小鱼一家三口 回到更为安全的郑摩斯 为何会身受重伤 又折返了回来 其他人呢 看见了满身是血的楚慧节 在场的众人脸色结实一变 这无疑证明了 到徐年方才的提醒 不是无敌放逝 天魔教在玉京城的阴谋 还没有结束 不 已经结束了 徐年内心一沉 意识到这场阴谋 已经有了最终的结果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选择二 成为了不尽如人意的事实 奖励已经发放 虽不称心 但这难道不也是宿主做出的选择吗 没有选择斩草除根 没有让天魔教的这一场阴谋 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竹篮打水 只能捞到一场空 徐年无暇考虑太多 楚慧节伤得很重 这一路走来 可以说是全靠意念支撑着 才没有倒下 哪怕服下了云水玉佩里 原本属于谢冰糖的药性极佳的疗伤丹药 也没法扭转他体内的伤势 只不过是稍微缓解 恢复了点说话的力气 陆 陆大人 可 这一说话便有血壳了出来 陆不迟已经让人去找大夫过来了 见状连忙说道 我在这里 你慢慢说究竟是发生了何事 刘 金医刘百元背叛了镇摩斯 在彻底昏迷过去之前 楚慧节断断续续说出这么一句话 短短的一句话 便让全场寂静无声 刘大人 背叛了 怎么会如此 刘大人怎么可能会背叛镇摩斯 不可能的吧 众多还没有散去的镇摩斯宗医 听闻此事都是一片哗然 就连金医也是难以置信 王禄恶然道 老柳他 难道是失心疯了吗 关天梁连眼睛都睁开了 会不会天魔教另有高手 潜入了玉京城 趁虚而入 影响到了刘百元的心神 间接控制住了他 陆不迟手掌紧紧握住长枪 白皙如雪的手背肌肤下 浮现出争鸣的青筋 久久无言 哪怕是告诉他们 刘百元等人在玉京城里 遭遇天魔教贼人埋伏 只有楚慧节 侥幸一人逃了出来 都要比一位金医的背叛来得更容易接受 这动摇的可是人性 刘大人 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片刻之前 刘百元奉命将何小于一家三口等人 转移回安全的镇摩斯 但在飞奔中 穿过了京城的数条街道之后 很快随行的棕衣之中 便有人意识到了问题 这不是回镇摩斯的路 反而越来越远 都快要出城了 不过提出疑惑的棕衣 也没想太多 只当是刘百元受伤之后 状态不太好 或许是认错了路 毕竟他以前就和柳金医 一起出过任务 那次任务险向还生 全赖着刘百元出手 相救他才活了下来 之后 也因为完成了那次任务 由轻衣升到了棕衣 所以 他从没想过 有救命之恩的柳金医 会是故意走错路 唉 刘百元忽然叹了口气 原地停了下来 众人不明所以 也只能停下来 等这位不知为何 像是突然陷入了感慨之中的金医 你们都是为什么加入的镇摩斯 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虽然纳闷 但几名棕衣还是简单地说了一下 没其他挣钱的本事 家里还有病母要养 镇摩斯给的俸禄够高 以前总是受人欺负 倒也不是大麻烦 就是一些小事上挤兑你 又上升不到告关对不公堂 但自从穿上了镇摩斯的衣服之后 可就没人敢欺负我了 我算是紫成副业吧 我爹他以前就是镇摩斯里的捕快 不过干到死都只是轻衣 我这当上棕衣了 他老人家全下有知 估计还会羡慕得紧 听着同僚们加入镇摩斯的理由 楚慧杰心里莫名的感觉不太对劲 这还在执行任务 目标还没送回镇摩斯 怎么中途就聊上了呢 不过楚慧杰虽然没开口 但也不可避免地在心里回想了一下 当初加入镇摩斯的奇迹 好像 最开始只是不太想继承家业 楚家的铁匠记忆 向来是一代传一代 也没有什么传男不传女的规矩 只不过 当初尚且年少的楚慧杰 难免有点叛逆倾向 想要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而不是安安稳稳地 接下来家中的铁匠铺 过着今天 就可以遇见明日的枯燥日子 不过这都是数年前的青涩想法 现在的楚慧杰倒是不排斥了 有开始学习家传的铁匠记忆 之所以还在镇摩斯当捕快 要说 是为了除强服务匡服政道什么的 就算这话 是从别人口中说出来 他都会觉得有些羞难 因为他没觉得自己有这么高尚 只不过是 已经习惯了而已 习惯了穿着这身衣服 去做一些穿着这身衣服时 就应该做的事情 嗨嗨 伤势不轻的刘百元咳了一声 听着宗医们各色各样 加入镇摩斯的缘由 他微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似乎是一种赞许 来自金医的赞许 也让几位宗医感到些许荣幸 我当初加入镇摩斯啊 缘由其实是非常自私 这在镇摩斯里 也不是什么秘密 你没有听说过吗 那名曾经被刘百元 救过一命的宗医 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道 我听说柳大人 您是为了发妻 您的妻子罹患重病 为了保住性命 您只好亲自出手封印 维持住妻子的一口惊气不散 之后为了找到治病方法 您才应了首座的邀请 加入了镇摩斯 柳百元笑着说道 不错 当年确实是逢首座 以治好约为由 邀请我加入的镇摩斯 证明宗医能出这些事情 显然柳百元对他的救命之恩 已经发展出了些许的崇拜之情 接着又说道 如今柳大人 您已经为镇摩斯效力了二十年 于公事而言 您从未出过差错 而在私下里 连花酒都从来不去喝 私里面不少人都羡慕您 与您妻子的感情之深 啊 是啊 我确实是一直思念着冤 柳百元的语气 渐渐低沉了下去 在低到如同文睿之后 他那张微微笑着 流露出些许和蔼的脸色 疏然一变 变得痛苦与不甘 在庶民踪医略感诧异的眼神里面 那张脸上的所有的情绪 又都淡化掉了 只剩下语气悠悠 可是这都二十年了 为何 我只能思念着冤呢 冯守座他答应了帮我治好冤 可是 这都是二十多年了 我也知道 冯守座为此是费了心的 先前还花了极大的代价 请动了百怀堂里的那位神医 连出自剑魁的一本剑谱 不搭了进去 可是做得再多 就结果而言 冯守座依然没有兑现过 当初给我的承诺 我还有下一个二十年吗 我已经等不起了 话音再次落下 数张符纸 已从六百元的袖中飞出 也有宗医反映了过来 比如楚慧杰 别无他念 立即后退 可是在玄书的实力差距面前 这点反应快慢 不过是徒劳 黄农人能轻易撕碎的黄服 面对这些宗医 却是实实在在的催命服 贴上身体之后 侵入体内的灵力 轻而易举搅乱了他们自身的契机 而后便是震断了经脉 喂 为什么 那名曾被刘百元救过一命的宗医 蹊跷流血 但已经冲血而通红的眼睛里 依然没有愤怒 只有农道连死亡也划不开的茫然 然后 他便与其他几名宗医一起倒了下去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 楚慧杰在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 立即后退 黄服贴在他身上 震出来一个亮枪 蹊跷流血依旧 但好歹 没有和其他宗医一样立即倒下 反而是提起了一口气 转身逃跑 刘百元没有去追 虽然不知是靠什么手段挺了过来 心脉没有断 但是大部分经脉 也都已经崩裂 已经是死人一个 能跑出多远呢 他之前被黄龙人撞了一下 身负重伤也是真受伤 不然有位无品大真人在场 纯靠演技很容易就会被识破 所以 不打算浪费更多的力气 在一个半只脚 已经踏入鬼门关的宗医身上 早点死或者晚点死 无关痛痒 其实 如果能够相安无事 一直到出城 刘百元也没想杀这些宗医 力气能省则省 不过如今 杀了也就杀了 他也不会对这几人的尸体弯腰 说什么对不起你们 抱歉之类的话 倒不是觉得 这样做没什么错 只是做了便是做了 何必假惺惺 与此同时 何小瑜已经渐渐摆脱了 黄龙人那几句话里 蕴含的蛊惑之力 眼神逐渐恢复了清明 周围躺着好几具蹊跷流血的尸体 他当然是吓了一跳 刘百元看着这让天魔教不惜代价 也要得到的少女 同时也是 让自己能再见到约儿的关键之人 他与其很是轻柔 笑容尽可能地和爱 指了指何小瑜身边的父母 不想他们出事 就乖乖地跟着我走 何小瑜惊恐万分 十分用力地点了点头 从城府外的镇臂一呼大咽无道到现在 玉京城各方已经收到了 天魔教在城内闹事的讯息 平日里通常无阻的城门 虽然没有紧闭 但却严格排查着出入 刘百元带着何小瑜一家三口出城 自然躲不开排查 但是他只用一句话 便轻松应对掉了 认得这身衣服吗 我是镇摩斯金一刘百元 出城室友急事 耽搁了镇摩斯的案子 你担得起责任吗 镇摩斯享有的许多便利 此时便体现了出来 金一办事 城门放行 大概过了一刻钟 这处城门 又迎来了三名飞奔过来的镇摩斯金一 守城的卫兵正疑惑 今儿个什么日子 镇摩斯的大人物 一个接一个 走他这里出城 卫兵这次二话不说就要放行 但路不迟可不是为了出城才来 他急忙问道 早些时候 这处城门有没有见到一位镇摩斯金一 他应该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女孩 和其父母 卫兵不知道这是哪一出 只能如实交代 哟 已经出城去了 多久 有一刻钟了 陆不迟握紧长枪 冲出玉京城的城门 只是天高地阔 哪里看得见刘百元的身影 是去向了何方 陆不迟去而复回 去时就已经难看的脸色 回时已经彻底结成了兵 三位大人 之前那人难道不是镇摩斯的金一 我是不是闯下大祸 放跑了贼人 以至于先前放刘百元通行的城门卫兵 惶恐不安 以为自己就要大祸临头了 陆不迟不致把过错 推到一届城门卫兵头上 只是心情实在糟糕 未做任何回答 关天良闭着眼睛 却依旧是心绪难安 只得悠悠叹了口气 倒是王陆拍了拍这名城门卫兵 瑟瑟发抖的肩膀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摇摇头说道 你只管执情便好 不要瞎想 此事与你无关 只不过是我们镇摩斯自己出了问题 怪不到别人头上 其实早就该意识到蹊跷的了 玉京城是镇摩斯的主场 应该是天魔教在这天子脚下寸步难行才对 今日却颠倒了过来 成了镇摩斯处处被天魔教牵着鼻子走 一切都源自情报出了天大的纰漏 而这必然代表着 有某一个环节出了大问题 也有怀疑过镇摩斯内部出了奸细 想着在这之后 得梳理一下接触过此事相关情报的人员 找出是谁和天魔教里应外合 为他们的真实目的打掩护 但却没有想到 背叛了镇摩斯的竟然是刘百元 热大哥镇摩斯里除了手作之外 地位最高的八人之一 马后炮地想一想 其实也只有刘百元这种人的背叛 才能如此成功地误导镇摩斯耳目 导致从一开始就错判了天魔教的目标 一步不错 继而步步都错过 如果不是有意料之外的强垣 道门无品尽的徐年从中相助 先是快速平定了臣府外 众多天魔教贼人掀起的混乱 之后又立战天魔教教主黄农人 刘百元或许都不会被逼得直接暴露了出来 还将继续潜伏在镇摩斯内部 成为无穷隐患 保不齐在将来某一日 就又会再制造出一次 如今日这般极其严重的大纰漏 陆布驰等人在去追刘百元之前 就已经为楚慧杰找了智商的大夫 大夫虽然是为镇摩斯 挽救过许多性命的良医 可对楚慧杰所受的伤势却无可奈何 经脉寸断 这种伤势除非是有大罗金仙下凡 否则我建议是去摆怀堂赌一赌命数 那位张神医的医术通神 只是性情古怪 未必会让你们进门 生死都在他一念之间 只是没人知道他这一念会怎么想 张怀古在京城同行当中的名气 确实很高 这都能和夏凡的大罗金仙相提并论了 不过 其实不用镇摩斯找来的大夫提醒 徐年本来就盘算着他 要是治不了好 就带楚慧杰回百怀堂 至于镇摩斯请来的大夫担心 可能会连百怀堂的大门都进不去 但这对于楚慧杰 恰恰不是什么问题 毕竟别人是不清楚 百怀堂里面的条条道道 徐年却知道 决定着病人能不能进百怀堂的那位 可是楚慧杰只差斩鸡头喝血酒 就能一截金兰的结拜姐妹 事实也证明了 还没有一截金兰的结拜姐妹 也确实不是什么塑料姐妹情 徐哥 你这带了个要让老张看看的病人回来吗 放心 要是老张不帮你看 他明日要么别喝茶 要么就别想出茅房了 徐年回到百怀堂的时候 张天天正在关上百怀堂的大门 第一眼没认出来 这满身是血被徐哥带回来的家伙是谁 只是那身衣服有些眼熟 所以张天天一边关门 一边好奇地多打量了几眼 然后 哐当 大门一摔 张天天一溜烟跑进后院 大声喊道 老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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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死哪儿去了 快出来 大事找你 救命的大事 小狐狸吃饱喝足 正懒洋洋地躺在徐姑的怀里 被张天天这突如其来的几声大叫 吓到应激 火红的毛发一根根地竖了起来 后院里没张怀骨的人影 张天天不带一丁扁犹豫 直接飞起一脚飞 踹开了毛房的门 老张 快出来 不过毛房里空的 也没有张怀骨的人影 张天天又果断跑向张怀骨的卧房 天天 遇事不要急躁 你先说清楚事 此时 张怀骨已经不紧不慢地走出了卧房 但他话都还没说完 就被火急火燎冲了过来的女儿 连拖带拽拉着向前走 徐年也已经把满身是血的楚慧节 带进了后院 张天天指着气弱油丝的楚慧节 拍了拍张怀骨的后背 老张 人呢 就交给你了 务必一定千万要治好啊 张怀骨也没说二话 先是探查了一下伤势 经脉寸断 全凭一口心气在撑着 楚雄为他女儿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徐年唏嘘道 镇摩斯金一刘百元 与天魔教暗中勾结 袭击了当时在场的所有镇摩斯宗医 掳走了何小瑜一家 这短短一句话 蕴含的消息极其惊人 等会儿 徐哥你说 金一被判袭击了楚节俭 可这为什么 又和何小瑜扯上了联系 一位镇摩斯金一冒天下之大不韦 结果为的是 卢走何小瑜 图什么 张天天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个因果 总不能是图那三文钱一碗的豆腐脑吧 徐年沉吟了半赏 轻声说道 用天魔教的说法 何小瑜他是天魔转世 张天天目瞪口呆 啊 怪不得我听说 玉京城今日里 突然冒出天魔教贼人作乱 看来徐小友这趟吃习 可是遇到了不少事情 听到张怀骨的感慨 张天天猛然回过神 瞪着她说道 别管什么事多事少了 老张你 先把楚姐姐治好 天天啊 你很想救她 不是 人命关天你哥这儿 跟我说什么废话呢 张怀骨不紧不慢转过身 悠哉悠哉地泡了壶茶 你想救她 那就你来救 张天天恶然了一瞬 之后她咬着牙 张怀骨 你他妈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不同于百怀堂内 见惯不怪的父慈女校 张天天的愤怒 已经从骨子里流淌了出来 犹如火焰般猛烈 熊熊燃烧 张怀骨也不像平日里那般 无可奈何 她喝着茶 淡淡地说道 楚慧吉的伤势很严重 哪怕有徐小友为她吃了 极好的疗伤丹药 还用自身灵力 为其化开药性 但这也不过是杯水车心 你在这里每啰嗦一句 她就离死更近一步 张天天握紧了拳头 但是随后又松开 没有了平日里刁蛮 就如在猛烈的火焰 在烧尽之后 也只剩下残灰 她的双手和声音 都在微微发颤 楚姐姐伤得太重了 我 我不行的 我就不了她 不 天天 你是跟我学的医术 我很清楚 你现在什么能治什么治不了 楚慧吉的伤势 只要你沉下心 不出差错 你就能治好 张怀骨说完 便端起茶杯 摆明是置身事外 不打算出手救人 不出差错 要是出了差错呢 你弥补的了吗 不能 就算是你 也只能救得了活人 死了便是死了 就像我娘她 张天天没有生死历劫的 大吵大闹 只是低声诉说 那种生死之隔的无力感 却充斥在这一字一句之间 乃至于她的眼神 都是那么苍白 而又无助 这是张天天第一次提起娘亲 咔嚓 张怀骨不经意间 捏碎了手中茶杯 碎成无数瓷片 但是她保持着握住茶杯的动作 这些碎裂的瓷片 便依旧在掌中 维持出一个茶杯的形状 里面的茶水 一滴都不曾洒出来 张怀骨却仿佛无事发生一样 就用这已经碎掉的茶杯 继续饮茶 一阵秋风 送来了几片枯叶 枯黄的叶子 似乎已经失去了仅有的重量 静悄悄地坠落 唉 昏迷当中的楚慧杰 忽然渴出了血 红的是那么刺目 伤势继续恶化下去 随时会都带来死亡 张天天咬破了下唇 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她拿出了一套针 是楚慧杰的父亲楚雄为 用为她打造那凉饼短剑 后剩余的材料打造而成 本来是打算脆毒后 用作暗器 没想要会先用来救人 冷静 只要不出差错 楚姐姐就不会有事 抖什么抖 别抖了 不要抖了 张天天的手一直在抖 针都拿不稳 针尖一直在晃 这怎么下针 这怎么能不出错 一只手伸到了张天天面前 拿走了她已经拿不稳的这根针 她猛然抬头 不是张怀骨改变了主意 而是徐年想尽一份力 她和楚慧杰也是朋友 况且 如今所用的兵器 都是楚慧杰父亲所赠 虽然说是谢礼不图什么回报 但她总不能眼睁睁 看着人家女儿伤势垂危致死 你说方法 我来下针 徐年的医术 比不过得到张怀骨真传的张天天 但是她底子扎实 近些日子又翻了不少医书 对人体经脉与学窍 了然于胸 再有道门无品尽的灵力辅佐 确保下针的方位与身前 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可以说 单论下针这一项 已经是挑不出毛病了 张天天连续做了几个深呼吸 强迫自己 不去想任何多余的东西 全心回顾着 从张怀骨那儿学来的医术 在与楚慧杰的现状对应上 先刺河骨 人中 三阴交 足三礼 再刺大墩 颖白 官员 针灸不只是光下针 因为楚慧杰是修行者 所以在下针之时 还要以针度气 调和其体内的契机 就如同穿针影线 将原本乱作一团的体内契机 重新梳理顺畅 这一步骤 要让八品的张天天来做 会是一大难关 但是换了是无品镜的徐年 便大大降低了难度 契机的绵长和精妙 都不在一个等级上 这也是为什么同样的伤病 换成是修行者 或许轻易就能治好 但如果 是普通人 就得麻烦许多倍的缘故 因为有些治疗方法 修行者承受得住 但普通人可就未必了 楚慧杰的伤势 是经脉寸断 哪怕是传承自张怀骨的医术 再怎么妙不可言 这也远远不是单靠针灸 就能化解掉的伤势 针灸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如何用药 也是关键 不过 或许是因为针灸如愿 起了应有的效果 遏制住了楚慧杰的伤势 张天天的手 也变得逐渐不抖了 总不至于说是 抓几里几钱的药材 都得经过徐年的手 前前后后忙碌了 接近两个时辰 索性到最后 也没发生什么意外 楚慧杰虽然昏迷未醒 但是伤势已经好转 张天天救回她的性命 夜色已经很深了 月盘泼洒着秋凉 万物俱静 徐姑和小狐狸 都已经睡着了 张天天也把楚慧杰 带回房间里守着 百怀堂的后院里 只剩下依旧在喝茶的张怀谷 和有话想问她的徐年 正好 张怀谷也不介意 和徐年说说话 为她倒了杯茶 徐晓有时想问 天天她的娘亲 是怎么回事吗 张怀谷依旧用着那支 已经碎裂的茶杯 其实徐年想问的不是这个 而是问问大燕的皇帝 究竟是出了什么状况 但她看出来了 张怀谷很想说 于是 她便默默点了点头 本来想着是张天天 和张怀谷这对妇女的家世 她一个兴许的 不必过多打听 但既然张怀谷主动开了口 她也不会介意听一听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完再问也不迟 天天她娘是病死的 不是什么连我都束手无策的病 只是寻常的风寒 如果我当时在 一铁药下去便能好了 只不过 当时只有他们娘俩相依为命 那时候的我 还不知道 是在哪风流快活 别看现在的张怀谷 是个发福的富家翁 当年她也曾风流倜傥 骑马以邪桥 满楼红袖招 一言以蔽之 这便是张怀谷年少 风流时 惹下的债 而且 不管是不是无意 确实抛弃弃子了 直到很多年后 风流已尽的张怀谷 默然回首 才知道 有人为了她生了个女儿 终生未嫁 可是她找过去的时候 人已经没了 连作坟都没有 只留下个女儿 当时天天她娘生了风寒 天天年幼 被人蒙骗买了假药 她娘就这么走了 所以 天天她一直都有心病 越是亲近之人 越不敢治 怕再治死了 我以前不在她身边 没能救下她娘 可是以后呢 以后我也不可能 时时刻刻 一直陪在她身边 况且 她总归学了我的医术 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张怀谷说完这些 终于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离开她的手掌之后 早就碎掉的茶杯 终究是摆脱不了 已经定下的结局 变成了一堆碎瓷片 至于天天说 要是出了差错怎么办 哼 其实天天这丫头 还是心急则乱 也不想想我和楚雄威 是多少年的老交情了 阿可能真的束手旁观 不就她女儿 我最多算是乖张怪痞 又不是丧心病狂 素一素心事 张怀谷心情 便轻松了许多 她清理着碎掉的茶杯 期间 看出了徐年欲言又止 似乎是有别的话想说 张怀谷玩耳一笑 看来是我想当然了 徐潇有最开始想问的 不是这些抛弃妻女的荒唐事 反正我说都已经说完了 你有什么想问的 也尽管问 不说什么知无不言 但问都不问 又怎么知道我会不会说呢 徐年想了想 是这么个礼 便开口了 张伯 皇帝的事情 我可以问你吗 张怀谷似乎并不意外 徐年会问皇帝 他笑着心泡上一壶茶 拿出两只新的茶杯 我猜猜 徐小友其实是想问 怎么才能让天子收回成命 让小友和陈家都能自责姻缘 不必继续这样你 不请我不愿地套在一起 对不对 徐年点点头 并不奇怪 张怀谷会知道他的身世 不论是李叔在信里有所透露 还是这段时日相处下来 察觉到蛛丝马迹 都不足为奇 毕竟张怀谷 可不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夫 重要的是 张伯确实对自己抱有善意 自抵京城以来 给了不少方便 张怀谷为两只茶杯 蒸上七八分满的茶水 轻声说道 徐小友应该有听过些风言风语 当今天子的状况不对 或许是病入膏肓 或许是渴求长生 总之是 如今已荒废了朝政 和以前比起来 成了个糊涂蛋 徐年再度点头 他听到的 有关于当朝天子的评价 确实是这样 对 但不完全是这样 这般简单 不知天天 有没有和小友说过 他以前 见我总是入宫给天子看病 问我天子 是不是病重快死了 我要他别胡思乱想 这可不是敷衍 天子确实没病 恰恰相反 天子虽然不再壮年了 但身子骨依旧硬朗 距离大县海走 只是 张怀谷端起茶杯 但是却伏地了身躯 压低了声音 担心隔墙有耳 可是张怀谷的目光 却飘忽向上 在看着天 似乎是恐惊天上人 只是就算是我也不知道 他还能撑得住多久 撑得住多久 大厌天子既然身体无恙 那这是在撑着什么呢 徐年猜不出个所以然 不过张怀谷 也没有当个谜语人 徐小友有没有想过 为何天魔之力 在世间流传不息 以至于衍生出了 天魔教这么一群 侍奉天魔为 天地正神的疯子 但却从来不见有 真正的天魔将士呢 是上古时代 天魔就已经死绝了 只剩下纯粹的力量流传下来吗 不 并非如此 事实上 天魔与天地同寿 不会像我们人类一样 死了便一了百了了 他们的死 类似于佛家所言的轮回 只不过佛家的轮回不可证 但天魔确实会一次又一次 从天地间归来 之所以天魔到如今 只存在于上古时代的传说之中 是因为上古先贤们 以天地山川筑起大阵 虽然无法磨灭天魔 但却将天魔的力量 与意识分割开来 力量流传于世 但意识却一直被先贤大阵所镇压 知道的越多 未必是什么好事 境界不够 就算接触到了这片天地间的隐秘 也不过是平天一道负担 所以 张天天问的时候 张怀谷只是用不要胡思乱想来回应 便是为了不用解释天魔的这些真相 而换成了徐年 他便可以说上一说 不是亲书有别 道门无品大真人 本就已经有资格 揭开这片天地间的一些真相 徐年花了点时间 才消化掉这些惊人的真相 不过他问的是大雁的皇帝 为何要说镇压天魔的先贤大阵 二者有什么联系 张天天趁此喝了口茶 然后见他徐年 已经接受得差不多了 便继续说道 徐小友 之所以你问天子 我确先与你说这些 自然是有因果在里面 先贤大阵 不是光有天地山川就够了 还需要以气运催动 那时上古时代才落幕 人族成了天地主角的早期 大阵的阵眼 便交给了人族共主 也是被后世 你我称为人皇的存在 以自身庞大的气运 融入大阵 因为人皇的气运 是来自于人族 就算他失去之后 只要人族依旧昌盛 这份气运 便会源源不断得到补充 勇士镇压着天魔 不过我们如今都知道 人族成为天地主角 迎来的第一次大变故 便是分裂 分裂成了大大小小的国 到了如今 哪里还有什么人类共主呢 不过是一位为 自命为奉天承运的皇帝 互相绝利 争夺着天下的归属 这些王朝强也好 也小 哪怕有的横跨了万万里山川 金屋永远翱向于疆土之上 可这又如何呢 人族整体的气运 总归是衰退了 先贤大阵 一度出现了动荡 不过 我能在这里和你谈论这些隐秘 便证明 先人们还是想出了办法 虽然不过是亡羊补牢算不上高明 但确实是挽救了先贤大阵 让天魔不曾回归 这方法 便是让皇帝来执掌阵眼 以王朝气运 投入先贤大阵之中 诚然不是每一个皇帝 都愿意为此耗费气运 但所幸皇帝也不只有一个 总有皇帝的心理 留了那么一块地方 给了天下苍生 说了这么多 茶都已经凉了 徐年倒是也不介意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压下心头激荡 陈生说道 所以 如今这先贤大阵的阵眼 是大雁皇帝 没错 张怀古微微点头 只不过先贤大阵传到如今 气运又从人族变成了王朝 总体上已经不比当年了 当今天子驾驭大雁气运镇压天魔 日积月累下来 反而受到了天魔意识的侵扰 所以 有时才会糊涂 但这些糊涂话 大雁王朝 却又不得不贯彻下去 因为天子就该是口喊天县 不然算什么大雁王朝的皇帝 如何驾驭王朝气运 去镇压天魔 如果大雁天子镇压不住 为什么不换一个皇帝来呢 玉京城 称为天下守善之城 便是因为 大雁王朝在当今天下 国力第一 简而言之 当今天子就像是人格分裂 多出一个天魔人格 偏偏因为他是天子之身 所以 不管是正常人格 还是天魔人格颁布的政令 都将成为大雁王朝的意志所向 贯彻执行下去 不管再怎么糊涂 如若违背 便是在动摇天子 对王朝的掌控里 后果便是 王朝气运将变得不听使唤 王朝气运不听使唤了 天魔人格就会进一步壮大 天子就会做出更多的糊涂事 这便是一个恶性循环 最坏的结果 便是先贤大政的分崩离析 天魔重临世间 让郑国功夫的嫡子 入坠到陈大将军府为序 目前想来便是在天魔人格影响下 做出的糊涂事 相应的 如果想要收回成命 哪怕天子有意更正过错 也得先想办法 削弱天魔人格 他才有能余地做出改变 毕竟朝令夕改 也是在一定程度上 动摇了天子威严 具体如何做呢 两个入手点 第一便是天魔教 先贤大政镇压着天魔的意识 但是天魔的力量 还在世间 天魔之力在世间越是活跃 便会导致天魔意识变得愈发强大 反之 如果天魔之力在世间销声匿迹 那么天魔意识也会变得沉寂许多 天魔教便是天底下天魔之力 趋于泛滥的罪魁祸首 并将此视为神次 他们四处搜罗那些体内 潜伏着天魔之力的人 发展成较重 四处传授天魔之力的法门 而如果身怀的天魔之力足够强大 还会尊为天魔转世 某种意义上 天魔转世的称呼 还不能有几分道理 如果天魔之力极其强大 确实有可能突破先贤大阵的封锁 接引天魔的意识再临世间 哪怕只是一部分天魔的意识 也是极为恐怖的灾难 不过至少目前为止 还没人能做到 强如现今的天魔教教主黄农人也做不到 如果没有了天魔教 世间的天魔之力不说禁绝 起码也能少了七八成 封平已经成了昏君的大雁天子 说不定可以找回过去的几分明君风采 但这不太现实 天魔教如果这么好覆灭 大雁王朝 哪能认他们活到今天 不过这就相当于一场考试 灭了天魔教固然是满分 但徐年又不是必须满分不可 只要分数高到 让大雁天子夺回了些许喘息之机 这婚事便有斡旋余地 挫败阴谋 杀掉高层 摧毁据点 全都是得分享 其二便是增强大雁国力 气运兴衰与国力挂钩 气运强了 天魔意识对大雁天子的影响 自然就会减小 徐年握着重新添过的热茶 神色有些许复杂 所以 这次出征韩吴国 我是不是该盼着大获全胜 战争从来残酷 但一场对外战争的大胜 也往往伴随着国力的增强 只不过 这次出征韩吴国 率领着七十万大军的是折冲将军 徐年未曾蒙面立身负 折冲将军 如果大胜归来 论功行赏 就将要封大将军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哪怕这样的发展 再怎么有一大局 徐年也难狠送上什么忠心的祝福 不在背地里话圈圈诅咒 他都觉得 已经散发出人性的光辉了 不过张怀谷 吹着茶汤面上的一层墨子 却是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张首甫 他们有什么安排 但至少我知道 通过国力增强器语 未必是一件好事 之前我就说了 不知道天子还能撑多久 这其实不只是指天魔意识 对天子的侵蚀 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 还能承受住多少王朝器语 张怀谷进攻 为天子治病 可不是指什么人格分裂 心病难医 何况天魔意识这玩意儿 连先贤大阵都只能镇压 不能磨灭 他能有什么办法 治的就是身体 准确来说 也不能称为治 因为天子龙体安康 无疾无病 是故本培元 不断巩固天子的身体 以便能以一己之身 承载更多的王朝器语 运转先贤大阵 镇压天魔意识 其实照我说 徐小友虽然户籍入了臣府 但你人又不在臣府 这婚事 你当不存在 便也不影响你们母子生活 反正你又不靠着他们 至于户籍的不方便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他们能不经你知情 便改了你的户籍 你转头 给自己弄个新户籍 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 徐小友如果有需要 我找人给你办妥了便是 这算是 半假证吧 而且 估计是那种 查不出问题的真正 假的地方 只是和人对不上罢了 徐年陈寅片刻 没有忙着拒绝或是接受 而是问道 张伯 如果我想经历而为呢 张怀骨喝着热茶 淡淡地说道 镇摩斯 镇摩斯本身就是 天魔教的死对头 一日 楚慧杰醒了过来 眼睛都没睁开 第一句话便是 刘百元背叛 杀害镇摩斯同僚 速追 他的意识 还停留在昏迷过去之前 以为还在首作 不在京城期间 负责京城镇摩斯 大小事宜的 金一路不迟的面前 知道了知道了 都已经有人去做了 楚姐姐你 现在就安心休闲 明白吗 听到张天天的声音 楚慧杰猛地睁开眼 便看到了 守了他一夜的羊角变少女 他顿时有种 如同格式般的恍惚感 我 没有死吗 挨了六品镜的 刘百元一击 楚慧杰受伤多重 他自己心里十分清楚 没有像其他 宗医同僚那样 心脉利断亡 不是他的修为高出多少 或者意志力 顽强到了什么地步 归根结底 是家里为他量身 打造的护身软甲 起了救命的作用 化解掉部分冲击 可是纵然如此 这伤势 也不像能活下来 张天天嘟囔道 死什么死啊 楚姐姐 你这是没把我 摆怀堂的招牌放在眼里 是 张伯伯救了我 不是吧 楚姐姐 你指望那个姓张的老东西 他只会坐着喝茶 当然是我救的你啊 可是 你不也姓张吗 楚慧杰这句话 在心头酝酿了一会儿 终究是没说出来 天天 谢谢你了 小意思啊 区区致命伤而已 在我面前算得了什么呢 等楚姐姐你伤势愈合好了 请我吃顿饭就行了 不过不能挂着摩斯的账哦 楚慧杰虽然还下不了床 但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经脉寸断这么严重的伤势 在别的大夫手中 就算九死一生减回条命 能不能恢复如初 都是个未知数 但是以摆怀堂这块招牌的含金量 活蹦乱跳 只是个早晚的问题 楚慧杰的父母 大清早就 闻讯而来看望女儿 楚雄慧是个打铁的汉子 不过娶的妻子 倒是个温婉如水的美妇人 她捧着女儿的小手 掉了一串眼泪 对救了自己女儿一命的张天天 更是千恩万谢 弄得张天天都有些局促不安了 妻子在下不了床的女儿面前哭红了眼 而楚雄慧的父爱 显然不走温情默默的风格 她在确认女儿已经没有大爱之后 就找张怀谷单独谈了一阵 不知道聊了什么 也没有吵闹或是争执 之后 楚雄慧夫妇 很放心地留下女儿 在摆怀堂养伤 只是在江湖之上 很快就多出了一条悬赏 只要提着天魔教 任意一名护法的头颅 登门玉京城的楚氏铁匠铺 便能得到当代铁匠宗师楚雄慧 为其量身打造的一柄兵器 当爹的在为女儿出头 而有的当爹的 则在被女儿拿着出气 在楚雄慧夫妇走后 张怀谷就像是风平浪静无事发生过 依旧是坐在院子里悠哉度日的架势 一天下来不知要喝掉多少壶茶 但这次喝了没几口 就蹲了进半个时辰的茅房 出来之后 张怀谷自己给自己配了一副药 先吃药 再喝茶 结果又进了茅房 张天天在救人时或许会手抖 但论起下毒 却已经有了青出于蓝的风采 这茶是没法喝了 唉 又是一个多时之秋 大雁首辅张红正捏着一枚黑棋落下 悠悠叹了口气 这次棋盘上的棋子不是五目连珠了 而是实实在在地对异非黑白的交锋 落坐在对面如山中年 是时常会来与张首辅首谈的熟客 他捏着白棋 考虑了片刻后 落子于方寸之间 笑着说道 天魔乱象 天下大势所趋 就如秋来叶落树枯朽 都是无可避免之事 我倒是更好奇 这无端端是从哪儿冒出来一位五品大真人 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局势 不然你现在还会要多叹几口气 是啊 那位大真人是个好心人 确实让我少叹了几口气 他叫做徐年 与张神仪有救 就住在百怀堂 张红正落下一字时 随口说出来的倒也不算是什么秘密 有心之人稍作打听 就能查出来 而在昨日陈府大婚的宴席之后 欲经城里有这份新的王侯将相 可不在少数 徐年 这名字听着有点耳熟 沈院长耳熟 大概是因为郑国公府 这次入赘进陈大将军府的私生子 也叫做徐年 这妖巧 哼 看来确实是因为这一茬了 如山在身的沈院长点点头 依旧是犹豫片刻才落下一字 接着说道 没想到啊 折冲将军的落魄时 她夫人身为世家贵女 就已经不离不弃 为了她一度和家里闹得很僵 后来成了折冲将军之后 她也只有这一名妻子 夫妻恩爱献煞旁人 作来还被当成是 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痴情例子 万万没想到啊 到头来这折冲将军 虽然没有三妻四妾 却在外有个私生子 也不知道他那位曾说出 非亲不嫁的发妻 如今心中会有一番怎样的思量了 张红正利索的落子 然后喝了口茶 摇摇头道 沈院长和我说 这些人云亦云地作甚 徐家在落魄 也是一座国公府 当时的天水谢家 就算不觉得是什么良配 也不至于面子上都过不去 痴情确实是真 可这两人走到一起突破的千难万险 就没那么真了 其中难免有世人 为了多出个好故事 往里面多添了些自己的笔墨 倒是这次的书院秋逝 沈院长打算如何 沈院长捏着白旗 没吭声 眯着眼睛 盯着旗盘上的黑白两色 看了好一阵 然后她无奈一笑 头子任父 白旗摆下的龙 已经别困住 再下几回合就要被斩 已经没有了生计 有路书院连路都没了 书院秋逝又怎么办呢 上次怎么办 这次就怎么办吧 不过陈老将军倒是问我 要走了几个名额 闲聊几句间 棋盘一空 心开了一局 这次是张红正直白先行 但沈院长却先开口问道 无论是不是事出有因 镇摩斯这次可是落下了大错 该如何论处 这得等逢手做 他那边快有个结果了 就是不知道能否攻过向底 一匹快马入京 沿途不停 直奔镇国公府 留下了一枚沁着血的玉佩 这枚玉佩是一样法宝 能找寻失散的血清 血脉相连 哪怕相隔万里 只要有此玉佩在 也能指出大致的一个方向 玉佩里面 沁着这一滴血 是折冲将军的精血 镇国公府之前 敢于信誓旦旦承诺 不日后 就将下落不明的私生子 送进陈大将军府 便是因为折冲将军 得知了徐年下落不明之后 便命人送来了这一枚玉佩 只不过 滇江与玉京城 相隔千万里 百往不变 一来一回 就已经赶不到婚期之前了 锦血玉佩就这么一枚 为折冲将军 尽忠了一辈子的曹伯 为求万无一失 没有假他人之手 亲自出马 曹伯以自身契机 与玉佩相连 便感到了血脉气息的指引 一道就在镇国公府内 无庸置疑 指向的是镇国公府的继承人 还在闭关 突破八品的成少爷 另外一道 竟然就在距离京城外 不远的地方 真的是来了京城 能躲了这么久 也是不容易了 曹伯握着玉佩 走出镇国公府 顺着玉佩之内血脉气息的指引 很快就在玉京城外的一处 只有青山与绿水的僻静之地 见到了一名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年轻人面容俊朗 与老仆印象中 折冲将军年轻时 有几分神似 旁边是一座坟 立了快杯 母 徐氏 纵然是忠心不二的曹伯 骤然见此情景 也不免愣了一下 这私生子 似乎真的是带母父亲看病 只是如今看来 他母亲最终还是不治 已经成了一堆坟土了吗 曹伯还没开口 年轻人已经转身看向了曹伯 似乎猜出了他的来历 那张与折冲将军年轻时 有几分神似的脸上 已经涌现出了深入骨髓的愤痕 都已经这样了 你们还是不愿意放过我们母子吗 徐氏薇 他到底 想我们母子怎么样 我娘都已经没了 要不我也死了算了 年轻人的愤怒与不甘 都在曹伯的预料之中 他轻耳细听 不做任何争辩 只是在听完之后微微欠身 年少爷 您流落在外这么多年 我来带您回家 回家 我的家已经没了 神似折冲将军的年轻人 指着墓碑 凄厉的声音如同 是在控诉着命运的不公 天地之大 竟然没有他们母子的栖身之所 你想带我回哪 是那座抛弃了我的镇国公府 还是 你们给我找的新家 陈大将军府 曹伯想了片刻 说道 年少爷已经是陈大将军府的女婿了 理应是回陈大将军府 不过年少爷 您这么多年流落在外 如果您愿意 先回镇国公府小住几日 认一认您除母亲之外的亲人 相信陈府那边也会体谅 好啊 那我就先跟你回镇国公府 认一认我的亲人 亲人 这位年少爷怒急返笑 咬着牙说出这两个字 如同火药出唐般 从牙齿缝隙间迸发出来 听起来更像是仇人 其实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 已决后患 不然迟早有一天 我要让你们镇国公府 永无宁日 曹伯左耳朵镜右耳朵变出了 不过是满腔愤懑的少年义气而已 如果只靠一腔义气就能成事 这天底下得少 多少冤屈呢 重要的是 镇国公府找回了私生子徐年 甚至过程比曹伯预料的 还要顺利许多 原本盘算着 哪怕有庆着哲冲将军 一滴惊血的玉佩相助找到了人 但把人带回不去 指不定还会有什么阻碍 最后还得折腾上一番 才能彻底了结这种婚事 毕竟年少爷能带母父亲治病 让镇国公府 找了这么段时日 都全无线索 或许不是藏得有多好 而是得到了某些人的帮助 镇国公府 又不是没有仇敌 之前就有心怀不轨之人 用天壶金血设计代夫人 如今说不定 还会在年少爷身上做些文章 结果出城一趟 找到了人 直接就带回去了 回镇国公府的路上 也没有什么来路不明的家伙 跳出来制造意外 曹伯带着年少爷回府 却发现他前前后后 不过离开了两个时辰不到 府上竟然在庆祝 一问才知道 是承少爷终于结束闭关 突破了八品 双喜临门 承儿真是厉害 我就说 承儿天赋不比别人差 只是玩心重了点 不过贪玩是少年天性 又不算什么错 倒是承家那头什么幼虎 如今已经突破七品又怎么了 不就比我承儿高了一品而已 而且啊 他肯定是每天都在闭关苦修 才换来这一品差距 就为了这点点的境界 说出去多些面子 值得吗 连天性都丢了 还是我承儿这样好 老一结合 徐大夫人见着闭关出来的 轻生儿子 自视喜笑颜开 眼神中觉得 儿子这次闭关吃苦了的心疼 也不是作假 声声夸赞 都是真把儿子捧在了心里 就在这母子情深的氛围当中 曹伯把无人认识的年少爷 带了回来 带到了徐大夫人 和徐成的面前 夫人 这位便是徐年少爷 老爷流落在外的血脉 于是 方才的温情 便荡然无存了 徐大夫人冷冷地看着年少爷 那张与老爷年轻时 颇有几分神似的面容 让他越看越觉得不顺眼 这小杂种 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看着真是心烦 不过找回来也好 尽快往臣府移送 以后就是臣府的坠绪 不必和郑国公府 再有什么瓜葛了 曹伯办事 我向来是放心的 这不果然就把他带回来了 不过呢 他已经是臣府的女婿 住在我们这郑国公府 难免被人说闲话 还是要尽早送过去 对了 这么多年都流落在外 应该不懂得什么礼仪和规矩吧 找人教教他吧 免得去了臣府闹出什么笑话 丢的还是我们郑国公府的脸面 刚闭关突破了八品的徐城 好奇地打量着 同父一母的亲弟弟 都是郑国公府的少爷 徐城锦衣华服 连脚上的鞋子 都是最柔和的陆皮 绣着精致华美的花纹 年少爷则是一袭粗衣 从头到脚的料子 不见得比府上仆人要好 打量过后 徐城忽然走到徐年的面前 笑着说道 年帝 为兄我刚刚突破五福八品 正手仰着 不知道你武功如何 要不要与我过几招 曹伯皱了皱眉 但他还犹豫着眉开口 徐大夫人已经说道 诚儿这主意不错 俗话说 不打不相识 你们兄弟二人便切磋一番 也算作 是弥补这些年来空缺的兄弟情谊了 不过诚儿 点到为止 你可不要欺负你弟弟 娘 你放心吧 徐城咧嘴一笑 当先便摆开一套拳法的骑手架势 年帝 准备好了没 皆为兄一拳 一直阴沉着脸的年少爷哼了一声 催动着同样是八品镜的血气 迎上了这一拳 几个回合之后 徐城呆坐在地上 两眼无神 被打懵了 突破八品的心系 被这手败冲得七零八落 徐大夫人自是心疼儿子 徐年 你 你真是缺少教养 切磋而已 怎么下手没轻没重 年少爷不说话 只是再度哼了一声 作为回应 没缺胳膊没少腿 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曹伯都有些许意外 没想到这年少爷的武道天赋 竟然不错 起码远胜呈少爷 年少爷这些年 是哪位名家学过武吗 年少爷这次开口了 他冷声说道 我能有什么名识指点 不过是常常念及 你们郑国公府 对我们母子所做的一切 时刻想着该怎么样做 将来才能报答回来 一日 摆怀堂 徐年正恋着剑窥的剑谱 陈县虎便急匆匆找上了门 大哥 徐府已经找到徐年了 目前人在郑国公府小住几日 之后就会送到陈府 徐年本来正驾驭着分光剑丸 听到这话 连九道流光都顿住了 重新化作一颗泥丸 什么情况 如果徐年住在郑国公府 那住在百怀堂的我是谁 难道我成替身了 有没有可能 郑国公府找不到人 所以就弄了个假的 出来糊弄一下 听到徐年的揣测 陈县虎摇了摇头 可能性不大 如果郑国公府 不打算履行主卖后人入赘的承诺 大可以在婚期前 就弄个假的出来 没必要拖到婚期之后 折腾出鸡鸣犬肺的闹剧 叫人看笑话 不是郑国公府大婚当日 抱一只公鸡 陈县虎也不会找条野狗相配 陈大将军府 最开始可是想好好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毕竟陈木婉在陈府 可是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 不像徐年只是个私生子 若大一个郑国公府 无人在意过 他会是什么感受 徐年沉思片刻 说道 所以 至少郑国公府觉得他 找到了真的徐年 应当是如此 陈县虎微微汗手 继而问道 大哥觉得这事该怎么办 徐年沉吟了一阵 摇摇头 郑国公府是郑国公府 我是我 他们找到了他们的私生子 和我应该没什么关系 虽然这事发生的匪夷所思 也不知道郑国公府怎么就认定 他们找到的是徐世威的私生子 乍一看 似乎导致徐年 陷入了谁真谁假的风波之中 但是仔细想想 徐年为什么要证明他才是真的呢 他在乎过吗 徐年一直就只是徐年 郑国公府的私生子 呵 他反正是气如必喜 只要不捂到他的脸上 谁爱当就去当吧 而且 真假私生子的这档子是 对徐年个人而言 还有个好处 既然郑国公府 已经找到了他们的私生子 那就自然不会 再寻找徐年的下落了 徐年是无所谓 不过他得提醒一下陈县虎 对我是没什么关系 但被郑国公府找到的那个徐年 肯定是有所图谋 只是不知道他所图是在郑国公府 还是你们陈大将军府 大哥放心 我小的轻重 过些时日 他进了陈府 我会盯好他 看看他究竟是想做什么 陈县虎微微点头 在郑国公府是私生子 在陈大将军府是坠婿 这么尴尬的身份 能拿来做什么文章吗 陈县虎想不出来 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了 郑国公府找到的私生子 是什么橙色 他心中提前有了数 也就不妨拭目以待 看看对方能折腾出什么花样 反正就算最后捅出篓子 也是郑国公府找到的人 错也错在郑国公府 和陈大将军府 能有几个铜板的关系呢 出门急没顾得上喝水 大哥不介意我讨杯茶喝吧 陈县虎原本在锤炼体魄 听说了郑国公府 找到了私生子的消息后 就急急忙忙跑来了百怀堂 期间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 现在看到院子里的桌上 摆着县城的茶水 顿时觉得有点渴了 徐年看着陈县虎所指的那壶茶水 表情顿时有些古怪 这茶水 嗯 有些凉了 我还是给你换一壶吧 没事大哥 凉的就凉的 热茶还不好下口 陈县虎伸手拿茶壶 想倒上一杯 徐年不动声色地按住了他的手 不行 茶凉了喝了 要会闹肚子 啊 陈县虎挠了挠头 茶凉了喝了不好事 有过耳闻 但这闹肚子 不至于吧 好歹他也是七平五夫 光凭这一身血气 距离百病不升 虽然还远得很 但寒暑不清 已经差不多了 冬天饮冰水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喝点这凉透了的茶水 怎么还能出毛病呢 不过徐年的表情很认真 你信我 真的会闹肚子 千真万确 大哥会骗你吗 徐年如此郑重其事 陈县虎虽然难以理解 但还是知去地打消了 用这一壶凉透了的茶水 来解渴的念头 听人劝 吃饭才香 这个时候 张天天抓好了 楚慧杰和徐姑两人的药方 要去煮药 从徐年和陈县虎旁边路过 听到两人的交谈 晃着羊脚便 留下了一句话 没事的徐哥 这茶水 你们尽管喝 于是乎 徐年也改了主意 他松开陈县虎的手 为陈县虎倒了杯 已经凉透的茶 喝光 仔细品味了一下 这茶水的滋味 也没喝出什么不同寻常 分明就只是 凉透了的茶水而已 倒是这茶也不错 可惜已经凉透了 不然换成 是刚煮出来的时候 这壶茶水 定然能在唇齿之间 留下芳香 陈县虎也不客气 喝完了一杯 又再倒了一杯 眼瞅着张天天 已经走远了 他才忍不住 放轻了声音问道 大哥 张姑娘 原来这么厉害的吗 这百怀堂里的茶水 能不能喝 都得听他吩咐 徐年寻思这话 好像也没什么错 于是就点了点头 毕竟张伯现在 能不能喝茶 都得看天天的心情 除非不介意喝完 就去蹲茅房 陈县虎想起一事 对了大哥 大婚那日 天魔教贼人闹事 多亏有你出手 平定风波 还没来得及谢过 徐年摇摇头 举手之劳而已 举手之劳也是劳 况且我爹说过了 事后会有谢脸 我爹的性子 向来是一口唾沫 就是一口钉 所以大哥你 也就甭跟我推脱什么了 陈县虎怂怂间 事宜他只是传个话 和他在这里推脱 也没什么用 而且 这次的送礼 还挺有意思 实话实说啊 应该是看在大哥的面子上 我家这次才这么阔绰 我和叶依奎他们 都是跟着大哥沾了光 到时候 还能跟着凑上热闹 徐年见陈县虎都有些期待 于是便也有了些好奇 笑着问道 这是要送什么 让你这个臣府大少爷都眼馋 有路书院 大哥应当知道吧 徐年点点头 有路书院 开创了儒家修行体系的 儒家圣人所创 天下读书人心目中的圣地 这哪能不知道 在系统尚未激活的二十年中 徐年为自己谋划过的出路之一 便有当个文超公 超进有路书院 大雁王朝选拔官吏 是以科举为主 三年一度 偶尔也会有家事 千千万万读书人的昔日龌龊 最后不知能有多少 便做了春风得意 但在科举之外 也有惊人举荐 这么一条出世的途径 只是这举荐他人 为官的资格极其稀有 寻常官吏是没有的 哪怕是三四品的当朝大员 也不是说举荐谁 谁就能做官了 还会有审查与考核 但是有路书院 就有举荐他人入朝为官的资格 虽然每年举荐的数量也不多 可只要是经过有路书院举荐 从来没有一人 会被大宴朝廷拒之门外 在有路书院举荐出世的官员之中 如今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 便是当朝首府张红正了 寒窗苦读的张红正 先是科举高中状元登科出世 当了汉林院修传 这可是一条青云直上的仕途起点 他也勤勤恳恳数年下来 无疑次披露 却不是为何 在高千的调令下来时 突然辞了官 数年的杳无音信之后 张红正再一次出现在大宴朝廷当中 便是拿着有路书院的举荐 再次出世 而且这一次直接就做了封疆大臣 之后更是步步高升 一直做到了如今百官之首的位置上 值得一提的是 有路书院的举荐 并非只给自己书院里的学生 张红正就没有这么一层身份 只是不知为何 能得到了上一任有路书院院长的青睐 有路书院每年通过秋氏招生 如今历秋已过 今年的书院秋氏应该就在近期了 沾了大哥的光 到时候 我和叶依奎他们 也能一起去凑个热闹 虽然知道 有路书院在天下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 徐年还是有些好奇 陈县虎为何会对有路书院这么感兴趣 论修行是武夫 谭出身是将门之后 虽然不是什么粗笔武夫 但怎么看 也不是六经情向窗前读的读书人 他好奇问道 有路书院的秋氏 我也有所耳闻 听说是没什么实质性的门槛 不像科举一样层层选拔 只要写得出一篇好文章 便有资格参与其中 既然你这么有兴趣 以前没参加过吗 大哥这话说的 我像是能写得出 一篇好文章的读书人吗 陈县虎的磊落 换来了徐年的哑然失效 他略微想了一阵 摇摇头说道 不过如果是这书院秋氏的资格 恐怕要辜负陈将军的美意了 我目前还没有要进有路书院 当个学生的打算 如果换成二十岁之前 有这么个机会 徐年自然是求之不得 但换成现在 就有些实质无畏了 不是有路书院有什么不好 只是徐年已经不适合了 以前想过进有路书院 是为了谋一条出路 但如今都已经是无品了 哪里还用得着这种出路 又不想着围观 如果修行的是儒家道还另说 可又是道门 如此一来 若说进有路书院 还有什么意义 那就真的 只能是做学问了 当然不是做学问有什么不好 可徐年的肚子里 有几两墨水 自己还能不清楚吗 不当文超宫 便和陈县虎一样 写不出什么好文章 莫非进了圣人所创的书院 就能沾染到文气 做得出什么学问了吗 不现实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但确实不是人人都是这块材料 徐年前世就不是 这一世受过的教育 还不如前世呢 哪可能如那中举的范镜一样 摇身一变 就成了金飞锡笔的文曲星下凡 哦 也不对 饭进肚子里 至少还是真有墨水 陈县虎文言 乐呵呵地摇摇头 笑着说道 大哥 你这就弄错了重点 我是对这有路书院的秋氏感兴趣 而不是想进有路书院 当个五文诺墨的书生 听出了这两者的差别 徐年问道 这秋氏有什么名堂 当然有名堂 这名堂可大着呢 有路书院的秋氏招生 除了策论诗文 和君子六义什么的 表现优异者 还能进入有路书院的 修身灵中感悟一番 里面可有许多大儒留下来的遗则 当然了 说什么沐浴文气啊 或是感受大儒思想什么的 这样的机缘好是好 可对我一个粗笔武夫 和身为道门真人的大哥 都有些过于空泛了 但是这一则之中 可包括大儒的随身之物 这些可就是货真价实的宝物了 据说就连儒家圣人 都在修身灵中留下了一支笔 只是到现在也没人找出来 也不知道 究竟是以讹传讹 还是确有其事 陈县湖感兴趣的不是其他 就是修身灵 我家里这次是我爷爷出面 找了有路书院的当代院长 大如沈其风 直接要来了几个 进修身灵中感悟的名额 只不过这修身灵 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进 得在秋氏时 和其他表现优异者一起进去 因为大将军出面 才要来的资格 这显然和秋氏招生的资格 是两码事 徐年意识到 陈府这份送礼 恐怕比他想的还要重 拱手言道 替我谢过陈将军 和陈老将军 说了是我爹一口托磨一口钉 大哥不用 和我客气 等有路书院定下了 秋氏招生的日子 到时候 我再来找大哥 一起进这修身灵 希望 咱们都能从里面带出好东西 杰克的茶喝了 事情也说完了 陈县虎便提出了告辞 可他刚刚转过身 便看见有一位青山侠客 走了进来 腰间配着一柄 三尺三寸长的剑 手里拎着个酒葫芦 走路半摇半晃 神态似醉似行 从他身边拂过的风里 似乎都熏上了些许酒气 青山侠客搭拉着眉 扫了陈县虎一眼 仰头倒了一口酒 这一眼 陈县虎便像是被一剑 扫进了酒缸子里 既是凛冽的剑气 消得浑身发寒 又有醉人的酒水 熏到面红耳赤 徐年不动声色 回秀在陈县虎面前扫过 影响到陈县虎心神的剑气 与酒气荡然一空 他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在看着面前 这位剑在身酒 在手的青山侠客 立即便想到了一个人 剑 剑葵 你是剑葵沈良 不怪陈县虎有些许失态 这脱口而出的名号 天下间几人不识 青山侠客又喝了口酒 微微一笑 似是不知可否 剑葵扬明天下之后 和他一样 随身带着个酒葫芦的剑客 就多了许多 但陈县虎好歹是个七平五夫 能仅仅是这么扫过一眼 便让他坠入酒与剑的幻觉之中 难以自拔 天下间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剑葵来摆怀堂做什么 不管他找的是谁 但肯定不是找陈县虎 向来识去的陈县虎 便不多问一句 直接离开了摆怀堂 不过能见到剑葵一面 甚至直面感受到了 其独步天下的酒剑气 纵然是陈家幼虎 都有些激动不已 这趟来找大哥报信 竟然还能意外见到剑葵 实在是太值了 也就在陈县虎走后 无茶可喝 就待在了房间里的张怀骨 走了出来 他看着青山侠客 微微皱起了眉头 淡淡地说道 我找你来教个剑道 你就要扮成剑葵 那我要是找你来教个武道 你是不是就装成武帝了 被点破了不是剑葵 青山侠客却不以为意 反而笑着说道 这可不成 世人皆知 武帝不出陈渊城 我装他太容易被怀疑了 听起来 他不冒充武帝不是因为做不到 仅仅是武帝的行踪太过明确 张怀骨端向了一下 假剑葵青山杖剑 配酒葫芦的这副扮相 评价道 可你这剑葵扮得也不到位 只要见过真剑葵 都会怀疑你是不是冒牌货 哈哈 我现在这身 确实和剑葵不太像 但是老张你怎么就觉得 我是在扮成剑葵本人呢 青山侠客大笑着 最不晃了几下 福建以着郎柱 喝了一大口酒 天下人心目中的剑葵 难道不就是 我现在这样 作为没见过剑葵本人的天下人之一 徐年不得不承认 这位青山侠客 无论是穿衣打扮 还是气质 都十分吻合 他从茶楼说书先生那儿听来的 剑葵应该有的模样 张怀谷不至可否 他指着假剑葵 为徐年介绍 徐小友 这家伙姓白 白去踪 这个名字 他是道手 反应过来 徐年有些愕然 他猜得出来 这假剑葵 既然是张伯喊来教剑法的人选 估计本身也不是什么范范之辈 至少见到造诣应当不俗 可却没想到 这何止不是范范 竟然来的是 与剑葵一同被称为 三骑二葵一帝里面的 三大欺人之一 白去踪千项百面 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如今看来 哪怕是剑葵 甚至是武帝 也在他千项百面的范围之内 不是 老张你 这就不够意思了 冒充剑葵的道手 锤胸顿足 满脸都写着郁闷 怎么一言不合 就把我底都透了 这是要让我没脸见人啊 你从来都是顶着别人的脸 还在乎自己有没有脸见人 张怀谷转身去喊张天天 出来学剑 院子里暂时只剩下 徐年和大名鼎鼎的道手独处 他难免有些好奇 其实白去踪也有些好奇 徐年是何方神圣 小兄弟不错呀 能让老张喊你一声小友 这待遇可不一般 张怀谷这副臭脾气 可是出了名的 还有 刚才这位徐小友 在挥秀之间 就驱散掉了九剑气 虽然白去踪只是冒充剑葵 但也自负 对于天下剑的绝大多数人而言 他的九剑气和剑葵的九剑气 可以说是相差无几 徐年拱手剑里 九仰白前辈的道手之名 如雷贯耳 今日可算是文明不如见面 九仰是大实话 行了行了 别近减些好听的话说 推没营养 再说 你哪里见到白去踪了 白去踪有点嫌弃地翻了个白眼 指着自己这张脸说道 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你见到的这张脸 是剑葵沈良 以后招子放亮点 不要哪天真见了那酒鬼本人 却认不出来 搅了他喝酒的雅信 当心他给你来一件 这几句话下来 道手和徐年以为的世外高人形象 顿时有了些出入 你就是老张找来 教我见到的吗 张天天来了 他看着白去踪这青山侠客的扮相 记起老张明确说过 找来的不是剑葵 于是 微皱了皱眉头 打扮成这副模样 看来你很崇拜剑葵啊 连穿衣打扮都要模仿 你这剑道不会也是模仿出来的吧 你行不行啊 教不教得好 张天天的质疑也不是没有原因 毕竟高手往往都会有自己的风格 不可能一味地去模仿 本来就是冒充成剑葵的白去踪也不能 只是笑道 你这丫头 张嘴还是这位 真是字字扎人心啊 张天天狐一道 你以前见过我 他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当然见过你 但你就不用费脑筋想了 你必然是没见过我 至于你怀疑我交不交得好 假剑葵笑着拔剑 请客间 充斥着整个摆怀堂后院的酒剑气 可一点都不像假货 不如来试试我的剑 张天天能感到这剑气的不同寻常 但他可一点也不怂 试试就试试 以为我怕你啊 张天天亮出两柄短剑 脚往地上一灯 便如离弦之剑冲了出去 假剑葵不慌不忙 先是喝了一口酒 然后才长剑一扫 挡开了两柄短剑 一先一后的剑锋 但也放任了张天天近身 一寸短应当有一寸险 可假剑葵从始至终凭借一柄长剑 以及紧紧展露出 和张天天一样 五副八品极致的境界力量 却始终牢牢压制住了 张天天的两柄短剑 甚至游刃有余 还能时不时错开剑锋 喝上一口酒 就这样过了十来招 假剑葵一剑横开张天天 后撤半步 看向了旁边观战的徐年 饶有兴趣地问道 张丫头一个人还少了点精良 要不小兄弟也一起上 早在徐年听说了 三七二魁一地之后 便好奇过自己和六人中的到手 同为五品镜会有多少差距 现在有了切磋的机会 他自然有些易懂 不过也有犹豫 这不太好吧 还是等前辈和天天过完招 我再来向前辈讨教一二吧 假剑葵哈哈一笑 你都久仰我大名了 难道还担心我接不住 两个年轻小辈 就算和一起又能有几斤几两 也不必拘泥于剑招了 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 不用留手用尽全力 让我瞧瞧成色 这家伙见到确实厉害 但这也未免嚣张过头了吧 不服输的张天天向来也不惯着人 行啊 那我可不留手了 张天天最擅长的手段是什么呢 剑势舒然一变 在处处惊险的剑锋之中 舒然砸出来了一包药粉 剑刃虽然没提前脆好毒 但这药粉向来是随身携带 好 够阴险 假剑葵嘴上夸了一句 可他手中长剑便招极快 一剑荡出 在药粉散开之前 就已经飞速后撤 避免了沾染到毒性 只是在他后腿的脚步刚刚落稳 便听到一声提醒 前辈 当心了 倪丸化作流光飞出 假剑葵还有咸心评头论足 剑丸 品质挺不错的嘛 你这 我靠 流光一分为九 凛然剑一笼罩而来 剑丸爆发出的力量 远远超过了白去中的预估 不消说 此方天地之间也起了异动 张天天更是趁事上 但他刚掏出一包新的药粉 还没来得及丢出去 突然感觉两手一清 我的药粉何见呢 张天天突然两手空空的同一个刹那 天地之力轰然落下 久到流光随后而至 青山侠客顿 在原地似乎已经避无可避 但徐年正要停手 避免刀剑无眼时 舒然感觉到了异样 于是操纵剑丸流光 穿了过去 没有血光乍现 本该是被天地之力 禁锢住的青山仗剑的身影 从原地消失了 竟然只是一道残影 道门五品玄真镜 能感应到一方天地 但在这一个刹那 徐年却捕捉不到 那戏青山的气息 直到下一个刹那 他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 猛然转过身 消失了一个刹那的青山身影 距离徐年的心口仅有一寸 胜负一分 虽然徐年还有神通腹地没出 但道守难道就没有后招了吗 同为五品 亦有高低 不过徐年并不沮丧 他才二十岁 但道守扬明天下 都不止二十年了 来日有可期 好险好险 还好只说 让你们俩全力以赴 没说我自己只用一柄剑 不然这丢脸 可就丢大了 白去宗明明胜了 但是他却心有余悸般地拍拍胸口 长剑入鞘 九葫芦也挂回腰间 这的手中是一对短剑和一包药粉 正是张天天忽然丢失的手中之物 他到现在也都想不通 是怎么被当面偷走的 这已经不是假剑葵的手段 而是道守的看家本领 白去宗把短剑和药粉抛还给张天天 然后瞪了全程看戏的张怀骨一眼 没好气道 老张你真够可以的 我一来你就把我的底透个干干净净 可你这位徐霄有什么水平 你是一点都不提醒我呀 你不会就等着看我怎么丢人的吧 张怀骨淡淡地说道 要是这都能让你翻了船 你说 你到现在得死上多少次才够 话是这么说没错 不是 好你个老张周我死呢是吧 我跟你说 我就算要死 也得吊着口气 跑到你面前 看你让不让我咽气 白去宗气呼呼地 冲着张怀骨嚷了一通 张天天看着双手 回味着方才舒然一清的感受 他恍然间想通了什么 冲着白去宗说道 你刚才从我手里偷走东西的这招是什么 我看你最后也没用见招了 可见你见到也不是太好 但你偷我东西的这招 好像挺厉害 就教我这个吧 这要是不厉害 白去宗能教到手 教不了 别指望 趁早绝了念头 白去宗伸手做了得打住的手势 直接就是个拒绝三连 这似乎勾起了什么不太好的回忆 他碎碎念叨 教个锤子教 教徒弟这种事 就该听老人言留上一两手 哪能教真本事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都不说了 你还没法保证 这徒弟是个能养熟的 到头来把你本事学了个拳 人却跑了 你们说这叫啥 这就是偷啊 把我这吃饭的本事都偷走了 张天天不死心 说道 我养得熟啊 你看看老张 他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 都是我在照顾 每天就在这院子里坐着喝喝茶 日子过得多舒心 白去宗面色古怪 张丫头 我提醒你一下 你没见过我 但我可见过你很多次了 张天天 所以 所以 你当真觉得 我不知道老张他这些年解读的本领 是怎么做到白齿干头更进一步的吗 白去宗说着 摸了摸腰间九葫芦 九葫芦的一大用途自然是冒充剑葵 而另一大作用 就是在老张这儿的茶水 不知道喝的了还是喝不了的时候 已被不时之虚 张天天顿时无话可说 想跟我学偷东西的本事 你就别想了 我哪怕把这手艺带到棺材里 去 也不会再教人了 老张说 你对剑道有了些兴趣 才找我来教教你剑道 你在炼剑葵的那本无名剑谱对吧 挺好的 我就教你这本剑谱 等你把剑谱里的精髓都吃透了 你这剑道 也差不多登堂入室了 总得给我包吃包住吧 于是乎 百怀堂里多了个青山杖剑 手里总是拎着个酒葫芦的侠客 每天除了交剑之外 就是和张怀谷一起坐着喝喝茶 但比较离奇的是 有时候明明喝的都是同一壶茶 张怀谷喝完就进了茅房 白去宗却依旧身心舒畅 这咋做到的呢 堂堂到首都没发现 张天天怎么做到的 精确投毒张怀谷一人 只能把这归类为天赋一饼 后来没事的时候 白去宗还会痘痘酥酥 和徐姑也可以落上两句家常 随和到这种程度 以至于徐年 都有些难以将他和茶楼 说书先生口中的 道手形象联系起来 毕竟那位道手 可是牵向百面神出鬼没 令世家大族闻风丧胆 怕丢了家传重宝 出入皇宫 就像是在自家后花园里 散布般清风惬意 甚至就连陵渊成五弟的宝库 都被他光顾过 现在这样也挺好 要是白去宗 一天到晚都看不见人 估计玉京城里 要丢不少东西 白去宗交剑也很随和 没想什么严实风范 而且说是交张天天 可是徐年甚至是苏苏 跟着一块练一练他 也会专门指点 数日后 楚慧杰恢复了些行动能力 也得以加入了学剑的队伍 后面还有陈献虎 他找了个由头来见徐年 实际上就是冲着剑葵来的 结果知道了剑葵再叫剑法 这诱惑力多大 就这么说吧 如果剑葵在前面演练剑招 身后是在烟柳盒 排在第一位的花葵在解衣上 陈献虎但凡回头看了一眼 他都会觉得 是自己的武道之心有了瑕疵 白去宗很大方 既然和徐年熟 那就想学就来 交一个是交 交一群也是交 之后白去宗知道了 陈献虎是大将军府的公子后 还很友好的表示 大将军府是个好地方啊 以后有机会我去逛逛 逛逛 落在陈献虎的耳朵里 是剑葵要上他家做客 这还说啥 陈献虎当即表示 陈府上下求之不得 扫踏相迎 蓬毕生辉 知道实情的徐年 听着陈献虎的真诚邀请 很是古怪 到手说 想去你家逛逛你兴奋的啥 还蓬毕生辉 逛完怕不是就要凿毕接光了 不过虽然说是交一个 和一群都是交 但其实待遇差别也很明显 白去宗叫的是张天天 交哪一招 讲解哪一事 都看张天天的进展如何 其余人 只是能够在旁观摩 就如同是旁听生 虽然也能得到白去宗的指点 但归根结底 能学到多少 主要是看自己能领悟得了多少 跟不跟得上张天天学剑的速度 不过这些旁听生 各有各的依仗 都没有掉队 见到底子最差的徐年 靠着区分开天才 与普通人的那一分灵光 楚慧姐有好姐妹 私下里开的小灶 陈献虎连剑谱都没看过 可见五道天骄的 盛名之下名副其实 不过真正让白去宗都为之惊讶的 却不是他们 而是苏苏 这只毛发火红的小狐狸 展露出剑道资质 让到首都感到了不可思议 小狐狸经常只是看了几眼 就跑去旁边玩耍 白去宗起初还不以为意 他要教的是张天天 一只八品妖兽认不认真 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但之后有一次 张天天几人练剑的时候 小狐狸四是觉得有剧好玩 便学着样子拎了跟小树枝挥来武去 看起来没什么招式章法 但在白去宗眼中 却分明切中了精髓 这可是剑葵的剑法 虽然是早期的弑手之作 不够尽善尽美 但蕴藏在其中 剑道领悟却实实在在 已经可以从中 窥得见窥的剑道雏形 如果只是练个招式还不算难 但想要领悟精髓 可就难上加难了 但凡资质差一点 或者是缺了指点 都极可能练到最后是 徒有其形而不得其神 可这小狐狸完全是反了过来 仅仅是看上几眼 就已经到了形 不似但神在的境界 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白去宗进不皇宫 绝过世家望族的祖坟 就连路过陵渊城 也敢在五弟那顺手牵羊 怎么都算是剑多识广的了 可资质高到这种地步的妖兽 确实还是头一回剑 老张 你徐潇有的这只小狐狸 是什么来头 张怀骨淡淡地说道 天狐 你看不出来吗 白去宗瞪眼 废话 我又不是没见过天狐 但别的天狐再怎么天生灵性 也没这么离谱 看了几眼 就把剑葵的剑法精髓 给看了个通透 何止是天赋 小狐狸随身还带着坐金山 只是你没看到吧 张怀骨淡定地喝了口茶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猜测 这小狐狸 或许和白羽王朝有些渊源 那片百万大山中 妖兽建立起来的神秘王朝 寻常百姓 或许听都没听过 但身为三大欺人之一的白去宗 显然不会对其一无所知 他了然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接着问道 说起这个 我听说白羽王朝有和大雁结盟的意想 张怀骨微微汗手 嗯 那位妖皇已经派出了使团 算算形成距离玉京城 也没多远了 有路书院定下了今年秋式的日期 楚属 秋风送爽之日 陈县虎如过去的数日一样 早早来到百怀堂 不过今天 他不是来领悟剑葵的剑法 而是带他大哥徐年 去有路书院 准备和书院秋式上的表现优异者 一同进修身灵 有路书院不在玉京城内 而在城外33里的一座青山脚下 许多参加书院秋式的读书人 都已经出发 至于是腹肌步行 还是骑马乘车 先看自己的前囊鼓步鼓 再看同行友人的前囊鼓步鼓 徐年和陈县虎同行 自然是能坐上舒适宽敞的马车 叶一葵 诸葛台 雄鱼 三人都在马车内 陈府大婚当日 同在那间小院里 单独一桌吃袭的六人 只有满脸落腮虎的何霄不在场 徐年不免有些好奇 何霄不和我们一起去吗 最后上车的陈县虎放下车帘 小小地卖了个关子 何兄他可用不着跟我们一起赶路 等到了有路书院大哥 看到他就明白了 一别数日 再见到徐年 叶一葵三人 不由得都回想起 他当时那句我来之后 展露出的风采 于是反应各有不同 叶一葵按着双刀 神色略有拘谨地点点头 诸葛台折扇在手 微微笑着拱手坐里 雄鱼猛地一拍大腿 满身肥肉都颤了下 高呼道 徐兄牛逼 陈县虎能和徐兄这样 道门大真人称兄道弟 我是一万个福气 这是他三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徐年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道是最后才上车的 陈县虎放下车帘 明明车厢内部还很宽敞 他却故意坐在雄鱼旁边 挤了他一下 笑道 羡慕我有这么好的大哥就直说 雄鱼眼珠子一转 也不看陈县虎 转头乐呵呵望向徐年 徐兄 你看我怎么样 你别要陈县虎 这乾隆前世都进不去的小老弟了 给我当做大哥如何 你做陈县虎的大哥 他平日里如何孝敬的你 我双倍 不 三倍奉上 陈县虎勃然大怒 踹了雄鱼一脚 好你个胖子 这还当面挖起我的墙角了 反了天了你 说来说去 显然都不过是些朋友之间 嘻嘻哈哈的玩笑与打闹 一个时辰后 马车到了青山脚下的有路书院 秋式还没开始 有路书院的大门 在平日里都是敞开迎客 但在这个时候 却是紧紧闭着 不过虽然时辰没到 但书院门外 已经聚集了不少读书人 读书人聚集在一起 就免不了高谈阔论 谈的什么呢 有清谈旋理 有作诗弄词 也有针鞭石壁 或许因为是多士之秋的缘故 讨论后者的人数最多 声音最大 天魔教贼人 竟然能霍乱玉京城 镇摩斯都是一群酒囊饭带吗 当要严惩 七十万大军争寒乌 折冲将军 已经一鼓作气 连催六座城池 有指导黄龙之事 可叛大胜而归 镇国公府竟然 让私生子入队了陈大将军府 虽然情有可原 可这是不是该算是七句 徐年没有从中听到 和肖那犹如闷雷般的 浑厚嗓门 但是却瞅见了一道 有些眼熟身影 急不起眼地蹲在一树树下 饶有兴趣地 听着这些读书人的高谈阔论 道义宗当代行走 吕盼 不过他的道袍 换成了如山 原本附在背上的问道剑 也效仿其他读书人别在腰间 仿佛成了君子佩剑 吕盼也发现了徐年 他兴冲冲地跑了过去 拱手作医 以至于认出了 这一席如山伴做读书人的 竟是道义宗当代行走的 陈县湖几人都愣住了 有些难以相信 徐年也有点愕然 以为自己 听错了或是会错了意 为了确认这个也字的含义 他问道 履行走这是 要参加有路书院的秋逝 吕盼非常用力地点了点头 笃定道 当然 徐年沉默了片刻 猜测道 吕盼果断地摇了摇头 脑袋甩得像个波浪鼓 光进修身林有什么用 小道 嗨嗨 吕盼当然是要进有路书院 成为书院弟子 从此研究圣人的学问 造福天下云云众生 听到这里 陈县虎是彻底憋不住了 等等等等 如果我耳朵没出问题 履行走你这事 打算参加秋逝 加入有路书院 吕盼一脸理所当然的神色 是啊 有路书院是天下读书人心中圣地 我想加入 有什么不妥吗 这哪里妥了 有路书院是天下读书人心中圣地没错 可你是谁 道义宗的天下行走 本该是不问山下诗的山上人 和天下读书人 不说八杆子打不着 至少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雄鱼被满脸肥肉极小了的眼睛里面满是诧异 都已经溢出于言表了 这肯定不妥 有路书院是儒家的圣地 履行走 你是道门圣地的当代行走 你下山的目的之一 就是带到一宗行走天下 结果在山下的有路书院里当了儒生 这成什么了 网言中了算 是七师儒祖了吧 吕盼摆了摆手 反问道 非也非也 这位兄台 你这就是目光短浅了 小觑了圣人和道祖的广袤胸怀 我且问你 是道一宗有律令 不准天下行走 加入有路书院了 还是有路书院有规矩 不让道一宗的人 仅来钻研圣人的学问 雄鱼名思苦想了话 摇了摇头 虽然可以确定 没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他脸上的迷茫 一点都没守 反而在确定了之后 变得更多了 吕盼和长拍手 乐呵呵说道 这不就对了 都没有不许 那就是允许了 既然是允许的 我的师父师叔和祖师他们 又怎么会怪我呢 条理清晰 无懈可击 徐年他们都快要 被吕盼给说服了 相信道 一宗当代行走 是可以进有路书院 当一个钻研圣人学问的儒生 距离被说服 只差先把大脑放空 彻底放弃思考 这么一个小小的前提 陈县湖几人都不知道 吕盼是怎么说得出来 这不就对了的 只要是正常人 都不会觉得 这就是对的了吧 徐年想起了 他与吕行走的初次见面 在楚慧杰家的铁匠铺里 吕行走想融掉温刀剑 打成文房四宝 楚慧杰 他爹怕遭雷劈 果断剧了 现在想起来 那时候这位道义宗当代行走 就已经打算好 要进有路书院了 那时才刚下山吧 所以 下山就想当个儒生 你山上的师父 他们知道吗 应该是不知道 这要是知道 准了吕盼下山 才是怪事 徐年已经想不到 该说点什么了 只能送上尊重与祝福 那就 预祝旅行走马道成功 得偿所愿 多谢道兄吉言 吕盼听了这么句话 还挺开心 他笑着说道 我本来还以为和道兄缘分这么深 到了有路书院里面 还能当上同门师兄弟 不过看来 道兄只是为了修身灵而来 那我就祝道兄 能在修身灵里 也能得偿所愿 寻获机缘吧 听说那林子里 还有儒家圣人留下的笔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如果道兄也是为此而来 说不得我们俩还得争一争呢 好吗 不光是静有路书院当个儒生 还想得到儒家圣人留下的笔 这是道义宗的未来宗主 当年旅盼上山 怕不是上错山了 该上的是有路书院的这座青山 沉时过半 有路书院敞开了大门 从深处响起一道清亮的声音 首饰 策论 征战为何 五时过则停笔 书院大门后面 摆着323张桌案 放有笔墨纸燕 当然 若是有所习惯 使用自带的笔墨纸燕 也无不可 有路书院的秋氏 并非是想参加就能参加 这323张桌案 便代表着 今年有323人 获得了秋氏资格 穿着一席如山的旅盼 走了进去 在庶民书生的簇拥下 来自天水谢家的谢琼文 也走进了有路书院 不过呢 总会有些人出于种种原因 心中存着 或许能浑水摸鱼 占到一张桌案的侥幸 于是此时此刻 进入有路书院的人数 其实不止323人 但不需抢占桌案 因为多出来的这些人 还没来得及坐下 便已经有有路书院的弟子 迎了上来 实质秋高气爽 兄台何不去赏秋呢 客客气气 还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 绝大多数多出来的人 到了这里 便信心离去了 但也有极个别不识趣 或者说是 认不清自己的多余者 我文章明明写得极好 凭什么不能坐在这里 这篇策论 我都已经想到 要怎么写了 我兄友秋鹤附藏乾坤 是你们书院实人不明 只要与我来写出这篇策论 肯定要比这些 坐在这里的图有其表之人 写得更好 放 放开我 你们有眼无珠 以后一定会后悔 错过我这大财 张嘴请不动 书院弟子就动手请 怎么请 拎在手里 扔出大门 儒家可不只是五文弄墨 也和五夫 道门一样 是正儿八经的修行体系 请人的本事 自然是不差的 徐年他们在书院大门处等着 没有直接进去 不一会儿 便有个穿着儒衫的书院弟子 迎了过来 身高八尺 眼如同龄 满脸落腮胡 看着就是豪气甘云的面相 张口也是生如闷雷 久等了 请随我进书院吧 来者是何霄 难怪陈献虎说他不用赶路 等到了有路书院 见着人就明白了 感情这粗犷大汉 竟是有路书院的弟子 虽然不是头一回 看见何兄穿儒衫了 但每次见着 都莫名觉得 何兄身上这件儒衫 似乎才小了几分 诸葛台笑着说道 在前面为几人领路的何霄 回头白了他一眼 懒得做无用的辩解 良身剪裁的如山 自然不存在什么不合身 这不过是在调侃 何霄的身材分外魁梧 与书生惯常以来 别人以儒雅 兼有几分雷弱的文弱形象 差得有些远 但这恰恰应了那句 人不可貌相 陈献虎为徐年解释道 大哥你别看何兄 长成一副五大三粗的模样 他可是这儿八经的书香门第 父亲和其事 乃是这有路书院的大先生之一 有路书院的先生 皆有渊博学识 能成为大先生的 更是其中翘楚 各有所长 可领风骚 有路书院内 禁止无故喧哗 何况今日还是秋逝 何霄带着徐年他们 走进书院大门 便放轻了脚步 也压低了嗓门 家父只是略有才学 全凭有路书院里的诸位不嫌弃 才舔为了大先生 能听得出来 他很努力地压着喉咙 才让嗓门显得 不那么像是平地起惊美 在这大雁闻气最昌盛之地 将门胡子的陈县虎 笑着打趣着 娇情不浅的书院弟子 何兄这样捏着嗓子 说些闻粥粥的话 我听着都起一层鸡皮疙瘩 何霄怂怂间 依旧是轻声说道 我也不想 但在外面没人管着 大大咧咧点无妨 可在这书院里面 总归是要收着些 不能辱了斯文 除了在乎斯文之外 放轻声音 也是为了不影响到不远处 浮案写着策论的323人 323人来自天南海北 贫富老幼皆有 也不全是大雁出身的读书人 或许此时这一篇策论 便将决定他们的人生 士气还是落 徐年甚至看到了一名 年纪轻轻的和尚 也在浮案写着策论 如何确定是和尚 不仅仅是一颗戒八光头 还有醒目的僧衣 道义宗的天下行走 都换了身如山 来参加有禄书院的秋世 可这僧人更为离谱了一筹 连行头都不带更换 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 有禄书院这次参与秋世的 323人当中 还有一位来自佛门 书院一场秋世 能把如是道都凑齐了 也是匪夷所思 和尚注意到了 徐年的目光落在何处 轻声说道 那僧人出自松度寺 法号元真 听说是什么佛门高僧的转世 生而知之 天性聪慧 佛门的轮回之说 我不知道真假也说不清楚 但这元真和尚 确实有过人之处 文章与诗词都不俗 诸葛台听到松度寺便移了一声 忍不住询问道 何兄说的松度寺 可是我所知晓的那座 在韩无国颇有些地位的松度寺 何小点点头 天底下也没第二家松度寺了 大宴虽然不经佛寺和道观 但最为兴盛的是儒家 有禄书院便是其中代表 而韩无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将佛门奉为了国教 也只允许佛门沐浴香火 松度寺在佛门中的地位 虽然远远不及有禄书院至于儒家 但是因为松度寺当代主持 享有着韩无国的国师封号 所以这颇有些地位也不掺水 叶依奎望向在策论场地之中 浮案书写的元真和尚 微微皱眉 大宴在和韩无开战 这可不是以前的边疆摩擦 七十万大军是奔着灭国而去 韩无国的和尚 在这个阶骨眼上 一个人跑有路书院参加秋逝 是想做什么 何骁摇摇头 元真和尚可不是一个人 这小和尚 是跟着老和尚一起来的 老和尚是他的师父 一位得到高僧 如今就在书院里做客呢 至于有什么目的 反正他们师徒二人 说自己只是在游云天下 通过云云众生来感悟佛法 不过这元真和尚 参加秋逝的目的 倒是和你们一样 主要为了能有机会进修身灵 看能不能以他山之石公寓 在修身灵中打磨自身佛法 雄鱼拍了拍肚子 冷冷笑道 这些个秃驴 都是说得比畅的好听 打磨佛法 我看他们才没这么单纯 说不定是盯上你们书院 修身灵里的某样宝物了呢 和霄没说什么 他也觉得这一大一小两和尚 在这时候 来有陆书院的动机有些不纯 但佛门高僧客客气气败业 有陆书院总不能拒之门外 不然传了出去 岂不是儒家圣地施了代客之道 至于这小和尚 为什么能参加秋逝 原因就简单许多了 仅仅是一视同仁而已 就如有陆书院没规定过 到家弟子不能参加 同样也没有限制过和尚 元真和尚 是和其他参加秋逝的人一样 以一篇写的足够好的文章 获得的资格 绕过了策论场地 何潇笑着对徐年说道 真人是第一次来有陆书院吧 正好趁此机会 就有和某仙带宁赏一赏 我们有陆书院的秋景 徐年他们不参加秋逝 只等着秋逝结束 与表现优异者一起进入修身灵 在此之前 便有既是书院弟子 又与徐年他们相识的 何潇作陪游玩 有陆书院秋逝的流程 是先书策论 再赴诗词 最后在君子六亿里 任则其二 至于最终能不能如愿成为书院弟子 倒是不用看秋逝之上的其他人 是什么水准 不在乎排在其中 能得到个多少名 只看秋逝成绩 是不是过了有陆书院的门槛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有陆书院的秋逝在 招纳新生之余 也算一场文人盛会 能参与秋逝的 都有才华在身 又要写策论 又要做诗词 于是便常常会有名篇家具流传出来 就聚集在有陆书院附近 等着有什么佳作 新鲜出炉 稀记着能够沾一沾文气 不过他们再近 也自然没有 就在书院里面的徐年几人知道的更快 秋逝策论的第一 已经评出来了 是袁真和尚 策论的题目是征战为何 他替以不为杀生 和肖说出此事之后 陈县胡几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倒也不难理解 韩吾国的和尚来大宴 参加有陆书院的秋逝 结果还压下了大宴的读书人 拿到了策论第一 这面子上多少有些挂不住 觉得面子上挂不住的 可不止是和肖 陈县胡几人 若大哥玉京城里 关注着有陆书院秋逝 能出什么名篇的文人雅士们 巧手以盼等出来了策论第一的文章 却发现是出自一名和尚的笔下 和尚还来自正与大宴交战的韩吾国 胸中顿时填满了悲愤之情 有陆书院秋逝之中 多的是我大宴的读书种子 结果到头来 被一和尚独占凹头 斯文扫地 这真真是斯文扫地了 这也太气人了 那些读书人都在做什么 竟然能让一个和尚压了一头 要是不给我说 他们是在写策论 我看这结果 都以为是有陆书院秋逝考核 改成了汴京呢 两国交战 战场之上 是我大宴得尽优势 可这书院秋逝 却被韩吾国来的和尚占了风光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如果只以文章论高低 元真大师这篇不畏杀生的策论 文笔贤熟利益新颖 也值得被评为第一 倒也证明了 有陆书院的仪式同仁 不是嘴上说书而已 这也是多数读书人的观点 虽然不满于让和尚夺了头筹 但也仅仅是气愤于 这么多个参与秋逝的大宴读书人 写策论竟无人能比得过一个和尚 但同时也认可 元真和尚写出来的这篇策论 确实有水平 当得起第一 不过 发出不同观点的声音 也是有的 切 还不是因为坐在那里的 多是些酒囊饭袋 肚子里就没几斤墨水 要是让我来写 定要让我这和尚看过之后 就不敢再写文章了 灰溜溜滚回寒无果 哦 阁下如此大财 请叫一下 尊姓大名 哈哈 他叫什么我不知道 但有什么事迹我却知晓 之前 想要混进书院秋逝 不出意外的 被书院弟子发现了 请他离开还不时去 结果被丢了出来 那人顿时面红耳赤 吵嚷道 你 你懂什么 我不过是差了点运气 才没拿到秋逝资格 当时省我文章那人 与我理念不合心生厌恶 故意不让我好过 要是换一位与我道徒相同先生来 接着便是些不大好懂的话 什么道争什么 打压什么妄称君子 引得周围其他读书人 不禁发笑 文无第一 五无第二 便是因为这文采并非拳脚 没法直接奋出个高低上下 所以四者 班连秋逝资格都没有 却依然自视甚高 觉得是生不逢时 甚至是书院打压的奇葩 虽然不是年年都有 倒也不是什么奇闻 毕竟有路书院 也只会把他扔出大门 又不会打到福气为止 这是大秃驴 带着小秃驴来砸场子的吧 和尚拿了秋逝策论投筹的消息 如一阵风 很快就传遍了玉京城 百怀堂里白去宗和张怀谷得闲饮茶 依旧是青山杖剑酒葫芦三剑套 扮成了剑葵的道手 端着茶杯嘀咕着 分明有些不满 张怀谷淡定地喝了口茶 白去宗属然站了起来 这一大一小俩徒驴 怎么想都没安好心 不行 我得去有路书院 可不能让这俩徒驴在书院里为非作歹 张怀谷看了他一眼 笑着说道 从前你骂沈其风 竟然不准你进修身林的时候 可没见你这么爱戴有路书院 一码归一码 再说沈其风不准我进修身林 我不还是进去过了吗 我问一问 只是给他的面子 没想到他这么不给我面子 说实话 他要是让我进 我说不定还懒得进了 就是不准我进 我才偏偏要进给他看 哼 我看你哪里是 看不得和尚在书院里为非作歹 分明是觉得 清晖带着徒弟元真 在这个街骨眼上来一趟有路书院 定然是有所图谋 说不定会带了什么好东西 在身上 经不住手痒 想偷他吧 这怎么能叫偷呢 我就是不想看 突离的阴谋诡计得逞 况且老张啊 君子都说论计不论心 你我都不是君子 你还管我这么多做什么 白去宗说着 便转身向外走去 旁边练着剑法的张天天 见他也要出门 有些好奇 老白 你干嘛去 还要教我剑法呢 张天天只知道姓白 却不知小名字的青山侠客 似乎有满腔大义 正愤愤不平 我去有路书院 杀一杀这寒乌国突离的威风 去去就回快得很 张丫头你先自己练着 徐哥他们去了书院 怎么老白你也去 要不带上我一起吧 又有秋氏 又有突离 这明显 是有热闹能看的呀 上次臣府婚宴没去 可就已经错过了一场大热闹了 张怀骨的声音飘了过来 你去什么去 今日就算不练剑 也还有楚姑娘的商药制 跟着她瞎跑什么 楚慧杰虽然伤势好转到 已经能跟着练一练剑 但每日的治疗都不能落下 张天天是个讲道理的姑娘 她觉得张怀骨说的的确没错 于是也没有固执的 非要去凑什么热闹 只不过在白去宗出门之后 原本悠哉喝茶的张怀骨 也疏然站了起来 转身进了茅房 来自松度寺的元真和尚 在写完策论之后 就没有继续参加有露书院的秋氏了 毕竟 他又不是要成为有露书院的弟子 只不过是为了能进修身灵 秋氏上的表现 优异者可进修身灵 而策论第一 已经足以算得上表现优异 元真见到师父时 慈眉善目的老僧人 正在和青寿的中年如生 饮茶闲谈 元真 来 这位是有露书院的和骑士 和大先生 元真双手合十 行了一礼 贫僧元真 见过和大先生 哼 不必多礼 元真法师的那篇 策论我已经看过了 以沙为户 写得着实不错 没想到佛门转世高僧 竟对我儒家策论 也有此心得 倒也着实是为我等天下读书人上了一课 可不能自视清高 不去看别家的东西 和骑士 正是和骁的父亲 儿子身材魁梧 当爹的 倒是一副标准的文弱书生形象 老和尚清晦微微笑着 转说道 距离静修身临还有些时辰 这有路书院是个好地方 多的是读书种子 元真你就在此地多走走 多看看 去与那些书院弟子 多做交流 佛如虽非一道 但也不妨博彩仲长 听到这话 和骑士笑容不减 但却微微眯了眯眼睛 博彩仲长 儒家讲的是教话 可你佛门擅长的是什么呢 度话 不管什么玩意儿 只要来一生 与我佛有缘 到最后 就成佛门的了 你让着你们自己 都说是高僧转世的小秃驴 和我书院里的读书种子 多交流 是想做什么呢 莫不是要让书院里的读书种子 也和你佛有缘 何其是暗道 这老秃驴不当人子 真是阴险 可偏偏表面上挑不出毛病 也就没法 把这对心思不纯的佛门师徒 丢出有路书院 书院秋逝的第二关是诗词 不用像策论一样 浮案奋笔记书 可以在近世里沉思苦想 也可以四下走动望景生情 总之 只需要在一个时辰之内 以书院中的任意事物为题 付出一首诗词便可 不禁讨论 但必须是星座 原真不需要像其他秋逝考生一样 为赴诗词而发愁 从寒吾国来到大雁的和尚 在被奉为儒家圣地的有路书院之内 宣起了佛法 倒也不是逢人便来上一句 我观施主与我佛有缘 类似这种强行度化之法 他的修为境界还不够 但是寻找一个恰当的话题切入论道 便能顺理成章地在这儒家圣地 宣扬起佛法 不仅仅是参加秋逝的考生 就连有路书院的弟子 也是原真宣佛的对象 诚然别人可以从头到尾不搭理原真 他也无计可视无法抢求 总不能强行拉着别人听他说话 但只要有所回应 不管是质疑还是顺从 只要能继续辩论下去 原真便能寻寻善诱 让这些读书种子感受到 何为佛法无边 原真接连与十几人变过 靠着能言善道的精神佛法 他往往都变得对方哑口无言 更有近半数人觉得 他说的佛法 似乎有那么些道理 他在书院里论到宣佛的所作所为 很快就传到了何其师的耳朵里 何大先生看着茶桌对面的老和尚 笑容不检似是随口问道 清卉大师 在我们这书院里宣讲佛法 会不会多少有点不妥呀 应当无碍吧 老那若是记性不错 大宴应当未曾进佛 为何不能说佛呢 慈眉善目的清卉老和尚 一张口便是一顶大帽子扣下来 何其师只能笑着敷衍过去 他要是接了这茶 用脚趾头 想也知道这表面和善的老秃驴 会如何借题发挥 如果点头 那就是有路书院和大雁王朝的分歧 但要是摇头 便是承认元真没有不妥 老的其实还好 恰恰是元真这小秃驴倒是个麻烦 他是小辈 如果让书院里的先生出面 和他论道 不论结果是佛度化了儒 还是儒教化了佛 这天生就已经输了 输在以大欺小 可让书院中的弟子或是那些秋式考生 来面对元真所宣的佛法 他们便不过才实属正常 高僧转世 可不仅仅是个佛门里的头衔而已 暂且不论轮回转世的真意 但可以确定的是 每一位被称为高僧转世之人 都必然从前世那里继承了一些东西 其中往往都包含有记忆与学识 元真能写出被评为第一的策论 但他最擅长的 显然不会是儒家的东西 这样下去 儒家圣地 虽然不可能变成什么佛门之地 但也不知最后会有多少读书种子 因此与佛门多出一段缘分 元真的宣佛也并非一帆风顺 他遇到了一位秋式考生 是个跨见的读书人 读书人跨见不是什么稀奇事 只不过 这秉剑的剑身有些长了 似乎原本不该是跨在腰间 而该背在身后 元真遇到他时 他在看着落花 为了秋式诗词 绞尽脑汁 也不急于打扰 元真就在旁边默默站了一会儿 直到跨见读书人的目光 从落花到了自己身上 他才缓缓开口 施主在观花落 不知可曾听闻 一花一事件 张口一讲便是佛经 讲了很多 自觉是宣扬出了佛法经义 就看能不能引起对方的好奇心 跨见读书人默默听着 等到元真说完了 等着他开口发问 他却一语不发 又重新看向了落花 嘴里还在阵阵有词 繁花落尽 俗气太重了 不好 秋风送花归陈尼 还是花落陈尼秋风起呢 哎 感觉也都不太好 这山下诗词 怎么比山上修道都难啊 元真感觉自己遭到了无事 他双手合十 再次搭话道 一花一事件 花开花落 便是一界轮回 施主觉得如何呢 跨见读书人 转头看了元真一眼 关我何事 元真一愣 傅又说道 施主观落花作诗词 何必执着于秋风与陈尼 这一界轮回岂不是 关你何事 这次跨见读书人的回应 积极了一些 元真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这人有些古怪 元真不是没遇到过 有些不同 你说他没认真听吗 其实是认真听了的 只是就如他两次给出的回答一样 你的佛法 关我什么事 我的诗词 关你什么事 在此之外 高僧转世的元真 还隐隐从这人身上 感受到了飘渺之意 如同坐在云端 并无高高在上 只是不染凡尘 元真觉得这跨见读书人 和书院里的其他读书种子 有很大不同 他最后双手合十在行义里 便转身离开 书院里这么多人 倒也不必强求一人 元真在这儒家圣地里畅行无阻 很快就遇到了另一拨人 共有六人 似乎都不是秋师考生 而是在书院里赏景 其中一人 穿着有露书院的儒衫 不过此人身形很是魁梧 看上去就显得儒衫 似乎小了两三分 元真还没走过去 那名身形魁梧的书院弟子 反倒和身边五人说了一声后 便走了过来 听闻元真大师在宣扬佛法 在下书院弟子和霄 敢问大师佛门可是慈悲 元真双手合十 淡然道 我佛普度众生 何以不慈悲 何潇声如闷雷隐含愤怒 之前杭吾国犯我大宴边疆 不见大师阻止 如今大宴新兵讨伐 大师倒是来了有露书院 如此做派 何以称慈悲呢 元真不慌不忙 施主可又看了 平僧先前写的策论 杀可为户 战不为罪 何以不能称慈悲 何潇宁眉沉思 他还没想好 怎么回应元真 却听见身后 传来了一道平和而有利的声音 他指示着元真和尚 一字一句道 战绩是罪 谁挑起的战乱 谁便是有罪在身 杀一人若能救万人 战一亿若能定百年 元真双手和时而言 声音洪亮有利 仿佛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 犹如犯音 在施主眼里 难道也是罪过 不该去做 徐年微微摇头 不 当然可以做 只是我与大师说的是 杀业本身极为罪念 大可不必 为了和乎慈悲 就混淆了屈指 就好比一碗豆腐脑 甜的便是甜的 喜欢吃咸的没问题 喜欢吃咸的 但却买了一碗甜的也没问题 但是因为喜欢吃咸的 却买了甜的 还非得说 这一碗甜豆腐脑 就是咸的 这就有问题了 元真先是送了一声阿弥陀佛 而后才说道 施主何以为取 何以为直 何以为慈悲 徐年淡淡地说道 屈总不会是直 非也 这般屈指不过人云亦云 贫僧曾悉行跋涉万万里 虽未寻到佛国 却见到一处与世隔绝之地 当地人未曾开化 贫僧便直水为谷 直谷为水 他们便以为 谷在河里流淌 因谷可直渴 水自地里长出 湿水可饱腹 元真这话一出 陈县胡几人都是 皱起了眉头 倒不是不相信 年纪轻轻的元真 悉行跋涉过万万里 他即使高僧转世 这里的层 或许指的是上一世 只是直水为谷 这般所为 让他们感觉不太舒服 书院弟子何骁 直接怒目道 格物方能致之 你岂能为一己之欲 扭曲他们对 天地万物的认知过程 元真也不动怒 只是微微笑着 以水饱腹 以谷止渴 他们照样能免去饥饿 为何是扭曲呢 有朝一日 他们融入大事 岂不是直水为谷 大事以水为水 他们融入大事 便也会跟着改变 之后也会以谷为谷 所以正如贫僧所言 是谷是水是蛆 是直是沙是虎 不过是人云亦云 何来混淆 何骁指着满脸佛性的元真 因为这里是在书院 故而说不出话来 若是在外面 至少一声突驴 已经骂了出来 徐年沉声道 大师觉得这都是人云亦云 那么何以为真理 何以为慈悲 元真双手合时 面朝西方弯腰 送了一声阿弥陀佛 自是以我佛为真 我佛为慈悲 何以为佛 天上地下 为佛独尊 大师不是佛吗 古往今来 佛便是佛 我等众生不过追随 我佛普照之光 已渡苦海 岂敢称佛 佛是唯一 所以 这个世界里的佛门 讲的是小圣佛法 徐年顿时有了思量 他指了指和霄 再指了指臣献虎他们 轻声笑道 我却觉得 大师可为佛 我也可为佛 他可以是佛 他们也可以是佛 众生皆可为佛 这是大乘佛法的宗旨 施主此言 实乃荒谬 元真摇摇头 转过了身 如果只是一句 众生皆可为佛 元真只会觉得 徐年是口无遮拦于不可及 不足以语之论到宣佛 但是徐年可不仅仅 记住了这一句而已 何妻自性 本自清静 何妻自性 本不生面 何妻自性 本自俱足 何妻自性 本无动摇 何妻自性 能生万法 元真豁然转身 他整个人犹如实话 呆若目击良久 之后 忽然浑身开始颤抖 那双放大之后 已经说不清 是恐惧 还是惊喜的眼睛里面 流露出的神采 犹如白日里撞见了鬼 犹如无人之地 见到炊烟 犹如在这如到圣地的书院 见到了 佛 你 你 你在说什么 妄言什么 一介凡夫 未入佛门 怎敢论佛 怎敢称佛 怎敢 怎敢为佛 元真没能说得出口 徐年轻笑道 我只是在说 大师你说佛为真可不对 因为你与我以及他们 皆都是佛呀 妄言 这都是妄言 荒唐 哈哈 人人都可为佛 这是怎样的狂妄啊 你以为佛是什么 你以为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不 不 我不是佛 佛不是我 元真跑了 疯疯癫癫落荒而逃 连鞋都甩掉了一只 陈献虎几人见此情形 一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下巴都快掉到了地上 其实徐年也有点愣住了 这几句话的杀伤力 原来有这么大吗 陈献虎诧一道 大哥 你还对佛法有研究 徐年摇了摇头 我对佛法 能有什么研究 不过是信口开河了几句 也没想到 这元真会信以为真 有这么大反应 这个时候 他们忽然听到一阵喃喃自语 本性巨足 本性巨足 是何霄 他也不知是想了些什么 如同失了魂 不断念叨着这四个字 这是 魔症啊 陈献虎赶紧大喝一声 运足了气血 以敲心神 何霄 何霄亮呛了一下 回神之后的眼神 竟出现了些许茫然 似不知我是谁 不知我在哪 不过他很快就清醒过来 呼出一口浊气 朝着徐年拱手一拜 真人大才 本来只是讨论何为慈悲 结果一来二去 上升到了何为佛祖 关键是 元真还真被说动了 佛心动摇 以至于心神失守 魂恶如颠 其实徐年哪里是什么大才 他两世对佛门都没什么研究 只不过前世在犹如混沌般的 往上冲浪大环境下 虽然冲出个三教合一 是痴人说梦 但记住几句经典 总不是难事 也仅仅就是记住了而已 真要让徐年来具体解释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都不知道 怎么说出个子丑阴谋 自信是什么 本性又是什么 这谁要是让徐年来掰开了说个清楚 徐年左思右想后 或许会觉得 还不如把这思用腹地 埋进土里来的清静 可凑巧的是 徐年是对元真说的这番话 如果换成别的僧人 佛法研究没这么深厚 多半只觉得 徐年是在不知所谓 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狂言 多听他说几句 都是在犹如佛门 说不定 遇上戒称戒怒的功夫不够深的僧人 还会勃然大怒 而要与徐年动手 想靠物理来维护佛门正统 但是元真不一样 他是高僧转世 佛法又精又深 可不是徐年这样的键盘佛学家 而是真正的佛学大师 所以也就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 什么是自信 什么又是本性 一点就透 这一点透 便出了大问题 大乘佛法与小圣佛法的冲突 也就诞生在了元真一人心中 他如何承受得住 如何不疯癫 幽静雅致的小住内 书院的大先生何其事 正在与松度寺的清晦老和尚 你一句大师佛法高深 他一句先生学问深厚 相互夸赞的场面 似乎很是和谐 落在不知内情的旁人眼中 准会以为 这俩人是什么至交好友 可实际上 清晦的慈眉善目 在于他心中对元真的佛法有数 而何其事心里 也已经不知道 骂了多少遍突驴 只是碍于斯文 只能陪他笑谈着秋色风光 再过些时日 等枫叶红透了 到时候 大师若是没有离开玉京 定要来看看 那可是比二月花 还要红火的深秋美景 老和尚清晦含着笑意 正要回些毫无营养 却不该少的场面话 却忽然听见了 急躁而挫杂的脚步声 他赖以信任的弟子 高僧转世 精通佛法的元真 竟然疯疯癫癫地跑了回来 凌乱的僧衣上面 挂着一小节光秃秃的树枝 连鞋子不有一只不知扔哪去了 赤者的右脚一路走来 已经满是沉泥 这成何体统 清晦喝道 元真 你这是在做什么 元真脸上 你看不出佛性 时而茫然 时而痴狂 被师父喝了一声 他就愣愣地盯着师父 看了两酒 树然哈哈大笑 佛 我看见见了佛 好多好多佛 师父 师父 你也已经成佛了 我也是佛 元真也是佛 我们师徒都可成佛 何大先生也能成佛 我们都可以是佛啊 不是 我好好一个儒生 怎么忽然到你嘴里 就也能成佛了 再说 你们佛门不是讲究个我佛为一吗 何大先生忙无头绪 首先便怀疑 这是不是老兔驴的什么阴谋算计 可是老和尚清晦大受震撼的脸色 也不像是伪装 似乎真没料到 高僧转世的徒弟 竟然会成了这副吃傻模样 这可奇了怪灾 小兔驴方才还在书院里宣扬佛法 怎么才过了片刻 就跑回来大逆不道地宣称 人人可成佛了 这事忽然疯了不成 孽徒 你怎敢说出这种混账话 我佛为一 其为真理 你 你要当什么佛 和这老兔驴磨了半天嘴皮子 都没能破气心境 眼下疑似疯癫的圆针跑进来 短短两三句话就绊到了 让这老兔驴动了真火 不过将心比心 何其事也不是不能理解老和尚的愤怒 如果换成是他儿子 忽然连鞋都丢了一只 疯疯疯癫癫癫跑了过来 再没头没脑 说什么 他们父子都是圣人 他照样也淡定不下去 不赶紧销上一顿 使其清醒 难道真觉得自己配成圣人 不不不 师父 不是我要成佛 众生皆可为佛 众生皆可 够了 孽徒你还要造下多少口验 清晦老和尚这一声大喝 便有佛光乍现 澄澈如琉璃 灿灿四金光 普照着圆真 圆真心弧之内 如落天雷泛起阵阵泛阴阴 瞬间便淹没掉了他心弧之中 泛起的贪嗔痴爱恨于 达到了六根清静的境界 疯癫与痴狂 全都消散无踪 他站在原地 只剩下了茫然 然后四世无意识地双手合十 那份随着转世而来 身中体内的佛性便再度浮现出 何大先生 老那有话要问我这列图 恕老那失陪 不能同先生饮茶了 无妨 饮茶随时都行 今日和大师聊的也已经很开心了 等之后大师得闲了 我再来与大师畅谈 何其是离开时 脸上的笑容不仅比之前更盛 还极为真诚 虽然他还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但看到在书院里宣扬佛法的圆真 到头来是落了个佛心破碎的下场 这就已经当福一大白了 没想到书院弟子与秋氏考生里面 竟有人如此能言善变 连转世高僧都败下阵来 还输得这么彻底 会是谁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呢 真是深得我心啊 结我一桩忧愁 该要有所回赠 才合乎礼尚往来的君子之道 何其是登上了一座楼台 楼台极高 四面无墙避风 仅有一顶遮雨 俯看揽进书院 远眺关遍山水 楼台中间摆着一张长案 岸上近视宣旨 划遍了天地间的山水 一位黑衣文士坐在暗旁 身旁有酒 手中有笔 眼里有着远处的山与水 只是面前的宣纸上 还是一片空白 还未想好如何落笔 道之 你可有看到 是谁破了圆真那小兔驴的一颗佛心 故道之 自有山 与和其是一样 都是有路书院的大先生 看到了 是谁啊 一壶酒酿春 这也要酒 得二 你不说就算了 反正那人不是书院弟子 就是秋氏考生 我去问周青 他主持着秋氏 总该知道是谁 和其是果断干脆 转身就走 人还没下楼 就听到顾道之淡淡地说道 错了 那人既不是书院弟子 也非是秋氏考生 都不是 和其是顿住脚步 商量到 酒酿春没了 迎山春行不行 十年 好好好 至少给你一坛十年的迎山春 顾道之得了一坛好酒 便落笔做了话 暂且不去看那山水 不笑片刻 一位俊逸出臣的白衣男子 便悦然纸上 笔风错落间 勾勒出的 还有一份从容而飘渺的神韵 和其是拿起画像 没见过 这人是谁 徐年 徐年 哦 想起来了 陈老将军非拉着沈院长 下午木连珠的旗 还要天踩头 咱们院长难堪其扰 最后干脆就给了老将军 六个进修圣灵的名额 这徐年 就是那六人之一吧 和其是了然地点点头 难怪元甄这小兔驴要吃扁 这可是 能挡天魔教黄农人 一道化身的五品大真人 哪怕是他没转世前 估计也够呛 能讨到什么好处 哎 不对 徐年他们几人 不是我和肖陪同的吗 我问我儿子不就知道了 你还要我一谈好酒 顾道之说道 我何时说过你儿子不知道 好好 顾道之你算计我 你可真行 君子一言 知道知道 四马难追对不对 等一下我就给送酒来 那边和其是满腹牢骚 下了顾道之的楼台 这边书院 容留客人休憩的静世里面 老和尚清晦正看着 已经恢复了佛性的元甄 问他为何会变作先前那副疯癫模样 那人和我说 众生皆可成佛 仅是这一句狂语 就能动摇你佛性 清晦疑疑惑不解 就算是入门不久的佛徒 也不会该被区区狂语 动摇了佛性 何况是高僧转世 佛性自生的元甄 可他还说 和其自信 本自清静 和其自信 本不生灭 这一声声和其自信 就犹如寺庙高处敲响的终生 元甄的脸上 再度浮现出了痴狂 佛性虽未散去 但却在动摇 再改变 够了 清晦佛光涌现 舒然大喝一声 盖住了元甄的声音 他那金句交加的脸上 如是闻见了极大恐怖 几声和其自信 不过是短短片刻 这位来自松度寺的当时高僧 头上遍布细汗 神情里的惊慌俱疑 比先前元甄疯疯癫癫说什么 都可成佛时 更要浓厚无数倍 不要再说下去了 忘掉 一定要忘掉这些狂语 我佛为一 怎可人人成佛 我佛为一 警戒 我佛为一 阿弥陀佛 老和尚面朝西方 连续送了蜀遍阿弥陀佛 阵阵泛音在静视内回荡不止 元甄聆听着师父的泛音 他却神色却复杂至极 如置身在冰火中备受煎熬 师父 可我觉得 说出众生皆可谓佛的那位 或可谓佛子 若真能让众生皆佛 佛门何愁不能大心 老和尚猛然转过身 直勾勾地盯着元甄 那双老而深邃的眼眸微微颤抖 泛起阵阵不该有的涟漪 不 不要这么说 那人或许佛性天生 却未入佛门不得真经 所以误入了歧途才误出那般狂 那般与我佛相媚的佛法 但你要谨记 我佛唯一即为真理 我佛唯一即为真理 说是要元甄记住 但清晦却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似乎只有这样不断重复 才能证明 在他的心中 依旧是我佛唯一 两久之后 静视之中 佛光渐渐淡去 元甄 你还记得你我师徒二人 来此书院所为何事吗 谨记于心 听到元甄的答复 老和尚清晦微微汗手 拿出了一样东西 置地为木 外形呈现为一个山字 雕刻着淡雅朴素的山水纹路 只不过 不知是岁月的冲刷 还是另有什么变故 这些山水纹路 都已经磨损不堪 似乎处在支离破碎的边缘 这是比哥 文房雅气之一 作用就如其名字一样 只是不知道 老旧不堪称了这般模样 还能不能承受住比的重量 宣传佛法 并非一日之功 不需要抢求 在静修身灵之前 你就在此精心 好好巩固佛心 元甄点了点头 又问道 师父 那您呢 向外走去的清晦愣了一下 然后折返回来 坐于元甄面前 双手合十送着阿弥陀佛 我也在此 祝你巩固佛心 在老和尚和小和尚 巩固着佛心的时候 秋氏第二关 虽然还没落幕 但考生所作诗词 已经流传在外 毕竟比起 需要深读的策论 更为朗朗上口的诗词 必然更容易转开 一夜秋色曼崇山 这句不错呀 我还是觉得 这首更好 天水谢家谢公子的 永贵之作 咸区桂花落与月来金山鸟 这两句一来一去 花鸟相应 秋风送花归陈泥 来年春至睁开宴 这是谁写的 真真是狗屁不通 这竟然也能进秋氏 好诗是有 但都仅仅是好 就目前出现这些诗词来看 恐怕书院今年 又不会评诗词第一了 众多读书人 都在讨论着秋氏的诗词 其中一大热议 便是究竟能否有人 成功摘的诗词 这一关的榜首 秋氏诗词 已经有四年 不曾评出过第一了 之所以如此 倒不是因为 四年以来 书院秋氏 都没有出现过诗词加佐 恰恰相反 每年都能冒出 那么几首秋氏诗词 广为流传 只不过是都没有 好到一支独秀 没有拿手诗词 能像之前 原真的那篇策论一样 力压其他 既然如此 反正书院秋氏 也不是看的名次先后 又何必 强行凭什么第一呢 空着便空着 正好应了文无第一 犹如书院洒脱不在乎 却也不爱着他人 对诗词第一的兴趣 诸葛兄觉得 拿手更好 谢雄文这首不错 我在京城有听过 这位谢公子的名声 以为是个十足的顽固 没想到却有几分诗才 不过想想也是 要是一无是处 也没资格参与书院秋氏 诸葛台折扇未开 轻轻敲着掌心 与身为书院弟子的何霄 侃侃而谈着秋氏上的诗词 至于其他的 要么文采不足 要么逢秋变卑 年年如此 实在无甚心意 何霄微微汗手 笑着说道 秋来萧瑟 多卑也是触景生情不足为怪 不过了无心意这点确实没错 我爹都曾说过 年年秋氏多是卑秋诗词 深秋都没到呢 秋卑就已经被抒发完了 倒也不是说这些诗词不好 只是在好的诗词同一个意境 看多了也腻歪 何霄只能和诸葛台讨论 因为他知道 其他几人都是什么成分 陈献虎将门胡子 说他没读过书肯定不对 但说他有什么诗情才气 更是胡说八道 叶依奎妥妥的江湖侠客风采 侠气是够了 只不过或许是因为出生平平 小时候就没看过几本书 之后对书本的兴趣 也远远低于刀剑 至于雄鱼 这诗董应该是董 但你和他说诗词 他只会嗡嗡啊啊啊啊 对对对 然后问之后 去哪家酒楼吃些什么 也就诸葛台 虽然不认自己是读书人 但却实实在在读过许多书 懂得很多 其中便包括诗词 不过这次多了一人 倒是可以问问 何霄和诸葛台 点评完了秋氏诗词 便转头看向徐年 笑着问道 真人觉得 这些诗词如何 徐年摇摇头 我不懂诗词 这要是做阅读理解 他能让诗词作者 都陷入困惑 茫然于自己当时写下这一句时 是不是真的有想到那么多 但正经点评诗词 还是算了吧 凭则是否公整 前后是否对账 他都不一定分得出来 更遑论意境的好与坏了 诗词本天成 抒发当时心境而已 其实哪有什么懂或不懂呢 不远处 一位青瘦的中年如生 笑声豪迈 迈步而来 爹 你怎么来了 何潇这一声喊 喊出了青瘦如生的身份 何其是笑容随和 犹如春日暖风 偷得复生半日闲 便来看看 众人心中略微有些吃惊 没想到这青瘦如生 竟然就是有路书院里的 一位大先生 更没想到的是 身形魁梧的何振 其父亲竟然如此轻瘦 看上去甚至有点弱不经风 当然 他们也清楚 这仅仅是看上去而已 有路书院的大先生 怎么想都不可能是 手无腹机之力的文若书生 陈县胡以前就与这位 身为书院大先生的 好友父亲见过 故而比其他几人从容不守 他拱手笑道 扶生偷闲 和大先生好雅性 这可不是 何骑士摇摇头 清亮的眼神扫过陈县胡等人 落在了徐年的身上 他微微点头 以做致意 多亏了我 徐年想了想 觉得只可能和袁真有关 毕竟除此之外 他在这书院里 也没做过其他的事情了 何骑士继而接着先前的话题 笑着说道 方才见徐真人说到诗词 不知可有附诗一首的雅性 徐年愕然 刚才还是点评 这怎么书然就成做事 难度变得更大了 他摇摇头 依然还是诚恳说道 何大先生 我真不懂诗词 有文考试写的作文 都是诗歌题材除外 他能会做什么诗 顶天了 生般硬凑出 一首狗屁不通的出来 还不得一笑大方 何骑士微微笑道 不会也无妨 就如我刚才说的 诗词是为了抒发心境 不瞒真人 这秋是诗词每出十首 能有六七首意境相似 就算凭则对账的再精巧 看太多了也腻了 我现在就想听点不一样的诗词 真人尽管抒发心境为诗 就由我来为真人提笔 若是真人不嫌弃 我对诗文也算是小有研究 可谓真人辅证 好一个小有研究 有路书院的大先生 都只算小有研究 那这天下 不知还能有几个读书人 称得上精通诗词 况且由何大先生落笔 这可不仅是他的书法造诣 能值多少黄金白银 不同的修行体系 各有各的神奇 五夫气血可汗山河 道门灵力引动天地 而如生养出的浩然气 可宣于口 也可落于止 能将诗词歌赋化为 与意境相符的玄奇伟力 身为有路书院大先生的何其事 在世间的儒家修行者里 堪称一流 自然是此种力量 运用的佼佼者 一字一句 言出法随 一笔一画 画地为牢 徐年已经不是 何竹村的懵懂少年了 他对修行之事的了解 早已不再停留于 一知半解的阶段 知晓让何大先生 提笔的意义非凡 这应该是回礼原真 徐年略微思索 已然想起前世 被诵过的一首首诗词 他轻声问道 诗词越佳 意境越好 何大先生的笔墨 是不是就越是珍重 何其事笑着点点头 这是自然 如果不是我写的呢 嗯 其实倒也无妨 意境能与徐真人 心境相符就好 不过最好是我没听过的 不然可没就设出 出文家作的震撼 于是乎 徐年经过深思熟虑 选定了一首 耳熟能详的诗词 做出了违背祖宗的决定 该大抄特抄了 自古逢秋杯寄聊 何大先生 不知从何处 拿出了笔墨纸张 以带写诗 但当真正听到了 徐年富诗开篇的这一句 他轻移了一声之后 像是忽然忘记了手中的笔 墨之锦在笔尖凝聚 未能落在纸张 化作凝聚着儒家之力的文字 他抬头看着徐年 笑容欲胜 静静等着下一句 锦这一句 就已经比同位道门修士的 那位道义宗当代行走 在秋世之上写出来的诗词 要好太多太多了 我言秋日圣春潮 第二句刚念出来 何潇与诸葛台 以及比起诗词 更远谈一谈吃什么的雄鱼 都已经在仔细品味诗中意境 他们下意识平住了呼吸 不想打扰到徐年的思绪 单凭这两句 就已经不只是加作水准了 尤其是从最重要的利益之上 已经完胜了书院秋世上 那些冯秋多杯的诗词 高下立判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必消 整诗全出 不怎么懂诗词的陈献虎 与叶依奎 也能察觉到 这首诗的非同凡响 他们看徐年的目光 隐隐都有变化 以前单知道他道法高深 如今才知道 这诗词才华也非平庸 明明是道门无品大真人 可这诗词造诣 就算是儒家修行者之中 也不多见嘛 尤其是陈献虎 他看徐年眼神 真像是见着了神仙 别人都还蒙在鼓里 但他可清清楚楚 徐年才二十岁啊 二十岁 人的精力有限 哪怕从娘胎里就开始努力 不吃不喝不眠不休 每时每刻都在修行 能成就个道门无品都已经不可思议了 究竟是从哪里挤出来的时间 还能用于钻研诗词 陈献虎自己就是个典型例子 五道天骄名副其实 但论及诗词歌赋 最多就只能算是懂得怎样欣赏 毕竟是高门大狐念过书 但如果要他来副诗作词 那也太难为这头陈家诱虎了 徐年能做到 莫非是生而知之 天生就有如此才华 陈献虎的妹妹在京城素有哲仙之名 但他此时此刻觉得 和他的大哥徐年比起来 徐年这天资至高才真不像个人 至于徐年提前说过的那句 如果不是他写的已经惨遭了无事 无他 这种级别的诗词 只要出世流传天下 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京城怎么可能没听说过 既然陈献虎他们都是第一次听到 那么不说诗诚诗 至少也有九成九的把握断定 这篇诗文就是经由徐年的口 才得以面试 徐先生这首诗 诗名为何 何其是眼神里都是欣赏 对徐年的称呼都变了 单论真人和先生 哪个称呼更有含金量 其实不好说 毕竟一个是道家 一个是儒家 没法相提并论 但是有陆书院的大先生 都愿意成为先生 这便是一种认可 分量极重 这个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徐年忘了诗名 课本上的全文背诵 就是这样 大家花心思 具备的都是全文 标题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还给了课本 如果徐先生一时想不出诗名 不知我可有这份荣幸 斗胆为先生琢磨一个 行 徐年已经隐约有些察觉 他好像低估了抄来的 这首诗的杀伤力 能为这首诗取名的 和其诗如逢喜事 笑意盈盈 徐先生的落款要写什么 是直接用先生你的名字 还是留个雅号 不是 这诗不是我写的 作者名叫 徐年说着就卡壳了 作者是 谁来着 坏了 和标题一样忘了 徐年说到一半没了后文 和其诗稍微想了一下 随即便露出恍然之色 没有追问下去 徐年乃是无品 却在天下无名 若非是在先前 天魔教那场货事里出了手 都没什么人知道 玉京城里 还隐居着这么一位道门大真人 他这是什么样的心性 已经一目了然了 然后 有路书院的和大先生微微汗手 笑意里面更多出了三分钦佩 徐先生对名利淡薄致辞 何某自愧不如 深感惭愧 不是 我没有 算了 连着诗名和作者名 一起忘记了的 新晋文超公徐年 放弃了徒劳无力的解释 秋日盛春朝 徐先生 此中意境不落苛旧 当时大善 和其是笑容真诚 看得出来他对这篇秋辞的喜欢 是发自内心 原本只是寻个说法理尚往来 无论不懂诗词的徐年 所作的诗词 多么不成器 他辅证一番 在落笔为诗 既是价值连城的莫宝 也将蕴含他 养之浩荡的浩然气 在需要时可展露出儒家之力 结果却得到了一首这么好的诗词 哪里有他来辅证的余地 妄改一个词 都是不自量力 和其是从始至终未曾落笔 纸上空白一片 甚至于犹豫再三之后 竟是把纸笔收了起来 徐年有点疑惑 怎么说好的不写了 你不写 我超诗做什么 如此好诗 让我来落笔 有些糟蹋了 徐先生如不介意 我当去找 我们书院的院长沈其风 如此才配得上 这只冲闭销的事情 有路书院的当代院长沈其风 来落笔为末 这可真就是一字 可换千金了 徐年怎么可能介意 和其是欣然而来 诚信而去 留下了陈县湖几人目光炯炯 被他们眼神包围的徐年 顿绝不大自在 你们 这什么眼神 其他人不知 如何开口才不冒犯 但熟悉徐年性情的陈县湖 则少了许多顾忌 他指着徐年 那根手指既然代表了佩服 又有几分气氛 大哥 你还说你不懂诗词 和其是立刻就去找了院长沈其风 不久之后 便有一手得到有路书院 认可为秋氏诗词榜首的秋辞流传出来 而且 这份认可并非是来自主持秋氏的 书院大先生周青 而是有路书院的院长沈其风 还是破例才评为了榜首 之所以是破例 因为这首诗 虽然符合秋氏诗词的题目 但是却并非由秋氏考生所作 之所以要破例 则是因为这首诗利益极好 沈院长觉得 当为秋氏诗词的榜样 自古逢秋悲寄聊 但这首诗 倒是豪情万丈直冲必消 难怪能得到沈院长的青睐 是啊 就是可惜了谢公子的嫌去桂花落 月来金山鸟 如果不是有这首诗横空出世 谢公子当有机会 诗词怎么能被评为秋氏诗词第一 不过这首词确实做得极好 又是沈院长特评 这也 这人说到最后 只能叹了口气 所以我才说是可惜了 几名连称可惜的秋氏考生旁边 便是被他们所可惜的谢穷文本人 这位来自天水谢家的公子哥 此时脸色虽然有些复杂 但更多的是遗憾 没什么恼火 如果是以前的他 说不定会觉得 这是被偷走了囊中之物 定要想方设法地抢回来 或者是报复过去 不过如今的谢穷文 却只是苦笑道着摇摇头 并不计较这次破例 确实是有点时运不济了 偶得一首佳作 以为能有机会 拿个秋氏诗词第一 薄谢名声 还能进修身灵 却没想到 撞上这敢言秋日圣春潮的秋辞问世 哎 看来我与这秋氏诗词第一 没什么缘分 要说不甘 是有 他怎么可能不想赢呢 但也确实服气 潜词造句或许还不赖 但这利益 却明显比人差了 自古逢秋杯寄聊 谢穷文都忍不住反复念了鼠遍 细细咀嚼着 这四句总共二十八字里的诗情 他询问左右同伴 这首诗词 是谁所作 不知道 只传出来了诗词 未见作者齐名 会不会是哪位大先生 看我们这秋辞多寂寥看不下去了 故意做了这么一首诗出来 敲打敲打 若是哪位大先生所作 大可以明说 何必藏名 谢穷文微微摇头 又想起还不知道这首诗的名字 便又问道 这首诗叫什么 就叫新秋辞 听说原本无题 是何大先生所提的诗名 诗词内容是秋 所以这便是秋辞 仅仅在前面 多加上了一个新字 有新便有旧 什么是旧呢 诗中的自古逢秋悲寄聊 便是旧了 何大先生提名新秋辞的意义 已然清晰而又明了 就与沈院长 为什么要破例特评的原因 如出一辙 推陈出新 当为榜样 秋式诗词尘埃落定 一篇新秋辞名 因为沈院长破例特许 拿了下秋式诗词第一 也避免了秋式诗词第一的头衔 连续空置五年 不过 这篇将会流传天下的名作 也衍生出了一个热议的话题 作者究竟是谁 为何不留名呢 众说纷纭 有人觉得 就是那位提名的何大先生 也有人觉得 说不定是沈院长自己复诗 自己破例特许 不过也不曾怀疑 沈院长是为了一己私欲 只觉得 他是受够了旧秋辞多杯 竖起新秋辞 为天下读书人指路 也有一些不太拙边的猜测 例如有人说 这作者就是策论第一的 元真和尚 只不过策论第一 又拿诗词第一 书院里哪位先生觉得颜面无光 故意引去了元真和尚的姓名 做出如此猜测的人 毫无证据 却言之凿凿 字述这就是因为 佛如的道徒不同 自己也深有体会 因为他 就是和书院里的 谁谁谁里面不合 才没能参加秋辞 秋辞在诗词之后 也就来到了君子六义 六义不需要考六项 只要任选两项即可 值得一提的是 何潇诗六义里面 射箭这一门君子记忆的监考 何潇奎屋的身形 往射箭考试场地哪一站 弯弓搭建 为考生演示考试细则 如不是那身如山 考生都怀疑自己是在有路书院 还是君营靶场 至于现在 有的考生暗自猜测 这位和师兄 大概是契容从比 君子六义过后 书院秋逝便落下了帷幕 许多考生都在忐忑之中 等待着考核结果 而极少部分的优异者 则在秋逝考核结束之后 立即就被书院弟子 带往书院深处 来到一片竹林之前 竹 四季皆绿 其他树木已经染上秋黄 但这竹叶依旧清脆如新 风一吹过便犹如碧海波涛 这便是有路书院的修身林 最早是由儒家圣人 亲手栽种第一批竹苗 之后 一位又一位大儒 来此天上新竹 才形成了如今的苍翠竹海 值得一提的是 在修身林里栽过竹苗的大儒 并非全都出自有路书院 要进修身林的 一共有十人 除了徐年和陈县虎他们之外 另有两人则与何霄认识 还穿着同款如山 显然是有路书院的弟子 这就不得不感慨一下 陈老将军的面子大了 一共就十个人 一半人是陈老将军卖个面子 换来的关系护名额 徐年他们一共是六个人 人数是不是没对上 不 徐年他们只有五人进修身林 何霄放弃了这次机会 修身林里的机缘只有一次 我如今的修行还不太够 以后再见吧 倒不是陈老将军面子这么大 还能把进修身林的机会 留待以后再使用 以后照样能寻找机会进修身林 只是修身林里的机缘 只能得到一次 不可草率了 何霄是有选择的余地 其他人不用考虑这么多 毕竟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陈县虎都说 他是沾了徐年的光 才得了这次好处 虽然这其中应当有几分是自谦 但显然就算他是陈家幼虎 也不可能无缘无故 就让自己老爷子 跑友路书院再卖次面子 否则这项的什么话 从书院秋式考生中 选出来的三人里面 有两张熟面孔 其中一张熟面孔 是来自韩巫国的和尚圆真 他跟在老和尚清晦的身后 双手和时 默默送着佛经 似乎已经不再疯癫了 不过徐年看过去的时候 圆真似乎察觉到了这道目光 他睁开眼睛回望徐年 和时的双手与脊背同时弯腰 竟是郑重地行了一礼 老和尚清晦 也试试看了徐年眼 那张慈祥和蔼的脸上 涌现出了笑意 这对师徒 怎么是这么个态度 徐年有点想不明白 圆真因他而疯癫 老和尚按理说 应该对他没什么好脸色才对吧 莫非圆真的师父清晦 是真慈悲 与人为善 另一张熟面孔 就是如山在身的道义宗 当代行走旅判了 不过他的问道剑 已经重新背负在身后 不再充当君子佩剑 瞅着张脸 在那自顾自地哀声叹气 脸都皱成苦瓜了 也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糟行事 可身边也无人诉说 徐年想了想 便走过去主动问道 旅行走这是怎么了 哎 是道兄啊 别提了 我这下山市事事不顺 旅判挥了挥手 似有往事蹉跎不堪挥手 我就想进个有入书院 钻研圣人学问 结果先是在那楚家铁匠铺 想把建荣城文房四宝 他们竟然不肯 哦对 当时道兄也在现场的是吧 看你和那位楚大师 站在一块来着 现在来参加这秋世 道兄你要知道 我在山上都没怎么读过 儒家这些经典 为了能顺利通过书院秋世 这段十日以来 我禀烛夜读 恶补卢家学问 头发都不知道掉了多少 能来到这修身灵 的秋世应该就是过了的吧 不是表现优异 书院也不会让我来啊 可是刚才书院明确告诉我 修身灵可以让我进 但进书院拜在圣人门下就别想了 他们不会收 难怪问道剑 没有别在腰间了 这是已经知道 进不了书院 不再刻意扮成如生 虽然吕盼说起来可怜兮兮 但想做的事 细细想来 确实也挺离谱 他要是顺利了 估计别人就得遭大薪了 秋世表现优异 可是到头来 有路书院却把他拒之门外 虽然有点不合规矩 但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能让他进修身灵 就已经是有路书院 把自身格局打开了 不然有路书院还能咋办 道义宗当代行走 下了山就加入了有路书院 拜在儒家圣人门下 消息传回山上 道义宗再怎么清静无为 这总是忍不下去 要讨个说法的吧 之后要是道义宗讨说法 再和有路书院交流得不太顺利 这可是两座圣地 彼此间的一点点摩擦 可能就成了道乳之争 虽然最终血流成河的可能性不大 但这样大的热闹 就算是张天天看了 都会拍着手掌直呼过瘾 要进修身灵的识人 都到齐之后 和骑士也出现了 他手中撵着一根香 走到修身灵前站定之后 在场的书院弟子 都随他一起 朝着修身灵居了一躬 点燃香 插在地上 一行白烟鸟鸟生起 但并未随风而散 而是如受到牵引一般 飘进了修身灵深处 很快 修身灵中有雾气弥漫开来 随着这一根香的逐渐燃烧 修身灵的雾气愈发浓郁 等这一根香烧完 修身灵便会开启 到时候 你们只要进入灵中就行了 说完这句话 和骑士转身走向徐年 手掌一番拿出了一幅 已经卷好的字画 信未实言 这是沈院长为徐先生 提笔写成的星秋辞 有劳和大先生费心 多谢 有路书院的院长沈其风 无疑算得上是 当时最顶尖的儒家修行者 他提笔写就的这幅字画 徐年仅仅拿在手里 都不需要展开来看 就能感受到 这幅字画里凝聚的力量 何足谢我 该是我谢徐先生 不仅帮我 偷得半日闲 还让我能有幸听到这首星秋辞 何其是说着 脸色忽然变了一下 他猛地转过头 看向了清晦 老和尚拿出了一个木制的 山字形笔歌 交给了高僧转世的小和尚 笔歌已经老旧不堪 表面遍布着裂纹 似乎只要稍微一用力 就会支离破碎 变成木渣 何其是走了过去 眼神死死地盯着 小和尚双手接过的笔歌 却依然是笑着问道 清晦大师 请问这笔歌是 他只是这么一问 都没想着 清晦能如实相告 但清晦还真就说了 如果老那没有看走眼 这应当是儒家那位圣人 所用过的笔歌 圣人笔歌 何其是的脸色 顿时变得有些难看 修身灵中 最大的机缘是什么 便是传说中 儒家圣人留下的那只笔 而如今 清晦要让圆真带着圣人笔 歌进修身灵 这目的已经呼之欲出了 佛门想得到 儒家圣人留在修身灵里的那只笔 偏偏这还是个阳谋 放任圆真进入修身灵 他有圣人用过的笔歌在手 或许真能得到 儒家圣人留在修身灵里的那只笔 可如果横家阻拦 这就不是一次破裂 能够盖过去的了 君子无信则不利 有禄书院该怎么选呢 老和尚清晦慈眉善目 笑容和善 静静等着代表着有禄书院的 和大先生会作何反应 之所以不遮不掩 明着说出 这是儒家那位圣人的笔歌 便是要让有禄书院陷入两难 无论是圣人之笔落入佛门之手 还是有禄书院失信于天下 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 甚至比起尚不知真面目的圣人之笔 有禄书院因此动摇了 他们儒家君子的立身之本 或许还会是更实际的收获 君子可欺之一方 况且清晦敢于 紧紧带着徒弟元真 师徒二人 就在这两国交战的敏感时期 来到有禄书院 可不是全都指望 书院会秉承君子之风 他携带着一件佛门重宝 哪怕那位曾经一言结疆的 有禄书院院长沈其风 不顾君子信仪 敌是敌不过 但他也有把握 凭借佛门重宝保全性命 和兄 这清晦和尚说的笔歌 能用来做什么 应该是冲着圣人 留在修身林里的那一只笔来的 陈献虎其实也猜出了用途 不然笔歌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只是抱着些许侥幸求证一下 此刻侥幸落空 他妄想在对来自韩吾国的和尚师徒 脸色变得极其不善 这种满是敌意的眼神 要远比何其事和何骁等一众书院弟子 更为直接 他毕竟是大宴将门之后 清晦与元真这对师徒 可不仅仅是游历天下的佛门僧人 还来自已经与大宴兵戎相间的韩吾国 虽然谁也不曾见过 那只圣人笔的庐山真面目 但儒家圣人的强大却无庸置疑 那位圣人 作为世间最后出现过的一品镜 在传承下完整的儒家修炼体系之后 消失无踪 距今也不过四百多年 四百多年的时间 或许能把沧海变作了桑田 可这还远远不够磨灭一品镜残留下来的力量 哪怕修身林里 那只未曾出世过的圣人笔 不是什么特别炼制过的法宝 只是儒家圣人用来书写的普通之物 但只要是随身携带常常使用 浸染上了儒家那位圣人的气息 便也已是极为恐怖的了 大雁征韩吾 目前传回玉京城的都是捷报 韩吾国根本挡不住 那位折冲将军率领的大雁军风 但是 如果清晦与元真这对师徒 把圣人笔带回了韩吾国 如果 哪怕仅仅是如果 那只圣人笔里残留下来的儒家圣人之力 成为了扭转战局的关键呢 纵然这样的可能性 只有百分之一 甚至千分之一 陈县虎都不能坐视不理 有路书院又于信仪 况且 有路书院虽然距离玉京城 仅有33里 但在大雁王朝建立以前 书院就已经在这座青山脚下了 书院与大雁王朝 并非是从属关系 虽然与朝堂关系紧密 但可不会任凭差遣 但是陈县虎能吸迹的 可不只是有路书院 徐年和雄渝他们 都与书院没什么瓜葛 难道能拿捏不了一个高僧转世的小和尚 何潇似乎看出了陈县虎的打算 他提醒道 陈兄 修身灵 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里面是半真半假的幻境 每个人经历的都不一样 彼此之间 未必会有直接的竞争 这意思是 就算徐年他们有心阻止元真 在修身灵里 也可能是有心无力 那一株香 已经快烧完了 修身灵 已经完全被雾气笼罩 何大先生 不知做了怎样的考量 似乎并不打算阻止元真进修身灵 陈县虎咬了咬牙 转身便要离开 何潇追问 陈兄去哪 我回京城 多找些人来 这两兔驴有本事就把圣人笔 从修身灵里带出来 我倒看看他们 有没有命带着圣人笔离开大宴 修身灵可以不敬 但绝不能让这两兔驴 带走儒家圣人之笔 不过没过多久 陈县虎去而复返 脸色还有些古怪 开启修身灵的纳烛箱 才刚好烧完 这么一点点时间 明显不够往返33里地 他这是临时改变了主意 可是已经来不及细问 和大先生朗声说道 修身灵已经开启 肃进灵中 陈县虎晃了晃脑袋 像是要把什么时候事情 抛到了脑后 和徐年等人并肩入灵 趁着这点并肩的时间 徐年问道 发生何事了 雄鱼 叶依奎 诸葛台 也是目光既好奇 也隐隐有些关心 陈县虎摇摇头 笑着说道 我没事 之前是我起人忧天了 圣人比的事情 不用我们来操心 我折返回来 是因为才出书院大门救 话还没说完 修身灵里的白雾 已经弥漫开来 隐去了徐年等人的身形 遮挡得不仅仅是视线 连同脚步声 也一并消失了 陈县虎试着喊了几声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似乎这片白雾弥漫的竹林之中 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怪不得和兄说 彼此之间未必会有竞争 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吗 陈县虎笑了笑 纵然没有方向 依旧大胆地走向物林深处 方才陈县虎打算回京城喊人 才出了有路书院 送他们来到书院后 一直在外等候 等着宋少爷和朋友 再返回京城的陈府马夫 却转告了他一件事情 审管是出发前告诉过小的 如果少爷突然一个人出来 要打到回府 就让小的告诉少爷不要多想 安心在修身灵里寻找机缘就行 陈县虎顿时鸣雾 哪里用得着他回京城喊人 这显然是已经心中有数 估计京城方面对此早就安排好了 所以 方才他才会用启人忧天来回答徐年 另外一边 徐年走在这修身灵的雾气之中 虽然也只听得到自己一人的脚步 但心里却想起了久违而又熟悉的声音 大如栽竹 后背修身 甚毒甚微 问心问德 选择一 圣人一则 能者居之 奖励 七步成师 请注意 七步在此处象征着时间短 并非是确切走出七步所耗的时间 实际城市号时与宿主读过多少书挂钩 选择二 百事一则 焉能独断 奖励 佛在我心 如果你敢于一层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 你会看到你心中的佛陀 久违的系统又冒出来了 这次的选择是围绕着圣人一则 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指向儒家那位圣人 留在修身灵里的那只笔了 如果拿到了 就是能者居之 显然对应着选择一 否则就是选择二了 不过这百事和独断 是怎么解释 如果拿走了那只圣人笔 还会有更深远的影响 奖励这一块 气不成诗说白了 就是提高附诗作词的能力 所谓的佛在我心 就有点奇葩了 如果徐年没有仔细看系统配的详细说明 单看这名称 准会以为是提高佛门天赋 以后身怀仙灵根和佛心 朝着佛道贯通的兼修大道使去 但他看了 所以 只觉得 这选择二的奖励多少 有点奇葩 什么心中的佛陀 和什么佛性没半毛钱关系 不提升任何资质 纯粹就是个百看的效果 就像是不加任何属性 贯彻着公平绿色竞技环境的外观皮肤 虽然说强势一时 帅是一辈子 可这心里百个金光灿灿的大光头 似乎河帅也不怎么搭便 徐年在修身林中不知走了多远 林中白雾慢慢散去 他不知何时走在了一条河边 救 救命啊 河里有人溺水 不断挣扎呼救 溅起大片水花 河边没有第三道人影 徐年想要用灵力捞出溺水者 但是灵力刚一运转 河中有人溺水的画面便变得模糊起来 似乎随时都化作雾气散去 当他收敛了灵力 溺水者扑腾出的水花 就又变得清晰可见 这事 不让用修为 徐年没有时间细想太多 溺水者已经支撑不住沉入河里 不让用灵力 他只能跳进河里救人 片刻后 一山湿脱的徐年就出了溺水者 可 嗨嗨 多谢恩公下水相救 些许钱财不足以报答救命之恩 但还请恩公务必收下 溺水者解下行囊 拿出一打银票 作为谢礼 徐年想了一下 伸手就要接过银票 兄台 不可 一名如生迈步走来 身上穿着的 是有陆书院弟子的如山 下水救人乃是大义 大义岂能让黄白之物污染 心领了就行 万不可收下钱财 如此方能张显如风 在这修身灵里 得到前辈们的认可 徐年见过此人 进修身灵的十人之中 有两人是有陆书院的弟子 这人便是其中之一 可是修身灵里的幻境 每个人要经历的都不一样 就像是单人副本 彼此之间不会有直接影响 既然如此 这名书院弟子 又怎么会出现在 徐年的单人副本里面 还提醒他 救人不受钱财 才是通关攻略 这人真的是 进入修身灵的十人之一吗 还是说 是这修身灵幻境中的一部分 徐年运转了一下灵力 瞬息之间 河流与溺水者 都有淡化成物的迹象 但是这名书院弟子没受影响 这人也看出了徐年的疑惑 他笑着说道 兄台放心 在下并非是这修身灵里的幻想 在下前子路 由陆书院的弟子 乃是何霄的师弟 之前在修身灵外 看见兄台与何霄师兄似乎熟视 在下便套个交情 兄台勿怪 这都聊到修身灵之外的事情了 连徐年和何霄认识都知道 莫非真是真人 徐年略作成瘾 不管前子路到底是真是假 总之 他先收下了溺水者 报答给他的银票 溺水者见徐年收了钱 高高兴兴地走了 从头到尾没看前子路一眼 就像是 把他荡成了空气 哎 兄台你这是干嘛 就算你想要钱财 可是这修身灵里的都是幻想 拿着这银票 也带不出去的 只有张显如风得到认可 获得前辈们留在修身灵中的那些机缘 才是能带到灵外的宝物 前子路扼腕叹息 似乎心痛于徐年 做了一件蠢事 徐年拿着一打被河水打湿的银票 也没有擦拭干净后 好好收起来的打算 但是他淡淡地问道 为何不收钱财 才是张显如风 前子路不假思索道 施恩不图回报 不正是大义之举 徐年摇摇头 或许是大义吧 可我觉得这不太对 这里面涉及一个常见的误区 习惯性的都觉得 儒家叫人向善 都已经人之初心本善了 那么一个人如果无私奉献 做了好事不求任何回报 理应会受到儒家的推崇 其实不然 儒家推崇的是 应当拿走自己的那份回报 只是不该邪恩图报 也不宜分文不取 因为儒家倡导的行善 并非是一味的损己利人 无私奉献 更倾向于无损于己 而又有利于人 前世经典案例 便是子贡熟人和子路兽牛 前者卫国熟人 自掏腰包不领赏钱 却被孔圣人骂了一通 而后者救人后 收下了一头牛为谢礼 孔圣人听闻后 却赞赏有加 为何 因为前者的无私奉献 在无形之中 拔高了行善的门槛 后人没有他这样 英识的腰包与道德秉性 便不会去效仿行善了 不过这个世界里的 儒家推崇的行善标准 是否和前世儒家一致 徐年还真不确定 不过陈府大婚当日 陈将军许下事后 必有谢礼时 何霄虽然说过 择无旁贷 不需要谢礼 但事后 他也并没有真的拒绝 陈府送上的谢礼 只是想要以后 获得更大的机缘 所以才没进修身林 不笑片刻 打湿了的银票 远去的溺水者 以及旁边的河水 都重新散开 化成了修身林里的雾气 不过这无边无际的雾气当中 有一缕白雾 散发出淡淡金色 融入了徐年的体内 似乎象征着某种认可 身为儒家书院弟子的前子路 似乎没料到这样的发展 他愣了一下 但玄机还是拱了拱手 笑着贺喜 恭喜兄台得到 修身林的一份认可 距离大如前辈们留下的机缘 更进一步 这只是一道认可 徐年继续在这修身林里走下去 还会再遇到类似方才的幻境 只是到时候 幻境里所经历的 就并非是有人溺水了 能不能得到认可 就要看他如何行事 得到的认可越多 最终能在修身林中 获得的机缘也就越大 前子路拱手贺喜 但是徐年却对他有了新的疑惑 能得到修身林的认可 就表明 此事儒家也是推崇的行善 该有回报 那么这前子路 既是有路书院的弟子 为何却像是不知道这一点 反而劝他无私奉献 不收下溺水者回报的银票呢 是故意不想让徐年 得到修身林的认可 还是说 这位书院弟子 对儒家学问钻研得相当粗浅 连如何行善都不甚了解 徐年眯着眼睛 问道 前兄 在这修身林里 不去寻求自身机缘吗 前子路笑着说道 寻啊 怎么不寻 不过 我想要的机缘甚大 我一人吃不下去 这不是 偶遇到了兄台 想问问是否有机会协同 共谋着修身林里的天大机缘 徐年饶有兴趣地问道 天大 有多大 圣人笔 够不够大 那寒无过来的和尚不知廉耻 竟敢借助儒家圣人用过的笔 割这种外物 来谋求我们儒家圣人之笔 这我身为书院弟子 如何看得下去 当然 是要坏他的好事 我和兄台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这机缘最后是归了我 或者是兄台 其实我都能接受 毕竟咱们都是大雁人嘛 只要不让和尚得去了就行 前子路语气真诚 似乎是秉承着满腔热血 看不过去 徐年似乎被说动了 陈思厚问道 可这修身林里 每个人的幻境都不一样 圆真和尚有他的经历 我也有我的 你也该有你的 一般来说互不干涉 我们联手又能做什么呢 前子路指了指自己 笑着说道 一般来说是互不干涉 但凑巧我个人有些机遇 这不就进了兄台的幻境之中吗 实不相瞒 我有办法在这修身林的白雾之中 穿梭不受影响 不会无声无息的 就陷入幻境之中 听他这么一说 徐年想起 在进修身林的时候 他和陈县湖等人 明明走在一起 却被白雾轻易分隔开来 既看不到彼此 也听不见声音 而现在 徐年已经通过了上一个幻境 修身林中的白雾 重新弥漫到他周围 但是前子路却依旧 还站在他的面前 似乎就如他自述的一样 能够穿梭在这白雾之中 不受影响 徐年似事不解 你有这本事 还用得着找我 前子路摇摇头 我能在修身林里穿梭 但是我可没信心 是那和尚的对手 他是高僧转世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书院弟子 一个人找过去 怕不是圣人比没得到 却平白给人送菜 要被度入佛门 踢个光头咯 前子路的理由很明确 他个人实力不够 才寻求合作 这很能说动人心 虽然前子路身上疑点重重 但是所求的 无疑是天大的机缘 所谓富贵险中求 为此多冒些风险 和底细不明的人合作 又怎么了呢 哪怕他是不是书院弟子 恐怕都得打个问号 但修身林中的圣人比 可做不了价 或许蕴藏着一品镜的残留力量 谁能不心动 徐年似乎就心动了 他笑着点点头 好 你带我去找元真 我与你一起阻止他 夺了这和尚的机缘 如此最好 兄台你跟锦我 千万不要走错路了 这修身林里的 你一阵复杂得很 走错一步 可就会陷入幻境之中 前子路面露喜色 似乎情不自禁 急不可耐 急忙转身 要为徐年带路 也就在他露出背身的刹那 徐年目光中 闪过一抹冷色 竖然运转灵力 冷不丁地抱起出招 倪丸飞出 化作九道流光 封锁了前子路的去路 前子路似乎毫无察觉 依旧向前 撞上了剑意森然的流光 没有血花四剑 前子路的身影 淡去 成了一道残影 徐年眉头一皱 对这场面似曾相似 与那位 到手切磋时 不正是这样 不过前子路显然不是到手 前子路虽然也用残影 骗过了分光剑丸 但是他的气息 却没能脱离徐年的感应 流光在追 哈哈 兄台好手段 若非这里 是修身灵 我当真是要栽在你手里 不过现在吗 嘿 后会有期 前子路哈哈一笑 留下残影脱身后 显现在不远处的身形 后退了一步 刹那间 便被修身灵的白雾所淹没 有了修身灵白雾的遮挡 徐年已经失去了 前子路的气息 不过 不知具体位置 就无计可施了吗 前子路又没有像到手一样 用剑尖抵住了徐年的要害 徐年深吸一口气 灵气运转周天 呼应着天地 一念起 天地发杀戒 天地之力轰然而下 竹林摇晃 白雾都散去了一瞬 扑 前子路的身影重新显现 他如同被撞飞了出去 喷出一大口血雾的同时 身上也掉出一雾 这位心怀不轨的书院弟子 面色苍白如指 来不及捡起 掉落在地上的随身物品 借着重新聚拢上来的白雾 他强行提起血气 趁着下坠之势 坠入白雾之中 再次消失 这次就彻底找不到踪迹了 徐年微微皱眉 也没有冲进白雾里 追杀前子路 趁着白雾还没有完全聚拢的空当 他走过去 捡起了前子路被击飞时 调出来的随身物品 方才他就感应到了 这件随身物品的气息 也正是这抹气息 让徐年决定要擒住前子路 问个清楚 虽然人没拿住 不过这物品到手 也算是可以接受了 前子路调出来的随身物品 是一枚玉佩 玉佩当中 沁着这一滴血 徐年从这玉佩当中 感受到了些许血脉相连的气息 书院深处 大雁王朝的大将军陈杭虎 正与有路书院的院长 沈其风对坐 两人中间摆着茶水和棋盘 但没有下棋 只是闲聊 老将军和中年如生 同时感应了什么 转头望向了修身林的方向 大将军陈杭虎抖了抖 已经有些发白了的眉毛 似有感慨 有人在修身林中 引动了天地之力 哼 盗门大真人的手段啊 黄黄天威真是吓人 沈其风笑着喝了口茶 老将军说笑了 说得跟你没杀过盗门大真人似的 百年戎马覆灭了十九国的老将军 哈哈大笑 摆了摆手 老哥姥姥 那都是当年勇了 现在咱只是个糟老头子了 想下盘棋都讨人闲 不跟我下 你下的是五目连珠 我下的是屠龙 这怎么一块下 沈其风苦笑着摇摇头 非是闲 只是怕 怕与老将军下棋 不怕和张首甫下棋 反倒怕和我一个糟老头子下棋 难道在沈院长眼里面 我这糟老头子奇迹 比张首甫更吓人 沈其风能说啥呢 他面不改色 望着修身林 说道 这在修身林里 引动天地之力的盗门大真人 应该就是老将军 送了进入修身林资格的徐年 那位底细成逼的徐真人吧 也不知道 他在修身林里见了什么 如此大动干戈 话题正在转移 陈杭虎哼了哼也没在意这茬 只是说道 沈院长可施下的 一手好棋 我还当你怎么这么大方 一下就给我这糟老头子 送这么多进修身林的名额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 有路书院又于信义 不便对清慧和元真 这对佛门师徒动手 但陈大将军府 显然会以大宴为重 如果元真没能从修身林中 带出圣人笔 那便当 这对佛门师徒 只是游历天下 到了有路书院而已 不必动什么干戈 但如果圣人笔当真 落入了这对佛门师徒之手 那就不能让他们回韩无国了 沈其风微笑问道 老将军虽然老当义壮 但如无必要 应当是在这儿 与我喝喝茶比较好 不知这次来的 会是哪位大人 陈杭虎也不绕弯子 干脆利落地答道 逢手座已经启程回京了 算算时间 应该正好是这会儿 途径有路书院 沈其风微微点头 没想到能看到 镇摩斯手座清灵 看来清慧和尚 是带不走圣人笔了 难说 清慧这老兔驴赶来 必然有所依仗 如有依仗 镇摩斯手座一人搞不定 那就得是老将出马 再焕发出当年 可展道门大真人的勇力了 老将军叹了口气 但愿冯手座一人能摆平吧 沈其风捏着茶杯 若有所思 老将军这是希望冯手座 独得此事功劳 镇摩斯出了岔子 冯手座难辞其咎 只能多力功劳来弥补了 老将军摇了摇头 最后笑着说道 说起来 我孙子在修身灵里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沈院长可能看到 沈其风摇了摇头 修身灵里见本心 我也没法隔着这灵中白雾 看清他们的经历 他虽是有路书院的院长 但也无法掌握 修身灵内的一举一动 如若不然 儒家圣人留在修身灵中的 那支笔 如今也不会有流入 佛门之手的风险 老将军嘖嘖称奇 不愧是圣人留下来的手段 时隔数百年依旧完善 就连你这个院长 都钻不了空子 沈其风沉思了片刻 苦笑道 圣人手段 自然不是我等能揣摩 不过虽然我不行 但要说这完全没空子可钻 倒也不然 老将军想起了一桩陈年旧事 哈哈大笑 沈院长说的是道手 沈其风微微汗手 道手白去宗 能以无品镜 和那位黑道人与盲蒜子 盯团同为天下三骑 的确是身怀奇迹 这天下之大 恐怕没几处地方能拦得下他 可是据我所知 道手虽然进了修身灵 却一无所获 一无所获是自然 想要在修身灵里寻获机缘 就要得到那些在灵中 栽过竹的大儒前辈们的认可 不问自取是为贼 道手不请自入也差不多了 也就得不到认可 沈其风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其实是有些耿耿于怀 圣人到后面一代代大儒 栽下竹苗石锁 一并留下来的一缕意念 在这数百年里 与竹林融为一体 产生了一定的自我灵性 这才成了如今的修身灵 他是有路书院的院长 都不能随意进出 而道手虽然没得到修身灵中的机缘 但也确实有在修身灵中 畅行无阻的本领 不管外人如何围绕修身灵 设局作祭 修身灵里的众人 都在映照本性的幻境当中 寻觅着机缘 陈献虎刚进入镇子 便感到一阵机长路路 镇上有九家十四 不缺吃食 但他身上钱财 却都不翼而飞了 似乎没有与他一同出现在这幻境之中 是偷 是抢 还是继续饿着 陈献虎选择挨饿 虽然明知道这是幻境 但饿到头昏眼花 四肢脱力的那种感受 也极为真实 他想在镇上 找份能换来吃食的差食 但却处处碰壁 最后没了力气 跌坐在一处大户人家后门 感觉自己就快要饿死过去时 大户人家里的大小姐 恰好出门看见了他 给了一顿饭 一饭之恩 陈献虎寻个地方 睡了一晚醒来 感觉恢复了全身力气 还没琢磨清楚 该如何回报这顿饭 这场幻境又是考量他什么 再次路过那处大户人家 却见到了官兵在抄家 围观的镇上 百姓都说 这户人家平日里乐善好施 定然是遭了冤枉 陈献虎翻墙入内 抄家现场充斥着混乱与血腥 不知得了什么命令的官兵 在这乐善好施的大户之家中 自意放纵于享乐 男丁倒在血泊之中 有一名不知如何混入 这抄家队伍里的公子哥 正当众扒去大小姐身上衣物 周围其他的官兵 要么视而不见 要么轻挑地吹着口哨 互相几眉弄眼 似乎在商量着什么 陈献虎默不吭声 从最近的官兵手里夺了刀 公子哥似有所感 转身盯着陈献虎 大声喝道 你要杀我 你可想清楚了 你杀我 尚于百官为敌 下有百万人要饿死 到时候江山崩坏 射计凋零 都因你而起 公子哥伸手一触 抄家官兵倒了一地 陈献虎浑身是血 大小姐如释了魂魄 跌跌撞撞走向井口 一头栽了进去 陈献虎并未阻止 只是闭上了眼睛 再是一阵风过后 浓烈至极的血腥味 似乎就被吹散了 不剩下半点 幻境淡去 小镇便回了竹林 白雾再起 但是没有一缕 散发着淡淡金光的白雾 没入陈献虎的身体里 这代表着他在幻境里的形式 没有得到修身灵的认可 或者说 不符合儒家的理念 这不奇怪 看到那名公子哥时 陈献虎心里浮现出 一种强烈的直觉 如果就这么杀了他 确实会如他说的一样 江山崩坏射击凋零 无数人因此而死 但是陈献虎还是杀了 纵然不是儒生 但也知道 儒家的君君 沉沉复复子子 知道当以社稷为重 何况他本就是沉 只是 如果是在现实之中 他要这么做 会处处遭到阻拦 就连家里面也是不许 但在这幻境里 没人能拦着他了 凭什么不做呢 就为了区区修身灵里的机缘 陈献虎毫不在乎 继续走在白雾弥漫的 修身灵当中 也懒得去想会就这样 一无所获地走出了竹林 还是面临下一场幻境考验 诸葛台在大雨之中 见到一人冲着一顶轿子 破口大骂 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 原来这两人是至交好友 同在衙门为例 可这圣上轿子的人 却冒领了破口大骂之人的功绩 因此升官发财 才坐上了轿 熊虎遇到了一户人家 正办着丧事 可这丧事还没办完 棺果都未入土 死者的三个儿子 却闹到了不可开交 因为死者留下了四张地契 可他们三个人如何奋斗 有人不满意 叶依葛在一座繁华的城池里 遇到一名姿色平平 年纪轻轻的乡野村妇 问路寻人 要找他参加科举的丈夫 他带着村妇四下打听 得知今天是放榜的日子 于是他们去了放榜的地方 目睹了绑下捉戏 而被捉到的贤戏 正是村妇的丈夫 那名衣着富贵身后 跟着一众仆从的老爷 正握着他的手嘘寒问暖 很快就问到了 可有婚配 换进淡去 一缕散发淡淡金光的雾气 融入了圆真的体内 圆真手里 拿着圣人用过的笔戈 他虽然 无法在这白雾里穿梭自如 但凭借着圣人笔戈 与圣人笔戈的微妙感应 顺利寻到了一个 有些许模糊的方向 这就足够了 圆真沿着笔戈感应到的方向 一路向前 图中自然会经历到 修身灵幻化出来的幻境考验 但他能那篇 不畏杀生的策论 能夺得秋世第一 虽然内在理念 源自佛经公案 但写成策论 可不仅仅是 有个理念就完事了 策论这种文章 该如何写 什么样的新闻 什么样的笔风 都有大讲究 圆真是高僧转世 但他这一世 在未曾开窍 启发前世灵时之前 却是个在韩武国 已经有了些许 功名在身的读书人 当时的圆真 也与其他读书人一样 不管身在何处 心中难免向往着 位于大雁王朝疆土之内的 有路书院 袭击着能成为书院弟子 钻研圣人留下的学问 如今沧海桑田 圆真也不知道 他这样参加 有路书院的秋世 算不算弥补了 些许过去的心愿 但是觉醒了 前世灵时之后 这一世钻研过的 儒家学问 虽然已经弃之不用了 但可没有遗忘 也正是因此 师父亲会 才会带着他 来有路书院 不然换成了 其他的佛门弟子 无论佛学在怎样高深 在考核儒家学问的 书院秋世上 不能表现出彩 拿不到进修身灵的资格 一切谋算 都将是竹篮打水 曾经是儒生的元真 自然清楚 如何才算是张显如风 得到修身灵的认可 所以 元真一路 就这么接近了圣人笔 经历了数次幻境 得到了许多次的认可 圣人笔歌的感应 已经越来越清晰明显 近在眼前了 元真向前走去 在白雾弥漫的竹林当中 疏然见到了一张石桌 石桌上 静静地搁着一支笔 这支笔质地普普通通 毛竹笔杆 鸡毛制成豪做了笔尖 唯一的特殊之处 大概就是 这支笔 与元真手里的圣人笔歌一样 处处都透露着陈旧的气息 可以见得岁月无情冲刷之后 残留下来的痕迹 元真慎重地走向石桌 一步一顿足 来到石桌面前后 他更是细心等了一阵 见修身林中 并不任何异象发生 元真这才伸手 触碰到了 搁在石桌上的这支笔 依旧是毫无波澜 把笔拿在了手里 竹林依旧是竹林 白雾依旧是白雾 还是风平浪静 元真看着 已经落到他手里的这支笔 流露出些许恶然 取走圣人之物 还以为这片修身林中 会产生什么变故 竟然 声不响 顺利地有些出乎意料了 元真拿走了笔 但是修身林中的白雾还没散去 很快又进入了下一个幻境 这次幻化出来的 依旧是竹林 只是没有了白雾 每根竹子身上 都密密麻麻刻满了四个字 格物置之 元真有点茫然 倒不是不理解 这片竹林 对应着怎样的儒家考验 只是照理说一人 只能在修身林中 得到一次机缘 而他已经得到了 这片竹林之中最大的机缘 拿到了儒家圣人留下的这支笔 为什么还要继续经历幻境的考验 莫非前路之上 还能有什么机缘在等着他吗 小区兄弟 小区兄弟 徐年走在修身林的白雾中 刚刚才淡去一处环境 得到了一缕散发金光的雾气 下一场幻境考验还没来 却竖然听到这白雾之中 似乎有人在喊自己 徐年站在原地没动 没过一会 就在弥漫的白雾之中 见到了一道人影 青山 杖剑 酒葫芦 这是天下人心目中的剑葵 那张笑盈盈的脸 也是剑葵本人的脸 冒充剑葵的道手 他怎么会在这修身林里 徐年微微皱眉 有些不确定 这人是否真是冒充成剑葵的道手本人 如果是修身林中的幻象 反倒没什么关系 可是上一个能在白雾之中 穿梭的是前子路 而且他也无从得知 是有陆书院的弟子前子路有问题 还是有心怀不轨的人 冒充了前子路 假如是后者 能冒充前子路 也就有可能冒充其他人 小徐兄弟 怎么见了 我不说话 徐年沉引了半赏 说道 我之前遇到了一个人 身份存疑 并且能在白雾里穿梭 青山侠客的笑容顿时凝滞 慢慢化开之后 神色变得复杂了许多 哎 孽徒啊 白去宗长长地叹了口气 徐年愕然 他遇到的前子路 是道手的徒弟 难怪了 和道手的招式一样 又都能在白雾里面穿梭 如此看来 他遇到的前子路 应该也是和道手一样 冒充了他人吧 书院弟子前子路 并非是其真实身份 白去宗并不愿意 在徒弟的话题上 多聊两句 他琢磨了片刻 用一句感慨 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张丫头下药的本领 青出于兰儿胜于兰了 老张现在 都不敢随便喝茶了 这么隐蔽的事都知道 看来不会是他人假冒的了 徐年放下了心 白前辈怎么来了修身灵 给你送个好东西 白去宗恢复了 笑音音的面孔 随手便把好东西 扔给了徐年 徐年拿在手里一看 一个老旧的笔歌 这就是在修身灵外 青会交给元贞的圣人笔歌 圣人笔歌会怎么 跑到了白去宗的手里 这个问题似乎也不需要问 想想白去宗的 享誉天下的名号 似乎就不难理解了 到时候 都明知是道了 还能是怎么来的呢 不过 这可是送上了一件大礼 徐年沉阴片刻 问道 白前辈 此物 珍贵你就这么赠予我 白去宗耸了耸肩 解释道 儒家圣人用过的笔歌 在这修身灵里 还能感应到 乃至圣人笔的方位 当然是珍贵无比 但东西 再珍贵 也要发挥出作用才行 物尽其用才是正理 恰好这笔歌在我手里 却没太大用处 凭借到手的本事 可以在这修身灵里的穿梭自如 却难以得在这修身灵中获得认可 也就得不到任何机缘 修身灵的幻境考验 可不只是看你在幻境中做什么 还得呼应本心 白去宗在来找徐年之前 就已经拿着圣人笔 歌去找过圣人笔了 但方位可以确定 他却无法得到那只圣人笔 如若不然 天底下最大的贼 哪可能上赶着来当散财童子 东西 我就赠予小兄弟了 拿不拿得出那只儒家圣人留下的笔 是小兄弟你自己的事情 我就不管了 反正那只圣人笔 只要不落入佛门突驴的手里 我就没啥意见 一口一个突驴 听得出来白去宗 似乎对佛门不太满意 走了 回去还得要叫张丫头练剑 青山侠客后退了一步 身影便已没在白雾当中 不过仍有一句话留了下来 小兄弟下次若是再遇到我那孽徒 若是发生了什么冲突 如果有留守的余地 还请留我那孽徒一条性命 徐年看着手里的圣人笔歌 白雾阻隔之下 他不知道白去宗是否已经离去 耳目是否还在这里 但他依旧点了点头 我尽量 先前遇到到守徒弟的时候 徐年其实没有下杀手 不过那时并非是什么心词手软 而是想生情下来 问一问他身上那件散发出 和自己血脉相连气息的物品 有何来历 不过不亏是到守的徒弟 这身法可谓滑不溜秋 在有修身林中的白雾遮掩 没能倾注 有了圣人笔歌在手 徐年在这满是白雾的修身林中 成功感应到了一个方向 一路向前经历了数次幻境之后 见到了一张长岸 长岸之上空无一物 徐年走进长岸 手中笔歌微微颤抖 散发出某种强烈的意愿 如同离家有子中归乡 徐年感受到了这股意愿 他若有所思地 把笔歌放在了长岸之上 白雾倒卷 此地只剩下竹林苍翠 一支笔自虚无中浮现出 静静地搁在了笔歌上面 浑如一体 就好像从来都是如此 徐年走过去 想要拿起这支笔 但是这支笔重若千军 似有山河之势 他一下子竟然拿不起来 直到体内一缕缕散发金光的白雾涌现出来 溶进了这支笔 方才的千军之重 变成了红毛之青 这就是圣人笔吗 徐年拿起了这支笔的瞬间 本来就支离破碎的笔歌 似乎迎来了使命的终点 一寸寸化成了飞灰 融入了竹林白雾之中 徐年手中的笔轻轻颤抖 四在乌叶 在这略带伤感的氛围当中 徐年见到岸前浮现出一道身影 没有顶天立地的雄壮 但是他浮案长书 自有浩然之气酝酿而出 吹遍了整个天地 片刻之后 背影消失 只剩下了留有书与笔 又有一道人影浮现 他走到长暗处坐下 苦思良久才提起笔 为天地立心 为生明立命 为往胜记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短短四句 眼瞼一红 一红清光直冲云霄 抵挡天地乾坤 换来一片清朗 横渠四句 这道人影不会是姓张马 徐年张大了嘴 没想到这在前世大名鼎鼎 每个四他一样的键盘儒学家 都要倒背如流的横渠四句 在这个世界里已经出现过了 一字不差 这是如出一辙的儒家学问之下 诞生出的巧合 还是说 这不知多少年前的人影 和他来自同一个地方 徐年心里泛起嘀咕 莫名有种自己的台词 竟然被人抢先说了出来的感觉 这时 写下横渠四句 不知是否姓张的那道人影 在清光迪荡天地之后 却忽然陷入了迷茫 缓缓起身 后退三步向着长暗坐一 很明显 这是在向着 曾经在服暗长书的 那道人影坐一 我知我为何而读书 可是老师啊 我当如何才能做到呢 如何立心 如何立命 又如何记您的学问 如何像您一样 为万事开出太平呢 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在这迷茫之中 这道人影并未消失 而是凝固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在这之后 一道又一道人影 先后从白雾中走出 他们在长暗之上 留下了笔墨 都引得浩然之气 未然成风 可是那道凝固住的人影 却一动不动 直到有一道人影的出现 一草一木 皆寒至里 格物置之 耳后成圣 最后这一个圣子出来之后 浩然满乾坤 写下横曲四句的人影 也似有所悟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在四仙前那么迷茫 但写下格物置之的人影 已经消散之后 这道没有了迷茫的人影 却依旧还在 似乎还在等 等待着 是不是还会有其他人 给出答案 之后陆陆续续 又有几道人影出现 但似乎都未得到 这道人影的认同 不再有新的人影 出现了 但长暗上的书和笔 以及写下横曲四句的人影 依旧还在 还在等着 徐年心领神会 走到案前坐下 至于写什么 在横曲四句 已经被人抢先之后 他就已经在想了 刚巧 想到现在 正好有几句话用得上 我心急里 知行合一 不假外求 当之良知 比风尽 徐年回头看去 直接那道从未散去的人影面 带微笑点了点头 透露出心满意足 虽然依旧还未散去 似乎还在等着在徐年之后 还能有更多人给出答案 但是随着他的点头 一红清气 冲开了修身林中的白雾 引来无数的浩然之风 吹得整片竹林 犹如碧海翻掏 洒洒作响 书院当中 沈其风 一次又一次 无视了陈杭虎 想要下棋的明示与暗示 正在与这位老将军 漫谈山河风光 却在说到一半时 猛然闭上了嘴 正正地望向修身林 这对于举手投足 仪态自成的 有路书院沈院长而言 已经是极为反常的 失礼之举了 陈大将军 恕我失礼 暂且先适配 发生了何事 陈杭虎没有问 因为他虽然不是儒家修行者 但同样也感应到了 修身林的异样 冲天起的清光 八方俱来的浩然之气 这是何等惊人意象 不用说 在书院里的周青 何其是 顾道之 这三位大先生 就连在三十三里外的 玉京城之中 也有一道道目光 疏然望向了书院 还有在距离书院 已经不远的道路上 一位玉色衣装 脸色略有苍白的赶路人 他在低声咳嗽时 疏然抬起头 遥遥望着那一道 冲天起的清光 清光冲天起 浩然满乾坤 这么多年过去了 儒家又有圣贤气象 会使沈其风有所精进 可嗨嗨 玉色衣装的赶路人喃喃着 话还没说完 就忍不住又咳嗽了两声 继续赶路 修身林外 原本只有何其是一位大先生 而现在 九居楼台华山河的 孤岛之来了 应该在评审秋式 考生的周青也来了 三位大先生 齐聚 院长沈其风也未曾缺席 来到了修身林之外 只是这修身林 纵然是他们四人 隔着白雾阻隔 也无法获悉 里面发生了什么 只能从这清光之中 赶至一二 院长 这是 我们儒家又要出圣贤了吗 沈其风默然片刻 摇摇头 不 这并非是新的圣贤 是先贤魏宰灵 留在修身林中的 一缕意念被引动了 不是新的圣贤 但是和其是三人的心情 也难以就此平静 魏宰灵是何人 圣人的关门弟子 这是 谁在竹林之中 竟然得到了如此巨大的机缘 得到了魏宰灵的认可 沈其风继续说道 这其中 我还感觉到了一丝圣人的气息 应该是 圣人留在修身林里的那只笔 修身林里的圣人笔 终于出世 这本该是个好消息 但是和其是却心头一沉 因为在不远处 还站着佛门的得到高僧清晦 他那高僧转世的徒弟 可是拿着圣人笔 割进了修身林 就是冲着圣人笔去的 会不会是 圣真和尚得到了圣人笔 凭此得到了魏先贤的认可 和其是提出了最糟糕的可能性 如果真是圣真在修身林里 好事成双了 圣人笔带不带的回韩巫国 还得打个问候 可这得到了先贤的认可 就没处找不回来了 修身林里 只是前人留下的一缕意念 哪怕在这修身林中 能得到滋养 在这片天地之间 也终究是无根之水 每一次认可激发出的力量 都是难以弥补的损耗 沈其风沉引道 稍安勿躁 不管修身林外如何纷纷扬扬 引发了这一切的徐年 正在挖地 做什么 栽竹苗 与长岸有关的往日幻象 全都消散之后 岸上多出了一株竹苗 圣人笔传递出了 要让徐年栽竹的一年 栽在什么地方没有讲究 随便就好 反正这长岸周围 也有许多脆竹 徐年就在旁边挖了个坑 栽下了脆嫩的竹苗 徐年看着亲手栽下去的小竹苗 心里有些古怪 听和霄介绍 这修身林中的竹子 都是一位位大如亲手栽下 这颗小竹苗 恐怕是偌大一片竹林之中 唯一一颗出身不同的吧 由道门大真人亲手栽下 长岸浮现出来的往日幻象 大概就是这修身林里的终极考验了 如今它已经通过之后 再拿起圣人笔 就能感觉得出来 已经不再需要那一缕缕 散发金光的白雾 象征着的认可 徐年依旧能轻易拿起这只圣人笔了 或者说 这只圣人笔 已经彻底认可徐年 也正是有了这份认可 徐年才从圣人笔中 获知了更多信息 这只笔 确实是那位儒家圣人之物 留在这修身林中 也的确是为了成为一桩机缘 留赠后来人 不过 大概就算是儒家圣人 也会有未曾想到的发展 一位为后来者再次栽竹 壮大这片竹林时 留下的一缕缕意念 再与这只浸染了圣人气息的笔 在今年累月的接触之中 产生了微妙的融合 简单来说 原本那些大如先贤的意念 难以留存这么久 哪怕没有在一次次认可中 被感悟殆尽 也会在这片天地的岁月洗礼中 消磨成空 是这只圣人笔 极大程度地抹平了岁月的洗礼 数百年如一日 维系着修身林里的一道道 由儒家前辈们 随着栽竹一同留下来的意念 徐年可以拿走这只 蕴含儒家圣人气息的笔 但这样一来 留在这片修身林里的一缕缕意念 也将不再能长期存在 此地机缘 除了实打实的大如一物之外 那些难能可贵的学问思想与传承 都会在岁月冲刷中消磨一空 系统说的 百世遗则焉能独断 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吗 徐年笑了笑 把圣人笔放回了长岸上 他得到的已经够多了 那道写下横曲四句的身影 在满意之后 一红清光引来的浩然之风 可都尽归了他 何必贪求 何况 虽然说来有些投机取巧的嫌疑 但徐年刚才也在修身林里栽了足 留下了一道意念 以待后人感悟 最先从修身林里出来的 是一名书院弟子 脸色苍白 受了些伤 何肖惊讶道 钱师弟 你怎么弄成这样 钱子路摇摇头叹了口气 修行不够 在修身林中不仅一无所获 还伤到了自己 让何师兄见笑了 苦涩的笑容里 恰到好处流露出了自责与懊 修身林里的幻境考验重在问心 正常来说不会受伤 不过凡事无绝对 而且 钱子路正黯然神伤着 也不是追问的好时候 何肖安慰道 这有什么可笑的 不如意才是人生常态 我们修行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够逆流而上 不要多了志气 何师兄说的对 钱子路点了点头 看了眼站在不远处的沈其风 和三位书院大先生 何师兄 我身体有样 就先回去休息了 嗯 好好休息 在钱子路之后 其余进了修身林的人 也陆续出来了 陈献虎 雄鱼 诸葛台 三人神情不一 但各有各的收获 交流着他们 在修身林里 遇到了什么样的幻境 只有叶依奎出来时 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而且在修身林里 什么机缘都没得到 叶兄 你在修身林里 经历了什么 没 没什么 叶依奎不想说 不管谁问他 他都是强颜欢笑地说一句 没什么 然后摇摇头 闭口不谈 在修身林里的经历 陈献虎几人既有担心 也有疑惑 但叶依奎是他们认识的朋友 又不是带审问的犯人 既然不愿意说 再多的想法 也得憋回心里 不可能逼着他开口 元真也出来了 出来时 双手还捧着一支笔 陈献虎 眯了眯眼睛 修身林外的风 顿时变得肃杀了几分 不过元真的神情有些奇怪 并没有圣人保物到手的欣喜感 反而满脸都写着茫然 和大先生 在看到元真捧着的那支笔后 眉头也仅仅是皱了一会儿 紧接着像是没憋住 笑出了声 噗 和消费 爹 你笑什么 眼看着圣人留在修身林里的笔 都落入佛门之手了 他看着都快急死了 怎么你还笑出来了 我笑什么 哈哈 之前这小秃驴 拿着圣人笔 搁进修身林 搞得这么紧张 结果到头来 却莫名其妙 捧这么一支寻常无奇的笔出来 我笑一下怎么了 和消愕然 这笔是寻常之物 和气是点点头 除开破旧的有些厉害 这样的笔 在沿街卖笔墨纸烟的铺子里 就能随便买到 何止是没有特殊之处 本身也平平无奇 估计都不够格 摆上林柱格的货架 林柱格 是玉京城里有名的文房铺子 元真也发现了 这支笔极其普通 不具备任何力量 怎么看都不像是儒家圣人随身之物 所以他才会茫然 清晦也看出来了 这只是一支普通的笔 老和尚皱眉道 元真 笔歌没有发挥出作用吗 不 师父 笔歌只出了方位 可我到了地方 就只看到一个石桌 桌上就摆着这支笔 清晦沉音片刻 说道 笔歌呢 师父 在这儿 从元真手里 结果删字形的笔歌 紧紧端向了一会儿 清晦已然知道了原因 老和尚漠然无言 良久后才无奈道 这并非是我给你的笔歌 你被骗了 元真吃了一惊 什么 可是师父交给我笔歌之后 我一直不曾离身 怎么会成了假的 这 都怪徒而办事不力 还请师父责罚 清晦长叹了一口气 摇摇头 罢了 怪你又有什么用 看来这儒家圣人的遗留之物 与你我无缘 与我们佛门无缘 与韩无国无缘 不过最后这句话 可就不能说出口了 费尽百般心思 到头来是功亏一篑 就是不知道 会是谁偷粮换主 从他们师徒手中 摘走了桃子 清晦想起了 之前修身灵中的冲天清光 会是同一人吗 事已至此 清晦和元真师徒 再留在有路书院 也没了意义 这里毕竟是在大雁疆土之内 之前冒着风险 是为了谋划圣人笔 如今谋划已然落空 每在大雁多停留一刻 都将多承受 一分不必要的风险 清晦大师不再留几日吗 我还想和大师促膝长谈 讨教一些佛法呢 和大先生此时的笑容 不再是礼貌 而是发自真心 虽然不知道 究竟是出了什么样的变故 但老兔驴的算盘已然落空 他之前有多忧心忡忡 现在就有多开心了 要不是当着沈院长的面 要顾忌着斯文 他都想拍手称快了 面对和其事的挽留 清晦就像是听不出 这话里的言语打趣 老和尚双手合十 微微笑道 这几日多谢和先生款待了 以后有机会 再来有路书院 与和先生畅谈 好好 一言为定啊 清晦大师 我等着你再来 清晦和元真 这对佛门师徒 离开了有路书院 没能带走圣人笔 所以 也算他们逃过了一场劫难 书院深处的大将军 陈行虎磕着瓜子 眯着眼睛 眺望着修身灵 等待着清光冲天的 异象对应之人出现 任由那对佛门师徒 空着手离开 懒得多看上一眼 最后一个 从修身灵里出来的是徐年 陈县湖几人 隐约从这位道门 大真人身上的气息 与进修身灵之前 似乎不太一样了 但是一时间 却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唯有身为儒家修行者的 和霄瞪大了眼睛 似乎怕看错了 还揉了好几遍眼睛 不会错了 之前冲天起的清光 就是对应的徐兄 可是 一个道门大真人 竟然得到了儒家心弦的认可 这是如何做到的 沈其风打量着徐年 他比和霄看出来了更多 徐真人遇见了圣人别 徐年不认识 走向自己的儒山中年是谁 但是看到 和其事都陪在他身边 大致也能猜出来 这读书人的身份 有路书院 在大先生之上 可只有院长了 徐年微微点头 沈其风又问道 徐真人得到了先贤认可 也未能将圣人 留在修身灵里的笔带出来吗 徐年想了想说道 非是不能 而是不愿 我既然已经从中得了机缘 又岂能为一己之私 绝了栽竹的前辈们 留给后人的这条路 沈其风显然是听明白了 这位有路书院的院长 愣了片刻 连续说了几个好字 然后 他向着徐年 深深做了个一 沈其风都拜了 和其事 他们三位大先生 也自然是紧随其后 在场的其他书院弟子 哪怕是一头雾水 但院长和大先生 都作为表率了 他们还能站着不动吗 不动 就是不通礼仪了 一时之间 修身灵外 包括何肖在内的 有路书院弟子 都向着徐年作义 这突如其来的奇奇异理 弄得徐年都有些不知所措 几位先生 这是做什么 我可当不起 从前世算起 都是徐年给老师们行礼 这突然就反着来了 而且换算一下 这还不是一般的老师 最起码也得是个清北名校的级别 沈其风也没多拜 他执起腰杆后 微微笑道 徐先生为我儒家后人留下香火 放弃了圣人之力 若是都不值得 我们这一礼 岂不是我们不懂礼数了 一支笔从书院深处飞了过来 雅致精巧 笔身转刻着春风二字 沈其风将这支笔 承在手中递给徐年 徐先生得了先贤 馈赠的浩然之力 可毕竟不是儒家修行者 我的这支笔 虽然远不及圣人遗留 不得徐先生为我儒家所做的十之一二 还请不要推辞 既然沈其风都这么说了 徐年也就长者赐不可辞了 那就多谢了 沈其风摇摇头 这是我谢徐先生 徐年接过春风笔 想起了一件事情 趁机问道 请问书院弟子之中 是不是有个叫前子路的 进了修身林 却有此人 徐年沉阴片刻 问道 还能找得到他吗 沈其风若有所思 这就得找了才知道了 有路书院的院长 要在书院里找一个人 这效率自是不用提 没过一刻钟 消息就传了回来 前子路找到了 但找到他的时候 人昏迷在了房间里 倒是没什么性命危险 只是根据前子路自己所言 他在进修身林之前 就已经昏了过去 之后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答案显然易见 是有人冒充了前子路的身份 在众目睽睽之下 进了修身林 徐年点到为止 主要是确认下前子路本人的安危 没有透露更多 不过沈其风 似乎也已经心中有数了 只是再次谢过了徐年的提醒 没有追问半句 离开有路书院 徐年才从陈县虎这里得知 那位向他作医的儒山中年 正是有路书院的院长 大儒沈其风 驶向玉京城的陈辅马车内 陈县虎叹气 大哥可惜了呀 徐年疑惑道 可惜什么 可惜大哥 你是道门中人 如果你是儒家读书人 感觉沈院长都会把你 清点为有路书院下院院长了 大哥要不考虑考虑 转修儒家 之所以是转修 不是兼修 因为兼修 最常见的都是兼修五道 像是佛道 如 这三教之内 甚少有人能做到兼修 毕竟三教在思想理念上 多少都有些冲突的地方 如何将理念贯通 都是一大难题 更别说一起修行了 走火入魔的风险极大 雄鱼猛地一拍大腿 陈县虎呲牙咧嘴 因为这胖子拍的是他的大腿 胖子 你坐身 你傻啊 咱们大哥要收到门七八品转修儒家就算了 五品大阵人也转修 这少的五品你来不 陈县虎想想也是 刚才只顾着感慨 徐年在修身林里的机缘 一个人比他们其余几个人加起来还要丰厚 却有点忽略了 徐年本身就是五品大真人 他一个人 本就比他们几个加起来还强 等一下 什么叫咱们大哥 我是不是你兄弟 嗯 是吧 雄鱼在拍大腿 这次是拍的自己的了 用着理所当然的语气 笑嘻嘻说道 你是我兄弟 他是你大哥 不就是咱们大哥 陈县虎无言以对 诸葛台微微笑着 算是附和着当下的气氛 不过叶依葛坐在车厢角落里面 从修身林里出来 他就有些沉默 到现在 更是一语不发 也不知道 在修身林的幻境之中 到底是经历了什么样的打击 好好一个江湖侠客 竟然成了这么个样子 陈县虎觉得 这么始终憋着 也不是个事 刚想再问个清楚 却忽然感觉到 马车竟停了下来 少爷 有人拦路 有路书院 距离玉京城 不过三十三里 京畿之地 竟然还有人敢拦路 还拦的是 挂着陈大将军府记号的马车 少死不成 陈县虎掀开车帘一看 只见在马车前方 看到了一大一小 两个光头 拦路的是突驴 是那已经离开了有路书院 来自韩吾国松度寺的佛门师徒 陈县虎暗自皱眉 但却笑着喊道 两位大师 这是要化缘吗 好说 我陈大将军府 乃是击善之驾 两位大师 不如一并上车吧 随我们一起 到了京城 保证招待好两位大师 这是以为 来自韩吾国的两人 不认识马车上 代表着陈大将军府的记号 故而爆出家门 大宴王朝的大将军 普天之下 只要是通了人烟之地 都晓得这一名号的含义 阿弥陀佛 慈眉善目的亲会 双手合十 微微笑道 老那先谢过陈师主的大访 不过此次 并非是向陈师主化缘 而是我等师徒 与徐师主有缘 当有一序 徐年微微皱眉 走下马车 秦慧的面容愈发慈祥 犹如见着了众生悲苦 他双手合十 朝着徐年一拜 可见师主与我佛有缘 可愿随我等师徒 回佛门一叙 佛门 有入书院的院长沈其风 都没说过要留我在儒家 你却要带我回佛门 几个意思 徐年摇摇头 道不同 没什么好叙 非也 师主寄绝的 众生皆佛 既是佛 怎么与老那不是同道 怎么不该回去见我佛呢 秦慧再世双手合十一拜 这一次 他声音愈发沉闷 到最后 犹如天雷犯音 滚滚而来 脑后一显出 琉璃般璀璨的金光 普照四方 马车之内 哪怕有车厢阻挡 可这金光 却依旧穿透了进来 陈县湖几人顿时一正 他们在挣扎之中 竟然也学着清晦 做出了双手合十的动作 口中送道 我佛 有缘 陈县湖几人 竟在佛光之中 双手合十 口中轻松 竟是有了些宝箱庄严质感 七情六欲 结成破裂的泡影 只剩下了佛光满面 这时 天地因一念而明 降下的磅礴气机 碾碎了普照佛光 佛光破碎 陈县湖几人的表情不再如一 看着拦下马车的清晦和尚 他们很快意识到 方才发生了什么 惊怒与后怕 逐渐浮到了脸上 如果不是徐年出手碾碎了佛光 他们继续沉溺到其中 恐怕就真要 从此与佛门结缘 此后顿入空门 只知道吃斋念佛 双手何时喊着阿弥陀佛了 陈县湖怒急而笑 喝骂道 突驴 你好大的胆子 敢在玉京城外强行度人 你是不是以为 仗着些许佛门修为在身 我大雁就无人治得了你了 陈施主多虑了 老那此行与你们无缘 只为带走与我佛有缘的徐施主而已 在这玉京城外十几里的地方 带走陈大将军府的少爷 清晦没这么狂妄 他很清楚 自己现在还能站在这里 不是因为大雁王朝没能力对付他 只是因为 起码在名义上 他只是带着徒弟游历四方 在没有闹事 或者牵涉到直接的利益之前 大雁王朝自持礼仪 不屑于动手而已 就比如 如果之前元真从修身灵中 带出了圣人笔 大雁王朝绝对不会不管不顾 只不过 他提前准备了用以应对的佛门至宝 又逃回韩吾国的信心 方才佛光普照 又要度化的目标是徐年 例如陈县湖几人 不过是被波及到了而已 但令清晦没想到的是 被佛光波及到陈县湖几人都中了招 反而是被照耀最深的徐年没事 不仅没事 还出手碾碎了佛光 阿弥陀佛 没想到徐施主既是道门大真人 施主既与我佛有缘 又何必误入其道 当与我回佛门重修佛法 洗去尘世千华 方知我才是我 徐年皱着眉头 体内灵力运转成周天 天地与之呼应 如有大势将起 陈兄 你们先避让一下 陈县湖几人没有半句啰嗦 留下一句小心之后 他背上了只是个普通人的臣服马夫 飞速后退 清晦是正德金刚果位的佛门高僧 用天下共用的九品镜作为划分 这老兔驴可是实打实的五品镜强者 陈县湖在是乾隆榜排名靠前的五道天骄 现在也没资格参与到这种层次的战斗之中 如果硬要逞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方才的一个照面就已经很明显了 仅仅是余光照耀 他们就会被洗去七情六欲 迈向空门 留下来 体现不出什么同生共死的过命交情 只不过是拖徐年的后腿而已 何兄 你回有陆书院 我回玉京城 我倒要看看 这韩无国的老兔驴 在这玉京城外 有脊梁拿来嚣张的本钱 真想要帮到徐年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搬救兵 不是陈县湖 不相信他大哥 只是就算徐年也是五品镜 可毕竟还年轻 哪怕从娘胎里就开始修行了 满打满算 又能有多少个年头 清晦这老兔驴 可是实实在在占着个老的便宜 大哥要是能收拾的了 这老兔驴当然最好 要是不行 搬来的救兵 便是留下了一条退路 孙儿 这么火急火凉 是想上哪去啊 正要分头去搬救兵 一位头发花白 骨架极大的老人 大笑着大步走来 出现在陈县湖几人的面前 爷爷 你怎么在这里 陈县湖愣了一下 紧接着看向 已经在行礼拜见 陈府老太爷的陈府马夫 顿时回过未来 怪不得让他安心在修身林中 寻求机缘就好 原来这桩事情 是有爷爷亲自在作证 这就万事无忧了 叶依奎等人悚然一惊 这老人 就是复国十九的 大雁大将军陈杭虎 既是朋友的家中 长辈也 又为列王朝武将极致 于情于礼 几人都是行礼见过 神色恭敬 陈县湖撇了撇嘴 爷爷 你不厚道啊 人在有陆书院 都要瞒着我 头发花白 但精神绝朔的陈杭虎 比起杀伐无数的将军 更像是斗着孙儿的和爱老者 笑呵呵地说道 你这不是 已经知道了吗 这老秃驴 都对你孙子我动手了 爷爷 你难道能忍 你当你爷爷 还是几十年前呢 都一把老骨头了 怎么还能动不动 就跟人动手 不着急 先让我见识见识 徐真人的神通法术 开开眼界 不远处 战局的走向 与陈县虎的预料 有所不同 清慧和尚的佛门修为 确实高深 正得金刚果位的他 不仅仅是脑后 有一圈普照万物的琉璃金光 通体肌肤 都如同镀上了一层金色 化作了威严勇猛的 怒目金刚之相 可是这老和尚 所要面对的天地之力 却滚滚而来 仿佛无穷无尽 在这天地惶惶之势的 轻压之下 还有九道释放着 凌冽剑意的流光不断游走 让清慧和尚 不得不疲于应对 因为这九道流光虽纤细 却极为锋利 最开始 他仗着佛门金刚之躯的 不坏之力应当 但所谓不坏 其实也是上线罢了 哪可能真的金刚不坏 流光刺中金刚之躯 便会激起金光震荡 剑意刮过之处 金色都暗淡了几分 如果放任不管 仅仅是这九道流光 都能破掉清慧和尚的 金刚之躯 天地大势之下 清慧的佛光 已经比之前暗淡了不少 他仅仅皱着眉头 不知大雁王朝 何时又出现了一位 如此强大的道门大真人 竟然从未 听过 清慧以前也不是没有 和道门无品大真人交过手 但徐年的灵力之魂后 却实在是远超他的预想 打了这么骄傲 一直都在不计消耗地 催动着天地之势 竟然到现在 都不见有半点颓势 他的灵力 难不成真无穷无尽 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 徐施主 若是能出生在寒吾国 或是其他奉行佛门的国度 想来应该是佛门里的 一桩信使 反之 这便是祸事了 既是强大的道门真人 又能道出众生皆佛 这样的人 若不能皈依佛门成为佛子 那便是佛门大敌 与天地相争的佛光尽数收敛 清晦忽然就地盘坐 双手合十 口诵经文 有如泛因 打着打着 这老秃驴 怎么突然坐下来诵经了 徐年不知这是什么阵仗 但他没有坐视敌人 独条放大招的良好习惯 抬手之间 便以灵力深入大地 神通 父帝 大地翻涌而起 这曾经埋葬了 天魔教教主黄龙人 一道化身的神通 再次显露出威势 大地后得可再物 也可埋葬万物 轰隆隆 因为这是在京城之外 徐年不必控制这范围 避免波及无辜 全力施展之下 这门神通掀翻的大地 犹如数条地龙腾空而起 咆哮着 碾向了盘坐诵经的佛门金刚 请客间 山崩地线 木石炸裂 满天都是烟尘 尘土埋掉了佛门金刚 但是徐年却并未放松下来 因为他清楚地听见了 诵经之声还在继续 并未停止 施主 寄予我佛有缘 何不回头施安 言尘落定 清晦和尚的脚下 不知何时多出了一座如真似幻 介于虚实之间的连台 连台绽放出的十片花瓣 据是与佛门金光 如出一辙的琉璃金色 只是更加澄清 更加凝实 将整个大地翻覆之势 竟然是生生挡了下来 没让一粒尘埃 落落在清晦身上 在不远处观战 陈行虎看到清晦端坐着的连台 一双藏着虎卫的眼睛瞇了起来 佛门至宝十方连台 哼 难怪这老和尚赶来有路书院 原来是仗着这么一个后手 修身灵里的那支笔 是因为圣人随身携带 故而进染到了圣人的气息 才运生出些许一品敬之力 十方连台就不一样了 这是佛门之祖 与儒家圣人一样 同为一品敬的佛陀 亲手炼制的法宝 一直被佛门奉为至宝 号称万法不灭 一尘不染 陈献虎看到徐年的神通 被这十方连台挡了下来 当即怂恿道 爷爷 你这还不出手吗 把这连台抢下来 佛门岂不是就丢了至宝 而我大雁则多出一件至宝 抢啥子抢 想这么简单 陈航虎摇摇头 韩吾国是奉佛门为国教 又不是佛门属于韩吾国 十方连台一直都在 佛门圣地里供奉着 哪可能让亲会老和尚带来大雁 这只不过让他隔空 借用了十方连台的些许力量而已 不过 虽然是隔空借用的力量 但得益于十方连台本身的品质足够高 实实在在蕴含着佛陀之力 哪怕经过隔空降下力量导致的损耗 依旧是极为恐怖的了 纵然是无品大真人的神通 都难以印含 借助十方连台之威 隔开了徐年所有法术神通 轻会脑后佛光暴涨 再次度化 徐施主 还不回头 与老那归一佛门 更待何时 普照的佛光之中 蕴含有连台之中的一丝佛陀之力 徐年刹那间心神失守 轻会趁机而入 就要为徐年结下佛源 在他的心壶当中 种下一粒佛道种子 以后只需培养这粒种子发芽 他便自然会舍弃前尘 顿入空门 这老和尚仗着佛门至宝推欺负人 不抽他一顿是说不过去了 陈行虎皱着眉头 看出局势对徐年已然不妙 向前猛地踏出一步 犹如猛虎出山 山林都在震动 这句上了年纪 已经是一把老骨头的身体里 爆发出如鸳似海般的血气 叶依奎等人 仅是站在旁边 就感到一阵呼吸不畅 但同时 他们又有些兴奋 今日要看到这位大将军出手了吗 可是下一刻 陈行虎忽然移了一声 又收回了气势 他嘀咕道 怪了 清会老和尚都要得手了 怎么突然不动了 谁也不知道 清会和尚在占据上风 侵入到徐年心神之后 究竟发生了何事 但他们都看到 在下一个瞬间 这位佛门高僧 端坐在万法不灭 一尘不染的十方连台之上 竟然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连同照耀漫天的佛光 都犹如风中 残竹般飘摇 似乎随时都会熄灭 在下一瞬 徐年重新稳住了心神 却见刚刚还要强行度化 他带回佛门的清会和尚 竟然端坐在连台之上 用一种极其古怪 似哭似笑的神情望着他 如同沙漠里的苦行者 遇到了单灵 又如同一步一扣手的朝圣者 漠然回首才发现 竟是走错了路 那张皱纹丛生的脸上 已经不再是慈眉善目 大喜与大悲融在一起 悦然而出 所有的悲悯 都已经顾不上天地众生 而是朝向了自己 佛 我看到了佛 众生皆可成佛 你是对的 众神皆佛呀 你真是佛 我做了什么 你既是佛 见你便是见佛 我又怎么可以带你回去见佛 我见你 不是你与佛有缘 是我与佛有缘 佛是唯一 佛是众生 哈哈 不对 都彤彤不对 佛就在你心中 佛就在你心中啊 佛就是你 你就是佛 清晦忽然扬天狂笑 壮若癫狂 本就飘摇如蚕竹般的佛光 在这几声大笑之中 炸成了漫天的金色火星 而后 全部熄灭 如陈献虎他们一样 元真也为了避免 被无品尽的战斗波及 退到了远处 他此时看着师父 如同癫狂的模样 听着那些在佛门之中 堪称大逆不道的话 从师父口中说出来 此情此景 总觉得有似曾相似 像是自己从徐施主口中 听到众生皆佛之时 不 不对 师父比当时的自己 更甚一筹 不过徐施主明明什么都没说 是师父侵入了徐施主的心神 为何会成这样 师父 他在徐施主的心神里 遭遇了什么 不 不对 不会是这样 佛是唯一 是众生 是你 都不对 不对 一定不对 所有人都错了 还是 我错了 佛 我要见佛 清晦大喝一声 似乎在这癫狂之中 找到了一点仅有的清明 双手往连台一拍 连台飞出一道琉璃佛光 卷上圆针 师徒二人 在十方连台的庇佑之下 远顿向西方 徐年出手阻拦 天威浩荡大地翻覆 九道流光齐出 陷入癫狂的清晦和尚 虽然佛光熄灭 可这十方连台 却依旧无愧于佛门至宝 万法不灭 一尘不染 不过在冲破了天地与流光之后 本就介于虚实之间的连台 也更加淡化了几分 眺望着十方连台 顿向西方 如虎环似的那把老骨头 最终也没有出手拦截 孙儿 带着你朋友先回京城吧 爷爷还要等一个人 就不和你们一起走了 几乎是掐着点 陈县虎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便有一位 玉色衣裳的赶路人 来到了陈航虎面前 大将军为何不让我出手 他像是染了风寒 身体不太好 紧紧说完这句话 便重重地咳了两声 陈航虎伸出大手 在他背上拍了两下 抚平着躁动不安的气血 没必要啊 我这一把老骨头了 你这又病得不轻 跟他一个老兔驴叫什么劲 强行破去十方连台的力量 就为了杀个无品劲 这可不划算 赶路人止住了咳嗽 不置可否 陈航虎又说道 况且啊 咱们沈院长都忍不住 夸上几声好的这位道门大真人 也不晓得是有什么本事 竟是动摇到了 清晦这老兔驴的佛心 连佛光都破碎熄灭了 佛门讲一个我佛唯一 但徐真人似乎告诉 那对佛门师徒众生皆可成佛 还让他们信了 虽然这可能性不足万分之一 但万一 这俩人要是回了佛门之后 还没忘掉徐真人的众生皆可成佛 你说 他们能活着回去 是不是比他们死在大焰更好 并若缠身地赶路人点了点头 轻声说道 如果能动摇到佛门的信仰 哪怕只是一丝一毫 他们活着回去的价值 也远胜死在这里 无品尽虽强 但一人之死 也撼动不了佛门的身后根基 可这信仰的动摇 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陈行虎笑着问道 说起来 逢守座此次离京 收获如何 信不辱命 应该能让圣人满意 如此最好 大哥牛逼 这清晦老兔驴 也是成名已久的无品尽强者了 在大哥面前 也只有落荒而逃的份 回玉京城的陈府马车内 朝着徐年竖起大拇指 说出这句话的 并非是陈县虎 而是雄鱼 陈县虎微微愣神 他竟然 被抢了仙计 徐年笑着说道 侥幸而已 这次是陈县虎抢着说道 大哥谦虚了 那老秃驴 还仗着有佛门至宝相助 都只能夹着尾巴跑掉 要是大哥也有同等级的法宝 他都不是大哥的义和之敌 十方连台 确实很关键 如果清晦不是借助十方连台之力 想要强行度化徐年 入侵了他的心神 恐怕分出胜负 还要些时间 徐年凭借着仙灵根的底蕴 灵力根不要前世的泼洒 全程压着清晦打 但佛门精刚的不坏之力 也非是等闲 就像是个厚重的乌龟壳 想要砸开也不容易 清晦在徐年的心神之中 经历了什么 别人不知道 但徐年自己清楚 是他在修身灵里 没有带出圣人笔 获得的系统选择奖励 佛在我心 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仅仅是个百看的特效 但这显然 对佛门修行者有奇效 什么都不用做 仅仅是在徐年的心神之中 见到了佛 单纯就只是这么一个所见 就等于是输出成敦的精神伤害 修为越高 佛法越深 越容易受伤 越容易受伤 也就是越弱小 所以 以后佛门修行者 在徐年面前 修为越高 就会变得越弱 徐年回到百怀堂 张天天正在练剑 这丫头跳脱是跳脱 但吃苦也是 真能吃苦 决定要练一手剑法以来 每天都是勤学苦练 从不懈怠 张天天的剑道天赋 算不好上 甚至在跟着学剑的几人当中 是最低的 既比不过五道天骄陈县虎 也不如灵光一闪闪个不断的徐年 比起从小就与刀剑打交道的楚慧杰 也差了些许 某只只会挥筷子戳数只的小狐狸 单论天赋 更是论外的级别 连堂堂道首都有被震撼到过 但张天天肯学肯练 又有白去宗用心指导 见到进度并不慢 徐哥回来了 就是考得怎么样 张天天刺出一剑收回 擦了擦汗 看着走进来的徐年 笑着问道 他当然知晓 徐年不是去考试 徐年也配合他的玩心 故作惋惜地叹了口气 考杂了 今年没戏 没事没事 徐哥还年轻呢 明年再接再厉 寒窗苦读十年都不嫌多 反正只要有一招闻名就行了 张天天笑嘻嘻地说着 旁边传来白去宗的声音 徐小兄弟 咱俩聊聊 徐年走了过去 正好也有事想问问这位到手 喂 老白你要做什么坏事 当我面不能说 张天天也只是嘟囔一句 他还要继续练剑 院子的一角 依旧是冒充着 剑葵的倒手斜斜 依靠着一株老树 还别说 剑客风流的那种韵味 拿捏得很死 那只比怎么样了 没让老徒驴抢走吧 嗯 多亏白前辈相助 白去宗汉手 微微眯起眼睛 感觉到了徐年的气息 有了些许不同 你这是 儒家的浩然气 得了些机缘 不错呀小兄弟 你身上这份机缘可不小 不过那只笔你没带出来吗 徐年摇摇头 把圣人笔对于修身灵的作用 又说了一遍 由此心性 难怪能在修身灵里得到机缘 虽然是扬名天下的贼 但白去宗不仅没有可惜 徐年竟然不把圣人笔据为己有 反而表示出了赞赏 白去宗 就是问一下圣人笔 最后如何了 也没别的事 徐年沉映了一会儿 拿出那没进着一滴精血的玉佩 白前辈可知道 这是什么 白去宗都不用拿到手里端向 仅仅是看了两眼 就看出了玄机 这倒是个稀罕玩意儿 叫做寻清血域 效果就和名字一样 能用于寻找血脉 只需要将一滴精血渗入其中 之后 不管是什么人拿在手里 都能感受到 这滴精血的后代在什么方位 不过记住仅限于后代 这一滴精血的郑主 以及郑主的长辈 或是配偶都不在此恋 说完功效 白去宗喝得笑了一声 笑容玩味 以前高门大户 甚至是皇室贵族 对着玩意儿需求比较高 毕竟 如果家里出过什么烟杂事 不确定 孩子是不是自己的 用这寻清血域 也能辨别出来 比单纯的滴血认清靠谱得多 寻清血域 不能反复使用 滴入精血之后 就只能指向这滴精血 郑主的后代 而且 大约一个月之后 随着渗入狱中的精血 失去活性 血域也就没有了寻清的功效 不过这种极为特殊的血域 早就已经绝产了 用一块就少一块 又被那些豪门大户 需求了这么多年 现在已经是一欲难求 有价无事咯 小兄弟这块 是哪来的 徐年手握着寻清血域 沉吟了片刻 说道 这块寻清血域 是在修身林中 遇到白前辈 你那位徒弟的时候 交手时 从其身上掉出来的 白去宗笑容里的玩味 顿时凝固了 变成了苦笑 我这孽徒 应该是没有成过亲 没有什么后代 要找才是 身上带着这块寻清血域 应该是在找什么人 徐年已经感受到了 寻清血域的气息之意 一共有两道 一道就是指向他自己 所以 当时在修身林 见到冒充前辞路的 道手徒弟 他才会感受到 血脉相连的气息 而另外一道 应该是在京城之内 如果他没弄错 指向的是 那座镇国公府 寻清血域之中的 那滴金血属于谁 也就不难猜出来了 徐年想起大婚时 陈县虎曾经说过 镇国公府 有能找到私生子的法子 答应会尽快 把人送到陈大将军府 如今看来 这枚寻清血域 就是镇国公府的法子 可是从结果来看 镇国公府 却没有找到徐年 而是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 找到了一位私生子 这枚蕴含着 哲冲将军 一滴惊血的寻清血域 也不知怎么 就落到了 道手徒弟的手里 这中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道手徒弟 擅长冒充他人 寻清血域 能确定身份 沉思之中 徐年隐约抓住重点 询问道 白前辈 可有什么办法 能让寻清血域指错人 有点不太好意思 笑容也变得更难以描述了 已经渗入惊血的 寻清血域不会指错 不过这里面 也不是没有操作的余地 说来话长 我以前有个仇家 他怀疑兴取的小妾 送了自己一顶绿帽子 生下来的小儿子 不是自己的 就千辛万苦 找了一枚寻清血域 艳明真相 我知道这件事 后看不过去 男男女女 相如以沫共度于生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这人怎么能怀疑 他小妾不忠呢 这点信任都没了 也是不忠 所以我那时 就专门导过了一下 寻清血域 发现了一个小技巧 寻清血域 一定是指向那 低精血的后代 这点没得改 但可以在这 低精血上面做文章 具体方法 涉及到独门秘传 我就不和小兄弟戏说了 反正 我那仇家四个孩子 三个大的肯定是他的 小的不是 我又渗入了 经过我独门加工的 精血的寻清血域 调换了渗入了 仇家精血的寻清血域 之后 我那仇家彻底放下了借底 还因为怀疑 小妾心有愧疚 把小妾提为了平妻 从此婚姻幸福合家 欢乐 我也算是难得 做了件大好事吧 在背后守护了 他们一家的幸福 至于白去宗 怎么知道 他仇家的小儿子 不是亲生的 当然是因为 他知道 那个小儿子的 亲生父亲是谁 假如四个孩子 都是亲生 白去宗特制的寻清血域 就该是指向 不是亲生的结果了 徐年沉默了 他就想问问 有没有操作的余地 没想到会从白去宗的口里 听说了这么一个 最后走向幸福的仇家故事 不过 这算是哪门子的幸福啊 能从中能感到幸福的是 作为其仇家的白前辈 你自己吧 过了好一阵 徐年才回过未来 问道 所以 如果想要寻清血域指向谁 只要提前制作好 特殊的寻清血域 再与正品调换 就能起到误导的效果 白去宗点点头 嗯 差不多是怎么个意思 不过这是我的独门秘传 没有其他人会 如何离猫患太子 用特制的寻清血域 换掉正品的寻清血域 在这里反而不是问题 道手之名 还用得着强调吗 能偷的神不知鬼不觉 再偷的时候 顺便再放点什么东西回原处 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白去宗也已经反应过来了 周梅问道 我那孽徒 难道是用我教的独门秘传 在冒充谁的后代 徐年沉思了片刻 微微点头 如果我猜的没错 白前辈你的徒弟 现在应当已经回了郑国公府 顶着郑国公府私生子 和陈大将军府坠续的身份 不日后 就要送去陈大将军府了 白去宗愣了一下 语气古怪 这孽徒 玩得还挺大 一座郑国公府 一座陈大将军府 都被玩进去了 能不大吗 白去宗沉应道 徐小兄弟 这件事和你有关系 徐年点点头 白去宗没问 是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 猜也能猜出一二了 他只是说道 徐小兄弟给我个面子 孽徒这是交给我 如何 道手亲自出马 徐年乐见其成 只有一个需求 白前辈出马 晚辈自食乐得省心 只有这件事情 彻底与我无关就行 刚才还说与你有关 现在就要与你无关了吗 白去宗听懂了 微微点头 明白 小兄弟你放心就是 我保管这件事情 不管之前是有什么瓜葛 之后没人会觉得 与你有什么关系 郑国公府 只剩一条手臂的曹伯 看着不久前 才晃晃悠悠回了府的 私生子徐年 不知是在哪大醉了一场 满身酒气 走路都走不稳 老仆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只是微微欠身 年少爷这是去哪了 怎么一天都不见人 大夫人可有些不满 说您这样下去 礼仪没学到位 进了臣服 可会被人指摘 这位被老仆亲手 带回郑国公府的年少爷 笑嘻嘻地说道 曹伯何必拿大夫人压我 你真在乎他的意见 大夫人是老爷发妻 老奴自是尊敬于心 年少爷大大咧咧地坐下 给自己倒了杯茶水 直言道 你尊敬老爷 才不在乎夫人呢 听了这话 独臂老仆皱起了眉头 再度问道 年少爷 你这是去了哪里 烟柳河呀 曹伯你别说 这烟柳河的姑娘们 确实懂得疼人 舒坦啊 既然烟柳河的姑娘 这么会疼人 还能让年少爷 带着伤回来 被独臂老仆 一语道破了受伤这件事情 这位年少爷的表情 却没有任何惊讶与诧异 他非常自然地哈哈一笑 曹伯难道没去过烟柳河吗 那种地方 争风吃醋 也不奇怪吧 我虽然受了点伤 不过想抢我风头那人 只比我伤得更重 好歹是我打赢了 应该不算给郑国公府丢人吧 年少爷的表情与反应 都相当自然 起码曹伯看不出蹊跷 暗中跟着年少爷的护卫 也确实能证明 年少爷是进了烟柳河 直到不久前 才从烟柳河里离开 似乎只是寻花问柳 并无其他 只是烟柳河那种地方 不知混迹着多少达官贵人 与自诩风流的名士 就算是郑国公府的护卫 也不好无缘无故 大张旗鼓地进去找人 也就无法确定 年少爷是否真的是 在烟柳河里 待了整整一天 这种不确定 让曹伯感觉到了一丝异样 或许只是直觉在作祟吧 和陈大将军府的婚约 没有约定过 是不是私生子 所以年少爷可以代替成少爷 但是规定了 必须要是主卖后代 也就是老爷的子嗣 这就堵死了义子 或是用其他人冒充的可能性 如果这样做了 可就成了七军 既然如此 年少爷操劳了一天 想必正是疲惫的时候 老奴也就不打扰年少爷休息了 走出安排给年少爷的 独居的小院 曹伯不动声色 从怀中摸出了 甚至老爷一滴惊血的寻亲血雨 但是不管他 通过这枚寻亲血雨 感知多少次 散发出来的两道气息 依旧是清晰地指向着 郑国公府里的成少爷和年少爷 寻亲血雨不会指错 成少爷必是老爷嫡子 这也千真万确 所以这么看来 年少爷必然就是老爷 流落在外的私生子了 不该有错 难道是我太多心了吗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暗中操持着郑国公府 诸多事宜的独臂老仆 有些而怀疑 是不是自己谨小慎微过了头 已经到了多心多疑的程度 只要是老爷的血脉 年少爷究竟荒淫无度 还是风流不羁 又或者是暗中 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甚至是与谁谁谁合作 图谋着什么 其实都是次要的问题 次要的问题 当然也是问题 不能无视 但血脉这一点 必须是如假包换 千真万确 不出差错 独居的小院里面 连个伺候的仆人都没有 不过 这倒不完全是代夫人 苛代私生子 同时也是因为 年少爷自己不争取 一个人住着 似乎也怡然自乐 年少爷等到 独臂老仆的背影 渐行渐远 最终消失在了视线当中 他才一步两晃地 起身合上了大门 懒散的模样 像是醉酒之后急着歇息 但当大门关上 隔绝了院子之外 挤到暗中钉梢的视线 这位据他自己所言 一整天都在烟柳河里 寻花问流 还与人争风吃醋 才受了些伤的 折冲将军私生子 那张堪称俊美的脸上 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醉意 不再遮掩之后 反倒是身受重伤 导致的气血维米 浮上了表面 愈发加重了脸色当中的惨白 真是见了鬼了 郑国公府的私生子 明明就二十岁 流落在外 也没有郑国公府的资源培养 顶天了成就个七品 都是天纵之才了 怎么我遇上的 却是个盗门大真人 猝不及防挨了一下 还好是在修身林里 还能逃得掉 要不然可就把小命都搭进去了 年公子思绪翻涌 心念电传 怎么都想不通 究竟是哪里搞错了 混进有路书院的修身林之中 只是看看有没有浑水摸鱼的机会 碰巧依靠着吊包而来的 真正甚至那位折冲将军 一滴惊血的寻清血雨 感知到了正品徐年 也在修身林里面 原本就想着找个机会 和正品徐年接触一下 打探清楚底细和想法 看看是不是软柿子能否拿捏 如今修身林中有白雾隔绝内外 没人可以窥探 不正是个绝佳的机会 于是乎 年公子靠着寻清血雨的气息指引 在修身林的白雾中 确实找到了正品徐年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正品徐年 何止不是软柿子 简直是浅江猛龙 二十岁的五品精 这究竟是怎么练出来的 哪怕打娘胎里就开始修行 这也太离谱了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吧 会不会是正品徐年 就不是二十岁 但这也不对啊 郑国功夫再怎么离谱 也不至于把私生子的年纪都搞错了吧 毕竟这事情再荒唐 也是那位折冲将军自己做的 他能率大军征讨寒乌 总不至于糊涂到 连儿子多大的都算不清吧 而且 这郑国功夫是不是有病 放着五品大真人流落在外 要个突破个五福八品 都得依赖丹药的草包 简直是不可理喻 但不论郑国功夫再怎么不可理喻 年公子都身陷在此局之中 无法脱身 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反复思量着 接下来该怎么做 才能冒充好郑国功夫的私生子 小南 你这玩得不是挺大的吗 一下子把郑国功夫和陈大将军府都耍了进来 怎么还要一个人躲在这房间里 唉声叹气呢 背后忽然响起一道 语气悠悠的声音 年公子悚然一惊 急忙回头 立刻就愣住了 剑葵 不 不对 师父 神不知鬼 不知尽了郑国功夫的道手白去踪 看着不告而别阴性全无的徒弟 陈生说道 冒充着徐年的道手徒弟小南无话可说 怎么了 你以前不是能言善道 怎么现在哑巴了吗 没 白去宗面无表情 悠悠说道 学了我的本事 一声不吭就消失了 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有什么事 不能和我这个当师父的讲吗 还是说 你就没把我当过师父 只是想试试 能不能偷到道手的一身本事 不 师父 不是这样的 那到底是怎么样 你说啊 我 我不能说 现在还不能说 冒充郑国功夫的私生子 对你有这么重要 师父 这关系倒不止我一人的性命 但我真的不能说 不止你 还有谁 这也不能说 不能 师父 你们别逼我了 我真的不能说 白去宗微微眯起眼睛 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 要想做到风口纪炎这种事情 其实除了武力威慑 约法三章之外 有的修行者 也有在神魂之中 种下静止的能耐 让人无法说出 某件事情的真相 这种静止不常见 会的人很少 种下风口静止的条件 往往也很苛刻 比单纯的杀人灭口 要难上太多 但无一例外 只要被种下了风口静止 往往都很麻烦 根据具体方法的不同 风口静止的效果 也会有所偏差 就比如说出真相 这件事如何判定 有的风口静止 是根据主观判断 不能产生这个想法 哪怕实际上 什么都没说也不行 而有的 则是干脆限定在 几个关键词之上 说得再多 只要绕开这几个关键词 也没事 就是不知道这孽徒 是种了哪一种风口静止 白剧宗虽然是天下三旗 但他也有自己的短板 修为毕竟只有五品静 虽然远不是等线的 五品静能媲美 但至少在此时 他意识到了 自己的修为不够用了 连孽徒是中了 哪种风口静止 都探究不出来 你冒充郑国公府的私生子 是要做什么 这个可以说吗 小南知道师父这样问 意味着不会为难自己 顿时松了口气 能说 但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自己都冒充好 郑国公府私生子徐年 等着下一步的命令 是有什么人 要挟着孽徒做事 冒充郑国公府 之后 也就还要冒充 徐大将军府的女婿 是这两家的敌人 还是 与整个大雁有仇 韩巫国 甚至是更进一步 与整个天下为敌的天魔教 白剧宗心思如电传 如此看来 发生在他孽徒身上的事 从被封了口的孽徒这里 是找不到什么线索的了 还得从长计议 从旁查起 他倒要看看 是什么人手笔这么大 要挟到手的徒弟 戏耍了郑国公府 和陈大将军府 图谋也一定不小吧 既然如此 你就好好冒充着 郑国公府的私生子 自己注意不要漏了马脚 至于郑主那边 你不用管 为时我和那位小兄弟 有些交情 他不想当什么 郑国公府私生子 巴不得和这些破事 再无瓜葛 只要你别再傻乎乎地 去招惹他 他才懒得戳穿你的身份 到手来时无影 去时也无踪 只有小男 默默将这几句话 记在心里 然后跪了下来 朝着方才到手所站的位置 砰砰砰 磕了几个响头 玉京城里 发生了一件大事 进出人朝最为拥挤的 东城门之上 忽然悬上了两具尸体 一人怕凶煞 一人受尔阴翼 但现在都成了 两具血淋淋的尸体 一左一右 悬尸势重 寻常百姓见了 只是吓了一跳 然后以为 这是斩杀了什么恶贼 至多是土口唾沫 怪这人死了 还要吓自己一跳 之后就抛到脑后了 在这逐渐变凉的 萧瑟秋风之中 蓄日东升 洒下再多的暖意 他们也需要 让自己忙碌起来 才能不让秋风 吹破了小屋 没心思和两具尸体计较 但是稍有见识的江湖中人 看到东城门贴的 关于这二人身份的告示 便意识到 这可不是一般的江阳大道 不管是谁杀了 这二人中的一个 可都能在镇摩斯 领到黄金千两的悬赏 二人是谁 天魔教在教主之下 护法之上 还设有两位使者 左使和右使 左使曾经在一座 人口数十万的城池之中 上片城墓下七百姓 酝酿出席卷全城的杀劫 到最后 那座曾经繁华一时的城池 成了一座 十世九空的空城 最后 朝廷派去评乱的人马 在陈述情况的档案中 清楚记载 城池里活下来的人 不足一万 其中还有超过半数 撑不下去 选择了自尽 右使最显为人知的事迹 与大雁倒是没什么关系 他曾经霸占了 一个小国的皇宫 两两相合违逆人伦 在皇宫之外 假借皇命让大军出征 到处掀起战火 民不聊生 最终还是被攻打的敌国反击 指导黄龙杀进王城闯入皇宫 才发现 这国的皇帝早就已经疯了 而如今 血债累累的天魔教左右二使 便挂在了玉京城的东门之上 最后所能做的恶行 不过是 靠着血淋淋的模样 吓唬吓唬来往的平民百姓 谁杀的 在城门告示之上 也有说明 镇摩斯首座冯燕年 独自诛杀此二贼 杨大雁之正气 还天下以公道 这无疑是大功一见 仅次于斩杀天魔教的教主 黄龙人了 但奇怪的是 一些关注着朝堂变故的有心人 却发现 冯首座立此大功 竟然仅仅 就只是在诸如张贴于东城门的告示里 提到了他的所作所为 表示出高度的肯定与赞赏 但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奖励 不升官 不加风 不次礼 不只是冯首座本人 就连他率领镇摩斯 也一样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这意味着什么 辛辛苦苦做完了苦差事 老板拍着肩膀 一个劲地表扬你做得好 可是表扬完却不发奖金 不涨工资 就连饭都不请吃一顿 这紧紧的口头表扬 以资古力的做法 可不符合大雁朝廷一贯以来的作风 不过正是不同寻常 更有心的人便顺藤摸瓜 也就发现了 之前天魔教霍乱玉京城 镇摩斯有失察之责 只是怎么处罚 一直悬而未绝 直到天魔教左右二十悬尸东城 也就彻底没了后闻 原来不是不省 只是功过向底了 冯首座还是厉害啊 天魔教左右二十有合击之法 两人联手可短暂爆发出四品之力 可却被冯首座一人斩了 百怀堂的院子里 白旭宗也在说着 天魔教左右二十之死 他一边指正着张天天的剑招 一边感慨道 可惜冯首座是病秧子 他想突破四品难上迦难 徐年文言有些好奇 冯首座得了什么病 悠哉喝茶的张怀骨 淡淡地说道 费精先天残缺 后天补不回来 治不了的病 其实都不该算病了 这就是他的命 这时 百怀堂门外 响起一道咳嗽声 嗨 冯某这命虽然不好 但还是能调养的吧